第五十一章 安全局 听到这话 在场所有调查员都看向了林铁柱 是谁 我 林铁柱淡然说道 话音刚落 几个调查员立刻冲上去准备控制林铁柱 穆天月表情凝固在原地 这个家伙是笨蛋吗 你胡说什么 穆天月还想为林铁柱辩解 可林铁柱却是笑了笑 抬起手来 示意调查员不用过来 如果我想跑的话 就不会自己承认了 林铁柱的话 让调查员面面相去 也是停下了动作 确实 刚刚林铁柱想走的话 现在估计已经离开这里了 这种主动留下的嫌疑人 还控制他干嘛 林铁柱向穆天月走了过来 在众目睽睽下 摸了摸穆天月的头 穆天月当即眼眶翻涌出泪水 如果不是被他强行忍耐住 恐怕现在已经哭出声了 我不能让你为了说谎 那样很可能毁了你 林铁柱声音沉堵地说道 一人做事一人当 在这里等我 网友才的死与我无关 我不会有事的 你这个笨蛋 穆天月声音哽咽地说道 林铁柱却是一笑 为他擦去了泪水 提醒道 好了 真凶还没找到 现在哭的话 暗处那些人 还有外面的员工 都要看你笑话了 留下了一句 林铁柱又转身 看向调查员 我要见司徒局长 调查员领队皱起眉头 司徒局长 你的事情由我们跟进 林铁柱笑了笑 你只需要帮我带句话就行 说林铁柱要见他 如果他不出来的话 别怪里面的人 把监狱给拆了 他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是一乐 不只是调查员 连穆天月和董秘书等人 也是诧异地看着林铁柱 拆 把监狱给拆了 调查员领队黑着脸 听过说自己无辜的嫌疑人 还是第一次听嫌疑人说 要把监狱拆了 小子 别那么狂 你自己的事情还没弄清楚 见什么局长 林铁柱笑了笑 走到领队面前 如果你不帮我传话 我担保 三天内 司徒局长会把你队长的位子空出来 你 领队气得面色一宁 正准备说话的时候 林铁柱居然已经主动离开总裁办公室了 别愣着了 送我进去 正好 我顺便看看老朋友 林铁柱淡淡一笑 双眼在领队面前闪过 看到了这小子 最终还是跑去找司徒局长 那他就放心了 银色手铐带上 林铁柱大摇大摆 被一众调查员带下了电梯 待他们离开后 穆天月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整个人瘫软在椅子上 穆总 董秘书连忙担心道 穆天月抬起手 示意自己没事 眼中同时露出坚定的目光 把昨晚抽出去的监控 给我带过来 另外 检查所有门禁卡 看看除了网友才 有没有人昨晚八点后 还留在公司 穆天月握紧了拳头 让法务部的人上来 我要尽快把林铁柱救出来 是 地城安全局 林铁柱被送进了审讯室 两个调查员走了进来 将一堆档案放在了林铁柱面前 说吧 你是怎么打网友才的 林铁柱看来这两人一眼 一男一女 女的颜值不错 扎着马尾便 在那深调查幅下 波澜壮酷的身材 随时都要呼之欲出一样 他打开档案 准备笔录 声讯林铁柱的是旁边的男人 问你话呢 看什么看 男调查员大声喊道 顺手 还拍了拍桌子 本就封闭的房间里 回荡着声响 小声点 你吓坏人家小妹妹了 林铁柱一脸微笑 向女调查员挑了挑眉 醒来的 这一幕给一旁的男调查员看待了 本来他还想在新来的女同事面前 展现一下男子气概 可这特么怎么回事 到嘴边的肥肉 都能被人抢走 喷喷喷 男调查员连续拍了几下桌子 一声鼻声大 你小子丢我老实点 进了这里 想出去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不管你在外面 都牛逼 来了这里 就得给我趴着 说吧 男调查员提醒了旁边一句 师妹 别被这小子油腔滑掉给骗了 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除了一张嘴 什么都不行 林铁柱微微一笑 又是低声问女调查员 你觉得我嘴怎么样 啊 女调查员波浪鼓一样的摇头 够了 男调查员实在忍不住 直接切入正题道 回答我的问题 你是怎么殴打网友才的 又是为什么打的他 林铁柱收回了目光 看向男调查员 司徒局长来之前 我什么都不会说 有事等他来了再聊 脸凹 你以为你是谁啊 要我们局长和你聊 男调查员在进来之前 就听其他人说过林铁柱 这个刺头 在被抓获的时候 居然说要见局长 难不成是想走关系 笑死什么年代了 一切依法办事 而且他居然蠢到公开点名司徒局长 这不是想坑人吗 所以他根本不相信司徒局长会理会林铁柱 老老实实回答 男调查员正色道 为什么你上次有入狱记录 但是没有入狱原因 还有 为什么你家属情况都是空白的 你家人全死了 听到此话 林铁柱那原本还带着笑容的脸上 陡然间阴沉了下来 师兄 你怎么能这么说 女调查员也是打道不平起来 师妹 对待这种罪犯 就应该无情地打压他们 他只是嫌疑人 根本还没有罪证 怎么成罪犯了 师妹你不懂 可话音刚落 却听到砰的一声 男调查员吓了一跳 盯着林铁柱的双手看去 赢手铐 居然被震断了 我去 男调查员当即退后了几步 只见林铁柱站起身来 你 你不要过来 林铁柱阴沉着脸 眼中闪过凌厉的寒芒 嘴巴放干净点 不要侮辱别人的家人 和林铁柱对视 男调查员仿佛觉得自己 被一条凶兽盯上一样 本来想回击的话 却硬生生卡在了 喉咙里说不出去 这时 审讯室房门打开 一个头戴徽章的男子 缓缓走了进来 身后 还跟着之前调查牧师集团的领队 见到男子进来 两名调查员 立刻上来敬礼 局长好 看到林铁柱和男调查员对峙的模样 男子脸色刷的一声冷冽下来 我不是说 这个人 我自己省了吗 男子开口 领队和另外两个调查员 都低着头 都出去 是 局长 男调查员离开了房间 脸色仍然是煞白的 什么鬼 这家伙真的把局长叫来了 队长 里面的人什么来头 领队摇了摇头 他只是一只眼皮跳得厉害 试探性的和局长提及 林铁柱这个名字 没想到 司徒局长居然直接放下手头的事情赶了过来 领队还是第一次见到堂堂的调查局局长 这副紧张的样子 他当即知道 自己抓回来的 恐怕是一尊厉害的人物 不知道 不过你刚刚 应该闯祸了 听到领队的话 男调查员整个双脚软了下来 我只是个文员呀 我怎么懂那么多 他心里叫苦 审讯室内 司徒局长见到其他人都离开 也是坐到了林铁柱面前 严肃的脸上 瞬间温和下来 铁柱呀 好久不见了 第52章 司徒局长 司徒局长 好久不见 林铁柱在南调查员离开的时候 顺便看了眼对方的未来一小时 有意思 还是个办公室海王 林铁柱收回目光 重新坐了下来 铁柱呀 你这次回来 是有什么事吗 司徒局长说话的态度 出奇的客气 只因为当年林铁柱的入狱 也是在他这里 而且 入狱的资料 他是看着被官方给加密的 司徒局长混迹官场多年 当然清楚 能被官方这样重视的人 背后的势力 他肯定得罪不起 再加上 林铁柱上次在监狱里天天斗殴 从一开始的谁都打不过 到后来 谁都打不过他 在林铁柱出狱那天 全监狱的犯人 都在敲锣打鼓 欢呼 如果让他们知道 这尊凶神又回来了 恐怕他们会 后悔自己进监狱 没什么事 就是回来找监狱那些老朋友叙叙旧 我最近手痒了 林铁柱说着 放松了一下止鼓 司徒局长看得老脸一抽 铁柱呀 咱们是老朋友了 你这小子 凤凰不落无宝之地 直接说什么事 帮得上的我一定帮 监狱就别回去了 林铁柱淡淡一笑 还不是司徒局长的人 把我抓回来的 说我杀人了 嗯 哪个不长眼的说你杀人 我出去收拾他 司徒局长冷哼一声 别人可能会杀人 但林铁柱这小子 绝对不会 他们也是公事公办 我倒是确实把一个王八蛋打了 只不过后来他死了 林铁柱将王有才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司徒局长 这件事虽然与他无关 但是为了不连垒目天月 林铁柱还是决定先解决了 哦 下药 司徒局长一掌拍在了桌子上 林铁柱从口呆里 拿出了一个USB 这里面就是证据 马德 老子这么多年 最痛恨的 就是对女人下手的混账东西 要是在我面前 我高低也给他打残废 说吧 司徒局长又是思索起来 不过 如果这件事和海神组织有关 那就难办了 司徒局长瞟了眼林铁柱 海神组织可不是我们官方可以直接调查的 所以 网友才和袁静的死 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清楚真相 林铁柱点了点头 袁静的死 看似是海神组织清理任务失败的爪牙 但我觉得 他和网友才并不一样 林铁柱如实分析到 袁静表面上是 天地娱乐的老板 实际上却为海神组织在大厦 控制了大量艺人明星的隐私 只要海神组织愿意 随时能通过袁静 要挟任何一个大厦明星 另外就是 袁静掌握了不少资产 又是地城的地头蛇 虽然这次没有得到预计 但我感觉 海神组织不会轻易放弃这么有用的一颗棋子 司徒局长当即明白了 林铁柱话里的意思 你是说 袁静的死不是海神组织做的 林铁柱点头 我怀疑另一个人 当然 怀疑归怀疑 查找真相的任务 还是要交给你们安全局 林铁柱低声靠近了些 说出了一个名字 当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 司徒局长的眼神猛地放大 此话当真 当时在场的 只有他和袁静 这就难办了 他是军神的徒弟 又是代表军方来执行任务 真正能查他的人 也只有军神大人了 司徒局长 又是柔了柔眉心 怎么偏偏在他管辖的地方 出现了这当事 而且 嫌疑的三方 明面上是林铁柱 暗地里又是海神组织 和周天策 这三方哪个 是他能轻易得罪的 我明白了 我会抓紧去办理 铁柱呀 没什么事 你自己离开吧 那不行 林铁柱一本正经的道 我毕竟打了人 按照法律 局长应该将我罚款 甚至拘留 这 不用了吧 罚款我会回头 给你交一点 你打那种下药的人 我特么都想打 司徒局长晃了晃手里的USB 有这里的证据 你的嫌疑应该就洗清了 没必要留在这里 还是公事公办吧 林铁柱执着到 收射身上的衣着 顺便我也见见那三个家伙 听到那三个家伙五个字 司徒局长的背后 一凉 上次 他们才打上了周天策 这次林铁柱进去 不会又出什么事吧 不过 对于林铁柱 想要他公事公办 司徒局长还是欣赏的 这小子虽然脾气暴躁 武功天赋高 手段很辣 但是三官绝对正直 该承担的东西 绝不会躲避 倒是自己小看他了 行 我回头 给你记录一下 你直接去里面找他们的 当时你拘留了 谢了 哦对了 建议你查一下 刚刚审讯我的那个男的手机 里面有不少精彩的东西 密码是493921 林铁柱留下一道笑容 打开门 司徒局长立刻安排人 送他去目的地 见到他们出来 调查领队也是跑过来 局长 没什么事吧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从审讯室出来的人 这么开心 林铁柱 几乎是蹦蹦跳跳去的监狱 你们啊 抓错人了 局长意味深长地看着林铁柱的背影 这小子 可是个大好人 网友才和袁静的案子 我亲自跟文件议会 都放去我办公室里 领队还是不理解 可也不敢再追问这种高层的决定 可司徒局长 却是让人带来了一个人 男调查员一头雾水的过来 你手机 给我检查一下 司徒局长命令道 虽然不清楚 林铁柱说的精彩东西是什么 不过 以他对林铁柱的了解 既然对方专门提醒了这件事 那就说明这件事他有必要处理一下 局 局长 查我手机干什么 是不是刚刚那小子说我坏话了 他狂妄得很 让你拿就拿 我是有权限检查你们每个人手机的 是 男调查员拿出手机 心里纳闷 他看出了司徒局长对于林铁柱的不一样 但是如果他得罪了林铁柱 那等来的应该的司徒局长的批评 甚至处分 这些他都有心理准备了 可万万没想到 居然是查他手机 得罪林铁柱和查手机有什么关系 他又没有偷拍林铁柱 他偷拍的是 想到这里 男调查员心里咯噔了一下 难道自己平常做的事情被发现了 密码多少 局长 我忘了 什么 男调查员硬着头皮 不行 里面的东西千万不能让局长看到 否则他死定了 我真的忘了 局长 我这人一紧张 就容易记不起事 那扫脸 司徒局长将手机对了过来 男调查员吓得连忙捂住了脸 你他妈又在搞什么 司徒局长整个人都火了 好呀 我算是看明白了 林铁柱说的没错 这小子 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司徒局长灵光一闪 刚刚林铁柱离开的时候 好像说了一串数字 不过 他怎么知道密码的 不管了 司徒局长 尝试按密码 一旁的男调查员躲过一劫 看到他这个举动 心里忍不住一笑 只要我不解锁 你就查不到我的把柄 不过局长居然想自己试密码 天真 他用的可是大苹果 没人能破解 493921 听到司徒局长 一字一字的念叨 男调查员 你你 你怎么知道我密码的 局长别看 第53章 重回监狱 小阎王 男调查员想抢 可他的手还在半空中 就被司徒局长一把抓住 看似简单的一甩 男调查员突然感觉到 一股气静涌来 整个人连连退后在了四五步 在那给我待着 司徒局长翻看照片 下一刻 他面色铁青 向旁边的领队下令 把他关进审讯室 另外 让这几个女同事 来局长办公室 领队一头雾水 但还是去抓男调查员 男调查员知道出事了 局长 听我解释 我是闹着玩的 你他妈的 司徒局长爆脾气上来 一脚踢飞了男调查员 这个王八蛋 竟然偷拍了那么多 女同事的群体 老子最讨厌的 就是你这种害群之马 把我们大厦安全局的 名声都搞坏了 抓起来 监狱里 领铁柱款款走来 刚刚进来 里面的两排铁栅栏 就让领铁柱 有种熟悉的感觉 局长说 你可以随意参观 旁边带路的女调查员 战战兢兢的说道 他没想到 刚刚还在审讯室帮 领铁柱说话 现在还要把他亲自送进来 那个 我师兄说的话 你别介意 他这个人 讲话就是难听 领铁柱笑了笑 估计他现在已经后悔得罪我了 什么 没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许 好名字 许依脸一红 退后了几步 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了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你就可以自行离开了 说完 许依快步地离开了监狱 还挺害羞 领铁柱笑了笑 看向面前的一座座牢房 感觉就像回家一样呀 他伸了伸懒腰 这句话回荡在监狱里 原本还在睡觉的犯人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猛的后背一紧 不少人爬了起来 往外面偷偷看去 卧槽 这小王八蛋真的回来了 你小声点 被他听到了 小心一会找你切磋 不对啊 外面哪个不长眼的 把他抓回来的 不知道他是小阎王吗 他们个个 手臂上都有纹身 即便没有 脸上也是凶神恶煞的模样 可现在 人人脸上 都带着几分恐惧 因为之前 领铁柱把他们每一个人 当沙包练了一次 以至于 在群体劳动时间 这么多罪犯 几乎都是抱团走的 生怕一个落单 被领铁柱抓到了 又是一顿挨打 所以 他们又给领铁柱 取了一个外号 小阎王 都醒醒 你们的王回来了 领铁柱一脚踹在铁栏上 金玉之声 回荡整个监狱 这一脚 所有人都清醒了过来 更加确定 小阎王回来了 领铁柱路过第一间牢房 看到熟悉的人 满脸怀念 小金啊 你的金牙修好了没有 修好了我再来吧 牢房里的标形大汉 满身龙纹 可现在却像是老鼠 见到猫一样 被领铁柱提问到 他虎去一阵 头摇晃得像波浪鼓 失望 那算了 下次再给你拔牙 领铁柱又是路过第二间牢房 眼前一亮 只见一个金瘦的俊朗亮仔 正在假装看书 看到领铁柱看过 他装死看不到人 但眼神飘忽不定 丝毫没有意识到 手里的书都拿反了 小狼狗呀 你下面好点了没有 我上次 遇到你偷的那个女人了 他老公在到处找人砍你 听到这话 小狼狗手里的书掉到地上 铁柱哥 铁柱哥你别这样 我就偷过他一次 我都已经进来了 他吓得两腿发抖 没想到自己绿的是个道上大楼 他进来监狱 是来躲避追杀的 这个就难办了 领铁柱两根手指捏了捏 小狼狗当即明白过来 老规矩 我懂我懂 小狼狗钻进床底 找了半天 掏出一张一百元纸币 放到了领铁柱手中 上道好好待着 过几天他老公就不找你了 小狼狗松了一口气 谢谢铁柱哥罩着 这一幕看得其他罪犯头皮发麻 毕竟他们也多多少少被领铁柱收过保护费 如果说他们在外面是大恶人 那领铁柱就是管这些大恶人的终极大恶人 只不过 这次领铁柱没有闲工夫 再跟这些人玩了 他禁止走向监狱最深处 那里有一间三人房 和其他牢房不一样 这间房的房门是开着的状态 根本没有上锁 因为司徒局长知道 这些人想走的话 监狱的人 哪怕再加上地城安全局所有兵力 也根本拦不住 里面住的人 听到领铁柱回来的消息 也是相识一笑 直到领铁柱刚到门口 一颗核桃瞬间迎面来 领铁柱皱着眉头 身体猛的一闪 轻易躲开核桃 那核桃掠过领铁柱的肩膀 打在对面的墙壁上 砰的一声 直接陷入了墙壁里 可领铁柱并没有放松警惕 因为第二颗核桃 已经不偏不已向他射来 领铁柱一拳轰出 拳头和核桃正好碰撞在一起 咔嚓 核桃仿佛水滴落地般 在领铁柱拳头前碎成渣 这一幕让监狱里的三人 眼珠子一转 小子 你的功力提升了不少 领铁柱拍了拍手 三个月不见了 叶雕哥 还是那么喜欢啃核桃 叶雕一头长发 侧坐在木板床上 低着头把玩手里的核桃 看来我下次得砖块铁进去 把你小子的手打烂 叶雕说完 又是扔过来几颗核桃 只不过 这次没有用气劲 领铁柱随手接过 小子 多吃点核桃 补脑子 领铁柱将核桃捏碎 放在嘴里 谢了叶雕哥 他刚说完 赤英顶着大肚子 也是走了过来 你小子怎么想起 回来看我们了 出去外面有没有找到女朋友 领铁柱无奈一笑 找了 还被甩了 哦 赤英打量着领铁柱的裤裆 没理由呀 你小子是这监狱里 唯一一个比我大的 居然还有你降服不了的女人 后来怎么样 领铁柱淡淡道 后来我找了个更漂亮的 他后悔了 赤英满意地 拍了拍领铁柱的肩膀 好 痛快 说完 他又是低声在领铁柱旁边道 有没有封老师新的写真 没有 戒了 赤英哥你也戒了吧 不然更找不到女人了 你小子 有了女人给我装起圣人来了 封老师都被你甩了 赤英笑骂道 领铁柱懒得理会他 这几个人 虽然都有通天的本事 但平常和他的相处模式 就没正经过 唯一稍微正常点的 估计就是苍狼了 苍狼是三人里年纪最大的 在领铁柱看来 也是最靠谱的人 苍狼哥 我回来了 第54章 再见苍狼 叶雕 赤英 苍狼看着领铁柱 原本严肃的脸上 艰难地挤出了一抹笑容 臭小子 在外面怎么样 还不错 苍狼哥 你还是别笑了 怪难看的 领铁柱淡淡道 苍狼干咳一声 恢复了本来的臭脸 你的武功进步了不少 领铁柱耸了耸肩 其实他出去之后 为了生计 也没怎么锻炼过武功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早上开始 自己就好像多了十年功力一样 可能昨天和那个人交手 不小心开窍了 领铁柱思索道 听到领铁柱与人交手 苍狼的双眼凌厉下来 对方很厉害 还行吧 现在的我 应该打得过了 领铁柱判断道 他不知道 身后的赤英和叶雕 也正在偷听这边的谈话 打得过就行 如果打不过的话 记得我教你的 苍狼一本正经地说道 跑 知道了苍狼哥 领铁柱 直接坐上了苍狼的床上 将左手袖子打开 手腕用力 很快 原本什么都没有的皮肤上 浮现出一道六芒星纹身 苍狼哥 我身上最近发生了一点变化 应该和这个东西有关吧 领铁柱笃定地问道 苍狼没有 立刻回答 反而一手按住领铁柱的六芒星 这东西 不到万不得已 要给任何人看 包括你最亲密的人 知道吗 知道了苍狼哥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苍狼大有深意的一笑 有些东西 你现在还不适合知道 等时机成熟了 我们肯定会告诉你 对了 你现在能看到多久了 多久 领铁柱眉头一紧 苍狼果然知道自己能看到未来 领铁柱试探性地回答 一个小时 不错了 哈哈 很好 很好 苍狼脸上 难掩自己的笑容 对着领铁柱的肩膀 连续拍了几下 就算在外面 没有我们盯着你 你也要多加锻炼 变强之后 这东西都会更强 苍狼说着 瞥了眼领铁柱的左腕 领铁柱听出 他还不想告诉自己 六芒星的秘密 也不再继续追问 反而苍狼从床上枕头下 拿出了一块青铜制的令牌 这令牌呈现青黑色 上面并非纯粹的金属质感 而是有一道道复杂的纹路 这东西给你 如果遇到危险 拿出它 能保你一面 领铁柱不解 还没继续问 苍狼已经将令牌 塞进了领铁柱的裤裆里 卧槽 卧槽什么 这种东西 你要好好贴身保管 放在这里最安全 领铁柱无奈 算了 一会儿出去的时候 再拿出来洗洗吧 他转移话题道 你上次信里说的猪鹊 我还没去找 他不是也能帮我 要这个 令牌干什么 苍狼大有深意的一笑 猪鹊不用找了 为什么 夜雕 赤鹰 也是凑了过来 三人相识一笑 苍狼说道 因为他先找到你了 领铁柱一头雾水 罗江的幕后大老板 找到我了 他怎么还没现身 猪鹊为什么会帮我 因为 他欠了你爸一条命 这是苍狼第二次提及自己的父亲 领铁柱心头一紧 而是那模糊的父母 抱过他 亲过他 但却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有一天 他们将自己留给了奶奶 从此消失在了领铁柱的生活中 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甚至一直以来 心里都已经以为他们死了 直到苍狼的出现 这三个家伙 当初把自己弄进来监狱 本来领铁柱 还以为自己得罪什么人了 结果他们三人开始疯狂训练他 对领铁柱倾囊相授 让他学会了一身的本事 苍狼的格斗术 将领铁柱引入武道 夜雕的侦察和反侦察能力 还有各种琴棋书画本领 赤鹰的冷兵器 热兵器知识 甚至他们 还知道领铁柱小时候的一切 包括从小抛下他的父母 可无论领铁柱怎么追问 这三个人像是嘴巴被缝上了一样 对领铁柱的身世都闭口不言 他们只告诉领铁柱 父母的离开是为了保护他 所以在领铁柱成年后 他仿佛又凭空多了三个师父 费尽心思地教导他 似乎是在替他父母 弥补领铁柱从小缺失的关爱 我爸我妈 到底在哪里 领铁柱的声音逐渐沙哑下来 亲情一直是他的软肋 无论自己走了多远 无论时间过了多久 亲人始终是亲人 领铁柱恨父母抛弃了他 但依然想再见到他们 铁柱 苍狼脸上露出一抹回忆 但显然 他并不打算告诉领铁柱 自己回忆了什么 孩子 时机没到 等时机到了 你心里所有的疑惑 包括你父亲的事情 我们都会告诉你 夜雕拍着领铁柱的肩膀 臭小子 我们是站在你这边的 那谁站在我的对立面 夜雕顿了顿 很快看着领铁柱会心一笑 你这孩子确实长大了 放心吧 你的对立面 我们会替你铲平 直到亲眼看着你 坐上那个位子 那个位子 一声咳嗽 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苍狼收回目光 夜雕也是拾去的坐了回去 铁柱 记住我们说的话 回去好好练功 领铁柱已经习惯了 这三个人对父母的事情 依然闭口不言 行 领铁柱点头 看三人不再说话 领铁柱看了看时间 担心沐天月在外面遇到问题 经历了早上的事情 沐氏集团 可能还一团混乱 我先走了 领铁柱笑了笑走出牢房 领走前 他灵机一动 看了眼三人 预示未来的能力启动 可很快 领铁柱皱了皱眉 可恶 这三个人在自己走后 足足发呆了一个小时 领铁柱很快明白 那是他们不想 让自己知道什么秘密 故意在那摆烂 也是服了 领铁柱无奈离开监狱 本来想开挂套点信息出来 没想到姜还是老的辣 看到他出来 许鱼居然还在门口等着 我 我送你出去 领铁柱暂时将父母的施压在心里 笑了笑 你一直在等我 许鱼轻轻点头 司徒局长让我看着你离开 对了 师兄他 不对 是那个变态 已经被局长关进去了 他将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这也是司徒局长交代你跟我说的 嗯 领铁柱呵呵了一声 那个老狐狸 看来也担心我在捣乱 虽然他觉得自己已经不算笨的了 但是和苍狼 还有司徒局长这些老油条比起来 还是太只嫩了 行 就送到这里吧 哦对了 你今晚早点下班 啊 许鱼之嫩的脸上 又是肉眼可见的红了起来 嗯 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 你早点下班回家 最好在六点前赶回家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你妈晕倒了 领铁柱心里想着 嘴上笑道 没什么 你记得照做就行了 说吧 领铁柱出了安全局 许鱼完成任务 一脸不解的看着领铁柱离去 安全局外 领铁柱没走几步 突然看到一辆麦巴赫停在面前 上面的车门落下 露出穆书曼的脸 领铁柱 上车 不上 领铁柱傲娇道 穆书曼嘟了嘟嘴 连忙从驾驶位下了车 脚踩着红色高跟鞋走来 雪白的大长腿 当即让路边的人目光移不开了 你就这么讨厌我 是汤姐 让我来找你的 快跟我回去 穆天月 领铁柱还在犹豫 穆书曼哼了一声 还有爷爷他们 知道你出事了 都很担心你 走吧 他们在等你 等等 领铁柱把穆书曼塞进了副驾驶 为什么 领铁柱淡淡道 穿高跟鞋 不能开车 你不知道 说吧 领铁柱自顾自上了驾驶位 穆书曼哼了一声 不过也知道 领铁柱说的没错 领铁柱 其实你可以不用承认自己 在公司的 唐姐一定会保你 车上 穆书曼带着试探性的语气说道 领铁柱本来懒得理他 可穆书曼连续的追问 还开始伸手乱摸 领铁柱下的一个急刹车 差点闯了红灯 你以前没这么变态的 这些还不都是你教我的 穆书曼满脸后悔的看着领铁柱 我真的知道错了 领铁柱 我们复合行不行 领铁柱皱起眉头来 看穆书曼的样子 他忽然觉得 穆书曼刚刚在撒谎 他不像是穆天月叫来的 领铁柱看了眼穆书曼 瞬间 穆书曼未来的一小时 一览无疑 他将自己带回了穆家 结果穆天月却并不在穆家 而是下落不明 你姐在哪 第五十五章 穆天月 领铁柱 救我 领铁柱语气陡然冰冷了下来 穆书曼被他问得愣证了一下 在穆家等你啊 我刚刚不是说了 他说话的同时 却见领铁柱单手开车 另一只手拨通了穆天月的电话 无人接听 他手机怎么没人听 可能跟爷爷大伯说话 没接到吧 穆书曼眨了眨眼睛 妈的 当初他问穆书曼 会不会嫌弃他家事不好的时候 穆书曼也是这副表情说 不会 典型的撒谎模样 领铁柱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看向穆书曼 可穆书曼 还是一副无辜的模样 下车 什么 穆书曼一愣 可麦巴赫已经在路边停下 自动门打开 领铁柱没等穆书曼说话 竟然直接一脚 把穆书曼踢了下去 啊 穆书曼整个人 踉枪倒在车门外 领铁柱 你有病是不是 我去接你唐姐 你自己回去 我都说了 唐姐就在穆驾 我们回去不就见到了 可领铁柱 却是投来笃定的目光 我已经知道 穆天悦在哪了 领铁柱只留下了一句 便直接开车走了 穆书曼气的直跺脚 但听到领铁柱的最后一句话 还是犹豫了一下 连忙拨通了一个号码 与此同时 进入转弯口的麦巴赫 缓缓停下 领铁柱远远偷看穆书曼 双眼的画面快速变化 张力你那边什么情况了 放心吧 我骗穆天悦说 有网有为自杀的证据 让他过来拿 他果然上当了 穆书曼轻抿着嘴 看来唐姐是真的喜欢领铁柱 以前的他 不会这么轻易被骗 电话里传来张力的吃笑声 那要怎么样 你这傻瓜就是心软 只要让穆天悦 今晚跟别的男人开房 我再把他拍下来 你猜领铁柱还会不会要他 张力忍不住又笑了两声 你有我这个好闺蜜 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不然你的领铁柱已经被穆天悦迷得晕头转向 怎么还会回到你身边 想到领铁柱 穆书曼长叹了一口气 唐姐没了真结 她真的会回来吗 肯定会 男人嘛 没有更好的了 就会吃回头草 这种事我前男友经常做 行了 穆天悦已经被我送进酒店了 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就在至尊大酒店1002号房 不用了 你不要让我唐姐知道 这件事跟我有关 放心吧 嘟 还是这么怂 张力放下电话 喘着粗气 看着床上熟睡模样的穆天悦 脸上露出奸笑 这张脸 还有这个身体 今晚过后 整个地城都会欣赏到 穆天悦 你完了 张力眼中 闪过一道极度的火焰 现在我才是周应龙的女人 我绝不允许她心里还有别的女人 尤其是你 穆天悦 因为你一个人 抢走了我和穆书曼两个男人 你该死 冷哼一声 张力在房间里 安排好了摄像机 对准床上 成功接入了网络 等下这里 就是一场现场直播 做完这些 张力拨通了电话 你们三个可以过来了 就在1002号房 另一边 穆书曼整个人摊坐在路边 眼神中还有迷茫 他不知道 自己做的对不对 联合张力 在灵铁柱离开之后 设计了穆天悦 今晚过后 穆天悦将会背上一个不检点的骂名 在地城传开 他会身败名裂 而随着穆天悦的倒下 他穆书曼注定了崛起 不只是在穆家 甚至是在灵铁柱的心里 他也能重新占有一席之地 灵铁柱 我会让你知道 我才是最适合你的女人 可穆书曼不知道 此刻一辆麦巴赫 正以极快的速度 在路上狂奔 他的速度 早已经超过了限制车速 超过一辆又一辆车 吓得马路上的司机 当即避让开来 马德 好车了不起啊 卧槽 刀片超车 灵铁柱眼中燃烧着怒火 疯狂踩着油门 双手全速控制方向盘 张力 穆书曼 我要你们死 灵铁柱咬着牙 再度加速 麦巴赫的引擎 不断轰鸣转动 五分钟后 至尊大酒店外 一辆黑车停下 三个精重的男人走下了车 打电话再度确认 是1002号房是吧 是 快点上来 电话里传来张力催促的声音 三人上了电梯 与此同时 酒店门口轮胎在地面 粗暴滑行的声音 回荡进大堂 一辆 麦巴赫还没停稳 灵铁柱的身影 就直接跳了下来 他快步来到电梯口 看到电梯正在往上 来不及了 灵铁柱看向电梯旁边的后楼梯 下一刻 一道声音以惊人的速度 在后楼梯飞速往上 两秒一层 太慢了 一秒一层 一秒两层 不出十秒 灵铁柱直接上了十楼 飞速出来 看到了正在1002号门口 焦急等待的张力 怎么慢吞吞的 张力正在门外来回踱步 再不来 药效都消退了 想到木天月中途醒来 那挣扎的模样 张力就忍不住笑了出来 幸好提早跟他们交代了 不管木天月怎么挣扎 那几个猛男都会硬来 张力刚说完 突然背后含毛竖了起来 谁 他刚转身 还没看清来人 一把手刀 直接打在张力后脑 扑通 张力倒在地上 灵铁柱一脚踹开 1002号房门 看到了躺在床上 昏迷不醒的木天月 周围 还有几台摄影机 灵铁柱呼出一口气 总算赶上了 他抱起木天月 对方从迷迷糊糊间醒来 本能地开始反抗 不要 放开我 可木天月的声音 却有气无力的 因为他全身根本使不上力气 恍惚间 木天月还在呢喃着 灵铁柱 救我 灵铁柱笑了笑 我这不是来了 听到熟悉的声音 木天月这才停下了动作 任由灵铁柱 把他抱了起来 灵铁柱瞥了眼床边的设备 还有地上的张力 你自己不下的局 就别浪费了 灵铁柱将木天月放在沙发上 将张力直接扔到了床上 临走前 灵铁柱开启了所有摄影机直播状态 才带着木天月离开 十秒后 三个强壮的男人 来到1002号房 这个 就是地城第一美人 怎么有点丑呀 可能躺在床上显胖 管他的 咱们做咱们的事 有免费的女人玩 还管他丑不丑的 就是 老板已经给了钱了 干活 第56章 自己的女人有危险 我怎么能不知道他在哪 随着三名大汉 扑了上去 房间里 很快响起了张力哀嚎的声音 不要 你们干什么 啊 可他无论怎么求救 甚至说出自己的身份 三个大汉 确理都不理 因为他们收到的任务 就是 不管当事人怎么反抗 说什么话 都不用管 只要尽情地摧残他 他们每个人 就能得到十万 而且 张力为了自己的身份不暴露 并没有告诉他们自己的名字 所以 即便他怎么反抗 怎么解释 最终 却变成了给他们助兴 至尊大酒店 1192号房 林铁柱看穆天月现在的状态 也不适合直接回穆家 于是就随手给他开了一间房 把穆天月放在床上 正准备放开 可那迷迷糊糊的角色美人 还在挽着自己的脖子 不让他走 林铁柱 穆天月的神志 也是逐渐恢复了过来 眼神的惊恐还在 拉着林铁柱不放开 我害怕 他在商场上雷厉风行 可那只是表面上坚强 只有林铁柱和穆云山知道 这个女人从小失去了母亲 她的坚强都是伪装出来的 内心的脆弱与敏感 比普通女人还甚 林铁柱温和一笑 跟着穆天月一起躺下 看来穆总才不愿意让我走了 听到林铁柱挑逗的话 穆天月身上的药效清醒了几分 可脸色法朝红了起来 谁不让你走了 那我走 林铁柱起身的动作 让穆天月瞬间没了安全感 不要 说完 他绝美的脸上带着几分韵怒 无奈又委屈 第一次向林铁柱撒气了娇 不要走 我还以为你说不要停呢 林铁柱淡淡一笑 可他不知道 自己随意的玩笑话 却让穆天月的耳畔 都像滴血般红透了 因为穆天月留意到周围的环境 他居然又和林铁柱在酒店里 算下来 他和林铁柱认识了四天 除了昨晚林铁柱离开拍卖会失踪 让他担心了一整晚以外 其余三天的夜晚 他都是和林铁柱在酒店里度过的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他们是干柴烈火的情侣呢 穆天月这样想着 脸上更加不好意思 别过脸去 尝试转移话题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昏迷前 他还清楚地记得 是张力和穆舒曼 引自己出去 可没想到 后来他一杯水下肚 就感觉到一阵晕眩 旋即便恍恍惚惚的 被张力带走了 穆天月不是傻子 怎么能想不到 自己是被张力设计了 自己的女人有危险 我怎么能不知道她在哪 林铁柱笑了笑 才把事实的真相 告诉了穆天月 包括穆舒曼引开她 导致林铁柱开始怀疑 所以我就偷听了 她和张力的电话 知道你在这里 实际上 如果直接偷听的话 林铁柱根本来不及过来 幸好她能看到未来一小时 瞬间便将穆舒曼打电话 那一段吸收进来 才能马上赶过来 说到这里 穆天月已经本能的有些后怕 火辣的郊躯 在床上缩了缩 抱在一起 见状 林铁柱自然地伸出手臂 见你靠一靠 穆天月顿了顿 有些犹豫 犹豫的不是排斥和林铁柱的接触 反而 林铁柱是他这辈子 唯一接触的男人 只不过 他心里最大的隔阂 是不知道 自己和林铁柱是什么关系 是传说中的炮友吗 可穆天月并不想这样 怎么了 看出穆天月的犹豫 林铁柱直接将他搂到了怀里 穆天月一开始 还挣扎了一下 但很快 他感觉到林铁柱怀里的温暖 停下了动作 两个人的姿势太过暧昧 穆天月想到白天的事情 尝试转移话题 对了 安全局的人没把你怎么样吗 林铁柱笑了笑 放心吧 我进安全局 尤其是那里的监狱 比回家还自在 穆天月一时间无言以对 哪有正常人会说这种话的 可穆天月的俏脸上 还是有些称怒 你这家伙根本不听话 让你走你不走 还被关进去了 说到一半 穆天月似乎觉得自己找回了点面子 轻哼了一声 尝试用女总裁的口吻说道 别忘了我们还有合约 这三个月 你都是我的男人 看着他趾高气昂的模样 偏偏这副模样 是穆天月依偎在自己怀里说的 林铁柱突然兴致勃勃起来 反身压在了穆天月身上 啊 穆天月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 可刚想反抗的时候 双手已经被林铁柱 合在头顶上直接扣住 坏蛋 你干什么 林铁柱嘴角一扬 你都说了 这三个月 我是你的男人 当然要履行男人的职责 想到穆天月在自己面前 任君采摘的模样 林铁柱不由的感慨 递成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林英 实际上万中无一的光滑如雪 而且现在 还是他林铁柱的私人花园 第57章 张力的悲催下场 一个小时后 林铁柱轻轻抚摸着穆天月的秀法 穆天月身上的杯子 只盖了一半 露出那惊人的曲线 雪白的手臂 正放在林铁柱的肩膀上 低着头 似乎还没缓过体力来 林铁柱打开手机 扫了眼自己平常看的论坛 本来他想看看 有没有讨论袁静的死 毕竟这种商业大亨突然被杀 肯定会轰动一时 可没想到 关于袁静的八卦和黑料 一个都没出现 仿佛是被人刻意禁止讨论一样 反而 满屏都是关于张力的帖子 地城拜金女夜战三猛男 现场直播 马德 太刺激了 快来看直播 周应龙县女友 在线给他戴绿帽 爱是一道光 周应龙现在很慌 查到了 是这个拜金女自己下的单 玩得真开啊 林铁柱轻疑一声 点进去一看 马德 马赛克都没有 嗯 不对 刚刚是我把他扔进去的 不过 看到张力的现场惨况 林铁柱丝毫没有怜悯 因为这场局 就是张力自己搞出来的 如果他没有及时就下沐天月 那么现在 被侮辱的人 就是沐天月了 想到此刻 依偎在自己怀里 刚刚醒来的沐天月 林铁柱淡淡一笑 怎么了 沐天月听到了林铁柱的声音 也是好奇地探了个小脑袋出来 林铁柱将直播关掉 把帖子的标题给了沐天月 沐天月扫了一圈 瞬间明白过来 这就是他想对我下的套 林铁柱点了点头 沐天月背后寒毛 猛地竖了起来 他惊魂未定地移开了手机 再度抱在林铁柱的身上 如果不是林铁柱赶来 沐天月不敢想象 自己现在正在面临什么 他的轻欲 他的一切 都会毁了 沐家 也会因为他而蒙羞 可现在 被毁了的人 是张力 林铁柱不但救了他 还为他报了仇 想到这里 沐天月下意识地 报得更紧了 沐总裁怎么了 没事 你不要乱动 我就是想抱抱你 又过了一小时 两个人离开了酒店 因为林铁柱 从直播里 看到了张力的未来 这个地方 因为张力的现场直播 很快成为了是非之地 他们不想再卷入 这种恶心的事当中 下了酒店门口 林铁柱 回到了麦巴赫上 沐天月 也是坐到了副驾驶 两人刚坐好 就看到好几辆车 急迟而来 火急火燎地 停在了酒店门口 为首的一辆车上 一打开车门 周应龙便怒气冲冲地走下来 1003号房 给我上去 把那个贱人抓出来 周应龙的声音很大 林铁柱在车内听到 淡淡笑了笑 接下来 张力的下场会很惨 只是林铁柱也是有些惊讶 周应龙那货 居然和张力搞在一起了 还谈成了男女朋友 结果自己对付张力 反而把他也给绿了 真是活该 走吧 送你回去 林铁柱开着车 离开至尊大酒店 这一次 林铁柱的车很稳 没有像来时那么急 一旁的沐天月 看着窗外 倒退的地成夜景 忽然觉得 这是自己这23年人生里 最平静的时刻 有晚风吹拂 有浩月当空 还有 沐天月看向林铁柱 也不知道三个月后 这个男人 还会不会留在自己身边 很快 沐家到了 林铁柱主动下了车 将钥匙递给了沐天月 把他还给沐淑曼 另外 酒店那件事 你想怎么处理 沐淑曼知道林铁柱所指的 是沐淑曼联合张力 设计自己的事 我找时间和他聊聊 沐淑曼犹豫犹豫到 林铁柱听得出来的 他还是念及亲情 沐淑曼毕竟是他的堂妹 可是 沐淑曼的所作所为 却让林铁柱感到恶心 你看着办 有需要再和我说 嗯 沐淑曼轻轻点头 看着林铁柱插着口袋 独自离开沐家 他不让沐淑曼送 沐淑曼只好傻傻地站在原地 沐送他消失在非夜了 这是他第二次 这样沐送林铁柱 上一次 还是在巨龙山庄 明天该给他配一辆车了 沐淑曼又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因为他是副总裁 我应该给他买车的 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另一边 和沐淑曼分开之后 林铁柱上了辆公交车 比起豪车 他更加享受这种朴素的生活 此时已经是深夜 但还有不少勤劳的人刚下班 搭着公交车回家 林铁柱想到了一件事 打开手机余额一看 5110万4241元 第58章 奶奶的药方 彩票的钱到账了 而且 前段时间还突然多了个新条例 彩票所得的奖金 可以不用交税 估计本来也没几个人中奖 所以这个新条例 没什么人在乎 可是现在 林铁柱看到完完整整的5000万入涨 心里还是爽歪歪 找机会 再去蹭几次 不过 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 还是太少了 谁知道 下一次内定的站点会在哪 他上次也是碰巧遇到了而已 关上了余额 林铁柱突然想到了另一件事 一件他一直很想做 但是却没钱去做的事情 他在清风小区附近下了车 来到了一家药店外 这药店的装修极为破旧 看上去已经有一定年头了 此时已是大晚上 可药店里 还有一位身穿白大褂的老医生坐在那里 手里拿着本古籍再看 要什么 老医生没有抬头 只是寻力问了一声 林铁柱回忆了一下 以前在山里 奶奶经常给他泡一种药水 这种药水 让林铁柱从小到大 都没有生过一次病 只不过 来了城里之后 他才知道 那些药材贵得离谱 林铁柱估计 奶奶也肯定没钱买那么贵的药材 而且还是天天给他泡 应该是小时候的山上 刚好出藏了那些东西 奶奶采回来的 我要龙羊草 子萱 徐长青 林铁柱连连说了几十位药材 老中医也是放下了手里的书 抬着老花眼 开看向林铁柱 当他看到只是个年轻小伙的时候 表情更加诧异 这药方很补的 你是得自己用 林铁柱点了点头 老中医又提醒到 这是大补之用 你受得了 受得了 放心吧 林铁柱从小就泡 怎么可能受不了 老中医的脸色更加惊讶 一边给林铁柱抓药 一边嘴里忍不住连连撑起 开这个药方的人 定然也是医术高手 是你家人吗 老中医随口问道 他相信 以他七十年的医术经验 正常的医生 根本开不出这种药方 甚至里面的几味药 如果分量把控不好 会引出剧毒 所以 即便是他 也不敢轻易搭配 但是他听到林铁柱精准地说出分量 心里更加纳闷 到底是何方高人 能开出这种药方 是我奶奶 她应该不知道医术 林铁柱如实说道 老中医摇了摇头 不可能 你奶奶的医术 很厉害 这一点 林铁柱倒是耸了耸肩 不置可否的一笑 奶奶的医术如何 他不了解 甚至在懂事以来 奶奶都没有跟他说过自己的过去 只不过一直陪伴着林铁柱长大 加上山村里背靠一座大山 那里栽满了各种草药 林铁柱对于那些草药 也是耳闻木染 熟悉得很 对了 还有一个药方 也给我顺便配了 林铁柱又开始念叨起来 这个药方 林铁柱不清楚具体的功效 但是他小时候 要是有什么摔倒受伤 奶奶都会给他弄这个 奶奶只给了这个药方 四个字评价 包治百病 在林铁柱背出药材名和分量之后 老中医的脸上更加纳闷了 这是什么药方 奇怪 他连连摇头 这次林铁柱说的药材 有大部分药效相冲的东西 但似乎又被其他药材给中和了 环环相扣 以毒攻毒 以药攻药 这种药方 不可能是寻常人可以配得出来的 小伙子呀 你奶奶在哪里 林铁柱眨了眨眼 大眼 我奶奶都快六十了 你放过他吧 呸呸呸 你个小不正经的胡说什么 老中医脸上抽搐了一下 我是想跟他讨教中医之道 他不在地城 估计也不懂什么中医吧 在林铁柱看来 这两个配方 就是村里人的土方 实践了这么多年 肯定效果好 只不过在城里的大夫看来 成了偏门的神奇配方 大惊小怪的 那就太遗憾了 老中医把药材给林铁柱打包好 想了想林铁柱的奶奶 还是道 我给你打个七折 七万五千三 妈蛋 虽然现在有钱了 但林铁柱听到这个账单 心里还是刺痛了一下 之前他就是打听了 其中一味药的价格 才果断放弃的 现在 把全部药都买齐了 价格果然没让他失望 如果没打折 泡两次药的费用 岂不是直接超过十万了 毒 林铁柱心疼的付款 看老中医那慈祥的模样 提醒了一句 我不喜欢欠人情 你给我打折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老中医好奇道 你现在赶紧回家一趟 偷偷地回 不要告诉你 那个小你四十岁的老婆 老中医一愣 小伙子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我那夫人对我一心一意的 你别问了 回去看看就知道 如果我说对了 下次过来拿药 你记得给我免单就行 这 看林铁柱 已经拍拍屁股走人 老中医咬咬牙 立刻关上了门 往家里冲去 第五十九章 风情万种的女人 清风小区 林铁柱回到住所 刚到门口 就闻到了烧菜的香味 打开门 林铁柱往厨房方向看去 只见一位身材火辣的女人 穿着超短连衣裙 露出雪白的大腿 身前却裹着围兜 可似乎因为她的重要部位 实在太过伟岸 以至于连围兜都呈现出了惊人的糊涂 是 下厨呢 林铁柱淡淡问道 应该没记错名字 这女人叫沈茗玉 这么晚才回来 沈茗玉抱怨了一句 可脸上那种勾人的媚态 却让林铁柱有些招架不足 幸好刚刚在酒店和穆天月经历了两次 已经进入了闲者时间 否则林铁柱觉得 自己根本扛不住这样 和一个韵味十足的妖精合租 林铁柱看了眼墙上的时间 九点多了 我等你回来 都快变成吃宵夜了 沈茗玉一边说着 一边端出了饭菜 林铁柱看见 都是自己喜欢吃的菜 回想早上出门的时候 沈茗玉好像问过自己晚上想吃什么 自己当时就随口一说 没想到这个热心房东 还真的给做出来了 还愣着做什么 沈茗玉靠近了一些 成熟女人独有的香味传来 林铁柱还没反应 沈茗玉已经在她的肚子上摸了一圈 你的腹肌都缩进去了 还没吃饭吧 林铁柱点头一笑 嗯 两个人坐了下来 沈茗玉将脸蛋靠在手臂上 在林铁柱面前肆无忌惮地打量 沈茗 你怎么还不吃啊 沈茗玉却是脸上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小子 你刚刚去开房了 林铁柱刚进嘴里的米粒 瞬间喷了出来 呀 你讨厌 喷人家一脸 沈茗玉连忙拿纸巾擦拭 林铁柱也尴尬得不行 这女人有毒吧 她怎么知道我去酒店呢 不好意思 这不是因为沈姐 你做的菜太好吃了吗 林铁柱转移话题 自顾自地胡吃海塞 今天出门忙活了一天 先在安全局待了一个早上 出来后 又直接冲去酒店 其实林铁柱早已经鸡肠碌碌了 你吃慢点 沈茗玉给她倒了一杯水 又拿纸巾给林铁柱擦了擦嘴边的油渍 果然还是个孩子 沈茗玉温柔体贴的模样 让林铁柱一愣 怎么感觉 这个房东对自己 有点过分的关心了 我听中介说 你现在在牧师集团上班 那里对你怎么样 嗯 我有跟中介说过这件事吗 挺好的 那就好 不过啊 姐姐我是过来人 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沈茗玉认真地看着林铁柱 一个男人要有自己的事业 一个优秀的男人要有自己的势力 这两句话让林铁柱顿了顿 觉得非常有道理 现在他算是有自己的事业了 加上卡里的钱 也足够他去支撑一个势力的起步 想起周应龙 甚至周天策 还有袁静 以及他背后的庞然大物 海神组织 这些势力 像一只只无形的手 笼罩在林铁柱周围 以林铁柱 现在单枪匹马的实力能抵挡得了一时 可长期的话 他总有疲惫的时候 到那时 一旦松懈下来 形单影之的他会瞬间被暗出的手吞没 沈茗玉说的没错 他需要有自己的势力 这时 电视上正好播放着袁静死亡的新闻 这是今天地城的热点新闻了 电视上 还放出了目前天地娱乐公司的情况 一片混乱 没了袁静这个董事长 他记得袁静西夏五子 而且多年来混迹风月之中 连家室都没有 他死之后 天地娱乐公司的董事长之位 直接就悬空了 林铁柱眼里 闪过一道明雾 这不就是最好的事例起点 沈茗 我吃饱了 网筷放着 我来写 沈茗玉说完 便看到林铁柱带着一包草药 火急火燎的跑进洗手间 五分钟后 林铁柱跳进浴缸里 一边泡着草药 一边拿出了手机 找到萧博的微信 林铁柱 天地娱乐的事情 你们老板现在有没有兴趣 第六十章五道一图 很快 他收到了回复信息 萧博 卧槽 老大 真的是你啊 萧博 哈哈哈哈 Chief 萧博 老大 听沐天灵说 你都没找过他 没想到你先来找我了 是不是我比沐天灵 更有修炼天赋 萧博 我就知道 其实小鲜肉只是我的掩饰 我身体里 隐藏着万中无一的 武林高手天赋 老大 你是不是看出来了 萧博 Oh yeah Chief 林铁柱 这货再字还什么 林铁柱 先回答我的问题 萧博顿了顿 刚刚激动过头鸭根没看到 萧博 Oh yeah 老大你消息真灵通 袁静死了 天地娱乐这块大肥肉 空了出来 而地城的娱乐公司 有实力的 也就我们无忧传媒 所以我们老板 其实是想吞下天地娱乐的 林铁柱 后来呢 萧博 不过这还处于想法的阶段 毕竟天地娱乐的体量 还是挺大的 加上袁静刚死 他们内部还在混乱当中 也不知道那些艺人什么情况了 万一都跑了 收过来也没用了 林铁柱 所以动手要快 我也有兴趣收购天地娱乐 你去问问你老板 如果牧师集团加入的话 他敢不敢吞下天地娱乐 萧博 那感情好呀 我马上问 哦对了老大 我们老板是女的 长得也很不错哦 是个女强人 比天月节也差不了多少 林铁柱脸上多了几条黑线 这个官他屁事 他直接放下手机懒得回了 感受着水里的药力 正不断往身体里涌入 林铁柱全身的骨骼 仿佛在这一刻 自行咔咔作响起来 身上的血液流转的速度加快 一股通畅的感觉 充斥着全身 好久没有这么爽的感觉了 突然 洗手间的门口 传来一道慵懒的女人声音 小家伙 你是不是在玩小小铁柱呀 沈明玉钻了进来 吓得林铁柱虎躯一阵 卧槽 怕什么 你上次晕倒的时候 衣服还是我给你换的 沈明玉白了他一眼 自顾自地 在林铁柱旁边的洗漱台前 开始刷牙 小家伙 你这草药是干什么的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林铁柱此刻一脸猛逼 这是我奶奶给我的 强身健体药方 强身健体 难怪你身材这么好 说着 沈明玉徒手在水里拨动了一下 捡起几片草药 眼中露出一抹笑容 你奶奶真厉害 小家伙 我听中介说 你是习武之人 你武功一定很高吧 林铁柱一头雾水 我特么有跟中介说过这玩意儿 沈姐 我怎么觉得 这些不像是中介说的 是谁说的不重要 你快跟我说说 你武功高不高 沈明玉说着 一脸好奇地 铺在了浴缸旁边 两个人近距离四目相对 林铁柱 甚至可以听到沈明玉的呼吸 而且这么久的距离 看着沈明玉的两个大道理 就贴在他脸旁边 林铁柱干咳了一声 转移话题道 当今武道 凡是能真正踏入武术行列的 都能被称之为武修 武修之中 又以九品最弱 一品最强 而一品之上 则被誉为大宗师 这种级别 整个大厦 估计也没几个 听到林铁柱的话 沈明玉靠得更近 拉着林铁柱的手臂 那你现在是什么级别 五品 那些什么空手到黑带 跆拳到黑带 算几品 第六十一章 勤勤的来电 林铁柱想了想 按战斗力来算的话 应该在九品左右 刚刚踏入武修的门槛 沈明玉啊的一声 那你也太厉害了 说着沈明玉直接脱去了上衣 露出内衣 和两个大道理 卧槽 你干什么 和你一起泡呀 这个草药 是不是泡了 就能变成武林高手 哪那么容易 你以为看玄幻小说呢 林铁柱连忙推开了沈明玉 自己是 从小被奶奶的药水泡到的 身子骨还不错 加上在监狱里 被那三个怪物 日夜苦练了一年 现在才无品 这个经济发达的时代 武道已经逐渐没落 所以 练功更加需要自律和勤苦 沈明玉想得太简单了 即便是周天策 在有军神当师父的情况下 加上军方多年的培养 也才和自己一样 只有无品 何况其他人 靠自己练功 恐怕极限 也只是那些外来的黑带级别了 哦 那算了 那姐姐 我就不陪你洗澡了 沈明玉轻哼一声 关上了洗手间的门 这小子 还挺害羞的 本来还想着在水里帮他练练的 沈明玉意味深长的一笑 回了自己房间 林铁柱这才松了一口气 速战速决 屏息凝神 体内的气静 正在逐渐增强 林铁柱全身血脉骨骼 咔咔作响 仿佛蕴含了无穷的力量 奇怪 上次我才刚踏入无品 怎么现在有一种 快突破四品的感觉 林铁柱心里纳闷 总觉得 自己和周天策一战那晚之后 他的功力增强了不少 不管了 反正是好事 他泡完澡 可距离突破四品 还需要一定的契机 这种修炼的事情 讲究一个水稻渠成 林铁柱并不强求 毕竟欲速则不达 强行的想要突破变强 反而会适得其反 他清理干净洗手间 回到自己房间 刚进门 电话就响了 林铁柱纳闷 上面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但接起来之后 却是似曾相识的声音 猜猜我是谁 不知道 林先生送了我情家一百亿 居然这么快不记得我的声音了 林铁柱挑了挑眉 这是那位下都珠宝公主 秦卿 现在记得了 秦卿小姐是打来害人情的 他并不奇怪 秦卿怎么知道自己的电话 以这种级别的大人物 想要查他的电话 简直不要太容易 一百亿的人情 我要好好想想怎么还 林先生应该已经听说了 袁静死了 林铁柱恩了一声 袁静死了 我秦家卖出的穷奇玉玺 也下落不明 本来玉玺身上的秘密 我秦家是想等一个 识货的人一起研究 可没想到 他就这么死了 林铁柱平静地坐在床头 从枕头底下 摸出穷奇玉玺 那秦小姐知道 是谁拿走了穷奇玉玺吗 我怀疑是周天策 秦轻轻哼一声 语气带着几分怒火 他仗着自己是军方的将军 竟然敢在我的拍卖会上 耀武扬威 实在太狂了 加上他也表明了 军方想要穷奇玉玺 我听交通部的人脉说 当晚有几辆军用车 半路拦截过袁静 林铁柱不由的心理意景 这秦家的背景还真的不小 手居然能伸到官方里面去 而且以周天策的地位 居然还能被他们挖出来 那就对了 一定是他 林铁柱也是一本正经的咬定道 对此秦轻在电话 另一头也是重重点头 所以我爸已经派了几名高手 过来地城帮我对付周天策 第六十二章 穷奇玉玺与六芒星的异变 秦轻的声音压低了几分 林先生帮过我秦家 我当你是朋友 偷偷告诉你哦 他们都是我爸培养的武术精英 每一个都是七品以上的战斗力 林先生可能不知道 七品意味着什么 大概相当于 他们一个能打十个空手 到黑带高手吧 说完 秦轻还逗了林铁柱一句 怎么样 厉不厉害 上次周天策还想刁难你 下次林先生可以过来看戏 看我怎么收拾他 林铁柱淡淡一笑 很想告诉秦轻 这几个人 估计还打不过周天策 每一个午休品节之间 差距都极大 周天策是五品巅峰 不是几个七品能对付的了 不过幸好 林铁柱握紧了拳头 他现在也是五品巅峰了 行 到时候我等秦小姐的好消息 林铁柱正准备挂电话 林先生等等 正是还没跟你说呢 呃 原来刚刚那是废话 扑次 你说是就是吧 我这次打电话来 主要是想约你参加 下次的医药布局大会 林铁柱不解 那是什么 大厦龙医会举办的一场 针对未来大厦百姓 用药情况改善的大会 到时候 大厦医疗界的各大代表 都会齐聚递程 这也是我爸派我来递程的主要原因 秦轻也不做隐瞒 继续道 这样的盛事 足以决定大厦药品未来的走向 我听说 你是牧师集团副总裁 刚准备和大罗科技 合作开发抗癌药 这会议 你应该有兴趣参加 林铁柱这时才明白 秦轻还是想还人情 而且这种级别的大会 以牧师集团的地位 居然都没有收到邀请 可见牧师集团还没有资格 行 我去 那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我回头再发给你 八十八林先生 林铁柱N了一声挂掉电话 目光落在手里的穷奇玉玺上 通体漆黑 上面也没有任何按钮机关之类的 林铁柱尝试在自己左手臂上按压了一下 手臂的皮肤上 短暂浮现出穷奇玉玺压出的纹路 几个复杂文字 围在一个四四方方的框里 看都看不懂 这是哪个朝代的字 林铁柱一头雾水 手臂上的字也很快消失 算了不想了 反正海神组织和军方都盯上的东西 一定是好东西 林铁柱将穷奇玉玺放到了一边 这种破烂 扔在街边 估计都没人见 他躺在床上睡去 可就在林铁柱熟睡之后 他的左臂 六芒星的符文 竟然自行亮了起来 和六芒星同时亮起的 还有旁边的穷奇玉玺 两道玄妙的光 似乎在互相吸引般 不断交缠在一起 六芒星似乎想将穷奇玉玺的光 吸入林铁柱体内 可却还无法做到 与此同时 林铁柱的房门悄然打开 一道人影 以鬼神莫测的步伐进来 他的脚踏在地上 似乎有某种真气 在脚底底消脚步声 让他能悄无声息地 来到林铁柱身边 看着林铁柱身边的两道光 沈明玉的名眸 露出些许诧异 这家伙 居然能和王颖融合到这个地步 不愧是恩公的孩子 沈明玉一手抬起 在林铁柱眼前划过 这一手 似乎让林铁柱 睡得更加沉了 做完这些 沈明玉会心一笑 直接坐在了林铁柱身边 双手掐绝 将六芒星和穷奇玉玺的光 同时引导入林铁柱的体内 与此同时 周家 此刻举行了大型的邀请活动 欢迎周天策回来 第六十三章 暗涌在线 对此 周应龙和周家当代家主 也是乐在其中 这一次宴会 也是周家对地城商界的一次炫耀 他们周家的真龙 带着军区的一身荣耀 回来了 里面请 里面请 周前海面带笑容的迎接人 今晚来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连穆安逸和薛明也来了 只不过 他们不受待见 被安排到了旁桌 早知道就不来了 这周前还摆明了 是给我们下马位 我爸爸就说不用来 是你非要拉着我过来的 穆安逸 我这可是为了你们穆家 人家周家现在如日中天 穆家反而被穆天月和林铁柱 搞得乌烟瘴气的 不巴结周家 以后我们穆家怎么办 等着倒闭 我相信天月的本事 穆氏集团哪那么容易倒 穆安逸懒得理会他 自顾自的吃起菜来 门口 周应龙也是全程黑着脸 他觉得自己最近真特么倒霉 先是在慈善晚宴吃了瘪 再是 KTV里莫名其妙被人打了 大哥说给他报仇 也没个结果 再后来 自己想抛个女朋友 缓解一下心情 结果现在全地城的年轻圈子 都知道 他头顶一片大草原 现在 他爸还要公开炫耀他大哥 那岂不是变相贬低了自己 爸 其实用不着这么夸张 你看大哥他都不下来 周前海阴沉着脸 你个废物懂个屁 你大哥用得着给这些人面子 他不出来才好 周前海叹了口气 还是拍着周应龙的肩膀道 放心吧 周家迟到是 交到你手里的 因为你大哥 根本看不上咱们这点家业 听到这话 周应龙脸色更不好了 本来继承家业是很爽的事情 结果成了周天策不要 周前海才施舍给他的 爸 这家业我不要 还没说话 只听周应龙脸上 啪的一声脆响 周前海恨铁不成钢地收回了手 你没周家 还是个啥 你连穆天月的男朋友都比不过 还差点让人砍断了手 你个废物 幸好有天策把你带回来 不然你现在就是个残疾人 周应龙满脸憋屈 那林铁柱 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老子迟早弄死他 此刻 周家二楼 奢华到极致的房间内 周天策正在用军方专用的电话 进行汇报 师父 这次任务徒儿做得不好 周天策极为谦卑地说着 因为电话那一头的人 是动一动脚 就能让整个大厦震动的人物 当代大厦战区的领袖 君神 王应的下落关系巨大 务必带回穷奇玉玺 至于那个会苍龙气静的年轻人 除掉 君神的声音传来 周天策面露南色 我并不知道他是谁 徒儿正在全力调查 我派人过去协助你 另外 龙一会举行了一个会议 你以军方名义去一趟 周天策瞪大了眼 谢师父 放下电话 周天策眼中的寒芒重现 君神师父派出的人 必定是无品以上的高手 这一下 地城要变天了 周天策正想着 门口有敲门声传来 开门一看 正是满脸不爽的周应龙 哥 爸让你下去见见人 周天策脸上不屑 都有什么人物 周应龙一一说了一遍 在提到穆家人之时 周天策让他停下来 就是上次让你吃亏的穆家 听到周天策的话 周应龙脸上当即露出了笑容 是啊哥 就是那群人 只可惜林铁柱和穆天月没来 只来了穆天月他爸和后妈 那也够了 周天策笑了笑 走下楼去 第二日 清风小区 阳光洒落窗内 林铁柱从床上睁开眼 只觉得全身神清气爽 伸了伸懒腰 林铁柱恶然握紧了拳头 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强横力量 正在自己迄今八脉游走 我这是突破四瓶了 第六十四章 突破四瓶 林铁柱脸上露出惊喜 随意隔空打出一拳 拳锋让前方的衣物瞬间飞舞起来 如果这一拳打在人身上 估计要飞出七八米 还真的突破了 难怪苍狼说 练功是水到渠成的事 只要勤家苦练总会带来惊喜 林铁柱可以判断到 自己现在在遇上周天策的话 对方在自己手下 撑不过十招 找机会再去会会那小子 他应该也想对付我 林铁柱想着 跳下了床 看向沈明玉的房间 居然开着 阳光洒落在沈明玉洁白的大腿上 白的让林铁柱觉得刺眼 而沈明玉抱着枕头的睡姿 把两颗大道里夹在了一起 几乎快要抱出来一样 林铁柱一笑 真败真大啊 他给沈明玉关上了房门 自己独自离开清风小区 去了牧师集团 路上看了眼手机 林铁柱收到了一堆信息 有萧博的消息 他背后的女老板同意收购了 但想要找林铁柱谈谈 林铁柱 等我今天回公司安排一下 这件事 需要先通过董事会 萧博 好嘞大哥 林铁柱又看到了木天林的信息 一开始是抱怨 说林铁柱跟萧博说话 不跟他说话 再后来 话风变了 木天林 大哥 我最近不能去公司和古物馆了 我爸妈让人给打进医院了 木天林 昨天他们去周家参加宴会 被周天策两兄弟奚落了一番 我爸气不过带着我妈离开 结果在路上还出了车祸 所以没有告诉爷爷和我姐 老大你也不要说出去哦 周家 林铁柱皱了皱眉头 不过这件事 跟他没什么关系 至少薛敏没有任何关系 林铁柱不至于圣母 倒要主动提出帮忙 至于木安逸 先看看木天月和木云山的态度再说吧 在林铁柱走后 沈茗玉的房门才缓缓打开 他精致的容颜上 此时多了几分憔悴 看来最近要补一补美容教了 看着林铁柱的房间开着 里面已经空无一人 这小家伙 你可要快点成长起来 大家都在等着你 沈茗玉说完 忽然收到了电话 老板 我们和牧师的抗癌药正式开启了 还有别的事情要安排吗 电话那头 传来了罗江恭恭敬敬的声音 沈茗玉想了想 告诉牧师集团 抗癌药让林铁柱全权负责 任何人想插手合作终止 是老板 罗江不敢挂电话 等着沈茗玉挂 可等来的 却是沈茗玉的一句臭码 你下次敢再一大早给我打电话 我就把大罗科技这个破功撕关了 沈茗玉挂掉电话 扔在了一旁 火辣的身材 重新钻进被窝睡觉了 嘟 电话那头 罗江吓得脸色的苍白了 可再看时间 现在也不早了呀 难道老板 最近也有夜生活了 所以还没睡醒 另一边 林铁柱来到牧师集团 莫安逸和薛敏的事情 对公司并没有什么影响 毕竟他们平常也没有什么作为 反而是穆天月 召开了一次董事会 看着穆天月那雷厉风行的霸道总裁模样 林铁柱露出欣赏的眼光 副总裁今天的状态不错 听到穆天月的话 林铁柱笑了笑 那总裁今晚要不要约一下 听到林铁柱毫不避讳的挑逗 穆天月当即白了他一眼 幸好这里是自己的总裁办公室 没有人听到 他走到林铁柱面前 抬起头看着高大的林铁柱 即便自己穿了高跟鞋 也只能刚好到林铁柱鼻梁的位置 可穆天月还是点起脚尖 在林铁柱耳边轻声说了一句 好呀 充满诱惑的声音传来 加上穆天月秀发上传来的清香 让林铁柱一大早就精神奕奕了起来 死 自己瞎几把说的话 这女人居然能接得住 可很快 穆天月扑刺一笑 逗你的 走吧 其他董事也到齐了 看着穆天月那绝美的脸 从身边路过 林铁柱不服气地跟了上去 顺便拍了一下穆天月的屁股 啊 穆天月吓得叫了一声 看到林铁柱快步往前走 幼稚鬼 你给我站住 第六十五章 开会 两个人打闹的样子 让周围的员工看到 瞬间在办公室炸开了锅 你们看到了吗 总裁和副总的感情真好呀 废话 人家是夫妻 听说都有孩子 真羡慕副总 看过去比我们还年轻 可已经娶了地城第一美人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会议事前 林铁柱停了下来 将穆天月拉住 穆总不会 也想打下我的屁股吧 林铁柱调侃道 穆天月轻哼一声 我才没有你那么变态 林铁柱笑了笑 好了不闹了 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正好一会进去 我们演一场戏 他在会议室外 看到了里面那几人的未来一小时 居然玩针对 想要把他赶出牧师集团 有点意思 什么谢 穆天月不解 林铁柱凑了过来 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这你要收购天地娱乐 对 林铁柱沉堵地说道 穆天月看出 他不是在开玩笑 而且主要的是肖伯的背后老板 也加入进来 这对于穆氏集团来说 风险小了很多 行 我相信你 穆天月当场拍板 开门走了进去 会议室内 林铁柱和穆天月到来时 里面已经坐满了 穆氏集团的各个董事 见到林铁柱到来 两个人刚坐下 有几个董事脸上 立马露出嫌弃 穆总 我听说林副总 昨天被安全局拘留了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 什么事有关吗 被关进去是事实 怎么都会影响我们公司形象 林副总 马上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刚进公司 就给公司惹来这么大的麻烦 几个人对林铁柱围攻起来 林铁柱淡淡一笑 一边喝着桌上的茶 一边等三人说完 看三人停了下来 说完了 林铁柱挑了挑眉 没什么好解释的 关进去就是关进去了 穆总你认为呢 看到林铁柱 那满不在意的反应 三位董事 更加脸色不悦起来 他们曾经也寄予过林铁柱这个位置 毕竟董事 虽然名声好 看上去在公司的地位比总裁高 但是在穆氏集团 董事却并没有什么实权 大多数是以穆氏集团 当初刚起步的老臣子担任 他们享受着公司发展的分红 也是穆云山对待这些人 足够人意 换了其他只重视利益的董事长 恐怕早就把他们一脚踢开了 可偏偏 他们看到了林铁柱空降公司 一进来 就手握实权 这让他们如何不嫉妒 副总 你这样很难服众呀 是啊 穆总你说说 现在那些员工都在讨论 为什么副总被关进去 我们穆氏集团 是不是要在一个罪犯的领导下工作 穆天月和林铁柱 四目相对 两个人都明白了 这群人的心思 就是想把林铁柱拉下去 可他们不知道 穆云山为才是用 而且用人不移 没能力的 永远在公司拿不到实权 好 既然三位 觉得副总做得不好 穆天月忽然开口了 眼神扫视众人 我以穆氏集团总裁的身份 开除林铁柱 几位可满意 听到这话 林铁柱依然淡定 可其他董事却吓了一跳 尤其是刚刚想对付 林铁柱的三个人 心里又惊又喜 他们是想把林铁柱赶出去 可没想到会这么容易 不是说林铁柱 是穆天月私下的老公吗 怎么突然把他赶出公司了 玩得这么大 可这是好事啊 穆总 您这么做 我倒是不反对 是啊是啊 穆总大意灭清 不愧是老董事长 亲自任命的CEO 我老政府你 林副总 既然穆总已经开口了 请吧 三人已经迫不及待 准备赶走林铁柱了 林铁柱也是耸了耸肩 满脸无奈地站起来 一副要走的样子 众人虽然脸上没有反应 但是心里早已经笑开了花 可他们还没开心多久 穆天月又是将面前的一份档案扔了出来 冰冷的声音 回荡整个会议室 既然林副总走了 这件事 还请三位帮个忙承担一下 穆天月冷漠地扫视众人 林副总为我们拿到了 大罗科技的抗癌药项目 抗癌药将会为我们牧师集团带来几年的利润 只不过 大罗科技有一个要求 他们希望林副总全权负责这个项目 穆天月的话顿了顿 目光盯着刚刚那三人 林副总走了 大罗将终止合约 此话一出 三个人当场脸色煞白了下来 这个计划不只是牧师集团收益 他们也能得到不少分红 可他们没想到 大罗科技居然只认林铁柱 林副总 林副总且慢 反应快的董事 已经当即坐了起来 连忙上前拉着林铁柱 其余两人见状 也是知道的厉害关系 林副总呀 刚当时误会 我们不是要赶走你啊 是啊副总 公司不能没有你 你怎么能就这么走了 第66章 秦曼哥 三人舔狗一样 围在林铁柱身边 一个劲的不让他走 这一幕落在木天月眼中 他婉月一笑 那希望三位以后 好好协助林铁柱 你们的分红权 也在副总手里 什么 三人当场一愣 那不就是以后的工资 都是林铁柱发了 副总 来来来 请坐 是啊 先坐下聊 刚刚是我们有眼无珠 副总您大人 有大量 不要跟我们一群遭老头子见惯 林铁柱见情况差不多了 淡淡一笑 坐回了位置上 见到他留下 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别把这个财神给得罪了 可他们三个屁股还没坐热 林铁柱却又是开口道 正好我有个项目要告诉各位 昨天的新闻 大家应该都看了 袁静死了 所以 我打算收购天地娱乐 此话一出 所有董事 当场面面相去起来 袁静死了 他们当然知道 现在天地娱乐群龙无首 他们也知道 但是 天地娱乐公司是什么 那是地城 乃至整个大厦顶级的娱乐传媒 掌控了大厦 大部分流量明星的控制权 可以说 没了天地娱乐的资源 大厦有一半明星 要当场失业 但是这也恰好说明了 天地娱乐集团 是一块大肥肉 一块市值比牧师集团 还高的肥肉 副总 天地娱乐 我们怎么可能吞得下 是啊 咱们的现金流 现在只有30亿 想要拿下天地娱乐 至少需要百亿以上 几个董事争相反对 反而是刚刚那三个 差点把林铁柱赶走的人 识趣地帮林铁柱说起话来 我觉得副总深谋远虑 一定有周祥的计划 我同意老郑的话 副总 还请您说下去 林铁柱笑了笑 心想 果然是老狐狸 这几个人 见风使多的本领 足够他学几年的了 也不打算卖关子 林铁柱直接到 无忧传媒 将会和我们合作 一起拿下天地娱乐 听到林铁柱的话 董事会的人 当即像打了兴奋剂一样 无忧传媒 副总 您说的是真的 那可是能比肩天地娱乐的演艺圈大恶 他居然愿意和我们牧师合作 又是副总拉来的人脉 副总 老这我佩服你 穆天月手指轻点着桌面 当即拍板 看来几位同意了 我也认同副总的提 接下来 穆天月正准备宣布 可话语却是顿了顿 因为桌子底下 林铁柱正在用脚撩他的小腿 这家伙 就不能等会议结束吗 穆天月白了他一眼 继续道 接下来 收购天地娱乐的事情 还是麻烦副总全权负责了 林铁柱点头 脚下的动作没有停下 但是 脸上还是一本正经的点头 行 有穆总支持 这次的收购 将会让穆氏集团 正式入住大夏娱乐圈 到时候的利润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林铁柱的话 让几个董事跟着点头 大罗科技 无忧传媒 两大集团 都是因为林铁柱而来的 他们对这个副总 终于开始正式起来 也明白了穆云山当初 为什么要顶着争议 让林铁柱空降成为副总裁 董事会散场 林铁柱和穆天月 再度回到了总裁办公室 一路上 穆天月在星园一马 小腿还有林铁柱 刚刚缭拨留下的感觉 痒痒的 可林铁柱 却脸色正经的在思考 现在明面上 收购天地娱乐的难度并不大 袁靖私底下的财产 估计已经被海神组织转走了 再加上 袁靖临死前花了100亿 天地娱乐公司的周转 都可能出问题 此时此刻 天地娱乐空有一群明星绑定 但却是最虚弱的时候 趁他病要他命 林铁柱已经决定 天地娱乐公司 将成为 他建立自己势力的第一步 还在发呆 人家都等很久了 穆天月没好气地说道 林铁柱这才回过神 上前一步 贴上了穆天月 那来吧 可穆天月却是猛然推开了他 翘脸一红 有人在 嗯 林铁柱冷了一下 才看到办公室里 还站着一个身穿OL服装的女人 女人约莫30岁左右 身材前凸后翘 腿上穿着黑丝 在上网是弧度不错的臀部 看得出来经常健身 我是说 他等我们很久了 穆天月轻轻有手肘 蹭了一下林铁柱 尴尬地走到女人面前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秦曼哥 我们公司的CFO 财务总监 刚从国外回来 是金融学博士 法学硕士 林铁柱挑了挑眉 看向秦曼哥 此刻对方低着头 林铁柱可以看到 他的耳畔红了 秦曼哥努力地 让自己冷静下来 这两个人的事情 虽然公司上下都已经知道了 即便秦曼哥刚出差回来 也听到了传闻 堂堂木天月木总裁 居然找男人了 可秦曼哥更没想到 他回公司的第一天 就听到了不该听到的东西 他也不想的呀 那个 你好 秦曼哥呼出一口气 终于抬起头 勉强露出专业的笑容 秦曼哥 接下来 我将协助副总收购天地娱乐 请多多指教 第67章拼命的员工 林铁柱也是伸出了手 林铁柱 两人礼貌性地握手 但林铁柱看得出的 秦曼哥的眼中 闪过一丝冷漠 似乎并没有社交的欲望 木总裁已经交代过了 接下来 牧师集团将动用所有资金 来配合林铁柱 收购天地娱乐 秦曼哥看向牧天月 牧总 请问什么时候开始 牧天月自顾自地整理桌面的文件 心里想着 这样做能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财务部准备好之后 就可以跟副总一起开始了 已经准备好了 秦曼哥干练地说道 牧天月拿着的文件顿了顿 颇为欣赏地看向秦曼哥 看来 你出国了一趟 比以前更厉害了 牧总过奖 秦曼哥目无表情地说完 看向林铁柱 副总请随我去财务部 开始收购计划 面对这个雷厉风行的女人 林铁柱一时间想到的是牧天月 没想到牧师集团 还有比牧天月更干练的女人 林铁柱向牧天月投去一个目光 算是打过招呼了 之后就跟着秦曼哥 前往财务部 走到半路 秦曼哥停在自己的办公室前 身体晃动了一下 林铁柱瞥了眼 留意到这个秦曼哥的身体状态 似乎并不太好 副总稍等我一会 秦曼哥的语气依然冰冷 在林铁柱点头后 他进了办公室 林铁柱看了眼秦曼哥的未来 发现对方进去之后 吞了大量的药物 足足十来颗西药一口吞下 秦曼哥的精神状态才好点 可没等他恢复 秦曼哥居然突然昏倒在地上 卧槽 这女人每次都这么吃药 会不会哪天猝死在公司啊 她可是要帮自己 收购天地娱乐的 可别这么死了 林铁柱心想着 收回目光 跟着秦曼哥进了办公室 秦曼哥正准备拿药吃 见到林铁柱也跟着进来 冰冷的神色一乐 副总 我有点私事 还请出去一下 秦曼哥明显不想让林铁柱 知道自己吃药这件事 你的私事我不管 不过我这个人 比较关心下属的身体状态 林铁柱自顾自地说道 在秦曼哥面前坐了下来 抬起脚 向秦曼哥勾了勾手指 这种轻挑的举动 让秦曼哥脸上 露出不悦的表情 副总 您是牧总的老公 还请自重 像林铁柱这样的男人 他以前见过太多 全都是灯涂浪子 也曾有大量这种男人追求过他 可秦曼哥 无论学识还是姿色 都是顶级的那批女人 他不但不把那些男人放在眼里 甚至对于那种轻挑的男人 有本能的厌恶 看着林铁柱这副模样 秦曼哥皱起眉头 忽然不明白 为什么以目天悦的条件 会选择他 之前他也看过林铁柱的履历表 凭良心讲 那样的履历 连进牧师集团扫地的资格 都没有 更别说当上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副总裁了 我让你把你吃的药给我看看 什么自重不自重的 林铁柱一脸猛逼 秦曼哥愣了愣 药在他的抽屉里 他都还没打开 林铁柱怎么知道他在吃药 看他一动不动 林铁柱再度开口道 就是那一堆抗生素和解压丸 在你左手边的柜子里 拿给我看看 听到这话 秦曼哥冰冷的表情 逐渐变得差异起来 他下意识地打开抽屉 将药拿出来 副总 我这些都是普通小病 并不会影响工作 秦曼哥还以为林铁柱 要去找慕天悦告状 可林铁柱却只是打量了 急眼那些药 便将其打开 在秦曼哥亲眼目睹下 全部倒进了垃圾桶 啊 秦曼哥当即冲上去阻止 可林铁柱的动作太快 药丸袋子里 已经一颗都不剩了 副总 你这是做什么 看到自己的药被捣光 秦曼哥原本就有些苍白的脸色 更加没有半点血色 他身体不稳地摇晃起来 先坐下吧 我还需要你帮我收购天地娱乐 不会害你的 林铁柱说完 又是看向垃圾桶的药 我虽然刚认识你 不过我林铁柱看人一向准 你这个人工作能力很强 恐怕比天悦还要强 林铁柱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 听到他的话 秦曼哥也才平静下来 坐在了椅子上缓解情绪 只不过 你现在的工作效率 是通过透支自己身体换来的 而这些药 只是强行让你提神 对你的身体会有极大的损伤 我作为你的上司 不建议你服用 林铁柱的语气虽然平静 但秦曼哥的眼神却是飘忽起来 这个副总怎么知道我的身体情况 他惊讶之际 林铁柱已经自顾自地走到了饮水机旁 倒了一杯水过来 秦曼哥亲眼看到林铁柱手里多了一包药粉 他将这些药粉全部倒入水中 轻轻摇晃 药粉全部溶解 放到了秦曼哥面前 喝了吧 林铁柱淡淡说道 第68章 包治百病的药粉 秦曼哥满脸不解地看着眼前的水杯 里面的水浑浊得像是中药 如果你想继续在牧师集团 就喝了它 林铁柱赶着让秦曼哥帮自己收购天地娱乐 也懒得跟他废话 直接开始警告道 副总 秦曼哥皱着眉头 他不想丢了工作 他之所以这么拼命地工作 也是为了自己那位病重的母亲 秦曼哥知道 林铁柱现在有开除自己的权限 而且 这里是公司 眼前这个男人 应该不会公然对自己下毒吧 秦曼哥想了想 拿起杯子一饮而尽 苦涩的感觉 直接从喉咙蔓延进食道 让秦曼哥整个人抖了一下 他看着林铁柱正准备说话 可忽然 秦曼哥发现自己身体发热起来 随着身体的发热 他之前严重的耳鸣 居然奇迹般地消失了 连刚刚的晕眩感 也好转了许多 副总 您给我喝的是什么 秦曼哥震惊地看着手里的杯子 刚刚林铁柱给自己喝的东西 效果比那一堆西药 还有用 中药 我奶奶给我弄的药粉 包治百病 中药 对 中药 大厦几千年的传承 留下的中药 足以治疗所有病症 何必再吃老外的西药 林铁柱站起身来 那玩意儿见了吧 回头 我给你再整点西药 秦曼哥眼前一亮 如果是喝之前 林铁柱说的话 他半句都不会相信 可没有什么介绍 比得过这种亲身经历 他喝一次就知道 林铁柱说的是真的 谢谢副总 秦曼哥冰冷的表情 突然笑了起来 身体的状态 已经困扰了他许久 他也知道一直靠着西药来硬撑身体 不是长久之计 可他之前没办法 没想到 这个刚认识几分钟 在公司里风评还不太好的男人 居然愿意帮他 好了 接下来赶你帮我了 林铁柱淡淡一笑 离开了办公室 秦曼哥感觉身体暖洋洋的 体力都比之前好了不少 连忙跟上 在前往财务部的路上 林铁柱给肖伯那边发了消息 无忧传媒的财务部 也在等候牧师集团的确认 在收到确认后 两家公司同时开始狙击天地娱乐的股份 袁静死后 大部分股份没有了护盘的人 天地娱乐 估计现在 也是一片混乱 根本没人留意到 他们的散股 在被人大量购买 这些股份 被牧师和无忧传媒同时瓜分 林铁柱看着秦曼哥 带领一群财务部的金融高手 在操盘收割 也是淡淡一笑 现在的天地娱乐 只是暂时群龙无首 但他们的潜力还在 无论是影视资源 还是明星的储备 都不会输给无忧传媒 如果能以极小的代价 将这个演艺圈的庞然大物吞下 对于林铁柱来说 是最好的势力起点 林铁柱正在看盘 突然手机响起 他看到了一个备注 许瑜 上次在安全局的时候 那个女调查员 喂 林大哥 你 你好 您在忙吗 电话那一头 传来许瑜战战兢兢的声音 还是一如既往的胆小 林铁柱笑了笑 看了眼面前的收割股份现场 这些反正 不需要他自己动手 有满状态的琴曼歌主持 天地娱乐 他势在必得 不忙 什么事说吧 就是 我想谢谢你 上次幸好你让我早点回家看看 我发现 我爸晕倒在家里 医生说 我如果往回去一点 我爸就没命了 许瑜说着 语气也越发激动起来 可对面的林铁柱 却是平静如常 上次他确实看到了 许瑜的未来一小时 见这个女人 不像那个男调查员一样讨人厌 才顺嘴帮了帮她 没想到这丫头 还打来感谢自己 小事而已 没什么事挂了 等等 林大哥 我现在在牧师集团楼下 我爸是大厨师 他亲自做了一些食物 向我带过来感谢你 许瑜的声音 越来越小声 你在公司楼下 林铁柱挑了挑眉 走到落地玻璃旁边 确实看到一个身穿便装的许瑜 手里 提着东西站在门口 行那你上来吧 好 林铁柱挂掉电话 通知了一声前台 把人直接带来我办公室 副总有事先去帮吗 我这里 弄好了通知你 秦曼哥主动说道 行 看着秦曼哥熟练的 在操纵天地娱乐股价 防止大量的收购 让股价上涨 所以 他采取的是先压低股价 在逐渐收购的策略 不愧是金融的高材生 果然专业 林铁柱感慨了一声 回到了自己办公室 正好许瑜也走了上来 许瑜来回看着周围 那奢华的装饰 不禁眼前一亮 但是 当他看到林铁柱的时候 表情又是紧张了起来 林大哥 第69章 发疯的张力 许瑜敲了敲门 走进办公室 将手里的食品栏递了过来 他全程低着头 林铁柱忍不住一笑 甚至可以看到 许瑜那逐渐泛红的耳畔 你不用这么腼腆 最近安全局怎么样 林铁柱平静地问道 伸手接过许瑜送来的食物 不禁有些惊讶 佛跳墙 还有这几道小菜 你爸爸厨艺不错 听到林铁柱的夸奖 许瑜点了点头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林铁柱一起 拉到了桌子上 还没吃饭吧 过来一起吃 啊 许瑜羞涩地坐了下来 看着林铁柱品尝菜色 又说道 林大哥 谢谢你救了我爸爸 我爸爸说 这只是一点小心翼 如果你以后有需要我们 帮忙地方 尽管开口 林铁柱听得出来 许瑜的父亲品性不错 欠了别人恩情 一定会想尽办法还 他也不矫情 笑道 行 有事我找你 嗯 许瑜重重点头 似乎整个人 这才放松了一些 开始回答林铁柱的问题 自从师兄被局长 关进去之后 他的工作 就全部由我接手了 我现在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今天是请了半天假 偷跑出来的 说着 许瑜吐了吐舌头 仿佛做了什么坏事一样 林铁柱知道司徒局长的心思 以他的作风 正常情况下 必定会将多处的工作 平均安排给其他人 现在全部压在许瑜身上 只有一种可能 司徒局长想要培养他 好好干 虽然你是新人 但是司徒局长 这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林铁柱意味深长的说 他不看资历 甚至不喜欢 那些有资历 却迟迟没有升职的人 在他看来 那些人或多或少身上都有毛病 啊 许瑜满脸不解的看着林铁柱 不知道对方这话是什么意思 林铁柱笑了笑 总之 你好好干 他更喜欢培养有潜力的新人 让他们快速升职 听到这话 许瑜才瞪大了眼 局长要给我升职 他满脸不敢置信 可这些事 林铁柱也不敢打包票 他摇了摇头 不好说 总之你好好努力就行 记住 天道酬情 嗯 许瑜点了点头 这时 隔壁房间传来声音 穆天月 你个贱人 给我出来 林铁柱皱了皱眉头 隔壁是穆天月的总裁办公室 而骂人的声音 似乎有点熟悉 林铁柱走了出去 许瑜健壮 也担心发生什么事情 当即跟上 此时 总裁办公室 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把短刀 正站在门口 旁边的员工 本来想上来看看 发生什么事 可一看他手里的刀 当场吓得不敢乱动 办公室内 穆天月抬头一看 也是当即脸色将白下来 张力 你干什么 穆天月冷声问道 按下了桌子下 呼叫保安的按钮 干什么 你个贱人 你害得我好苦 张力气急败坏地冲上来 手里的刀指着穆天月 就是因为你这个贱人 我这一辈子全毁了 全毁了 周应龙甩了我 还把我打了一顿 整个地城都知道 我是个不减点的女人 我一晚上陪三的男人 穆天月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你好毒的心肠 听到这话 穆天月的神色 更加凌厉下来 是你自己设局害了自己 跟我有什么关系 听到穆天月的话 张力的脸上 更加扭曲了起来 贱人 你还敢说 如果不是你整天搔手弄姿 周应龙怎么会对你恋恋不忘 我怎么会妒忌你 就是因为你这张脸 什么地城第一美人 我现在就毁了他 说吧 张力瞬间向着穆天月冲了上来 可穆天月却是推了自己椅子出来 张力被挡住 扑了个空 穆天月趁机逃跑 刚到门口 就撞上了一个结实的胸膛 铁柱 看到来人 穆天月顿时心安了下来 林铁柱 你滚开 我找的是穆天月 张力猙獰的喊道 拿着刀再度冲了过来 林铁柱嘴角一扬 你应该找我 因为是我把你扔进那个房间的 什么 第七十章 拿下天地娱乐 听到这话 张力身体一顿 你 我什么我 自己设的局 自食其果了 你怨得了谁 说吧 林铁柱故意上前一步 穆天月担心他有危险 拉住林铁柱的手 却见林铁柱摇了摇头 示意他不要动 见状 穆天月瞬间明白 林铁柱想做什么 好 那我先杀你 张力整个人已经癫狂般 拿着刀 往林铁柱冲了过去 可他不知道 这一幕正好被许鱼看到 看到林铁柱有危险 许鱼身上的警戒性猛然涌现 快速跳到林铁柱面前 精准击落张力手中的刀刃 你是谁 张力愣整之际 突然眼前天旋地转起来 许鱼一个熟练的过肩摔 直接将他摔在了地上 张力痴痛的喊了出来 还想要挣扎 可一双银色手铐 却是锁死了他两只手 安全局调查员许鱼 现在已持谢杀人未遂逮捕你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但你所说的话将会成为呈堂证供 许鱼干练的说完 当即拨通了一个电话 牧师集团派两个人过来押走犯人 林铁柱淡淡笑着 看到这一幕 顿时明白司徒局长 为什么有意培养许鱼了 这丫头虽然腼腆 但是工作能力一流 穆天月也是回过神 这位是 林铁柱又一次忍不住欣赏起这两个女人 许鱼的工作能力让他惊讶 穆天月刚刚差点被人拿刀砍 结果也能这么快恢复状态 穆总裁心理承受能力不错呀 林铁柱淡淡一笑 介绍了一句许鱼 听到许鱼的身份 穆天月当场明白过来 白了林铁柱一眼 这家伙那天去了安全局一早上 结果还泡了人家的调查员 林大哥 我先带他走 行 小心点 听到林铁柱关心自己的话 许鱼的脸上 又是从刚刚的成间除恶 变成了腼腆脸红 嗯 林大哥 饭菜你记得吃 一会凉了就不好吃了 见林铁柱点头 许鱼才拉着张力 和几个安全局的人一起离开 听到两人的对话 饭菜 那个小丫头 还比自己小一两岁 居然会烧菜了 还带来了个林铁柱吃 穆天月心里顿时有一种酸楚的感觉 虽然自己和林铁柱之间 只是合约上的男女朋友 但林铁柱身边 出现了对他好的女生 这让穆天月 有种莫名的危机感 林卓总 你的调查员妹妹 给你做了什么菜 带我也去见识见识 林铁柱挑了挑眉 抹着鼻子道 我怎么闻到了一股醋味 没等穆天月再说话 林铁柱已经拉着他 去了自己办公室 这个时候 保安才急匆匆地赶上来 见到穆天月平安无事 保安们松了一口气 可林铁柱却是冷冷说道 查一下是谁把刚刚那个拿到的疯子 放上来的 开了 听到林铁柱的话 一群保安面面相去 是 副总 林铁柱带着穆天月 来到副总裁办公室 看到一桌子的食物 穆天月刚刚还在吃醋的模样 顿时有些收敛了起来 这 这是那个小妹妹做的 精致的刀工 每一道菜 都色香味俱全 穆天月即便没有开吃 但她见过的高级餐厅不少 闻一闻看一眼 就知道 能做出这些菜的人 厨艺了得 看到平常自信满满的女总裁 变成这腹肌不如人的模样 林铁柱忍不住玩心大气 是啊 她做的 穆总裁觉得怎么样 林铁柱一本正经地说道 坐了下来 邀请穆天月品尝一下 挺好的 穆天月轻哼一声 转身准备离开 我就不吃了 我还有事 你自己 可她还没走两步 却被林铁柱 一把抓住手拉了过来 干嘛 穆天月挣扎道 林铁柱将穆天月搂在怀里 你不吃 但你可以喂我吃 林铁柱 别的女人给你做的菜 我为什么要喂你吃 林铁柱笑了笑 在穆天月耳边低声道 因为我也想喂你 吃其他东西 与此同时 穆家山庄 一间淡雅的房间里 穆舒曼整个人泄气般地躺在床上 手里的电话还在亮着 上面是公司的人传来的消息 张力被安全局的人带走 大概率要坐牢了 如果他把那件事捅出去 我该怎么办 穆舒曼身体颤抖了一下 他不敢想象 也不愿意去想 那晚穆天月被林铁柱送回来 他也是亲眼看到 穆天月一定知道这件事跟自己有关 可是 他却并没有找自己算账 为什么堂姐不来教训我 正是因为穆天月这种平淡的处理方式 让穆舒曼更加不安起来 仿佛一直有一个把柄被人抓住一样 他会不会也想把我送进监狱 所以 他没有揭穿我 而是偷偷收集证据 穆舒曼越想越不安 突然 他的手机响起 穆舒曼看到来点的备注 顿时双眼亮了起来 爸 您回来了 是啊 桑国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现在集团在桑国分部已经稳定 我也是时候回地城董公司看看了 最近穆家怎么样 电话里传来穆舒曼的父亲穆安国爽朗的笑声 听到父亲的声音 穆舒曼不安的心 瞬间像是找到靠山一样 整个人忍不住哭泣了起来 爸 穆家很好 但是我不好 一个小时后 穆氏集团 林铁柱桌子上的食物已经全部凉了 穆天月穿上衣服 白了林铁柱一眼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林铁柱淡淡一笑 一边夹着饭菜 一边道 我和那个丫头 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解释 穆总裁满意了吗 我不信 穆天月执着地说道 林铁柱揉了揉眉心 不是说一泡敏恩仇吗 难道 自己刚刚不够使劲 他只好解释道 这些菜是他爸做的 将来龙去迈告诉了穆天月 林铁柱本来以为穆天月会少一点吃醋 可没想到 穆天月的脸色更不好了 他爸干嘛做菜给你吃 他是不是 想你当他女婿 扑呲 林铁柱嘴里的鲍鱼 差点喷了出去 这女人怎么回事 你可是霸道女总裁啊 现在跟个醋坛子一样 但林铁柱看向穆天月的时候 发现对方的样子 并不觉得讨厌 反而有点可爱 一个冰山美人 气冲冲地看着自己 吃自己的醋 这种感觉也不错 今晚我让爷爷他们设宴 刚好他也想见见你 你一定要来 穆天月留下这句话 似乎担心林铁柱不来 他又好耻轻药 在林铁柱耳边说了一句话 你如果不来 以后我都不给你碰了 没等林铁柱回答 穆天月已经别过脸去 生怕林铁柱 看到自己潮红的脸一样 低着头 快不回了自己办公室 死 林铁柱这才反应过来 这句话 杀伤力很大 算了 正好晚上没什么事 告诉神姐 一生不回去吃饭 去一趟穆家也好 林铁柱记得穆天龄早上说过 穆安逸和薛敏 还被人打了 在他看来 极有可能是周天策干的 这件事 估计穆天月还不知道 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今晚正好去看看 他和木云山有什么反应 正想着林铁柱的电话响了 大哥 牛逼啊 你和我老板 真的把天地娱乐给收购了 电话里传来 肖伯激动的声音 林铁柱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 不过也可以猜到 秦曼哥和无忧传媒 应该已经搞定了天地娱乐 大哥 我老板 约你在洛宇轩吃饭 说准备利用天地娱乐的资源 搞一票大的 有空来吗 你怎么说的 像我要去打劫一样 林铁柱有些无奈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肖伯的幕后老板 正是无忧传媒的董事长 也是这次拍案 跟他合作收购天地娱乐的关键人物 以后天地娱乐就属于他们两方 自然也免不了合作 林铁柱确定了地点 挂掉电话 正好秦曼哥来了 副总 我可以进来吗 进 秦曼哥坐在了林铁柱面前 再没有了之前的冰冷 而是带着几分微笑 将一份文件放在了林铁柱面前 这次我们的收购已经完成 无忧传媒拥有天地娱乐30%的股份 而牧师拥有21% 加起来正好有绝对控股 第71章 不要以貌取人 天地娱乐名下的一些子公司 我们也顺便收购了 不过那个程序比较复杂 还需要点时间 听着秦曼哥的汇报 林铁柱点头起身 那些不重要 有51%的绝对控股就足够了 林铁柱让秦曼哥 准备好收购报告文件 独自离开了公司 骆雨轩 林铁柱到来的时候 这里门口已经停满了车 但是奇怪的是 进去之后 却没有几个客人 骆雨轩一共三层 一楼已经被清场 楼上似乎也只有零星的客人 林铁柱进入骆雨轩 门口的服务员立刻上前 你好 这里一楼已经被包场了 楼上的也包了 林铁柱问道 心想萧博背后的女老板 正张这么大的吗 约个吃饭 还能整栋酒楼包场 楼上没有 但是楼上是VIP房 服务员看着林铁柱朴素的衣着 加上刚刚他留意到 林铁柱是从公交车上下来的 这种穷人来他们骆雨轩 最多也只能在一楼饱餐一顿而已 二楼的消费 一顿饭可是五味竖起 啊 林铁柱看了眼自己的手机 对方约自己的地点 就是在楼上 而且是三楼 我是去三楼 林铁柱淡淡道 可服务员眼神里的轻蔑 更加异于言表 先生 我们骆雨轩 是地城最豪华的酒楼 然后呢 然后 服务员呵呵一笑 然后就是 第三楼只服务顶级 VIP 能上去的 都是地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林铁柱挑了挑眉 你是说 我不能上去 服务员冷声道 先生 话就不要让我说这么明白了 他的话刚说完 只见楼梯口 走来一位黑衣男子 见到林铁柱被拦在外面 黑衣男子脸色露出不悦 你在干什么 张经理 服务员看到对方怒气冲冲的走来 顿时脸色一变 你明天不用来了 张经理冷冷说完 再懒得理会服务员 而是向林铁柱道歉道 不好意思林先生 下属有眼无珠 欧老板已经在三楼等您 我这就带您上去 嗯 林铁柱猜测 应该是肖伯的老板 交代过这里的人 只不过门口的服务员 没有眼力尽而已 林铁柱禁止上了三楼 而张经理在上去前 则是交代了一声人事部 把那个服务员开了 服务员愣证在原地 直到两个人都进了电梯 才意识到 自己得罪人了 经理 我 走吧 以后长点眼 不要以貌取人 现在的大佬就喜欢穿朴素衣服 你居然敢把人家堵在门外 洛宇轩三楼 这里的人棘手 林铁柱听声变位 发现只有两个房间有人 张经理带着他 进了其中一间房 里面坐着两个女人 一个约莫四十左右 但是包养得极好 无论皮肤还是身材 都韵味十足 另一个女人 则看过去不到二十 脸上还透着几分稚嫩 身上还穿着JK服 看到林铁柱到来 女人显然白了眼 林铁柱一脸猛逼 反倒是那个成熟女人 脸上带着笑容 与林铁柱打招呼 无忧传媒欧红 你好林总裁 女人十分有礼貌地走上前 主动向林铁柱伸出手来 欧红 无忧传媒董事长 即便两个人见面不到十秒 但欧红给林铁柱的感觉 就是那种十分厉害的职场女人 她可以快速拉近 与他人的好感 比如 她带着微笑得脸 比如 她叫林铁柱为林总裁 而不是林副总 这种称谓上的区别 极大程度提升了对林铁柱的尊重 欧董好 叫我铁柱就行 林铁柱也是伸出了手 两人触碰的时候 林铁柱摸到了欧红光滑的手心 根本不像她这个年龄应有的肌肤 这个欧红 确实助言有数 这是小女欧宁 还不跟林总裁打招呼 欧红舌的颜色 那少女无奈地站起来 欧宁 你好 林铁柱随意地点头 对于这种心不甘情不愿地打招呼 也是懒得理会 林铁柱在欧红的邀请下坐了下来 将牧师集团今天的收购进度文件拿出 作为诚意欧红也同样拿了出来 两个人交换一看 皆是点头笑了 看来天地娱乐 已经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欧红和尚文件 说道 我收到消息 今天天地娱乐其余的大股东 召开了董事会 想竞选一个新的董事长出来 这些人在袁靖死后 实际上早已经有了异星 他们私下也在抛售天地娱乐的股份 欧红整个人透露出干练的模样 继续道 这也导致了 我们能轻易得到这么多股份 所以 既然天地娱乐 我们能够控制 我希望林总才能够担任新的董事长 第72章 无忧传媒 欧红 我 这一点 倒是让林铁柱有些惊讶 他双眼微动 关于欧红与欧宁 未来一小时的一切 都瞬间进入自己脑海里 林铁柱看到了欧红支持自己的原因 也看到了自己在途中离开一次 欧宁向欧红抱怨 说自己的不是 究其原因 是因为这个欧宁 和其他小女生不同 他极为讨厌小鲜肉 以至于讨厌肖伯 而得知自己是肖伯引荐来的 欧宁先入为主 认定了林铁柱 也是跟肖伯一样的小鲜肉 一点都不算真男人 偏偏自己老妈欧红 还要约林铁柱单独见面 欧宁不爽之余 知道无法阻止欧红 才决定跟我来当店灯泡的 妈 这家伙靠不靠谱 你把天地娱乐交给他 万一他搞砸了怎么办 你闭嘴 人家马上就要回来了 我告诉你多少次 不许在别人背后说坏话 林铁柱淡淡一笑 收回了目光 眼前的欧红还不知道 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 都被林铁柱知道了 欧董事长客气了 不过 你在无忧传媒本身的职务 工作量巨大 无暇分心顾忌天地娱乐 我也理解 林铁柱的话 让欧红一愣 怎么自己还没说原因 反而林铁柱自己替他解释了 可欧红现在的模样 就是林铁柱想要达到的效果 这种顶级的女强人 见过的男人不少 见过的社会精英更不少 而她的身边 也多的是鳄鱼奉承的人 反而如果自己能一开始就镇住她 对以后的合作 会有更大的好处 所以 林铁柱继续道 不过 无忧传媒毕竟拥有更多的股份 我的建议是 盈利之后 按照股份数额分配 并且一会 我希望欧董事长能和我一起 去一趟天地娱乐 趁他并要他命 正好天地娱乐那些大股东在争权 我们过去压一压他们 再正式宣布 入住天地娱乐 林铁柱的话 正正好都是欧红想说的 一时间 欧红到嘴边的话 愣是一句也没说出来 听林总裁的 具体的方案 我们回头再拟定 林铁柱点了点头 哦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打算稳定了天地娱乐内部之后 尽快开拍一些高品质的影视作品 或许还需要无忧传媒的配合 听到这话 欧红再度脸色诧异了起来 他左手按住的文件也是一阵 因为那些文件里 就有几个不错的剧本 是欧红即将准备放入天地娱乐的 利用天地娱乐现有的人脉和资源 马上开始拍摄作品变现 可没想到 他本来还想和林铁柱慢慢讨论的事 一下被林铁柱全说完了 这个我也同意 欧红无奈的说道 还是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被动 可林铁柱说的 都是他本身的想法 他有什么好反对了 见到自己的先生夺人起了效果 林铁柱也是淡淡一笑 看到欧红拿出了那一叠文件 这里是无忧传媒最近购买的剧本 林总裁要不要看一看 哪一些适合我们接下来开拍 这些本来是他打算半小时后才谈的内容 没想到现在能提早这么多 不过这也让欧红感到畅快 他突然觉得 林铁柱和自己的想法 全部都不谋而合 这样的人 以后合作起来会非常方便 不只是今天 还有之前收购天地娱乐的事情 大厦基于天地娱乐的资本有很多 但是全都在观察状态 毕竟现在天地娱乐的状态 十分不明朗 只有林铁柱和他配合默契的 先行拿下天地娱乐 行我看一下 林铁柱接过剧本 这时 欧宁看着自己老妈和林铁柱 自顾自的聊起来 忽然站了起来 我先去个洗手间 林铁柱一笑 自己的骚骚做估计 让未来改变了 现在不是他去洗手间 而是欧宁去了 而且这货 居然还惹麻烦了 正好 也让欧红这种娱乐圈大老板 欠一欠自己人情 在欧宁离开后 他也是假装要急 出了贵宾房 欧红看着两人离开 并没有多疑 走出了房间 欧宁没有去洗手间 而是在第三楼窗户那里晃悠着 打算透透气 这个林铁柱 没想到跟肖伯还有点不一样 没那么弱不经风的样子 不过 说不定也是一个绣花枕头 我妈跟这种人合作 还砸了那么多钱进去 肯定有风险 而且那个林铁柱 嘴里不知道涂了什么 他说什么 我妈都同意 一点都不像以前的他 欧宁在窗户前嘀嘀咕咕半天 不行 还是要去劝一劝他 无忧传媒被天地娱乐 打压了这么多年 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吞下他们 不能毁在一个林铁柱手里 说完 他刚准备转身 却见一只手 搭在了自己肩膀上 欧宁一愣 当即躲开了这只手 可转身一看 自己身后居然多了四五个 脖子带金链子的中年男子 这些人盯着欧宁的目光 充满了贪婪 带头之人 甚至舔了舔舌头 打量着欧宁 那个归宁今天找来的货色还不错 小妞 站在门口干什么 还不进来伺候我 第七十三章 林铁柱 你会功夫 欧宁看到这些人 顿时脸色苍白下来 你们认错人了 可他刚想绕道走 又被对方拦了下来 认错 难不成是嫌弃哥们几个丑 不敢玩了 老大 一定是这样 这些婊子又想赚钱 又放不开的 那今天就把他放开 全身上下一起开 几人大笑着 直接将欧宁围了起来 你们干什么 我都说认错人了 欧宁稚嫩的脸上带着惊恐 往后面一看 平常跟着他老妈的保镖去哪了 关键时候不见人 你们别过来 欧宁只好不断地退后 贴在玻璃窗上 我要喊人了 喊呀 你喊破喉咙 我看看有没有人来救你 带头的中年男子 一身飙肉 在说话的时候 下半身更是抖了抖 你越叫 老子越兴奋 你有病吧 欧宁气得不行 趁机想要逃跑 可没走两步 头发就被中年男子一扯 直接拉了回来 扑通一声 欧宁摔在地上 他的身上本就穿着短裙 这一摔 雪白的大腿 当即暴露在众人眼皮底下 几个中年男人 咽了咽口水 这货色是真的不错啊 以前那些鸡 都是装的学生妹 这个像是真的学生妹 老大 今天你有福了 做兄弟两肋插刀 咱们五个一起上吧 说完 欧宁眼角顿时泛出泪光 正准备喊欧红 可其中一人却是直接捂住他的嘴 拉进去 正当他们准备上去 将欧宁抱进自己的贵宾房时 一声干咳传来 众人寻声看过去 欧宁也是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林铁柱 他一开始 还抱有得救了的希望 但是看到林铁柱之后 整个人又绝望了下来 这个小鲜肉 怎么就得了自己 这个笨女 我建议你们别碰 否则你们会死得很惨 林铁柱淡淡说道 欧宁听到这话 更加气得不行 这个笨蛋不马上叫他妈来 在那装什么英雄救美 而且他还在激怒对方 哦 中年男子相视一看 像是在看傻子一样 扫了林铁柱一眼 小子 你是闲并长 敢威胁我们 带头的人缓缓靠近林铁柱 一身肥肉 让他的身材比林铁柱还要大一圈 你知不知道 老子是 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 待人男人突然 眼前一黑 他的面前 一只大手忽然快速地放大 瞬间盖住他整张脸 下一刻强横的冲击力 让他猛的天旋地转起来 整个人顿时失去平衡往下倒 砰 巨大的响声回荡开来 一道肥胖的身体 已经倒在地上昏死过去 林铁柱一脚踢开 那身体滚到了一旁 这一幕看待了所有人 这 他敢打老大 兄弟们 上 林铁柱切了一声 双手同时出拳 整个人仿佛化成残影一样 直接打中四人的面门 砰砰砰砰砰 连续四道声音传来 拳拳倒肉 等林铁柱停下动作时 他的面前 已经倒下了四个人 拳都满脸 是写得趴在地上 要么昏死 要么在颤抖 快 准 狠 这一幕 让获救的欧宁 脑子里嗡鸣了起来 他刚刚看到了什么 这家伙 不是和肖伯一类人吗 他是怎么一瞬间 把五个人都打趴的 而且 还那么轻松 有纸吗 林铁柱的话传来 欧宁回过神来 看着林铁柱 在对自己伸手 有 欧宁连忙从口袋掏出纸巾 只见林铁柱 自顾自地擦拭自己的手 上面都是血迹 可林铁柱的表情 却一如既往的平静 仿佛刚刚打的不是人 只是几条狗一样 林铁柱 你会功夫 欧宁看向林铁柱的眼神里 已经摸了之前的笔 反而多了不少好奇 他话刚说完 听到动静的欧宁 也是冲了出来 当欧宁看到地上的五个人时 当即心头一紧 女儿 他连忙来到欧宁面前 检查了欧宁没有大碍后 欧宁也是告诉了自己老妈 刚刚的情况 欧宁如释重负 摸了摸自己胸口 安抚之后 林总裁 谢谢你了 举手之劳 林铁柱淡淡笑道 插着口袋 正准备进去贵宾房 把剧本快点选定下来 以天地娱乐目前的情况 虽然内部不稳定 但是人手和资源还是足够的 快速产出作品 恢复之前的状态 才是当务之急的事 保镖去哪了 欧宁扫视了一眼 见到自己的随行保镖 这时候才跑上来 这 那是一个中年男人 一身的剑子肉 看到地上在哀嚎的人 保镖来到欧宁面前 董事长 我刚刚去了下棋手间 您 您没事吧 我有事 你来得及回来吗 欧宁责怪道 可以只是责怪罢了 自己女儿没事 才是最重要的 欧宁气消了点 才道 叫人过来收拾一下 这几个人 以后我不想在地上看到 是 董事长 欧宁懒得理他 正准备带着欧宁进房间 却见林铁柱停下了脚步 林铁柱 从保镖身上收回了目光 欧董事长 先等等 第74章 我是给你骂面子 欧宁不解 可下一刻 林铁柱的举动 却吓坏了他们母女 只听得砰的一声 林铁柱直接单手 将保镖给放倒了 啊 欧宁吓得惊叫了出来 可他并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更加确定 刚刚自己看到的是真的 林铁柱真的会武功 自己老妈的保镖 可是一个人能打五个空手 到黑带高手 可林铁柱居然单手 就把他给秒杀了 好猛呀 你 你他妈谁啊 保镖在地上艰难的爬起 连手机都掉了出来 他第一时间并不是去反击林铁柱 而是捡电话 可林铁柱的反应比他更快 直接将电话扔给了欧宏 密码291281点开 看看里面的短信 你怎么知道我手机密码 林铁柱的话 让保镖瞳孔瞬间放大 他想要上去抢 却见林铁柱 再度一脚抬起 马德 你小子找死 保镖的脸上顿时争鸣起来 双手握成两个胡肘 向着林铁柱一抓 林铁柱嘴角一扬 同时一脚落下 竟是快速踩了两下 刹那间 保镖脸上布满了痛苦之色 他双脚软了下来 再看自己的两只脚 居然被林铁柱踩的鞋子 都烂了 臭小子 你玩鹰的 保镖正准备爬起来 可迎接他的 是欧红 那充满怒火的双眸 林铁柱适时地退到了一边 接下来就不关他的事了 他刚刚就觉得奇怪 这种专业的保镖 怎么可能突然不在场 于是就好奇地 看了眼保镖的未来一小时 发现保镖在贵宾房外面 守着 居然还偷发消息 消息 已经被编辑了一半 估计就是 他刚刚夺西手间打的 大概的内容 就是汇报欧红今天见了自己 还有收购天地娱乐的事 欧红将手机砸在地上 高跟鞋直接踩下 把手机踩了个稀烂 可他却根本不解气 怒视保镖道 你收了那个王八蛋多少钱 为什么要背叛我 董事长 董事长我是冤枉的 够了 解雇新人事部会发给你 滚 欧红气的胸口起伏 静止走进了贵宾房 保镖还想上来求情 却和林铁柱的目光对上 两个人四目相对 保镖瞬间 仿佛看到了一只猛兽在盯着自己 正准备上前的脚步 再不敢往前 灰溜溜地走下楼 见状 刚刚看到手机内容的欧宁 以为林铁柱不知道当中的原因 解释道 他是我爸派来监视我妈的卧底 我爸妈离婚了 我从小跟着我妈 最近我爸 似乎又想和我妈复婚 我妈拒绝之后 我以为那个混蛋会就此罢休 没想到 他居然收买了我妈身边的保镖 林铁柱瞟了他一眼 好奇道 你也不喜欢你吧 欧宁重重点头 他是个人渣 我懂事以来 就看到他到处烂赌 根本不管我和我妈死活 后来我妈和他离婚 带着我独自出来创业 这些年才有了安稳日子 他这次找过来 一定是为了钱 说完 连欧宁自己都觉得奇怪 为什么会对一个陌生人说 这么多 他缓了缓 林铁柱 林总裁 刚当的是 谢谢你了 不用你谢 我是给你妈面子才帮你们的 林铁柱淡淡说着 他这个人记仇 可悠然记得一开始 这丫头根本不待见他 欧宁嘟着嘴 没想到自己的一片感谢 被林铁柱泼了冷水 可林铁柱已经走了进去 欧宁也闭上嘴 坐在了两个人身边 此时的欧宁 已经平复了心绪 以他这种地位的人 对于情绪管理能力 自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让林总裁见笑了 林铁柱随意点头 也不再提及欧宁的私事 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剧本上 翻看了四五个剧本 林铁柱看中了其中的一个 这本 天下第一 不错 试试这个 欧宁点了点头 我一开始也看中这本 是一位著名编剧 花间小凤凰写的 那就拍这个 林铁柱直接道 毕竟这种事情 既然欧宁也同意 那就没什么纠结的必要了 这个剧本 是武侠电影 虽然武侠电影比较难拍 毕竟有不少八十年代的 注意在前 但是如果拍好了 效果会比都市剧更好 而且 林铁柱看到里面打戏众多 以现在的演艺圈 真正有武术功底的演员 根本没几个 但是他已经想好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个群龙无首的武侠电影世道 如果能有一部五大特效炸裂的电影 横空出世 反而会让他和欧宏传的盆满钵满 看林铁柱也同意 欧宏也是点头 那我安排司机 我们去天地娱乐 先把最重要的事情解决了 林总裁有开车来 林铁柱摇头道 我坐公交车来的 第75章 入驻天地娱乐 嗯 这话 让欧宏和欧宁 都是顿时猛逼了一下 四大家族之一 牧师集团的副总裁 出行坐公交车 欧宏带着林铁柱坐上了自己的车 调笑道 是不是牧师集团的福利不太好 林总裁这样的人才 要不要考虑过来 我无忧传媒 副驾驶位置 欧宁也是竖起了耳朵 他现在可以肯定 林铁柱不但不是自己讨厌的那种绣花枕头 而且 他很对自己胃口 从小欧宁就没有父爱 所以 他对于强大的男人 有本能的崇拜感 林铁柱 就是他理想的强大男人 身后 林铁柱淡淡的笑声传来 欧董事长误会了 是我自己节俭惯了 原来如此 二人不再说话 但是林铁柱却是想着 也确实该买一辆车了 免得出入那些高级场合 别人看到 他从公交车上下来 都得比试一番 小宁 你要不要先回去 妈现在是去办正事 半路 欧宏提议了一句 司机听到这话 也是将车速放慢了下来 因为附近就是欧宏的住所 不要 可欧宁却是当即到 你们去 我也要去看看 欧宏有些诧异 自己的女儿 一向都不喜欢公司的事情 这次也是因为不放心 自己单独见林铁柱跟过来的 可刚刚林铁柱的表现 已经足以让他们放心了 为什么欧宁还不愿意回去 欧宏转向林铁柱 问道 林总裁介意吗 嗯 问我干什么 林铁柱心想 嘴上看向欧宁道 介意你就不去吗 听到林铁柱又故意刺激自己 欧宁也是较劲地轻哼了一声 介意我也要去 欧宏尴尬一笑 不好意思林总裁 这女儿被我宠坏了 说话没有分寸 林铁柱耸了耸肩 既然他要当根屁虫 那就随便他吧 听到林铁柱骂欧宁跟屁虫 欧宏心里诧异了一下 林铁柱给他的印象 不像是会说出这么幼稚的话 而且欧宁从小最讨厌的 就是别人骂他 欧宏甚至可以想到 接下来欧宁会和林铁柱吵起来 我就是喜欢当根屁虫 欧宁重虫哼了一声 虽然生气 但似乎更多的是想跟林铁柱较劲 见到女儿这异常的反应 欧宏满脸不解 怎么觉得 这两人像是在斗嘴一样 劳斯莱斯库里南 很快在天地娱乐门口停下 林铁柱和欧宏静直上了电梯 欧宁也是跟在后面 真正的当起了根屁虫 三人一同上了电梯 来到天地娱乐大厦顶层 可电梯门还没打开 三人就听到了一阵阵吵杂声 看来天地娱乐 现在确实很乱 乱是正常的 不乱我们也没办法解了 林铁柱淡淡笑道 三人出了电梯 顶层只有一个大平台 以及两个区域 董事长办公室以及会议室 而此时 大平台上 林铁柱看到一群浓装淡抹的男男女女 正在那里等候 而他们的脸 林铁柱略微有一些印象 都是平常在电视和短视频上见到的人 只是现在 这些人似乎在这里示威 朴仙俊 我们这样做 不会有危险吧 怕什么 袁总已经死了 现在里面的都是一群农包 我们现在不要求他们提高签约金 以后再想要这样的机会 可就难了 那倒也是 现在整个天地娱乐都知道 朴贤俊是C位 只要他带头出面 董事长的人不敢拒绝 除了当初的袁总 谁敢压朴贤俊的价格 压了人家里面 跳槽去无忧传媒 让天地娱乐 在雪上加霜 林铁柱没理会这些人的话 而是将目光落在会议室里面 此时的会议室 是紧闭的状态 但是里面传来的争吵 外面却听得清清楚楚 林铁柱与欧红二人对视一看 皆是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同步般地来到会议室门口 推开大门 会议室内混乱的场景 映入眼帘 几个身穿西装 明明是成功人士打扮的人 居然在鼻青脸肿的打架 更有甚者 已经开始搬椅子了 袁总在世的时候 就说过 让我继承他的位子 现在他死了 董事长的位子 理应是我的 你放骗 老王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从袁总传出死讯的那天开始 已经抛售了不少股份了 那要怎么样 你们不也在抛售 这年头 谁比谁干净了 大家好好说 董事长的位子 投票投出来 不就得了 欧红见到这种场面 开口喊了一句 可周围的声音实在太大 根本没人管他说什么 见状 林铁柱无奈一笑 要不要我去试试 看这混乱的场面 欧红不解到 林总才有什么办法 只见林铁柱上前一步 直接跳上了会议桌 双手插着口袋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从会议桌末端 一步步走向最前端 那里也是董事长的位子所在 他的脚步声 回荡整个会场 这一幕 也是让众人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这人是谁 不认识 可下一刻 林铁柱走到会议桌最前端 在所有人猛逼的情况下 坐在了董事长的位子上 第76章 天地娱乐董事长林铁柱 看到林铁柱 坐在董事长席位上 天地娱乐的其他大股东 当场怒了 你小子谁啊 这个位子 是你能坐的 保安 保安在哪 随着这些大股东的呼喊 门外的保安 当即冲了进来 你们这些看门的怎么做事的 什么闲杂人等不敢放进来 没有看到 我们在开会吗 还不把人带出去 通知安全局的人 过来抓人 到场的保安 却没有人听他们的话 而是禁止走到林铁柱面前 停下脚步 当场鞠了个躬 林先生好 他们刚刚已经收到了通知 目前保安部门主管 已经告诉了他们林铁柱的身份 代表牧师集团 持股天地娱乐 21%股份的大股东 和他一起过来的 还有持股30%的 无忧传媒董事长 保安甚至觉得搞笑 这群高层在会议室里 争论的脸红脖子粗 可他们没想到 老巢都被人端了 见到保安 不但没抓林铁柱 还对他恭恭敬敬的 在场的大股东 很快看出了当中的不对劲 可没等他们想清楚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把说话的那几个轰出去 林铁柱对着保安说道 其他人还在一脸猛逼的时候 没想到那几个保安真的动手了 干什么 你们反了 我持股天地娱乐5%的股份 我是股东 你们敢把我扔出去 我明天就开了你们 两个刚刚起哄的股东 已经被保安扔了出去 关门 林铁柱淡淡开口 会议室大门 很快被保安关上 任何人不得进来 见在场的人鸦雀无声 终于不吵了 林铁柱环视着他们 看来 几位能安静听我说了 林铁柱向会议桌尾端的 欧宏使了个眼色 欧宏顺着会议桌的边缘走过来 这一刻 在场的人才认出他的身份 无忧传媒的董事长 他怎么会来我们这儿 完了 公司要变天了 只见欧宏站到了林铁柱背后 欧宁也是跟上 两个人竟然给林铁柱 做起了陪衬一样 这倒是让林铁柱有些尴尬 欧宁的小丫头就算了 在旁边罚站也无所谓 倒是欧宏 毕竟在天地娱乐的股份 比他还多 欧董事长要不要坐下 不用 欧宏低声在林铁柱耳边道 这样站位比较有气势 呃 林铁柱想了想 好像也对 他看向在场众人 将手里的文件扔了出去 听说你们再选董事长 所以我和欧董 也过来凑凑热闹 正式介绍一下 林铁柱代表牧师集团 持股天地娱乐21% 同时代持无忧传媒 所授权的30%股份 一共51% 林铁柱的话 像是一盆水倒在了油锅上 当场让所有人炸开了锅 所有人不敢置信的上前 拿起桌上的文件来回翻开 更有甚者开始打电话 想要证实林铁柱说的话 是真是假 林铁柱的手指 在桌上清点 很快 五分钟后 在场所有股东 已经停下了动作 股市和财务部都确认过了 我们抛售的股份 都被他们收了 无忧传媒 牧师集团 现在绝对控股我们天地娱乐 那他们还抢个屁的董事长 林铁柱和欧宏 拥有51%控股 董事长的位子 他们两个人说 谁当就是谁当 其他人反对也没用 果然 欧宏这时候 也开始和林铁柱打起配合 我推举林铁柱先生 为天地娱乐新任董事长 各位有意见吗 欧宏虽然这么问 可根本没给其他人反驳的余地 我相信林董事长 一定能带领天地娱乐 走得更远 当然 无忧传媒 也会与天地娱乐 开展前所未有的紧密合作 这句话 让那些准备反对的人 到嘴边的话 又应声声艳了回去 他们都是商场老狐狸了 当然明白欧宏的意思 由林铁柱担任董事长 以后两家顶级的娱乐公司 将合并起来 这对于目前的天地娱乐来说 是天大的好事 但如若 不支持林铁柱 下场就和之前的股东一样 被人扔出去 总之就八个字 顺我者昌 你我者亡 一时间 会议室里陷入了沉默 大约过了五分钟 终于有股东出面 恭喜林董事长 一个人低头了 其他人也跟着相继低头 恭喜林董事长 欧宏笑了笑 一手轻轻摁在林铁柱肩膀上 以后天地娱乐就交给你了 他手里还有无忧传媒 这个庞然大物 根本没那么多时间 处理天地娱乐 收购天地娱乐 是林铁柱和他一起配合做成的 所以 林铁柱是管理天地娱乐 最好的人选 本来欧宏对这件事 还有些担忧 但是林铁柱救了欧宁 识破了 他前夫派来的卧底 这两件事 前者说明林铁柱的武功了德 手段很辣 这样的人 不怕镇不住天地娱乐那群老油条 至于后面那件事 虽然欧宏觉得很奇怪 自己都不知道 保镖是卧底 但林铁柱怎么知道的 不过这并不重要 说不定是林铁柱在哪里听到了风声 今天揭穿卧底 欧宏直接当成了林铁柱 对自己示出诚意 这两件事 也让欧宏对林铁柱的信任度大增 林铁柱看向众人 既然当了董事长 我有几件事宣布 第77章 新官上任三把火 财务部总监将目前公司三年内的所有账目 拿去我办公室 艺人培训部 停止所有活动 我要整顿公司艺人 宣发部安排一个通告 天地娱乐将与无忧传媒进行战略合作 今年将会开拍一部一集电影大作 另外 林铁柱看向门外 那群闹事的艺人 带进来和我聊聊 雷厉风行的一番话 林铁柱再度让在场股东 都心里诧异起来 难怪以欧红对于娱乐产业的熟悉程度 居然还要把天地娱乐的董事长位子 让给林铁柱 这小子的领导能力不错啊 被点名的几个高层 立刻下去 安排林铁柱的命令 而门外的几个艺人也被带了进来 领头的是一个染着白头发 戴着耳钉的男子 长相清秀 身材弱小 典型的小鲜肉模板 十分符合眼下观众的审美 他压抑地看着林铁柱 这人不是刚进来的吗 怎么坐在了董事长的位子上 刚刚那群人争破头的位子 被他给坐上了 朴贤俊心里琢磨着 脸上也是充满傲气的 坐在林铁柱对面 你好 我想你知道我是谁 就算林铁柱是新老板 又怎么样 众所皆知 朴贤俊是天地娱乐的头号艺人 从泡菜国被原镜挖过来 在大厦吸睛能力一流 积累了不少脑残粉 所以朴贤俊有信心 压得住林铁柱 不知道 嗯 朴贤俊一愣 没想到林铁柱居然这么孤陋寡闻 看来这个公司是待不了长远了 再朴一波走人了 朴贤俊心想着 扣了扣身上的衣服 那我郑重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 不用了 林铁柱打断了他的话 又向门外的保安招了招手 进来把人扔出去 什么 什么 不只是保安 连朴贤俊也是满脸的问号 我是天地娱乐的摇钱术 是销关 你居然要把我扔出去 朴贤俊站了起来 你是不是疯了 保安也以为自己听错了 也不敢这么对朴贤俊呀 可下一刻 林铁柱却是再度喊道 那几个 听不到我说什么吗 门口的保安才当即反应过来 全部冲了进去 朴贤俊被围了起来 你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 我是天地娱乐的王牌 我告诉你 无忧传媒已经邀请我了 人家早就想挖我过去 听到此话 跟他一起进来的几个艺人 当即面面相去起来 互相看了对方几个人一眼 他们也是符合道 是啊 如果天地娱乐不给我们掌签约金 我们就跳槽去无忧传媒 林铁柱冷漠地看着这群人 确定了 确定 朴贤俊在赌 赌现在的天地娱乐 没有放弃他的资本 可他话音刚落 却听到一道笑声传来 赫然是欧红 已经坐在了林铁柱身边 正像看猴子一样 看着朴贤俊等人 我怎么不记得 我有让你挖你们 欧红玩味般的声音传来 让朴贤俊心头一紧 都是在这一行混的 他当即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无忧传媒董事长欧红 但是 无忧传媒的董事长 为什么会在这里 还有 我们无忧传媒的 公司艺人正在转型 我想我不需要小鲜肉 小鲜肉的红利期已经过去了 现在观众的审美 正在恢复正常 以前那些只靠搔手弄姿的男艺人 现在逐渐接不到戏 这一点 欧红比谁的清楚 加上这个朴贤俊 本来就小有名气 签约金又高 谁会吃 太饱去挖一个马上过气 但又很贵的艺人 朴贤俊尴尬了 哼哼 我刚当时开玩笑的 他看向林铁柱 那个 我先回去工作了 朴贤俊刚准备转身 却又被林铁柱叫住 等等 身 什么是董事长 今天起 天地娱乐 以扰乱公司内部 安定为由 和朴贤俊解除合约 你可以走了 林铁柱的话 如平地惊雷 在所有艺人脑海中炸响 新老板 要吵了朴贤俊 扰乱公司内部 这是违约行为 有了这一条 公司即便单方面解除合约 都不会赔偿违约金的 新老板好狠呀 刚刚准备申请提价的艺人 连忙脚步缩了缩 退后几步 朴贤俊在前面当了出头鸟 现在想回头已经难了 老板 我刚刚真的是开玩笑的 我们就是好奇上来看看 保安 你们再不动手 和他一起管 林铁柱的话 让保安们一正 当即冲了上去 是 第七十八章 女明星们 朴贤俊还想求情 可声音越来越小 因为他 已经被扔出了会议室 见状 欧红也是笑了笑 颇为欣赏林铁柱的出事能力 衬嫖贤俊搞事 正好将这个即将走下坡路的棋子 踢出去 好了 接下来公司就交给你了 我先回无忧传媒 欧红也是适时的站起身 林铁柱点头 目送欧红母女离开 很快 林铁柱去了原禁之前的办公室 这里是董事长办公室 现在自然变成了 他一个人用的地方 林铁柱关上房门 在办公室里 想找找有没有原禁留下的东西 比如关于海神组织秘密之类的 可翻了半天 却什么都没有 难道海神组织的人 已经派人来找过了 还是原禁根本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 林铁柱思考着 但找不到就找不到 他当即叫人 把这里的桌椅都搬走 给自己弄一套新的 鬼知道原禁那王八蛋 以前有没有跟哪个女明星 在桌子椅子上做过什么 就在林铁柱换上新的桌椅 刚坐下的时候 门口一个女人闯了进来 林铁柱 你也给我安排个角色呗 欧宁这急忙慌的跑进来 林铁柱还以为欧红发生什么事了 让这个女人折返回来 你不是陪你妈回去了 又过来干什么 林铁柱一脸嫌弃的样子 她刚刚对欧宁已经没有兴趣了 所以也懒得查看她的未来 欧宁也不在意 毕竟想了想 一开始是她先嫌弃林铁柱的 我妈回去公司工作 我又不懂那些 我只想拍戏 欧宁说着 坐在了林铁柱对面 那本天下第一 我也看过了 里面有好几个角色 我都想演林铁柱 你可是答应过 我妈给我安排角色的 这一点林铁柱并没有否认 我只是答应安排角色 至于具体是什么角色 是由我做主 如果不是在车上 欧宁死缠烂打跟欧红要角色 搞得欧红只能和林铁柱商量 而林铁柱 还是要卖欧红一个面子 只好答应了下来 我当然知道是你做主 不然我来找你干嘛 欧宁轻哼一声 笨死了 林铁柱 你觉得我有没有当女主角的天赋 没有 林铁柱连思考的时间都不用 你 这家伙说话不这么直接会死呀 那我来个女儿 不能再低了 林铁柱轻敏一笑 没有立刻回答欧宁 而是按了桌面电话 把我刚刚点名的几个人叫过来 是 董事长 电话里传来了女秘书 战战兢兢的声音 显然 林铁柱刚刚在董事会上大杀四方 先后赶走了股东 和解约艺人的事情 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不只是朴贤俊 连和他一起起哄的所有艺人 都被林铁柱一锅端了 而那些 几乎都是从泡菜国引流回来的艺人 或者一些逐渐过气的小鲜肉 谁都不知道 这个新董事长 下一个会把谁给炒了 总之 不要撞到他枪口上就行了 欧宁不知道 林铁柱要叫谁过来 在原地等着 等的过程中 刚刚林铁柱派去搬走桌椅的工人 突然上来 林董 我们在销毁前董事长桌椅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 工人拿着一个黑色的平板上来 林铁柱挑了挑眉 好奇地接过来 这东西哪来的 工人回答 在桌面的夹层里 我们在聚开桌子 准备分批销毁的时候发现的 林铁柱嘴角一扬 圆镜藏的这么深的东西 一定有大秘密 好了 这个交给我 你先下去 工人没有怀疑 只做了自己分内的事情 他离开后 林铁柱把平板放进了抽屉里 欧宁好奇地看过来 林铁柱 那个是什么 不关你的事 这十门外 三个女人正在窃窃私语 她们是天地娱乐的当红女星 杨青 张子叶 邱依依 你们说 新老板刚上任 就急着让我们过来 是为什么 邱依依一边补妆一边说 张子叶轻轻笑了 应该是和前老板一样 想看看我们几个的姿色 哎 这些臭男人 都是一个样的 你是说 新老板也要潜规则我们 邱依依眼前一亮 好像根本不排斥 张子叶白了他一眼 你个骚狐狸 就不能收敛一点 在那期待什么 你不懂 邱依依笑道 只叫了我们过来 那现在不就是我们上位的最好机会 哄好了新老板 以后那与我们横着走了 张子叶不相信 你愿意配合就配合 但是杨青一定不会配合 是不是杨青 三个人之中 颜值最高 身材最好的 就是杨青 他一路无话 而是愁容满面的 跟在二人身边 我只是想拍戏 其他事情我不做 第79章 整顿天地娱乐 杨青只说了这一句 但他的眼神里 有其他两人没有的纯粹 这我们当然知道 不过杨青 你等一下不要妨碍我就行了 邱依依轻哼一声 杨青确实是一根筋 有那么漂亮的身材和脸蛋 居然只用来拍戏 而且还从来没有拍过吻戏 就算是袁静 之前想要把她拿下 都被杨青给拒绝了 这个女人 袁静泡不到 也不知道新老板能不能拿下 邱依依心想着 最好是杨青拒绝了新老板 然后新老板钟情于自己 最后 她一跃成为天地娱乐的幕后老板娘 三人来到了顶楼 董事长办公室 林铁柱你给我看看吗 欧宁正在扯着林铁柱的抽屉 麻蛋 这女人烦死了 林铁柱正打算打给欧红 让她过来 把女儿接走 这时正好敲门声传来 进 董事长好 门口进来 三个高颜值的女人 见到他们 欧宁当即停下了胡闹 站在一旁 张子叶三人看到 林铁柱的第一眼都觉得诧异 通常来说 能坐上董事长位子的男人 基本上都是人到中年 肥头大耳的状态 可他们怎么看 都觉得林铁柱的年龄 还不过二十 说不定比他们还年轻 这 这是青年才俊 年少成名啊 叫你们来 是有一个戏 跟你们聊聊 林铁柱平静地说话 连开场白都没有 我看过你们的资料 都曾经练过一段时间武术 现在来试试 说完 林铁柱在桌上 划了一份文件出来 上面展示了几个动作 一字码 十箭 零空踢 并不难 但这些是武侠片的基础 我准备看一部新电影 需要几个有武术根基的女演员 你们试试 林铁柱的话很平淡 但是却在三人心里 卷起了轩然大波 这是要给他们表现的机会啊 三人同时上前 邱依依第一个说道 董事长 我叫邱依依 三维是三六D 直接开始吧 林铁柱打断了她的话 邱依依依一脸尴尬 怎么觉得这个新董事长 不敬女色的样子 她开始做第一个动作 一字码 还算勉强到位 继续 持剑的动作 林铁柱随便从办公室 拿了个高尔夫球杆 给邱依依 邱依依握着球杆 手已经开始抖了 这么点重量就抖成这样 到时候开拍了 怎么会见 董事长 我再试试 不用了 你来 林铁柱把球杆随手扔给了张子叶 啊 张子叶接了过来 她的力气比邱依依大点 持剑的动作倒是摆得不错 可是到了凌空踢的动作 她弹跳起来的高度 就压根和没跳起来一样 你脚没力的 林铁柱嫌弃了一眼 把球杆给了杨青 杨青卖力的做出了三个动作 也就你还可以 不过还是差太多了 林铁柱叹了口气 难怪武侠片没落了 一个刀马蛋都没有 怎么可能拍得出精彩的打戏 把武术指导班底叫过来 是 很快 天地娱乐御用的武术指导班底到来 一共七个人 各个都是中年人 甚至还有些身材走行 这些除了担任武术指导 甚至还有替身 林铁柱自己就是习武之人 一眼就能看出 这些人平常自己都不锻炼的 说不定武术动作都忘记了 到时候开拍了 怎么教其他人 这几个动作做来看看 听到林铁柱的话 七人一愣 心想这是新老板 要检查他们的业务能力 不过这些人根本不慌 因为林铁柱给的动作 对于武术指导来说 实在太简单 一个门外撼懂什么武术 很快 七人陆续示范完动作 本以为都能得到林铁柱的认可 可没想到 你 你 还有你 三个出来 林铁柱逐一点名 被教导的人出列 你们三个可以去人事部领词退信 什么 这 董事长 这什么意思 他们异口同声说道 林铁柱懒得理会他们 这三个人 连基础的动作都做不好 养着还有什么用 既然要弄个好点的电影 帮自己赚钱 林铁柱就不打算含糊 全部按照高标准来执行 你们四个 做一次凌空三连踢给我看 林铁柱又是说道 这一次四人脸色都尴尬了起来 林铁柱看他们一动不动 怎么了 其中一人如实道 董事长 这动作 我们不会 不会 林铁柱觉得有些可笑 你们是武术指导 凌空三连踢这么简单的动作 都不会 第八十章 新的武术班底 简单 听到林铁柱的话 四人心里不由地吃笑起来 这新董事长 不会是武侠骗看多了 脑子都看出水来了吧 那些动作看过去容易 真正要做起来 如果没有武术根基根本难如登天 尤其是凌空三连踢这种高难度动作 看到四人的模样 林铁柱想想 还是把这些就班底全换了算了 那你们也走吧 林铁柱话音刚落 七个人同时脸色不满起来 这人有病吧 上来就吵人犹豫 他们怎么肯轻易放弃这里的工作 天地娱乐这些年 都在用那些小鲜肉拍戏 所以 动作戏都是摆拍一样 他们去剧组 也是多数走个过程 瞎几把说几句而已 反正最后出来的效果就算不好 观众骂的也不是他们 可现在 林铁柱居然要吵了他们 董事长 你可能不了解武术指导 我们这几个人的专业性 在业内已经很不错了 林铁柱挑了挑眉 没有说话 另一个人继续道 是啊 你开了我们 上哪里再去找武术班底 我听说董事长 马上有一部武侠剧要开拍了 听到这话 其余几个人顿时觉得 自己不可或缺了 连说话的态度都硬气了不少 董事长 你不懂行没事 到时候新电影开拍 由我们来指导 帮您满意 是啊是啊 这七个人嬉皮笑脸 似乎直接把林铁柱 刚刚要开除 他们这件事给忽略了 我不懂行 林铁柱笑了 可七个人看 既然把话说开了 索性也不装了 董事长 不瞒你说 你刚刚说的动作 就没几个人会的 对啊 董事长不信你出去找找 根本找不到会 凌空三连踢的人 林铁柱笑了笑 正准备说话 这时门外连续传来了几道脚步声 铁柱 我们来了 古物馆的人陆续走了进来 看到这群人 各个魁梧见状 武术指导 刚刚找林铁柱理论的气焰 顿时没了 董事长哪找的这些人 不知道呀 看过去像是练家子 林铁柱向馆长打了个招呼 浩南馆长 林空三连踢难不难 林铁柱忽然问道 陈浩南笑了 你这话说的 那不是家常便饭吗 对了 你叫我们来做什么 他说着 看了眼周围的环境 刚刚从天地娱乐上来 陈浩南和古物馆的兄弟就在纳闷 铁柱怎么约他们到这么高级的地方 有好处当然要想着兄弟 我打算给你们安排个工作 林铁柱走到陈浩南面前 我准备拍个武侠电影 请你们当武术指导 没问题吧 电影 古物馆的人瞬间来了兴致 这个时代 谁没几个武侠吗 只不过 法治社会 现在不允许了 加上他们 即便有一身武艺 可也没有施展拳脚的舞台 林铁柱当然知道 古物馆的人有多强 而他现在 正好就有一个舞台 铁柱 你可以啊 都能拍电影了 陈浩南激动得到 当初林铁柱在古物馆的时候 身上连两百块钱都没有 可现在 林铁柱显然已经不一样了 陈浩南眼里没有极度 反而充满了祝福和欣慰 刚好有这个机会而已 做不做 做 当然做 林铁柱瞥了眼原来的武术指导班底 陈馆长 介不介意帮我示范 一次凌空三连梯 第八十一章 陈馆长 帮我教教下属 嗯 这有什么难的 陈浩南看了眼周围 这办公室是真的大 他大胆的弹跳起来 整个人气势爆发 回屋的身躯 似乎瞬间变得很是灵巧般 在空中连续踢了三下 似乎还觉得不过瘾 顺便又一个凌空横扫 这才平稳的落地 怎么样铁柱 林铁柱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七个武术指导 你们觉得呢 那七人脸色阴沉到了极致 现在才知道 林铁柱根本早已经找到高手来替代他们了 董事长 这种表演和武术对招可不一样 是啊 武打戏讲究的是实战和对招 凌空踢这种 掉个威亚就能做到 所以我们一般不练的 林铁柱会心一笑 那行实战完完 陈馆长 正好帮我教教下属 陈浩南没有迟疑的点头 打架而已 家常便饭了 林铁柱看向武术指导 你们要是能打伤这位 我不但不吵你们 还可以给你们每人十万 当然 你们也可以直接走 听到这话 武术指导眼前一亮 当即有人站了出来 那就得罪了 他话音未落 直接冲向陈浩南 全是破绽 陈浩南满脸的失望 还以为林铁柱要找几个厉害的高手 给他练练手 比如 上次那几个军方的人 就挺适合练手的 可没想到 是这种货色 陈浩南瞬间一拳轰出 直接迎上对方的拳头 咔嚓 骨头断裂的声音传来 对方只觉得 整个手臂被折断一样 连连倒退了几步摔在地上 其他人也可以上 谁伤了我这位朋友 每人十万 林铁柱淡淡开口 剩下的六人健壮 想都没想 全都冲了上去 然而 砰砰砰砰 十秒都撑不到 七个人全部倒地 看到陈浩南还意犹未尽 七个人吓得连滚带爬跑了 铁柱呀 你这些人 还得再练练 不用练了 我没时间养先人 林铁柱指着杨青三人 派个女教练 帮我特训他们 陈浩南点头 我叫我师妹过来 什么时候开始 随时 你们今天的入职安排 我让人事不准备 林铁柱的话 让陈浩南几人当场一愣 他们本来以为林铁柱 只是介绍他们过来工作 可现在看样子 林铁柱是直接请了他们来工作 他就是老板呀 你们三个跟着他们去 听到林铁柱的安排 邱依依三人咽了咽口水 只觉得 这群五大三粗的人 好恐怖呀 好 杨青第一个点头 他可以感觉到 林铁柱对于这部戏的态度 演员的训练 污指的要求 都比以前圆镜的标准 高了好几倍 这样的老板 才有可能造出好看的电影 而他 正是需要这样的老板 见杨青点头 其他两人也只能同意了 林铁柱让女秘书 带鼓舞馆的人 熟悉一下地方 等林铁柱解决完所有事情后 他才发现 欧宁还没走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在等你 给我安排角色呀 林铁柱一脸黑线 你刚刚没看到 想拍戏要先特训 欧宁全程看着当当的一切 逞强道 特训就特训 林铁柱 我相信你这部电影 一定能大卖 希望吧 林铁柱看欧宁不死心 也让他跟着陈浩南去了 林铁柱你等着 我不会被你小看的 等欧宁走后 办公室里终于清静了下来 林铁柱刚想研究 原近留下的平板 这时电话响了 接通之后 电话那头传来欧红的声音 林总裁 今晚有空喝一杯吗 我有个闺蜜也想见见你 我们在花钱酒吧 第82章 气质女人 欧宁居然主动约我 林铁柱想着 现在天地娱乐的情况 说不定是欧宁想要了解一下 他上任第一天的见闻 行 不过我不能待得太晚 晚上我还有饭局 林铁柱想的是沐天月的那一顿 既然答应了和沐天月回去 跟沐云山吃饭 就得遵守承诺 而且估计 现在沐家已经在准备了 林总裁贵人事忙 没关系 我们就聊慧天 行 欧董事长地址发我吧 挂掉电话 林铁柱继续琢磨圆镜的平板 这里面的系统经过加密 普通的方法根本打不开 早知道跟夜雕都学学黑客技术了 林铁柱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破解 等找机会去一趟监狱 让夜雕帮他破解算了 这东西 圆镜藏得这么隐秘 大概率里面有海神组织的资料 海神组织又被称为世界底下的财神 说不定这里面的资料 可以值不少钱 林铁柱想着将平板锁了起来 离开天地娱乐之前 他去看了一下陈浩南那边的情况 他们位于天地娱乐20楼 在林铁柱所在的顶层往下一层 这里专门设立了健身练武的地方 不过以前基本上是荒废的状态 只是现在 由于陈浩南等人的加入 热闹了不少 尤其是三大女星 加上一个青春活力十足的欧宁 非常细经 正好林铁柱到来的时候 肖伯也跑了过来 不为别的 只因为之前林铁柱答应过肖伯只要能拉到欧宏 一起收购天地娱乐 第一部戏 他会给肖伯当男主 老大 就是在这里训练 肖伯满脸的期待 林铁柱扫了眼 他若不禁风的身子骨 微笑着点了点头 对 陈管长 林铁柱喊了一句 陈浩南走过来 看到肖伯有信心吗 有 抬头看着身材健壮的陈浩南 肖伯下意识地点头 虽然他也不知道 陈浩南问的是什么信心 那就行了 林铁柱意味深长的一笑 拍了下肖伯 电影开拍前 你就在这里好好练 说完 在肖伯一脸猛逼的模样下 林铁柱禁止 离开了天地娱乐 他知道 接下来的时间里 肖伯会非常 惨 林铁柱手机里 收到了欧红发来的地址 坐上公交车 半小时后 林铁柱来到了花钱酒吧 这里是地城最高级的酒吧 因为贵 所以里面的人 一般社会地位也不低 花钱 花钱 真会起名字 林铁柱淡淡一笑 在门口包了卡位号码之后 直接被服务员带了进去 很快 林铁柱就看到 欧红坐在一张真皮沙发上 身穿一袭红色短裙 虽然并不算暴露 但因为 她的身材太好 裙子依然勾勒出了一条惊人的曲线 那裙摆下方 露出性感白皙的大腿 还有那柳丁的高跟鞋 风韵十足的女人 和白天的打扮 差的有点多呀 林铁柱挑了挑眉 目光又是落在 是一件黑色衬衫搭配宽松的黑色裤子 倒是显得和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 但女人此时正拿着酒杯 轻轻摇晃手里的红酒 那种优雅的感觉 让林铁柱觉得 这女人的年纪比欧红小一些 快过去只有三十出头 但气质一流 甚至社会地位 说不定也不比欧红低 林铁柱正想走过去 却看到有两个男人 斯文败类的样子 上来跟欧红说些什么 可欧红的脸上 却是露出了不悦 很快 那两个男人被一群黑衣保镖围上 林铁柱这才发现 欧红今天身边带了不少保镖 喝个小酒带了这么多人 她有些诧异 不过却留意到 那位气质女人使了个眼色 保镖才停下动作 两个斯文败类 当场落荒而逃 原来是她的人 林铁柱嘴角一扬 看来自己猜得没错 这女人也不是简单的人物 这就是人脉的好处 认识一个欧红 就能结识和欧红同等级的其他大人物 不断地增强自己的人脉 能够让自己站得更高 这是苍狼教她的道理 林铁柱走上前 本来正准备打招呼 却忽然眼前一黑 看到那几个保镖 居然把自己拦了下来 我来见个朋友 林铁柱摸了摸鼻子 看到保镖并不买账 难不成是把她和那两个斯文败类 当成同伙了 可 林铁柱干咳了一声 那个能不能让让 几个保镖刚被气质女人骂了一顿 把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过去了 现在看到林铁柱来 而且林铁柱还是一副俊朗的模样 当下就把她算成了同类 滚 保镖冷声道 林铁柱无奈一笑 如果不滚呢 那就打得你滚 保镖话音刚握 一手向着林铁柱抓来 嗯 林铁柱挑了挑眉 刚好很久没打架了 拿你们热热身也不错 瞬间林铁柱同样五指成爪 向着保安伸过来的手臂一抓 强大的力道袭来 出手的保镖当即眉头一皱 练家子 他不敢再怠慢 正准备挥出第二招 可下一刻 他的手臂传来剧痛 那时林铁柱以四瓶力道 直接把保镖的手臂往下一甩 砰 保镖连第二招都来不及出手 整个人已经被摔在了地上 打斗的声音传来 也是吸引了欧红和气质女人的注意力 住手 欧红当即喊道 又是看了眼气质女人 这几个人夹起来 也打不过林铁柱的 气质女人微微一笑 原来他就是林铁柱 第83章 但台素心 他吩咐道 让他过来 其余正准备出手的保镖 立马停下了动作 林铁柱一脚跨过倒地的保镖 静止来到两人面前 看来 我得换一身贵一点的衣服 不然走到哪都被当成流氓 林铁柱自嘲地说着 欧红扑呲一笑 整个人韵味十足地 白了林铁柱一眼 没想到林总裁还挺幽默的 不过就算穿得再贵 也没有用 因为我这个闺蜜 有太多的人想靠近他的身 所以 他的保镖会比较偏激一点 欧红的话也是在给气质女人解释 林铁柱闻到了两个女人身上的酒味 看来在他来之前 他们已经喝了不少了 尤其是欧红 脸上都已经有了微醺的红润 偏偏这样的状态下 显得他更加诱人 这位是 林铁柱看向那位气质美人 对方微微一笑 伸出了手 淡台肃心 你好 林铁柱 你好 林铁柱也是礼貌回应 还没等他说话 淡台肃心便再度开口 我很好奇 能让我这个闺蜜还有欧宁都赞不绝口的男人 是什么样子的 淡台肃心 上下打量着林铁柱 丝毫没有任何的胆怯 这就是成熟女人的特征 比起那种动不动就害羞的小女生 这些成熟女人 能够毫不忌讳地 让男人知道他们的狼性 甚至 一旦他们表现出对男人的感兴趣 那种诱惑力是致命的 现在的淡台肃心 身上就有这种诱惑力 仿佛把林铁柱 当成猎物一样看待 可 林铁柱的一声干咳 才让淡台肃心收回了目光 挺帅的 身材也不错 淡台肃心说完 又是推了推欧宁 我这闺蜜 看男人的目光一直都不好 没想到这次还不错 说完 连欧宁脸上都不好意思起来 你在胡说什么呢 淡台肃心微微一笑 又是看向林铁柱 我这次想见林铁柱 主要是想感谢林铁柱 感谢我 对 抗癌药的事情 现在由牧师集团和大罗科技一起生产 我听说牧师集团那边 是林铁柱全权负责的 而抗癌药的价格 原本大罗科技的定价 比现在高了几倍 淡台肃心 依然毫不掩饰 自己对林铁柱的欣赏 他的目光在林铁柱身上游移 微张的嘴边 还有淡淡的酒 是林先生把抗癌药的价格打了下去 我替大厦百姓感谢一下林先生 林铁柱听得一脸猛逼 这女人是谁 为什么要替百姓感谢自己 为什么她知道 抗癌药的这么多细节 林铁柱双眼微眯 看了眼对方的未来一小时 结果都是在酒桌上和她闲聊 并没有任何关于这女人的信息 林铁柱收回了目光 知道这女人是故意隐瞒身份 不过 她一定是个大人物 还有一件事 为了表示感谢 我邀请林先生来一个地方 淡台肃心说完 脸上露出一抹干练的神情 林先生有兴趣来吗 有 林铁柱也是点了杯酒 一边点头 行 到时候我会将邀请韩发网 牧师集团副总裁办公室 还是 你最近都会在天地娱乐 看来淡台肃心 知道自己所有的事 林铁柱笑了笑 天地娱乐吧 行 见淡台肃心和林铁柱 把正经事说完 欧红叹气了一声 我的好闺蜜 这么快就和林先生打成一片了 不像我 说完 她的眼神哀伤起来 又是喝了一大口红酒 我的命就苦了 栽在那种男人身上 今天如果不是林先生 我估计还被她监视着 林铁柱听得出来 欧红说的 应该是她前夫的事情 我都替你解决了 过去了 淡台肃心微微笑着 轻描淡写的一句 却让林铁柱大有深意的低头 喝着手里的酒 林铁柱在想 这个女人说的解决 是怎么个解决法 杀了欧红的前夫 还是找人打了她一顿 从淡台肃心的话里 可以肯定 欧红的前夫 恐怕以后都不敢来找欧红了 幸好有你 这个好闺蜜 老娘才没人敢欺负 欧红说着 搭在了淡台肃心肩膀上 来 好闺蜜喝酒 两个人互相灌酒起来 看着这两个性感大美女 越来越醉 林铁柱可以留意到 周围人的目光 也是纷纷聚集了过来 这小子真幸福呀 一下泡了两个富婆 你怎么知道 人家是富婆 你没看他们 带了那么多保镖吗 没想养得起这么多人 有道理 我看他们身上穿的衣服 那个红色裙子 好像是最新款 一手价要十万呢 他旁边那个女人 手上的表才是最贵的 如果是真的 至少八百万 死 周围人的声音 与吵杂的酒吧音乐 混在一起 普通人听不到 但是林铁柱 自从踏入四品之后 听声变味的能力 就有了更强的突破 这些声音 全部被他收入耳边 现在他才知道 这两个女人身上的穿戴 都比一套房子还贵 果然 贫穷限制了自己的想象 想起自己卡里的五千多万 本来林铁柱 以为他已经算有钱了 但是在这些真正的大佬面前 那五千万 果然连个屁都不算 单屏幕天悦 拍卖回当晚 就能直接拿出十个亿的现金 而袁静 则可以拿出一百亿买穷奇玉玺 欧宏的实力与袁静差不多 所以 一百亿也不算什么 至于淡台肃星 在林铁柱看来 比欧宏还厉害 恐怕他 才是真正的大佬 你找不到男人 但是你可以找个好女婿 淡台肃星忽然看了过来 是吧林先生 听说欧宁现在还在天地娱乐 他想跟着你拍戏 第八十四章 会长 闹着玩的 林铁柱淡淡说道 本来就对欧宁没什么好感 淡台肃星却是摇了摇头 欧宁那孩子我从小看到大 他的脾气说一不二 一旦成怒的事情 就一定会去完成 我看你甩不掉他了 说完 淡台肃星 又是瞟了眼欧宏 是吧 欧宁也没谈过恋爱 我觉得 倒是可以和铁柱试试 卧槽 林铁柱猛逼之际 欧宏 也是花枝乱颤的笑起来 那个丫头 铁柱可看不上 是吧 铁柱 没等林铁柱说话 欧宁又是看向淡台肃星 我看你可以 现在不是都流星姐弟恋吗 你胡说什么 淡台肃星没好气得到 可欧宁似乎久意上头 不管她的反应 拉着林铁柱问道 铁柱 你觉得肃星会不会太老了 啊 这特么让我怎么回答 林铁柱摇了摇头 不会 肃星姐正处于一个女人 最有魅力的阶段 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听到这话 淡台肃星愣了下 欧宁却是更加激动起来 连忙让出了位置 推着淡台肃星 直接把她和林铁柱拼在了一起 你们两个坐 我就不当电灯炮了 说吧 欧宁伏额 不行了 今晚喝太多了 我得走了 她想起林铁柱说过 要提前离开 现在不知不觉 都拖延了林铁柱一个小时了 铁柱呀 你不用管我们 你有事先走 欧宁说完 亮亮呛呛的离开了卡位 林铁柱和淡台肃星相识一看 都看出欧宁已经站不稳了 也是跟了上去 可刚刚站起来 淡台肃星就身体不稳 摇晃了一下 林铁柱见状 下意识地扶住对方 看来肃星姐也醉了 林铁柱淡淡说完 收回了目光 她刚刚顺便看了眼淡台肃星的未来一小时 如果没有洞察未来的能力 估计要被这两个女人给耍了 呵呵 林铁柱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送你们上车 她扶着淡台肃星 快步赶上欧宁 同时搀扶着两个女人离开 三人后方 保镖也是保持了适当的距离跟上 在他们离开后 酒吧里的其他男人 依然满眼羡慕 极度恨地看着出口 那小子厉害啊 一下把两个富婆都泡走了 吃毒食就算了 还吃了两个 我刚刚看过了 今晚全场最正点的妞 就是那两个少妇 没了 人家一个就全吃完了 散场 出了花钱酒吧 林铁柱将淡台肃星和欧宏 送上了车 铁柱 我们下次再找你出来喝酒 欧宏迷迷糊糊地说着 林铁柱十分绅士地 把她扣上了安全带 另一边的淡台肃星 本来想自己扣 但林铁柱的手很快 一手跨过她的身前 两个人四目相对 林铁柱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 这种气质美女的容颜 她的脸上有淡淡的妆容 身上散发着一股香味 在和林铁柱对望的时候 淡台肃星本能地别过脸去 那一抹侧颜带来的冲击力 却是让林铁柱更为震撼 这样的女人 听欧宏刚刚说的 居然是单身 而且连谈恋爱都不曾有过 好了 路上小心 林铁柱钻出了车 给二人关上车门 司机也是淡台肃星的人 适时的开车 身后的保镖们 则是乘坐另一辆车跟上 在车辆渐行渐远后 欧宏也是脸上恢复了清醒的状态 伸了伸懒腰 笑道 我就说吧 铁柱那小子品性不错 那件事 你确实可以让他试试 他的背后 始终是牧师集团 地城的资本 不太适合参与官方的事情 欧宏白了一眼 淡台肃星 是不适合 还不是你这位会长大人一句话的事 花钱酒吧门口 林铁柱会心一笑 似乎车上的一幕 他之前已经见过了 欧宏叫他会长 林铁柱猜测了淡台肃星的身份 但这个身份太大 太可怕 那尊大人物 不属于地城 他来自下都 但是如果他想的话 轻轻踩一脚 地城都会抖上几斗 可就是这样的大人物 居然会主动见自己 林铁柱觉得奇怪 会不会是自己猜错了 思索之际 牧天月来电 林铁柱 你现在在哪 要张叔过去接你吗 想起今晚答应了牧天月 要去牧家吃饭 行 我现在在花钱酒吧 牧天月皱起眉头 酒吧 你又去跟哪个女孩子玩了 林铁柱没心没肺地说道 两个 呃 也不算是女孩子 应该是真正的女人 牧天月 他轻哼了一声 还真正的女人 自己不也是真正的女人 怎么不见你来找我去酒吧 牧天月心里想着 嘴上道 那你在那里等着 张管家很快道 行 林铁柱挂了电话 在路边收到了牧天铃的信息 牧天铃 老大 我查到了 是谁打我爸妈了 第85章 牧家邀请 这小子还挺孝顺的 林铁柱心想 不过没有问牧天铃动手的人是谁 林铁柱 你想怎么做 牧天铃 我现在 带人去找他们算账 爷爷叫我回去吃饭 老大你和爷爷先吃 我一会就回去 林铁柱简单的回了一句 搞不定就打给我 便放下了手机 因为张管家已经到了 坐上张管家的车 来此了牧家山庄 牧家位于地城的富人区 此时 牧云山和牧天月 已经站在山庄门口 亲自出来迎接 身后的十几名庸人 也是严阵以待 林铁柱下了车 看到这一幕 还是心头一暖 这阵仗足以说明了 牧家对自己的尊重 铁柱呀 上次我听天月说 你送了他回来 都不进来 和老头子我叙叙旧 牧云山亲切地说着 直接拉着林铁柱进了大门 旁边的牧天月 无奈一笑 怎么觉得 爷爷对林铁柱 比对自己还轻 林铁柱坐了下来 看到牧家在场的 只有牧云山和牧天月 虽然旁边 站着张管家等人 但桌子上 还是略微显得有些冷清 牧安逸和薛敏不在 是因为还在秘密住院 牧天灵不在 是因为去报仇了 而牧舒曼也不在 林铁柱猜想应该和上次 牧天月的事情有关 不过他不在也好 林铁柱眼不见为敬 铁柱来 先吃菜 牧云山提醒道 又看了眼 坐在林铁柱身边的牧天月 天柱最近忙 你也不多帮帮他 快点加菜 听到牧云山的话 牧天月连忙夹了一根 帝王蟹腿过来 再瞟了林铁柱一眼 快点吃吧 不然我都快被爷爷赶出去了 哈哈 林铁柱下意识地笑了出来 没想到一向高高在上的牧天月 也有这么委屈的时候 你还笑 牧天月白了他一眼 自顾自地吃起来 两人对面 牧云山继续开口 满脸的欣慰 我果然没看错人 大罗科技的事 还有天地娱乐 铁柱你 才进公司几天 却干了两件大事 让牧师集团上上下下 都刮目相看 牧云山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 应该的 毕竟我拿了工资嘛 林铁柱一本正经地说道 打工仔的职业操守 他还是懂的 可牧云山却不这么看 你的工资配不上 你为牧师集团带来的效益 我已经和天月商量过了 抗癌要发售之后 我想从我那里 转一部分股份给你 听到这话 林铁柱也是一愣 算下来 牧云山现在就是他的老板 但是 这老板花的饼也太大了 上来就送股份的 我爷爷可不是画饼 牧天月轻轻说了一句 似乎看穿林铁柱的心思一样 毕竟这家伙 本来就很贪财 所以牧天月知道 林铁柱的弱点 继续道 爷爷是真的想把你 留在牧师集团 所以绝对不会亏待你 意思就是 给股份的事情是真的 那就谢过老爷子了 牧云山慈祥的一笑 先别急着谢 抗癌要和天地娱乐的是 老头子还等着你 交一份完美的答卷给我 到时候 也好堵住公司 和牧家那些人的嘴 林铁柱不解他的意思 牧云山直接道 到时候 你和天月结婚 他们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此话一出 牧天月的俏脸 瞬间红了起来 爷爷你胡说什么 我还胡说 你这丫头连续两晚 都不回家 还不是和铁柱在一起 我 牧天月无力反驳 只能低着头 假装在吃饭 林铁柱更加是尴尬的 在原地不知所措 打架装逼他在行 可现在的局面 怎么有点像是 相亲见家长呀 铁柱呀 天月是我看着长大的 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这个你放心 你是他第一个 带回家的男人 牧云山接着道 可林铁柱越听 越觉得这种对白有点熟悉 怎么好像之前 淡台肃星 也是这么介绍欧宁的 感情他今天 连续相亲了两场了 铁柱 你之前谈过几次女朋友呀 牧云山顿了顿 除了上一段 显然是直接忽略了 穆舒曼的事 这让林铁柱无奈一笑 看来这个老爷子 已经知道 他和穆舒曼的事了 没了 林铁柱一本正经的回答 我上一段也没谈多久 根本不知道情味何物 说完 他看向穆天月 直到遇到天月 我才知道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这两句话 听得牧云山和穆天月 一愣一愣的 好 很快 穆云山反应过来 铁柱呀 你今晚就留在这里 刚好天气冷了 天月的房间需要暖床 林铁柱 穆天月 现在的老人家 都这么开放的吗 正当三人谈婚论嫁的时候 一道笑声从门口传来 爸 我回来了 众人向门口看去 只见两女一男 已经站在了门口 其中一个女人 正是穆舒曼 而另外一个女人 看过去有四十岁以上 但模样端庄有气质 眉宇之间 还和穆舒曼有些相像 另一个男人 不管年纪还是长相 都和穆安逸 有几分神色 第八十六章 穆安国 安国呀 穆云山脸上露出一道笑容 神情也是激动地站起来 穆安国见状 连忙赢了上去 爸您别站起来 孩儿不笑 桑国的事 耽误了这么久才回来 穆安国满脸歉意 坐在了穆云山旁边 两个人交谈起来 穆舒曼的声音 也在此时 从林铁柱身后传来 铁柱哥 唐姐 穆舒曼满脸愧疚地低着头 唐姐 我对不起你 林铁柱挑了挑眉 不知道穆舒曼 是要搞哪一出 穆天月 也是吸引力 被穆安国吸引 那是他的叔叔 可没想到 穆舒曼居然在这个时候 突然跟自己道歉 没等穆天月说话 另一边的穆安国 竟直走到穆舒曼面前 啪 瞬间多了一道巴掌印 安国 你这是做什么 穆云山不解地问道 穆安国长叹一口气 爸 这死丫头 对不起天月啊 有个叫张丽的女人 是这死丫头大学同学 这个张丽 跟周家那个周应龙好上了 他之前跟铁柱 还有天月有些过节 没想到张丽为了报仇 敢对天月下药 说吧 他指着穆舒曼 这个死丫头 明知道天月有危险 居然没有马上报警 反而打电话 问我怎么办 穆安国满脸 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继续道 我当时在桑国洽谈公事 没收到他的电话 幸亏后来天月没事 他又是看向穆天月 天月啊 听说张丽被关进去了 你没受委屈吧 这几句话落到穆天月 和林铁柱的耳朵里 二人四目相对了一眼 都明白了穆安国的用意 穆舒曼 岂只是这件事的旁观者 如果张丽是主谋 那穆舒曼就是帮凶 结果 穆安国几句话 就把穆舒曼的责任 推得一干二净了 加上他开场 还打了穆舒曼一个大巴掌 这让穆天月一时间 根本怪罪不了穆舒曼 我没事 穆天月淡淡说道 穆安国这才松了一口气 爸 这死丫头你说该怎么处置 他走到穆云山面前 还拉着穆舒曼跪下 见到穆舒曼在地上哭泣 穆云山也是心软起来 这件事 我怎么没听天月提过 穆天月如实道 我没事 只是不想爷爷你担心 就没说 你这丫头 穆云山叹气道 那个女人已经关进去了 但是舒曼 你不应该对你堂姐见死不救 穆安国也是点头 还不滚进去房间 等会再收拾你 听吧 穆舒曼从地上站起来 捂着脸上了楼 消失在众人视野里 穆舒曼的母亲秦瑶 也在此时出来打圆场 这丫头自幼胆子小 也怪我们一直在外发展家族产业 没空陪在他身边 秦瑶看似在指责穆舒曼 实际上言语里都透着 要帮穆舒曼说话 爸 天月 我带舒曼向你们道歉 穆家人团结一心 应该互相帮助 舒曼这次 确实让穆家丢人了 听到这话 穆天月也知道 这件事 不能再继续追究了 我没关系的审善 穆天月说完 穆云山还没说话 就在这时 张管家的电话忽然响起 张管家尴尬的干咳了一声 不好意思 他拿出电话 本来想要按掉 但忽然发现 这不是穆云山的手机 一直由他保管罢了 而上面的来电 居然是穆天灵的 天灵少爷今晚不是约了朋友 所以才没来家业吗 张管家心想 按掉了电话 正准备给穆天灵回复信息 毕竟现在穆家的情况 不太适合他说话 可没等消息发出去 穆天灵很快又打来了 这 想了想 张管家还是把电话交给了穆云山 老穆董是天灵少爷的电话 穆云山还在气头上 见到穆天灵这个不孝子孙的电话 冷冷的接过 说 爷爷 救我 第87章 追杀穆天灵 电话里传来穆天灵的求救声 穆云山可以听出 穆天灵此时充满了恐惧 你在哪里 地城大南洋道 我即将上高速了 后面有好几辆车追我 他们会杀了我的 穆天灵声嘶力竭地喊道 爷爷 快救我 对了 我老大在您旁边吗 穆云山不知道穆天灵的老大是谁 只是当即向张管家吩咐道 派人去大南洋道 救天灵 不管怎么说 穆天灵都是穆家第三代唯一的男丁 穆云山虽然平常看不上他 但也不可能见死不救 爷爷 穆家的人没有用 你让我老大爷一起来可以吗 你老大是谁 就是我姐夫呀 穆云山看了眼灵铁柱 又道 我知道了 说完 他挂掉电话 面色凝重地将事情告诉了众人 张管家已经火急火燎地跑去搬救兵 但是按穆云山对穆天灵的了解 这小子这一次 一定是惹上了连穆家都对付不了的人 所以他才想求助灵铁柱 但穆云山很疑惑 铁柱个人当然足够优秀 但是他势单力薄 为什么穆天灵会认为他比穆家更能救自己 铁柱啊 这件事你不必为难 毕竟是我穆家的事 穆云山不敢抢求灵铁柱去救穆天灵 可灵铁柱却是从中看出了端倪 他记得 灵过来穆家之前 他和穆天灵通过电话 穆天灵找到了打他父母的人 这次是偷偷去报仇的 现在显然 没有报仇成功 还被对方盯上了 周家的人 周应龙 还是周天策 灵铁柱双眼微眯 站起身来 老爷子 我也去一趟 不能保证能救回天灵 不过我会尽力 听到这话 穆云山满脸的感激之情 这是灵铁柱 不知道第几次帮穆家了 一旁的穆安国 也是看到了穆云山这副模样 很多年了 除了当年穆天月的母亲救穆室的时候 穆云山露出这副表情 他这个儿子 已经很多年 没见过父亲这般模样了 爸 我也跟着去 穆安国主动请英道 可穆云山却是看向灵铁柱 你需要吗 不需要 灵铁柱丝毫没给穆安国面子 带一个一把年纪的糟老头子干什么 爱手爱脚的 看出了灵铁柱眼神里的鄙夷 穆安国还想说话 可灵铁柱已经离开了穆家 穆天月见状 也是追了出去 给灵铁柱安排车辆 开我的 穆天月将麦巴赫钥匙 放在灵铁柱手里 满脸关切的道 其实你可以不必这样的 他担心灵铁柱出事 认为灵铁柱是因为自己 所以才去救慕天灵 只不过 灵铁柱还有其他考量因素 放心吧 回来等我过夜 听到灵铁柱挑逗的话 穆天月本应该生气 但这时 他却小声地点头 好 他知道自己这时候帮不上灵铁柱 只能用这种办法 希望灵铁柱能小心一点 安全归来 灵铁柱嘴角一扬 跳上麦巴赫 轮胎与地面快速摩擦 灵铁柱马力全开向大南洋道去 与此同时 大南洋道 一辆兰博基尼 正在高速行驶 此时已经是夜晚 大南洋道的车辆并不多 远远可以看到 兰博基尼后面 跟着三辆同样高速追赶的车 那是三辆军用车 这小子偷听到了我们的话 将军让我们干掉他 放心 他跑不了 穆家的人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连将军的对话都敢偷听 等下弄个意外什么的 杀了算了 今晚又要见血了 军用车正在相互通讯 眼看着军用车追上来 兰博基尼驾驶位上 穆天灵面色凝重 满脸的恐惧 他以为打伤他父母的是周应龙 他以为这次报仇 只是富二代之间的战斗 可没想到 他带去周家找查的人都被杀了 连他自己也听到了一些 不该听到的秘密 周家何军方 马德 我不想知道呀 穆天灵想死的心都有了 早知道让自己父母 白白挨打算了 现在可好 自己马上要被追上了 那群人敢杀他带去的小弟 就一定敢杀他 甚至连穆家都拦不住 否则他父母也不会被打了 爸 妈 孩儿不笑 不能给你们送终了 穆天灵欲哭无泪 即便兰博基尼已经展开全速 但身后的军用车 似乎是经过改造的 速度居然比他的跑车还快 砰 一声巨响 在车尾传来 穆天灵不用看都知道 那是军用车在撞击他的车 混蛋 欺人太甚 我跟你拼了 穆天灵怒吼到 一个方向盘转弯 从高速又转入隧道内 呼还好跑得快 看着一辆军用车 被自己甩开 穆天灵这才长松了一口气 可下一刻 他瞪大了眼 只见兰博基尼前方 两辆军用车 并排挡在他面前 哄 三车对撞 兰博基尼被撞停 引擎盖燃烧起火焰 穆天灵没有迟疑 连忙开车门 准备往后跑 可车后面 那被甩开的军用车 也追了上来 车灯射在穆天灵的脸上 刺眼而夺目 他用手臂遮住额头 勉强看到了军用车上 走下来三个人 身后的两辆军用车 也有五个人跳下来 前后加戒 第八十八章 以一敌八 穆天灵双腿一软 当场跪在地上 大大大大哥 我什么都没听到啊 可前后一共八个人 同时露出了吃笑 有没有听到 根本不重要 他们要做的事 凝错杀一百 不放过一人 动手 其中一人上前一步 手里瞬间多了一把短刀 寒芒在穆天灵眼前出现 穆天灵死死咬牙 干脆一鼓作气跑路 可他还没走几步 另一人直接一个飞踢 不偏不移 打中穆天灵面部 砰的一声 穆天灵整个人倒在地上 满脸是血 那人细血地看着 在地上哀嚎的穆天灵 上次穆家不是有个挺厉害的 害我兄弟断了个胳膊 那小子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对方说着 另一个身穿军装的人上来 他的左臂只剩半截 此时 正目光冰冷地看着穆天灵 一脚踩在穆天灵的手臂上 那个王八蛋在哪里 听得出 这些人是要找灵铁柱 穆天灵吐出嘴里的血 凭你们 也想找我老大报仇 告诉你们 他一个人就能灭了你们全部 断臂男子双眼微眯 脚下的力道更强 剧烈的痛楚 传达到穆天灵的手上 他压了一声 整个人面容扭曲起来 马德 要杀药寡西听尊便 今天老子 栽在你手里 我认栽 但是我老大一定会给我报仇 你们也得死 穆天灵还在嘴硬 对方显然已经没了耐心 接过同伴的短刀 我宰了你 再去宰了那小子 说话 断臂男子手中短刀 快速落下 穆天灵感觉到寒忙临近 当即闭上了眼 知道自己今天要死在这里了 可过了几秒 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穆天灵诧异地睁开眼 只见自己脸上 此时有两把刀刃正在碰撞 其中一把 挡住了要杀自己的刀刃 而握刀的人 正是林铁柱 老大 老大你来救我了 穆天灵声嘶力竭地喊着 林铁柱脸上抽了抽 懒得理会他 而是看向那几个高手 五个七品 三个六品 这个阵容即便是在下都 恐怕都可以到处耀武扬威了 更别说是地城这个小城市 只不过他们身上都穿着军装 林铁柱不用想 也知道是谁的人 是你 断臂男子当即认出了林铁柱的身份 眼神中瞬间暴涌出怒火 再度挥刀 直指林铁柱的喉咙 死 林铁柱平静地看着对方出手 看到那断臂 也是记起对方是谁 当初周天策就走周应龙的时候 这祸出来砍了一条手臂 替周应龙 只不过 你自己愚衷 关我什么事 看着对方 一副要干掉自己的模样 林铁柱笑了 手里的匕首 瞬间变化方向 向着对方的匕首迎上 争 争 两道金玉之声传来 林铁柱强大的力道 让断臂男子的虎口爆裂开来 同时 他再度出了一脚 在断臂男子还没反应过来的瞬间 一脚踢飞对方 瞬时又拉起木天灵 把木天灵扔到了一旁 啊 木天灵被摔腾在地 却根本顾不上伤势 而是看到林铁柱被八个人包围 老大小心 他们都有刀 话音刚落 只见其中七个人同时 出刀攻向林铁柱 那断臂男子身形站稳之后 也是再度出手 强横且斑驳的气径 夹杂在刀刃之中 煞时间将林铁柱四面八方全部包围 林铁柱挑了挑眉 一脚踩在地上 身形跃起的瞬间 凌空一脚在空中横扫 砰砰 躲开刀刃的攻势 林铁柱的这一脚 又是打中其中两人的脸 那二人退后 多了一道口子 林铁柱从这个方向跳出 刚刚站稳 可断臂男子竟然又冲了过来 他对林铁柱的杀意 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此时手中的短刀 直接对准林铁柱的心脏 同时强劲的角力在地上一踩 借助力道 换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 瞬间靠近林铁柱 四尺 三尺 两尺 一尺 林铁柱轻轻一笑 力度够了 可惜没用 他双手交叉 格挡在身前 在瞬息之间加住 对方的手臂 直接将对方的力道卸去 还没等独臂男子反应过来 林铁柱 又是整个人旋转起来 旋转的力道带动二人 以林铁柱为中心 断臂男子刹那间失去了平衡 魁梧的身躯 被林铁柱凌空转了一圈 最后摔了出去 砸在隧道的墙壁上 碰 鲜血淋漓 断臂男子瞬间昏死过去 其余人健壮 也是不敢再轻视林铁柱 这小子武功不弱 至少无品 比将军也不会逊色 一起上 不要给他逐一击破的机会 第八十九章 金刚不坏 你是四品 这些人显然在格斗上 也接受过高强度的训练 以至于他们判断 林铁柱实力的瞬间 就能做出应对策略 七个人分散开 却并没有马上攻击 而是在寻找林铁柱的破绽 甚至其中一人 手里 还伸进去口袋里 林铁柱双眼微眯 眼前的画面顿时变化 看到了对方的口袋里 有一个特殊的通讯仪器 只有拇指大小 上面的按钮 刚好用来打军方的代码 他在叫人 林铁柱收回目光 知道不能拖下去 此战即便他能赢 但一旦时间久了 还会有更厉害的高手出现 于是 林铁柱直接看去其余几人 他们的未来一小时出手情况 全部被林铁柱记忆下来 同时被他记住的 还有几人招式上的破绽 速战速决 林铁柱双眼露出一道金芒 先发制人 竟然直接朝着其中一人出手 那人倒退两步 做出防御的姿态 其余几人也是快速围了上来 可林铁柱的速度太快 以至于他们还没上来 林铁柱已经与那人过了几招 砰砰砰 那人一只手还在打通讯一气 另一只手根本挡不住林铁柱几招 两秒不足的时间 直接被林铁柱打中下巴 当场放倒 等其余六人围上来的时候 林铁柱已经再度拉开了距离 而那被林铁柱打的人 整个面容扭曲起来 似乎受了极为严重的伤 连视野都开始模糊 寸技 看似只是打中了对方的下巴 但竟然把对方的五官 甚至脑补都震伤了 其余六人快速判断出 林铁柱的厉害之处 这时 穆家的人也是赶到 张管家足足带了三十人过来 都是空手道 跆拳道 泰拳方面的高手 这些人并非军方出身 但在民间高手的行列里 已经是佼佼者的存在 林先生 看到林铁柱也在这里 张管家六位有些惊讶 他刚刚离开穆家的时候 没有看到林铁柱离开 可对方居然比他更快到达这里 难不成全程标了最高速度追上来的 太疯狂了 张管家稳定心神 找到穆天林的位置 率先派人上去救人 可他的人刚靠近穆天林 突然眼前一黑 只见一个军方高手 以极快的速度 出现在一个跆拳道高手的面前 后者还没反应过来 军方高手直接一拳打出 速度之快 超越了跆拳道所能反应的极致 哄 血剑当场 跆拳道高手 可出一大口血来 瞬间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其余穆家派来的人 当场吓了一跳 这群人是什么人 他们心神轰鸣 平常他们虽然受估穆家 但是解决的 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对手 当然游刃有余 可今天晚上 似乎不一样了 眼前这六个人 好厉害 可他们更震惊的是 其中两人 在他们到来之前 居然已经昏死在地上了 而放倒他们的 似乎就是零铁柱 这小子 才是这里最强的 还愣着干什么 全部一起上 张管家喊道 穆家的人一拥而上 七号 十二号去对付 其他人留下 军方六人 快速出了对策 其中两人被喊到号码 当即冲向了穆家的人 零铁柱瞥了眼 很快收回目光 他松了松脂骨 一达八刚刚才麻烦点 现在只剩四个 那可以不用一一击破了 见到零铁柱的模样 带头的军方高手 皱起眉头 你想一达四 试试 零铁柱嘴角一扬 这一表情 让军方的人 顿时面色戒备起来 他们不是那种 看不清局势的傻子 零铁柱从刚刚的谨慎对战 到现在大开大合的准备出手 说明 对方有足够的把握 一达四干掉他们 一起上 军方的人 仿佛受到了侮辱一样 他们在镇国军里 也是高手中的高手 可居然被平民百姓给小看了 砰 其中一人 已经和零铁柱对上招 其余三人见状 也是配合度 极大的冲了上去 拳头与脚法 仿佛成了一道道残影般 在零铁柱面前不断变化 可零铁柱的神情 却是越发平静下来 自从踏入四平 他只感觉 这些人的出手速度 越来越慢 他们慢 那就代表零铁柱 越来越快 砰 零铁柱五指成爪 在枪林弹雨般的拳头攻势下 接住其中一个拳头 什么 对方震惊之际 刚想要做出收拳动作 却见零铁柱的手指 像是钳子般 死死扣住对方 太慢了 零铁柱淡淡一笑 一脚顺发极致 直接踢中对方的肋骨 咔嚓 骨头碎裂的声音传来 零铁柱也是在此刻放手 任由对方飞出去 其余三人见状 变化攻势 分别从上 中 下三路 同时出手 攻向零铁柱 零铁柱双脚呈现马步状 坚硬如钢铁般的双脚 硬抗下路攻势 同时双手气静浮现 他从未来看到了对方的出手路线 都是破绽 砰 零铁柱双手同时出手 不偏不移 打中其中两人的胸口 气静与力道 打入对方体内 咔嚓 咔嚓 连续两声的断骨声传来 两人倒飞出去 只剩最后一人 在打中零铁柱小腿的瞬间 竟然惊觉自己的攻势 对零铁柱根本没用 金刚不坏 你是四品 第九十章 更强的对手 那人瞪大了眼 可眼前 一道巨大的手掌 向他面门抓来 速度之快 在他还没做出反击动作的时候 已经按住了他的面门 下一刻 强大的推力 将他整个人砸在地上 砰 剧烈的撞击声传来 四人全部被零铁柱放倒 而另一边 穆家的人同样哀嚎一片 这群黑带高手 数量是军装人的好几倍 可竟然打不过两个人 穆天灵看的眼睛都直了 一方面是 零铁柱的强大 另一方面 是自己穆家养的人 根本不堪一击 他被其中一个军装的人 像小鸡一样抓起来 张管家想上来帮忙 也是被另外一人一脚踢飞 张管家趴在地上吐血 估计肋骨也断了几根 找死 对方还想再补一脚 可突然眼前一黑 两只手近视在他 脑袋前后一闪而过 那人还没反应过来 脖子已经被一百八十度转了过去 咔嚓 又一人倒下 抓住穆天灵的人 见到自己人都被放倒 第一次生起了恐惧 你 你到底是谁 他像见鬼一样 看着林铁柱 这个人以一己之力 打败了他们七个人 恐怕连他们的周将军 也没有这样的本事 我是谁 我叫穆安国 林铁柱一本正经的说完 四平五休的速度 陡然爆发 快得如同一道残影 直接一掌 打在对方面门 穆安国 那人倒了下来 林云倒的时候 还在呢喃这个名字 穆天灵一脸猛逼的 看着这一幕 穆安国 那不是自己的二叔吗 他回来了 不过 为什么老大要说自己是他 穆天灵想不明白 可现在死里逃生一样 直接扑在了林铁柱腿边 老大 你是我的亲爹啊 如果不是你来救我 我今天死定了 穆天灵的哀嚎声 也是让张管家 竭力的站起来 林先生 张管家面色苍白的走来 林铁柱看了他一眼 你先回去 这里马上还会来人 老大 我这次在周家 听到了一个大秘密 穆天灵还在兴奋的说着 却被林铁柱一把抓了起来 扔进了麦巴赫里 先闭嘴 走 林铁柱开车 快速离开这里 张管家不明所以 但马上听了林铁柱的话 带着自己的人离开 老大 他们不是 已经被你解决了吗 我们还跑什么 穆天灵满脸天真的说 早着呢 林铁柱没有解释 因为此刻 他的背后还是发凉的 刚刚在隧道里 他察觉到了一股气息 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 足以杀他的气息 幸好走得快 不然的话 一旦被对方追上 恐怕今晚他和穆天灵 都别想走了 四品巅峰 不 至少是三品 林铁柱判断道 与此同时 隧道内 一辆军用车停了下来 周天策冷漠地看着地上的人 这些都是他手下的精兵强将 可此时 全部被人放倒在地 伤得伤 死得死 是谁干的 周天策动容道 满腔的怒火 他走到断臂男人面前 是谁干的 只有断臂男人 当日在穆家 认出了林铁柱的身份 可他说不出话来 喉咙那微不可查的刀痕 已经在此时突然裂开 周天策将尸体放下 脸色更加阴沉了下来 一刀封喉 到底谁干的 另一边地上 其中一个情况好点的声音 沙哑地道 他叫穆安国 穆安国 周天策记住了这个名字 这时 军用车里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 周天策当即回过神 靠近军用车 站在那里敬礼 王老出手的人叫穆安国 周天策表情凝重地说道 善后 军用车后座 一位素衣老者 正在把玩手里的核桃 冷冷地留下两个字 是 周天策点头 随后老者那如鹰般的目光 便赫然盯着前方 东南方向追 军用车顿时加速冲了出去 远处本以为已经脱离危险的 灵铁柱二人 突然感觉到了背后强大的气场 妈的 灵铁柱骂了一声 再度加速 可穆天悦的麦巴赫 即便开了全速 也甩不掉身后的军用车 这车和其他的不一样 装的是官方的秘密引擎 灵铁柱当即判断出来 之前他就听赤英说过 真正的黑科技 都在官方里 包括芯片 包括各种车辆 其中 军用车里 就有一种特质的引擎 速度可以达到三万转以上 这种违禁品 根本是马路上的战神 老大 这什么车啊 木天临下的两腿发抖 从后视镜里 他可以看到 后面有一辆鬼魅般的车 正以至少三百马以上的速度追来 很快 快到根本不像是车 麦巴赫左侧 军用车已经追了上来 灵铁柱 也是看清了这辆车 通体漆黑 与之前周天侧 带来的青绿色车身并不一样 只是两者的模样一样 纳军用车后方 一个白发老者 缓缓抬起手 看得没看灵铁柱一眼 只是随意点出一指 下一刻 碰 灵铁柱快速躲闪 可再看自己的玻璃窗 上面多了一个手指大小的孔 枪 有人开枪 木天临心里妈妈劈起来 疯了吧 居然开枪了 不是枪 灵铁柱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 从玻璃窗那圆滑的切口可以看出 那是一种武功 纯粹以指力压缩气径 使气劲如子弹一样爆射出去 造成定点伤害的顶级武功 第九十一章 朱雀 好久不见了 灵铁柱知道自己不是对方之敌 开车潜入另一条道 可那军用车反应也是极快 再度尾随其后 车内 白发老者轻易了一声 居然被他躲开了 他那原本百无聊赖的脸上 多了几分兴趣般 对着灵铁柱所在的驾驶位 又是一指 又来 灵铁柱反应极快 整个人在座位上缩了下去 刚躲开的瞬间 只见头枕位置 又是多了一个孔 甚至那气径贯穿了驾驶位 还打在了前方的挡风玻璃上 咔 挡风玻璃上 再度多了一个光滑的圆洞 这 这什么啊 穆天灵全身站立 老大 这到底是什么人啊 军方的高手 至少是老将级别的 灵铁柱淡淡倒 对了 老大 我刚刚在周家 本来想找周应龙会起 没想到被我听到了周天策 和一个白衣老头的对话 灵铁柱瞥了眼后视镜 刚刚坐在军用车后坐的 不就是个白衣老头 这种高手 你怎么偷听到他们说话的 穆天灵哭丧着脸道 我找了十几个兄弟 在周家正门捣乱 弄了点动静出来 他们的听力被影响了 我自己偷偷从后门进去 本来准备烧了周家 没想到 想起自己死去的弟兄们 穆天灵眼泪流了下来 老大 我跟你说 那个周天策 想害死整个地城的人 你一定要阻止他 现在也只有你能阻止他了 穆天灵话音刚落 突然 麦巴赫车身失去了平衡 整辆车翻滚了起来 灵铁柱皱起眉头 车胎爆了 那老头射不中他 居然去射车轮了 还怎么阻止周天策 今晚恐怕他们 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砰砰砰 麦巴赫在地上连续打滚 穆天灵抓紧扶手 可随着周围的玻璃被撞击碎裂 他的脸上 还是布满了血痕 灵铁柱的情况 也并没有好多少 麦巴赫禁止撞在防护栏上 这才停了下来 灵铁柱没有半点迟疑 拉着穆天灵 跳出了车外 可正准备逃跑的时候 身前一道气质瞬间划过 灵铁柱当即退后一步 再慢半秒 这气质将打中他的胸膛 看来是不让我们走了 灵铁柱看向那缓缓靠近的军用车 司机跳下车 打开了后座门 一袭白衣的老者走了出来 穆天灵一看到对方 当即低声道 老大就是他 灵铁柱目光凝重地盯着对方 那老者也是看了过来 二人四目相对 灵铁柱突然感觉自己 被一股强大的气场包围 四品 老者平静的脸上 多了几分欣赏 如此年纪 就能达到四品 有没有兴趣当我的徒弟 他想起周天策 君神的徒弟 也只有五品左右 如果自己能有个四品的徒弟 岂不是能压过君神一头 老者说完 却听到了灵铁柱爽朗的笑声 你想当我师父 恐怕要先问我 他们三个人同不同意 他们是谁 老者淡淡道 两个人看似在交谈 可老者全程并没有收敛气场 似乎只要灵铁柱有一句让他不悦的话 他会立刻出手 你敢动我 他们很快 会来找你 灵铁柱表情沉堵地说道 他只能堵一堵 能不能唬住对方 正面硬刚的话 灵铁柱连一成打赢的把握都没有 说话的同时 他双眼一动 正在查看老者的未来一小时 可灵铁柱这略微的动作 却被老者发现 找死 老者不给灵铁柱解释的机会 手指瞬间抬起 一道气静在空中传出破风声 呼啸而来 对准的是灵铁柱的双眼 危急袭来 灵铁柱袖中一道青铜令牌滑落 正是苍狼给他的青铜令 危急时刻 按下青铜令 可保平安 灵铁柱正准备按下 可下一瞬 只见二人右侧 有另一道气静 以更快的速度射来 两道气静凌空碰撞在一起 哄 一声音爆回荡开来 老者双眼微眯 看向右方 神情第一次凝重起来 朱雀 好久不见了 第九十二章 那个东西 也配叫君神 朱雀 好久不见 白衣老者的声音传来 停下了手里 对灵铁柱出手的动作 灵铁柱收起青铜令 看向右方 那里 一个身穿红色包臀短裙 下方是雪白的大腿 和黑色长靴 高跟踩在地上 发出咔咔的声音 正在缓缓往这边走来 女人戴着半个面具 遮住了双眼 但那精致的鼻梁 和烈焰红唇 却难以掩饰她性感的一面 她就是朱雀 灵铁柱双眼微眯 查看了朱雀的未来一小时 这 为什么她会去那里 灵铁柱震惊不已 她看到了 让自己难以相信的未来 这时 朱雀的声音也是传来 堂堂郑国军六星王级大将 对一个小朋友出手 不合适吧 清零的声音回荡开来 带着几分冰冷和杀意 穆天灵已经躲在灵铁柱的身后 窃窃私语道 老大 怎么好像又来了一个大佬 不想死就闭嘴 灵铁柱警惕地看着两人 老大 等一下是不是会有大战 打不起来的 灵铁柱淡淡道 刚刚从未来 她已经看到了一切 只不过 还有一些对话 她想要再确认一下 朱雀 你已经被叛了郑国军很久了 老夫更奇怪的是 你这样自私的人 为什么会就这小子 白衣老者 目光毒辣地看向灵铁柱 这小子 他到底是谁 朱雀面具下的明眸 微微咪起 淡然地笑了 她的身份 不是你有资格知道的 我劝你悠着点 动了她 别说你了 就是你背后那位 恐怕也要寝食难安 谈笑间 朱雀已经站在了灵铁柱面前 用背后对着灵铁柱 老大 这是你的人啊 穆天灵这才意识到 这位新来的大佬 好像是来帮他们的 灵铁柱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朱雀那熟悉的背影 越发确定自己 刚刚看到的未来 朱雀 原来是她 白衣老者显然不相信朱雀的话 款款大笑了一声 穆天之下 还没有军神害怕的人 平塌 朱雀耸了耸肩 纤细的御手 搭在灵铁柱肩上 小鬼 你先走 没等灵铁柱反应过来 朱雀又是转向白衣老者 那个东西 也配叫军神 我看你们四大王将都老糊涂了 朱雀的话 带着几分讥讽 让白衣老者 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这个女人 还是一如既往的狂 好了 别废话了 朱雀勾了勾手指 雪白的下巴上 嘴角一扬 想打的话 来吧 花音落下 一股惊人的气场 从朱雀体内爆发 身后的灵铁柱和穆天灵 承受不住气场 当即连连退后了几步 灵铁柱的状态还能坚持 但是穆天灵 直接是脚底一软 跪在了地上 哎呀 穆天灵像见鬼一样 看着朱雀 老大 拉一下我 我走不动路了 他面色骇然地指着前方 朱雀连动作都没有 只是单纯的气场 居然能把他给弄跪下 这 还是人吗 穆天灵陡然间 都觉得自己穿越到了小说里的玄幻世界 现在他面前的 是两个绝顶高手 麻烦 灵铁柱一把抓住穆天灵的胳膊 两个人退到了安全区域 下一刻 白衣老者身上 同样爆发出惊人的气场 两股气场逐渐扩大 最终碰撞在一起 刚触碰的瞬间 只听得咔嚓一声 空气中仿佛出现了音爆声 碰碰碰 两道气场不断撞击 朱雀单手插在柳腰上 神情自若地看着前方 很快 在自己气场笼罩之后 那里已经再没有人 那个白衣服的怪物跑了 穆天灵愣正地看着这一切 刚刚发生了什么 高手过招 居然这么快的吗 老大 他们怎么不打啊 已经结束了 灵铁柱神情凝重地看着朱雀的背影 心中只能吐出两个字 好强 他比白衣老者强太多了 小朋友 夜深了 就快点回家 朱雀侧脸 看了眼灵铁柱所在的方向 留下一句话之后 也消失在了夜幕中 回过神的灵铁柱 来到刚刚二人所在的现场 这里 没有任何战斗的痕迹 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可那辆军用车 却留了下来 穆天灵好奇地靠近 刚刚就是这破车 我倒要看看 他是装了什么引擎 居然能跑这么快 可正当穆天灵上前的同时 灵铁柱 却是一个飞脚 把他踢到了后面 扑 穆天灵在地上疼的打滚 老大你干嘛打 我自还没出口 穆天灵当即听到了一声巨响 那军用车 爆炸了 第九十三章 灵铁柱的绅士之谜 滔天的火光熊熊燃烧 照亮了夜空 穆天灵缩了缩脖子 如果刚刚灵铁柱 不把他踢开的话 现在自己估计已经被炸死了 老大 你又救了我一命 穆天灵感激 剃灵地抱住灵铁柱的大腿 可灵铁柱没空里会他 只是目光落在军用车 和地上的裂痕上 刚刚朱雀和白衣老人 都释放了气场 那种东西 以他现在的功力 还达不到 但是灵铁柱却发现 这气场 似乎不只是唬人用的 它还有杀伤力 地上的裂痕 就是之前两道气场 碰撞的交界点 把地面都阵裂了 而那军用车所在 也是白衣老者消失的地方 是他跑了之后 朱雀的气场 打在了军用车上 才引发了爆炸 灵铁柱心里思索着 对于武道 有了更强的渴望 他只有四品 对于普通人来说 已经是不错的战斗力了 但是在遇到 这些顶级高手的时候 四品的实力 根本不够看 如果能达到 那个朱雀的实力 我或许就能知道 自己父母是谁了 灵铁柱忽然有了 这个想法 奶奶不曾告诉过 他父母的信息 监狱里那三个怪物 显然也认识他的父母 否则不会 全心全意地教他本事 可他们也是守口如瓶的人 想要知道自己的身世 他就必须变得更强 强到可以和这些人比肩 可以让他们无法再隐瞒自己 那时候 他才有资格知道真相 老大 你怎么了 没事 灵铁柱收回思绪 带着沐天灵 也是回了沐家 沐家山庄 沐天月在门口 早已经徘徊了许久 自从张管家杀鱼而归 告诉了他当时情况的惊险之后 沐天月就知道 这次沐天灵惹上的人 没那么简单 不只是沐天月 连沐安逸和薛敏 也已经从医院跑了回来 天月啊 你说 你说铁柱他到底 能不能把天灵救回来啊 薛敏声音颤抖地问着 焦急得还在踱步 看沐天月沉默不语 薛敏又是看向张管家 张管家 你怎么不继续跟着啊 夫人 这次追杀天灵少爷的人 恐怕不是我们沐家都对付的 张管家如实地说着当时的情况 几十个武术高手 他们放出去外面 个个也都是教练级的人物 可居然被两个人放倒了 那两个人 沐家都对付不了 何况那样的人 他没记错的话 当时一共有八个 现在只能寄望于林先生了 张管家无奈地说着 林铁柱 我们之前那么说他 他会帮我们吗 薛敏脸上露出了后悔的表情 穆安逸也是长叹一口气 放心吧 你以为铁柱和你一样 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穆安逸 你现在还有心思说这种话 薛敏气煞道 还有 你弟弟回来了 你这个集团董事长的位置 他迟早要拿回去 你自己给我小心便 薛敏有气无力地说完 又跑过去穆天悦面前 天悦啊 你打个电话给铁柱 问问情况怎么样 不要打扰他 穆天悦冷冷地回答 薛敏一愣 再不敢作声 张管家在旁边安慰道 如果连林先生都没办法 就回天灵少爷的话 我想 我们穆家就算全员出动 张管家摇了摇头 也于事无补 穆安逸哼了一声 这个混账 这次到底惹了什么人 招来这种祸事 还不是我们 薛敏看着自己身上的绷带 还有穆安逸的伤势 肯定又是那群人 你是说 穆安逸表情恐惧了起来 我穆家也没有得罪他们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 一辆出租车 停在了穆家门口 车门打开 众人看到穆天灵走了下来 师父 你给打个折呀 一百块也太贵了 车内 灵铁柱看着计价表 整个人都不好了 小伙子你别这样 你都住在这种豪宅了 还舍不得这一百块钱打车费啊 这不是住哪里的问题 这是原则问题 八十 不能再多了 多了我去投诉你 灵铁柱塞了八十块在司机手里 和穆天灵直接下了车 真是越有钱的人越小气 司机师傅摇摇头开走了 灵铁柱刚下车迎接他的 是穆天月扑上来的一个大怀抱 你把我吓死了 穆天月此时 丝毫不掩饰自己 对灵铁柱的担心 目光灼热地看着灵铁柱 两只御手在灵铁柱身上摸索 有没有受伤 放心吧 我没事 灵铁柱淡淡一笑 他确实没事 反而是穆天灵伤得比较重 爸 妈 穆天灵抱着穆安逸泣不成声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第九十四章 穆安逸唯一的硬气 儿子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薛敏紧紧抱着穆天灵 你到底得罪谁了 为什么有八个高手追杀你 何止八个 还有一个老怪物 手指能射子弹出来 穆天灵回忆着 脸上依然带着几分恐惧 缩了缩身子 躲在灵铁柱身边 要不是老大及时来救我 还带了他朋友来 我就回不来了 说到这里 穆天灵向着灵铁柱跪了下来 老大 你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灵铁柱见状 扶起了他 你是天悦的弟弟 我当然要救 灵铁柱笑了笑开口 这句话 让他身旁的穆天悦 心头一暖 铁柱 天悦 以前是我不好 我妇人之见 这次多亏了你们 天灵才能活着回来 薛敏也是低下头 向灵铁柱道歉起来 说话间 他拉了下穆安逸 你还愣着干什么 穆安逸还处着拐杖 表情尴尬的道 自己女婿 有什么好谢的 是吧铁柱 他对灵铁柱 投去一个认可的眼神 灵铁柱还没说话 张管家已经过来传话 穆云山要见他们 等几人进去穆家山庄 穆云山见到灵铁柱 和穆天灵安全归来 那疲惫的神态 才有了一丝放松 铁柱呀 谢谢你 穆云山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激 看到自己爷爷 穆天灵刷的一声跪了下来 死在了周家 报仇 你们闯的祸还不够多吗 说话的不是穆云山 而是刚从二楼走下来的穆安国 他的身后 还跟着穆舒曼 你们两个得罪了周家 才造来这么大的祸事 穆安国冷哼一声 看了眼穆安逸 大哥 你怎么也跟着糊涂了 这件事 我已经打听到了 穆安国的目光 落在灵铁柱身上 就是这小子 在慈善晚宴得罪了周应龙 让我们穆家和周家为敌 周家现在想报复我们 正好 周天策回来了 那可是地城的真龙 整个地城谁敢得罪他 偏偏你小子 穆安国指着灵铁柱 听说你还在晚宴上 顶撞了周天策 你自己想死 别连累我们穆家 马上给我滚出去 穆安国的话 回荡在所有人耳朵里 二说 穆天月翘脸愈怒的上前 正准备替灵铁柱说话 可没想到穆安逸和薛敏 却是先行一步 站在了灵铁柱面前 安国啊 你的意思是 把铁柱赶出去 和他撇清关系 我穆家就能自保 薛敏冷冷的一笑 还没等穆安国回答 就吃笑道 我本来以为安逸已经够耸的了 没想到你跟穆安国更耸 当你嫂子 我都觉得耻辱 嫂子 你 穆安国一脸猛逼的看着薛敏 这剧本不对啊 自己这个嫂子 不是一直不喜欢穆天月 想把他赶出去穆家的吗 灵铁柱是穆天月带回来的男朋友 理论上 薛敏也应该很排斥他 这个时候 薛敏不是该添油加醋 赶走灵铁柱的吗 怎么帮起来他了 我什么我 安逸 你说句话 这件事 我穆家做错了没有 穆安逸冷哼一声 晚宴上周应龙咄咄逼人 想让天月输几个亿给他 铁柱帮天月出气 合错之友 穆安逸总算硬气了一回 继续道 他周应龙自己要和铁柱独手脚 说了反而不认账 周天策用手下的一只手 换周应龙脱身 铁柱也已经息事宁人 又合错之友 说着 他想到自己被打的事情 越来越气 周家宴会邀请 我穆家不计前仙前去 结果被周天策两兄弟奚落 周前海那个老东西 落井下十种子行凶 我穆家又合错之友 后来 我和薛敏回程路上 被神秘高手拦截殴殴打 今日天灵同样身陷淋雨 是铁柱将棋救回来 他又合错之友 穆安逸恨铁不成钢的 指着穆安国 本以为你比我有骨气 没想到你越活越回去了 我穆家受辱 我女婿受妻 你穆安国却让我赶铁柱出去 当个缩头乌龟 穆安国被他说得一脸猛逼 可震惊的不只是他一人 还有周围的所有人 都满脸愣整地看着穆安逸 这还是那个七管言 再奶都微微诺诺的穆安逸吗 饶氏穆云山 此时都另眼相看地 瞟了眼过来 安逸啊 你难得硬气了一回 但他的夸奖 只是点到极致 反而再看向林铁柱 铁柱 我穆家能遇到你 是我穆家的福分啊 林铁柱礼貌性的一笑 老太爷过奖了 没有过奖 穆天铃也是站了出来 爷爷 你是不知道 当时情况有多凶险 如果不是老大 一个人干巴了八大高手 我就死定了 穆天铃毫不掩饰 自己对林铁柱的崇拜 又看向穆天月 姐 恭喜你啊 找到姐夫这么厉害的老公 你相信我 帝城以后所有的女人 都会羡慕你 这话听得穆天月脸一红 一旁的穆安国 双眼微眯 退后一步问穆舒曼 这小子这么厉害 你以前怎么跟他分手 爸 穆舒曼脸上 早已经写满了后悔 可后悔了又如何 他挽回林铁柱失败 对付穆天月也失败了 现在他都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林铁柱 穆云山的脸色 阴沉了下来 其他人出去 铁柱 天铃 你们跟我去书房 第九十五章 郑国军的秘密 是 爷爷 穆天铃带着林铁柱 跟随穆云山到了书房 这次不只是穆家 其他人没跟来 连张管家也被隔绝在外 关上了房门 看着穆云山凝重的表情 穆天铃咽了咽口水 天铃 你知不知道 追杀你的人是谁 周家的人 周天策带回来的 穆天铃笃定的说道 这让穆云山更加疑惑起来 周天策代表正国军而来 地城虽然不大 但也是法治之地 以他的身份 更不应该如此大费周章的动手 穆云山看向林铁柱 铁桌亚 你觉得呢 是很奇怪 周天策即便想出手 也是像对付穆安逸和薛敏一样 在他们离开周家之后 私下动手 而穆天铃的情况 显然不一样 出动了正国军的八大高手 一路追杀穆天铃 这种事情一旦被曝光 即便是正国军 也不好向人民百姓交代 林铁柱看向穆天铃 后者一愣 这才想起来 对了爷爷 我还听到了一个秘密 说 正国军这次回地城 似乎带头的人不是周天策 而是一个更厉害的人物 穆天铃的声音 变得神秘兮兮兮起来 而且 这个人物 打算在地城进行一项实验 穆云山双眼威眉 这下可以确定了 周天策并非真的因为 和穆家上次的冲突 而全力追杀穆天铃 而是因为 穆天铃知道了 不该知道的秘密 什么实验 穆天铃摇了摇头 我听不懂 反正是什么基因实验 他们要培养什么战士之类的 给他们注射点东西 另外 这个实验一旦出错的话 听说会害死很多人 为什么 穆云山皱起眉头 苍老的脸上 多了几分担忧 他的根基都在地城 如果地城出事 那他也不好好过 可穆天铃 却摸了摸黄毛 我没听清 可能是战士暴走 或者实验爆炸之类的 反正不能让他们在地城进行 爷爷 周天策那王八蛋疯了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穆云山没有回答 而是思索了一番 又看向林铁柱 铁柱 你觉得呢 林铁柱分析道 我猜周天策 是为了给郑国军邀功 就是想利用周家在地城的事例 安排这次实验 花音落下 转上穆云山一巴掌打了下来 巨想回荡房间内 穆云山变色愤怒的道 如果天灵听得没错 那慈子自私自利 为了全市不惜牺牲家乡 日后他在郑国军越做越高 百姓还有好日子过 铁柱 穆云山犹豫了一下 先把穆天灵叫了出去 等房间内只剩下他和林铁柱 穆云山才从身后密码箱里 拿出了一打资料 那资料已经有些泛黄 林铁柱看得出有些年头了 郑国军不是第一次做这种实验了 穆云山长叹一口气 这句话说出 让林铁柱瞳孔一颤 不是第一次了 对 穆云山的目光落在资料上 将其推到了林铁柱面前 这些资料 是穆家最强盛的时期 我才有资格偶然得到 林铁柱翻开资料 越往后看 神情里的震撼 越是异于言表 足足半个小时的沉默 穆云山也没有说话 等林铁柱把资料又盖了上去 他深吸一口气 老太爷 这些资料还请保管好 必要的时候 将成为郑国军致命的弱点 穆云山摇了摇头 我就是想把它交给你 交给我 对 铁柱呀 我老了 穆云山苍老的手 按在林铁柱的手上 穆家我只放心不下两件事 一是天悦的未来幸福 二是穆氏集团 林铁柱不知道 为什么穆云山对穆天悦 有这么强烈的偏爱 似乎看出了林铁柱的疑惑 穆云山常叹道 天悦她并不是我的亲孙女 第九十六章 穆天悦的绅士 穆天悦 不是穆云山的亲孙女 换句话说 她不是穆安逸的女儿 甚至不是穆家的人 听到这句话 林铁柱不由地呼吸加重起来 她的反应 尽数被穆云山看在眼里 但穆云山却依然平静地继续说着 似乎林铁柱当下的反应 本就在她的意料之中 天悦的母亲 救过我 也救过整个穆甲 穆云山娓娓道来 眼里的追忆思绪 溢于言表 当年如果不是她 也不会有现在的穆甲 我悠然记得那时 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 出现在我面前 以绝世的医术 将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穆云山眼眶中 泪光闪烁 可后来 她却死于非命 是我 没有保护好我的恩人 她的声音越发沉重 到了最后 甚至开始哽咽起来 林铁柱安静地站在对面 没有打扰穆云山的回忆 当时 她的一个躲避仇家追杀 隐姓埋名来到帝城 我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 只知道 她来自下都一个大家族 至于那个家族是何来历 穆家 没有资格知道 连穆云山都没有资格知道的身份 林铁柱心里嘀咕着 她听说过下都有几个氏族 他们明面上是 普通商人 实际上却掌控着 大夏的权力核心 帝城四大家族 在他们面前 如同蝼蚁与大象的区别 只不过 这些只是 林铁柱的听闻而已 具体她连下都都没去过 也无从查证 这件事 她爸知道吗 知道 穆云山轻叹一口气 安逸生性软弱 但为了报恩 这件事 她隐瞒了23年 以至于后来天悦母亲 这个她的假夫妻死后 安逸娶了薛敏 她有了天灵 百般溺爱 穆云山顿了顿 那是因为天灵是她唯一的亲生孩子 林铁柱这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穆天悦在穆安逸那里 并不受宠溺 甚至说穆安逸对于穆天悦 更多的是一种陌生人的感觉 原来关键在于此 只不过 这件事 安逸不会告诉任何人 目前天悦的身世 只有三个人知道 你 我 安逸 铁柱呀 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件事 穆云山诚恳地看着林铁柱 我曾经对天悦的母亲许诺过 保天悦一生的荣华富贵 穆氏集团 我也打算交到她手上 那本来就是 她母亲打下的基业 可天悦终究是女流之辈 又太过年轻 如果她能有她母亲的魄力 我倒是不担心 穆云山摇了摇头 只可惜 穆家这片土壤 培养不出她母亲那般熊涛伟劣的女人 但是铁柱你不一样 穆云山的双眼 深邃了下来 铁柱 你的魄力 远在天悦之上 有你在穆氏集团 我很放心 如果说之前穆云山对林铁柱 还有几分芥蒂的话 那今晚 林铁柱冒险就回穆天灵的事情 便完全消除了这份芥蒂 我会陆续把穆氏集团的股份 转移到你和天悦名下 等你们结婚之日 便能真正 完全控股穆氏集团 穆云山说完 似乎整个人也乏累了 闭上了眼 林铁柱神色严肃 感觉自己平白无故 将会多不少穆氏集团的股份 但同样的 他身上的责任也会大很多 有了穆氏的股份 也代表着 他以后将与穆氏集团共进退 林铁柱缓缓退出了房间 穆天悦等人 再次等候 穆天灵和穆安逸夫妻 已经回了房间 三人身上都有伤势 估计已经休息去了 穆天悦再度给林铁柱检查了身体 确定对方没有受伤之后 才松了一口气 他略带羞涩地问道 你今晚要住在这里吗 今天发生了很多事 他想林铁柱留下 可林铁柱却摇了摇头 他还有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要去确认 我有事先走了 林铁柱只是摸了摸穆天悦的头发 无论是怀里纳政国君的实验资料 还是他之前对朱雀身份的猜测 都需要他回家仔细琢磨一番 好 穆天悦压下眼神中的失望 送林铁柱出了山庄 他的麦巴赫已经报废了 借了一辆红旗给林铁柱 林铁柱看大晚上的也不推脱 点头开着红旗 正准备离开穆甲 但这时 车门的窗户被敲响 林铁柱拉下车窗 拦住他的 居然是穆安国 林先生 有几句话聊聊 有时间吗 林铁柱点了点头 穆安国顺势坐上了车 两个人沉默了几秒 穆安国率先开口 林先生认为 我和我大哥比的话 谁更适合当穆士集团的董事长 第97章 穆安国的警告 这句话带着几分霸道 似乎对穆安国来说 董事长的位置 他十分觊觎 我觉得 现在的穆士集团 就挺好的 林铁柱没有明说自己的立场 但是穆安国听得出来 现在挺好 而现在的董事长是穆安义 显然 林铁柱此时是在穆安义阵营的 本来穆安国并不在意林铁柱这个人 但是今晚之后 他发现林铁柱在穆云山的心里 重要性已经不亚于穆家的人 根本不像穆云山会对待外人的样子 所以 林铁柱的立场 对于穆家未来的当权人 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林先生 我听说你和小女木舒曼 有过一段情 穆安国试探性的道 说完 瞟了眼林铁柱 见对方并没有任何反应 穆安国心里嘀咕 这小子倒是绝情 年轻人的感情 我们上一辈本来不该插手 但看着自己女儿走错路 我这个当父亲的 也必须帮他说几句 穆安国的语气缓和了许多 在林铁柱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舒曼对你还有情 他十分后悔当初的决定 舒曼这个丫头 从小被我宠坏了 有时候说话不知道轻重 自从和你分手之后 他每日以泪洗面 穆叔叔 有话直说吧 林铁柱打断了穆安国的废话 穆安国干咳一声 我的意思是 你要不要和舒曼重新开始 当然 我个人还是很满意 你这个成文快序的 感情的是 过去就过去了 缘分到哪了 就停在哪 穆叔叔你说是吗 林铁柱的意思很明显 他和穆舒曼 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穆安国怎么能听不出他的话 铁柱呀 不瞒你说 我明日起 将重回穆氏集团 而多年来 我在海外 将穆氏集团国际公司 管理的井井有条 穆安国笑了笑 我说明白点 我回穆氏 将拿到董事长的位置 到时候 我会把穆安逸和穆天月 踢出穆家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句话 带着几分威胁 林铁柱忍不住一笑 懂了 如果我不答应穆叔叔的话 你会连我也顺便踢出去 不错 穆安国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 我女儿还对你有情 所以我才和你商量的 铁柱 年轻人要懂得一件事 良情责目而弃 穆叔叔 年纪大的人 也要懂一件事 长江后 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你 穆叔叔 我赶时间回家 请下车 林铁柱按了下按钮 副驾驶的车门自动打开 穆安国脸色阴沉的下了车 临走前说了一句 希望你不会因为今天的选择而后悔 可回应他的 是砰的一声 车门关上了 林铁柱驾驶红旗 离开了穆家山庄 而穆安国被赶下车的一幕 也是落在了穆叔曼眼里 他急匆匆跑上去 拉住穆安国的衣角 爸 他怎么说 他是不是真的没有挽回余地了 是 穆安国笃定的点了点头 这小子傲气得很 是我小看他了 看来他在穆天月那里 得到了不少好处 以至于让他看不清局势 爸 那我们 穆舒曼心里刺痛 连自己的父亲出手 都无法挽回林铁柱的话 那他和林铁柱之间 是不是真的结束了 女儿呀 你记住 一个男人的钱 就是他的心 穆安国意味深长地看着穆舒曼 只要我们能控制 他在穆氏集团得到的钱 就能控制他的心 到时候 你想给他多少钱 就给他多少钱 而他就是你身边最忠诚的一条狗 穆舒曼眼里 似乎露出了名物 重重点头 与此同时 周家 周天策焦急地 在周家大厅等候 知道他在等候一个极为重要的大人物 周家全体上下都不敢出现 早早地躲进房间睡大觉 包括周前海和周应龙 只剩一个周天策在大厅内 怎么还没回来 以王老的实力 不可能拿不下 那个什么穆安国 周天策心里寻思着 不过 那什么穆安国 虽然偷听到了他们的秘密 可他并不太在意 毕竟这种小虾面 就算知道了鲨鱼的野心 又能翻得起什么大浪 显然不能 他关心的是 如果利用王老 来除掉灵铁柱 还有找出那个 同样会苍龙气静的高手 就在这时 周家门口 一道身影 缓缓落下 他脚步轻盈 悄然地飞入周家大门 宛若幽灵一样 飘入大厅 见到白衣到来 周天策收回心神 当即站起身来敬礼 五星少将周天策参见六星王将 白衣老者面容冷漠 免了 周天策看他两手空空地回来 白老 那偷听 我们说话的贼子 跑了 白衣老者平静地开口 似乎这次鲨鱼而归 并没有对他有太大的影响 反而是周天策心里震惊了起来 跑了 你一个王将出手 都能给他放跑了 王将是什么 那是代表了大下阵国军 军神之下 战斗力最强的四人 四大王将 战无不胜 可现在居然连一个窃听贼都抓不住 周天策心里嘀咕着 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 白衣老者冰冷地看了他一眼 这次救走他的人 是前任四大王将之一 朱雀 第九十八章 朱雀的真正身份 朱雀 周天策双眼威眉 二十年前 郑国军发生了一件大事 四大王将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集体离开郑国军 下落不明 有人说 他们投靠了其他国家 也有人说 他们厌倦了杀戮的日子 凭借一身本是隐居去了 所以后来 郑国军才 启动了培养精锐的计划 不但扶持了新的四大王将 还训练出了三大特种兵王 苍狼 夜雕 赤鹰 再后来 这三大兵王 也离开郑国军 接替他们 成为郑国军新生血液的 就是周天策 只是周天策没想到 前任四大王将之一的朱雀 居然会突然出现 朱雀的武功不减当年 老夫与他打了个平手 只是再难留住那窃听贼 白衣老者长叹了一声 又看向周天策 你可调查到什么蛛丝马迹 周天策回过神 回王将 偷听的人叫穆天灵 而救走他的人 听我们的战士汇报 他叫穆安国 顿了顿 周天策又补充了一句 根据战士的战斗反馈 他们判断穆安国 有四平五休的水准 差不多 白衣老者回忆起那个多次 躲开自己真气淡指的年轻人 以他的身手 确实有四平战力 他们两人都信母 我们调查到 穆安国此前一直在国外 是今晚刚回来 应该试回穆家之后 得知穆天灵被我们追杀 才赶来救人 哼 若不是朱雀及时出手 老夫管他什么穆安国穆天灵 今晚一个都别想走 白衣老者说话间 一个激动 气血上冲 他连忙捂住自己的胸口 而周天策却是看到 老者的嘴角有一丝血迹 你派人去调查清楚 那个穆安国 侦查他的生活动向 过几日 我再出手对付他 过几日 周天策故意试探了一句 对 朱雀出手之事 必定有更大的原因 我需要与军神商议几日 是 王将 那王将请好好休息 我不打扰了 周天策告退离开 白衣老者 也是快速回了周天策 给他安排的房间里 刚关上房门 白衣老者再压不住体内的伤势 喉咙一甜 喷出一大口血来 血迹染红了大门 白衣老者面色阴沉至极 压着自己的胸口 快速盘膝打坐起来 朱雀 而门口转弯处 周天策的身影 也是缓缓出现在那 他虽然不知道房间内的情况 但是从刚刚白衣老者的反应来看 这老家伙 不但没抓回人 还受了不小的伤 周天策心神震撼不已 白衣老者的实力 他很清楚 以自己现在的武功 恐怕在他手里 撑不过十招 但是 他居然被朱雀打伤了 难怪郑国君这几年来 一直想培养新的高手 周天策心中感慨 前任的四大王将一出手 能直接打伤现任的四大王将 说明郑国君的整体实力 还不如以前了 而那四大王将 和三大兵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居然都在帝城出现了 难道和造神实验有关 算了 先把慕安国的事情解决了 周天策脑袋疼 他这辈子一直顺风顺水 可回来帝城之后 却屡屡碰壁 先是林铁柱 再是苍龙气静高手 再是这次把他手下的八个高手 全部放倒的慕安国 还有那个打伤王将的朱雀 看来这地称 卧虎藏龙 周天策并非自大的人 他沉着下来 准备派人监视慕安国 清风小区 林铁柱急匆匆的停下了红旗 抬头望向自己的住所 还亮着灯 看来他已经回来了 林铁柱迟疑了一会 准备上楼 从朱雀的身材 以及他的未来一小时 回到了清风小区 林铁柱想起 苍狼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他不用去找朱雀了 因为朱雀已经找到他了 所以林铁柱心里就有一个猜想 沈明玉就是朱雀 只是这件事 还需要试探 林铁柱打开门 进了房间 这时厨房里 依然是沈明玉围着肚兜 那前凸后翘的性感模样 小家伙 你回来的倒是及时 你怎么知道 我在煮宵夜 沈明玉充满魅惑的声音传来 还是那个挑逗的模样 出现在林铁柱面前 沈姐今天去哪了 林铁柱走到厨房 看着那三样不错的小菜 略有他意的问道 听到林铁柱的问题 沈明玉摸着下巴 一副思考的样子 很快 给出了答案 我今天出去了 去哪了 早上做了美甲 中午和闺蜜吃饭 下午弄了个 SPA 晚上回家补了个棉 然后就肚子 饿起床吃宵夜了 沈明玉巨细无疑的回答 林铁柱笑了笑 沈姐的生活真不错啊 不像我们打工人 每天要在外面奔波 晚上回家补棉 我信你个鬼 你明明就是 跑去救我了 可林铁柱还在思索的时候 沈明玉却是点起脚尖 双手搭在林铁柱的肩膀上 环抱着他 这突如其来的亲密动作 让林铁柱顿时一愣 沈姐 小家伙 你不想当打工人 那还不简单 你每天在家里伺候我 沈姐我养你啊 第九十九章 我的功力 怎么好像又变强了不守 唉 林铁柱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枪死 沈姐 别开玩笑了 等我真的不想努力了 再来找你 沈明玉放下了手 你人老猪黄了 姐姐我可就看不上了 林铁柱尴尬一笑 将沈明玉做的宵夜拿了出去 沈姐 筷子 给 林铁柱递了筷子过来 又故意在沈明玉伸手的刹那松手 筷子快速跌落 如果沈明玉是猪雀的话 以午休的条件反射动作 应该会马上接住筷子 可直到筷子到了地上 沈明玉还是没反应过来一样 啊 你这小家伙 怎么毛手毛脚的 过了三秒 沈明玉才称怪地看了林铁柱一眼 蹲下身子捡起筷子 自己拿进去洗 这一举动 让林铁柱更加疑惑了起来 他不会武功 难道自己猜错了 沈明玉不是猪雀 林铁柱不解 一路无话 再没有试探猪雀 他自顾自地泡好了药水 整个人跳了进去 闭上眼 脑海中不再去想任何事 而是专注地回忆起 之前与白衣老者的一战 虽然并没有真正地和对方动手 但是林铁柱还是能从对方的单方面出手中 感悟出一些武道的理解 而更重要的回忆 则是老者与朱雀那一战 看似没有任何招式上的碰撞 但实际上 林铁柱知道 那就是传说中的 无招胜有招 他静下心来泡着药水 洗手间外 沈明玉微微一笑 大有深意地看了眼洗手间门 扭着屁股 也是回了自己房间 半个小时后 林铁柱从洗手间出来 整个人只觉得神清气爽 伸了伸懒腰 他全身的骨骼仿佛都在咔咔作响 充满了生机 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踏入三品 林铁柱感受着自己的力量 虽然比以前强大了不少 但和白衣老者这种级别的高手相比 还是差太远了 可武道一途并非朝夕 就能成的事情 林铁柱没有抢求 回到自己房间 拿出了木云山 交给自己的资料 这是林铁柱第二次看这些资料 可相比于第一次 林铁柱的震撼程度 并没有减少 只因为资料里所记载的 关于郑国军当年的实验 实在是匪夷所思 玻璃灵魂 这真的能做到吗 林铁柱不解 这些东西 不是现在的他可以看懂的 他将资料放在了床底的暗阁里 又拿出穷奇玉玺研究 依然是没有看出任何结果 林铁柱将穷奇玉玺放在床边 沉入了梦箱中 在他睡的深沉之际 林铁柱左臂上的六芒星图腾 再度自行发出蔚蓝色的光 与此同时 穷奇玉玺也是出现了一道红光 蓝红两道光 在林铁柱周身缓缓流淌 似乎在温养他的全身 昊月流转 晨曦在线 阳光从窗外洒落 被窗纸切割成了几分 星星点点地洒落在林铁柱的身上 他伸了身揽腰 被电话铃声给吵醒了 喂 林铁柱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 林铁柱 快点过来一趟 我爸派来的高手到了 你来看看他们 能不能对付周天错 你哪位 你这家伙 是不是还没睡醒呀 我是晴晴 地址发我 挂断电话 林铁柱看了眼手机 今天是周六 不需要去牧师集团 可没想到 晴晴居然找来了 苦命人 劳碌命 林铁柱叹了一声 随意地下了床 却突然发现 自己双脚轻盈了不少 奇怪 我的功力 怎么好像又变强了不少 林铁柱握紧拳头 感受到一大早 全身充满了力量 按这样的进度 踏入三瓶 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林铁柱脸上喜悦的一笑 出了清风小区 静止来到晴晴发来的地址位置 这是一个巨大的体育馆 没有其他人 显然已经被秦家给包下了 此时 几个舞蹈高手正在沉练 他们面前 一袭棕色大波浪 身穿黑色长裙 整个人如同高贵公主模样的晴晴 正独自坐在一旁 无聊地点着手指 见到门口的林铁柱走来 晴晴那百无聊来的眼神里 才多了几分兴趣 林铁柱 快过来 第100章 七品和五品的差距 看到晴晴在对自己招手 林铁柱走了过去 一大早叫我过来怎么了 你看 我这几个人怎么样 他瞥了眼那几个练功的人 说实话很一般 还行吧 林铁柱淡淡说道 还行 晴晴显然并不满意林铁柱这个回答 我还以为你会说 他们很厉害 他略显失望地摇摇头 那你觉得 他们拿得下周天策吗 看来这女人很记仇 林铁柱心想着 道 拿不下 晴晴皱了皱眉头 看来我还是小看周天策了 他并没有怀疑 林铁柱的判断 是不是错的 道是那几个七品高手 偷听到了二人的谈话 脸色不悦起来 兄弟 你还没见过我们出手 怎么就说我们不行 其中一个午休开口道 话语里带着几分傲气 其他人也聚集了过来 练武之人 哪个没有几分桀骜的 听到林铁柱说 他们不行 心里当然不爽 因为他是五品 林铁柱只说了一句话 便准备转身离开 五品 几个人听到 纷纷面面相去 表情凝重起来 那确实有点难缠 不一定 我们这么多人 围攻一个五品高手 未必不能赢 可那位兄弟说 我们不行 他懂什么 林铁柱停下脚步 饶有兴致地 看着说话的几个人 林先生是我的朋友 谁准你们这么多话的 看出林铁柱脸上有些不悦 轻轻当即出来帮他说话 可林铁柱却来了兴趣 没事 如果你们不知道 五品和七品的差距 我可以帮你们试试 怎么试 这样是 林铁柱话音刚落 整个人冲到了人堆里 对准其中一人爆发性的出手 so 拳劲一扫而过 对方七品的战斗力 也察觉到危机 瞬间爆发 可得双手刚抬起来 突然眼前一黑 一个拳头黑影 在他眼前迅速放大 带着浓郁的杀气 已经停在了他的面门上 如果林铁柱没有收招 那这一拳 会不偏 不宜打在他的鼻梁 至于威力 即便林铁柱收招了 可拳风 还是向对方扑面来 如果被这一拳打中 对方可以确定 自己今天得 躺着离开这里 他背后发凉 咽了咽口水 看林铁柱把拳头收了回去 再缓缓回过神 多谢阁下手下留情 对方给林铁柱拱手 做了一个舞蹈恭敬的手势 身后的其他人 也是看到了这一幕 刚刚林铁柱的出手 快 准 狠 根本不是他们 这个级别能够做到的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一拳的攻击对象 是他们其中任何人 结果都是一样的 没一个人挡得住 想到这里 众人皆是对林铁柱拱手 阁下也是无品 难怪之前听小姐说过 周天策找过阁下的麻烦 但却也拿阁下没办法 其中两个年级 稍大的午休问道 林铁柱点了点头 算是承认自己无品了 他没必要暴露 全部实力 给这些人看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所以 施展无品战力 已经足够了 至于四品 速度将比 刚刚快一倍 林铁柱 你好厉害 琴琴像大学篮球场上 看球的女生 见到了心仪的男生 投篮得分一样 兴奋地跑了过来 我怎么感觉 你现在比周天策还厉害了 琴琴的大眼睛 瞇了瞇 在林铁柱面前 打亮了一番 打来的响指 你一定是偷偷跑去修炼了 对不对 没有 林铁柱随便说着 又看向那几个午休 此时 因为林铁柱刚刚的出手 这群人全都灰头土脸一样 本来以为 以自己的实力 能够解决周天策 但现在 他们被林铁柱一招震撼 林铁柱和周天策 是同一级别的强者 他们打不过林铁柱 弹劾能赢周天策 你的人需要安慰一下 林铁柱给琴琴使了个眼色 安慰什么 琴琴冷哼了一声 我爸让你们来 是解决周天策的 可现在你们还没动手 就已经没信心了 你们要不要先回地城 找我爸自行交代一下 他的话 让在场众人都打了个冷战 小姐 我们 他们受雇于琴家 如果这次任务失败 他们面临的将是被驱逐出琴家的下场 因为琴家 不养废物 琴琴白了他们一眼 又转身道 林铁柱 你有空帮我训练训练他们吗 第101章 前往龙医会 这女人倒是刀子嘴斗抚心 林铁柱心里想着 还以为琴琴会直接赶走他们 原来还是想再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最近没空 不过有个地方 正好适合他们 哪里 天地娱乐 琴琴一愣 那不是娱乐公司吗 我听说 最近被你和欧红收购了 琴大小姐 你倒是消息灵通 那是自然 不管地城还是下都 只要是 我想知道的 没有查不到的 那琴大小姐 猜猜我为什么 让他们去天地娱乐 这 琴琴迟疑了一下 还是猜不出来 顿时红着脸道 林铁柱 你欺负我 可 林铁柱干咳了一声 正色看向其他人 去天地娱乐十九楼 找一个叫陈浩南的人 就说 我让你们去一起练功的 带头的午休 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看向琴青 毕竟他们的老板 是琴青 林先生既然想教你们 还不快去 是 小姐 众人离开之后 琴青也是明白过来 略带诧异地 看着林铁柱 看来我查到的消息有误 林铁柱 你的背景没那么简单啊 齿话真讲 自从上次欠了你 一百亿的人情之后 我就派人查过你 琴青丝毫不掩饰自己 对林铁柱的兴趣 还有自己做过的事 我查不到你的家庭背景 还有你之前入狱的原因 加上刚刚 琴青本来以为 林铁柱在地城没什么势力 但原来 他在天地娱乐 养了一群高手 能够教自己 那群七品五修手下 那说明林铁柱手底下的人 实力必定在七品之上 林铁柱 你身上还有什么秘密 快告诉我 琴青拉着林铁柱的手臂 一边摇晃 一边追问道 这一摇晃 林铁柱忍不住看了眼 琴青的两个大道理 心里感叹 这有钱人家的女生 营养就是好呀 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师 你别闹我了 林铁柱不置可否地说道 你骗人 穆天月那样的女人 可不会看上凡夫俗子 琴青充满可疑地盯着林铁柱 可根本看不出什么端倪 算了 我们去做正经事吧 正经事 对 还记得我上次和你说过的 龙一会那个会议吗 开始了 时间差不多了 走吧 林铁柱倒是没想到这么突然 被琴青拉着 两个人上了一辆劳斯莱斯 这辆车前后 还有七八辆琴家的车 显然 琴青这种下都少主的身份 在地城 琴家会派大量的人马 保护其安危 这些人 还只是明面上的人 暗处的说不定更多 见到林铁柱 被琴青拉上车 琴家的其他人 略带诧异地看了过来 奇怪 小姐怎么带了个男人 下都那些富二代官二代的 追求小姐的人 能排过来地城 可小姐一个都看不上 今天怎么主动 和一个男人这么亲密了 确实奇怪 要不要汇报给大老板 你想死吧 等下小姐知道这件事 你就别想 在琴家混了 说不定那小子是大老板 认定的成龙快婿 你多嘴什么 嗯 说的也是 林铁柱坐进车里 看着窗外的风景 在逐渐变化 几乎是到了地城的边界区域 这里远离市区 甚至刚刚 他们穿过了一片森林 这个会议倒是神秘 林铁柱淡淡道 和上次的拍卖会相比 直接在地城市中心 大摇大摆地举行 这次的龙一会导向是在尽量保密起来 龙一会的会长 做事一向谨慎 这也正常 秦卿也是收起了刚刚稚嫩的反应 脸上多了一抹冰冷 平静地判断道 以龙一会在大厦的地位 任何一件事 哪怕是一件小事 一旦做错 都会被人大做文章 甚至影响官方 在百姓心里的公信力 所以 越是这种高层人员 他们的行事越是谨慎 就像那句话 秦卿一时语色 想不起来 高处不胜寒 灵铁柱接了下去 对 高处不胜寒 他们站得太高 所以有太多人看着他们 反而少了普通人的快乐 灵铁柱笑了笑 凡事都有两面 欲戴皇冠 先成其中 他们同样也得到了 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权利 对此 秦卿倒是点了点头 显然也同意灵铁柱的观点 不知道这次龙一会的会议 主要是为了什么 灵铁柱又是说到 第102章 神秘教堂 他忽然想起了自己邮箱里 有一张邀请函 那是之前蛋台塑星发给自己的 好像地点也是这附近 该不会那张 就是龙一会的邀请函吧 不过自己跟秦卿一起来的 应该不需要邀请函了 秦卿脸上故作神秘的说道 这你就问对人了 听说 这次是因为 龙一会有人死了 然后呢 死的人还不少 听说龙一会十年前 开启了一次医药实验 具体发明什么药 是大夏S级的机密 我就查不到了 只不过 这个药似乎出问题了 还没研究成功 就被人带出来 林铁柱皱起眉头 官方的药 被人偷偷带出来 那不成了禁药了 就是禁药 龙一会的禁药流落在外了 这次会议 明面上 是为了探讨 大夏医药渠道的部署 实际上 也因为这件事 秦卿脸上自豪地轻哼一声 林铁柱 我厉害吧 秦家厉害 林铁柱笑了笑 我也厉害 秦卿挑了挑眉 不过 对于林铁柱 每次都泼自己冷水 秦卿不知道为什么 已经逐渐习惯了 这个地城第一美人的男人 很有趣 劳斯莱斯 缓缓减速 一座巨大的教堂 出现在前方 林铁柱从窗外看出去 发现那教堂 已经位于地城 和江城中间了 再往外面一点 直接去了江城的地界 教堂外 杂草丛生 这是一座落在森林里的荒废教堂 可此时 教堂里里外外 却被一个个特种兵包围着 他们手持步枪 再来回巡逻 防守真够严的 林铁柱说道 他看到了教堂墙壁上 还布满了安全网 上面显然已经通电了 除了主要的大门口之外 其他地方根本进不去 即便以他现在的实力 潜入这种地方也够呛 那当然 秦卿也是观察到了教堂的戒备森严 这里可是龙一会开会的地方 来的人也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这种警戒状态也正常 那我是运气好 因为秦大小姐 成了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了 秦卿扑呲一笑 林铁柱 你一直待在我身边的话 我每天都可以带你去见大人物 甚至带你回下都也行 他刚说完这句话 忽然语气一顿 奇怪 自己怎么会对林铁柱说 这么暧昧的话 秦大小姐 是想跟牧师集团挖墙脚吗 林铁柱打了个圆场 没有往男女方面去想 而是把话题 引向了商业角度 挖不起吗 秦家可比牧师集团厉害多了 秦卿也是顺着林铁柱给的台阶下了 不过 牧师集团我虽然有信心赢过 但是牧天月 摸了摸下巴 秦卿也是无奈道 没办法 牧天月确实很漂亮 我想你这个下流胚子 舍不得离开他了 唉 林铁柱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枪死 这货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怎么无缘无故 自己变成下流胚子了 不过 林铁柱不打算跟女人讲道理 因为这是更蠢的一件事 下了车 林铁柱就率先往教堂大门走去 这家伙看来被我说中了 秦卿在背后轻哼了一声 心里突然多了一种胜负欲 他很想试试 能不能从地称第一美人手里 把他的男人抢过来 军用车 周天策也在这 林铁柱瞥了眼门口的几辆车 除了顶级的豪车外 还有一辆黑色军用车 这种改装的军用车 他见过 在白衣老者追杀自己的时候 周天策和龙衣会 都是官方的人 所以他来这里 也很正常 秦卿追了上来 在林铁柱身边低声道 你害怕了 有什么好怕 林铁柱笑了笑 和秦卿来到大门口 门口站着两个西装别领的接待 身后还有几个特种兵保护 秦卿停了下来 出示自己的邀请函 秦小姐请 秦卿正准备走进来 却发现对方拦住了林铁柱 嗯 秦卿皱起眉头 他是我的朋友 不好意思秦小姐 任何没有邀请函的人都不得入内 以前龙衣会没有这样的规矩 秦卿反驳道 这次的情况不一样 这次会长特别叮嘱 还秦卿小姐见谅 秦卿顿时为难了起来 这个情况在他的意料之外 更麻烦的是 秦家的手伸不进去龙衣会 所以如果是龙衣会会长亲自下的命令 即便是他动用秦家的面子 也于事无补 林铁柱 秦卿充满歉意地看着林铁柱 要不你用我的邀请函进去 这是他能想到 唯一弥补林铁柱的方法了 那倒不用 林铁柱看了眼秦卿的电子邀请函 正好他邮箱里也有一个 可还没等林铁柱说话 一道笑声忽然从后面传来 这不是林铁柱吗 怎么 我都进不去的地方 你还想进去 第103章邀请函 林铁柱转身一看 来的人居然是周英龙 周英龙从军用车后方走了过来 刚刚林铁柱倒是没有注意到他 显然周英龙也是被拦在外面的 他是谁 秦卿低声问道 周天策的地点 哦 秦卿瞥了眼周英龙 看对方已经来到自己面前 林铁柱 以牧师集团的地位 恐怕没有资格来这里吧 周英龙本来想嘲讽林铁柱 却留意到林铁柱的身边 站着的秦卿 秦卿多次出现在商业卷里 虽然周英龙之前 没有见过对方的庐山真面目 但是不妨碍周英龙 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秦小姐 周市集团周英龙 你好 周英龙伸出了手 准备打招呼 他的余光打亮了一下秦卿 身材 容貌 气质 都是极品中的极品 下都珠宝公主的外号 名不虚传呀 周英龙心里想着 收回目光 忽然发现 秦卿根本没有和自己握手的打算 尴尬地收回了手 周英龙脸上不敢有半点不悦 而是看向林铁柱 你小子不简单啊 居然瞒着木天月 来巴结秦小姐了 周英龙的话 还没得到林铁柱的回应 倒是秦卿忍不住了 周家的狗到处咬人 周天策怎么也不管管 他人呢 周英龙也没想到 秦卿居然这么不给自己面子 秦小姐 我可没得罪你 不好意思 林铁柱是我的朋友 这句话再度让周英龙语色 秦小姐 这个林铁柱可是木天月的男朋友 这件事 你应该知道吧 听到这句话 秦卿脸色更加不好了 你是耳聋了吗 我说 林铁柱是我的朋友 又不是男朋友 你在那赢什么 我 周英龙更加尴尬 他不敢反驳秦卿 眼珠子一转 笑道 是我冒昧了 秦小姐 会议即将开始 要早点进去 说完 他又瞟了眼林铁柱 至于你 还是老老实实和我在外面待着吧 不好意思 林铁柱耸了耸肩 我为什么要在外面待着 你没邀请函 难道还想进去 周英龙笑了 今天龙医会会长突然下令 每个进去的人都 必须要有邀请函 所以 即便是周天策这种代表证国君而来的 手里因为只有一张邀请函 所以都带不了周英龙进去 他这才被扔在外面的 我都进不去 你林铁柱算什么东西 谁说我没有的 林铁柱说完 周英龙忍不住笑了 林铁柱 原来你就是靠这种吹牛逼的手段 来骗穆天月和秦小姐的呀 你知不知道 这个邀请函意味着什么 我告诉你 那意味着 在大厦有头有脸的人 能入得了龙医会会长的眼 才有资格来参加这次的会议 你觉得你行吗 林铁柱像看个傻子一样看着他 也懒得再理会周英龙 而是转头拿出了手机 在和门口接待确认后 林先生 里面请 接待的话 让周英龙刚准备继续奚落的话 刹那间咽了回去 连秦青也不敢置信地看着林铁柱 你有邀请函 嗯 林铁柱随意地点头 插着口袋进了教堂 秦青更加好奇地追了上去 你哪来的 一个朋友送我的 林铁柱笑了笑 看来淡台肃心的身份 自己是猜对了 朋友 秦青更加疑惑起来 邀请函都是龙医会会长 亲自署名发送的 意味着 每一个收到邀请函的人 都是会长认可之人 所以 周英龙那个傻子 其实说的没错 但正因为如此 秦青更加震撼地 跟在林铁柱身后 这家伙 果然不简单 教堂外 一脸猛逼的周英龙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那个 他有邀请函 周英龙问接待 可对方根本没鸟他 周英龙黑着脸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林铁柱能进去 我不能 说吧 他一个气不过来 正准备进去 看来龙医会也没那么严密 林铁柱都能进 可周英龙刚上前两步 突然 六只枪头 瞬间对准他的头部 子弹上唐的声音传来 吓得周英龙背后汗毛竖起 这一瞬间 他感觉到了生死危机 开玩笑 开玩笑的 周英龙抬起双手 又老老实实回了军用车 门口的接待看 都懒得看他 继续验证其他人的邀请函 教堂内 安保的戒备水平 丝毫不亚于外面 林铁柱倒是第一次 里里外外至少有三百人特种兵 要不是这教堂内不大的惊人 恐怕加上来参加会议的人 这里估计都容不下这么多人了 我们坐那边 秦清带着林铁柱坐了下来 他们的出现 让另一个方向的一道目光 注意了过来 周天策阴沉着脸 心里有些诧异 秦清能进来 那是因为有秦家作为后台 但是林铁柱怎么配进来的 第104章 龙医会会长 但台肃心 林铁柱当然也看到了周天策 不过对他来说 今天周天策不重要 重要的是 龙医会开会的目的 还有 他想看看 龙医会的会长 是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人 那个周天策身边的人是谁 秦清低声问道 一个高手 林铁柱瞟了眼白衣老者说道 三品高手 三品 秦清虽然没有修炼过武道 但也知道 三品意味着什么 这次秦家派来的人 也不过七品而已 至于三品 恐怕即便他父亲出动 都未必能请来 主要是 整个大厦也没有几个三品高手 大部分这种级别的高手 都在军方之中 难怪你说 我的人对付不了周天策 秦清哼了一声 虽然不服气 但心里也是无奈 不要说那白衣老者 连周天策本人 他的人都对付不了 林铁柱 议会结束之后 尽快离开吧 好汉不吃眼前亏 秦清心想 林铁柱笑了笑 没有说话 而是在观察周围的其他人 来的人 他并不认识 不过从之前牧师集团 收集到的地城官商名册里 他还有一些印象 在场的人 可以说是掌控了地城的商界和官场 甚至还有一些陌生面孔 受到了其他人的敬重 如果林铁柱没猜错的话 那些人恐怕是来自下都的 看来龙一会面子不小 林铁柱收回目光 秦清知道他的意思 解释到 大下有六大官方部门 包括医疗 治安 军事 商业 教育 基建 六大部门 直接隶属于下主管辖 龙一会 就是代表医疗的最高机构 他顺便看了眼周天策方向 郑国军 则是军事方面的最高机构 从官阶来说 龙一会会长 和军神是一个级别的 这些信息 林铁柱倒是不得而知 现在听秦清说道 让他对大下的整体格局 有了更多的了解 尤其是最后那句 龙一会会长等于军神 周天策有军神坐靠山 现在自己的个人战斗力 应该强于周天策了 但是论背景的话 林铁柱不如周天策 所以 即便以后周天策 再来招惹林铁柱 只要他背后有军神 林铁柱也无法反击 与周天策作对 首先要面对的 就是郑国军那只手遮天的势力 但是 如果自己能得到龙一会坐靠山 那就有了和周天策 旗鼓相当的底牌了 就在林铁柱思索之际 教堂的人忽然宿静下来 所有人瞩目在教堂 最前方的讲台上 林铁柱顺着目光看过去 那里 一个身穿全白西装的女人 在两个特种兵 开道下 从后台走出来 海藻般的长发 整齐地搭在她的双肩上 女人约莫三十岁左右 包养得极好 皮肤白皙 脸上有淡妆 整个人显得极有气质 但这些只是她的外形罢了 她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是神态散发出来的那股气场 那是长期身居上位的女人 才拥有的气场 在她出来之后 林铁柱就看到周围的所有人 全部在座位上站起身 全体起立 向那个女人鞠躬 秦秦也是把发呆的林铁柱拉了起来 跟着大家一起鞠躬 已是对龙一会会长的尊敬 这种大场面 林铁柱第一次见到 但她忽然明白 这就是太多人追逐权力的原因 权力的魅力 不正是凌驾于常人之上 获得人上人的地位吗 龙一会会长 显然做到了 想到这里 林铁柱的目光 落在那个气质女人身上 心里又是羡慕她的地位 又同时很是惊讶 因为她就是淡台素星 有点意思 林铁柱淡淡一笑 坐了下来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当看到淡台素星的一刻 好像对方也看了过来 两个人隔空四目相对 淡台素星微微一笑 像是在和她打了个招呼 会长刚刚是不是看过来了 轻轻问道 林铁柱耸了耸肩 没有吧 我们怎么入得了人家的眼 也是 众人坐了下来 淡台素星缓缓开口 庄严而冰冷的声音 回荡整个教堂 在场众人 再没有人发出声音 只听淡台素星缓缓道 大夏医疗发展 造福百姓 而龙一会 作为大夏医疗的核心力量 当起到带头作用 各位都是大夏医疗 有关方面的佼佼者 我以龙一会会会长的身份 邀请各位到来 是想公布两件事 第一 龙一会将在诸位当中 选取一人 作为龙一会对外的 唯一渠道商 换句话说 龙一会生产的所有药品 将通过这位渠道商 通往大夏 甚至国际 此话一出 虽然下方没人讨论 但林铁柱可以听到 不少人的呼吸急促了起来 龙一会唯一渠道合作商 这意味着什么 即便林铁柱这种门外汉都知道 那是一大块肥肉 足以撑死人的肥肉 第105章 龙一会的两个目标 大夏除了进口药 其余的国产药 有七成以上 都通过龙一会发布 换句话说 这个渠道商 以后将能控制 七成以上的国产药 从这些国产药里 产生的巨大利润 难以估量 不只是他 秦卿 周天策等人 也是心神激动起来 但台肃星 神色依然平静 缓缓继续道 当然 这件事 我们需要从长计议 各位可以回去确认一下 自己背后的势力 是否有能力 成为龙一会的渠道商 他接着道 龙一会的渠道商 必须忠于大夏 也必须干净 干净两个字 但台肃星说得很重 毕竟所谓的是否忠于大夏 只存在心里 无法考究 许多企业家 嘴上说着忠于大夏 实际上 早就安排自己的子女 远离大夏 投靠外国了 但是后半句 却是可以真真实实查清楚的 这个干净 太难了 没有几个资本 是绝对干净的 林铁柱 你有把握吗 秦卿忽然问道 林铁柱挑眉一笑 为什么突然问我 秦卿犹豫了一下 低声道 因为我不知道 秦家的商业帝国 是否真的干净 能不能满足荣医会的要求 林铁柱倒是没想到 秦卿会跟他说这种话 这不就是觉得自己家族 也可能存在偷税漏税 甚至犯法的那些事吗 我也没有把握 林铁柱无奈笑了笑 他进入天地娱乐 和牧师集团时间尚短 谁知道以前 袁静和牧云山那些人 有没有做过赚黑心钱的事情 听到林铁柱这句话 秦卿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你这家伙 还挺老实的 正常商人 可不会跟自己说这样的话 秦卿心想着 台上 但才肃心继续道 第二件事 最近一个月 我容易会有五名内部人员死亡 死因是因为服用了禁药 MG17 禁药 MG17 那是什么 没听说过 不过禁药 就是还没正式对外发布 或者没过审的新品药 龙一会内部 有人因为 吃错要死了 但才肃心抬起手 场内的人立刻闭上嘴 禁药MG17 是龙一会这几年研发的一种新的强心剂 这种强心剂 目前还在试验阶段 不瞒各位 由于本人的失责 禁药 MG17 不但被人带离了实验基地 还被人提前用于人体实验 就在 但抬肃心手指往下 就在这座城市 此话一出 全场所有人脑海中 当即翻腾起来 禁药被盗出去了 龙一会还因此死了人 而那禁药 还被人拿去做实验了 什么人干的 没有人在意 但抬肃心的那一句失责 毕竟他们也没有资格去责怪龙一会会长 他们更在意的 是后面的话 如果这件事出在地城 那龙一会恐怕会将地城整个翻个底朝天 也要把偷药的人揪出来 很快 但抬肃心背后的大屏幕上 出现了几张照片 都是死人的照片 龙一会与地城安全局 联手调查这件事 已经有一个星期时间 这是安全局送来的 地城最新死者照片 其中筛选出来的这四张 但抬肃心 特别放大了其中四张 当照片放大 所有人看到细节的时候 琴琴下的身体一颤 下意识地躲在了林铁柱的怀里 林铁柱看过去 双眼微眯 那四张照片里的死者 五脏六腑全部被挖走 前面色苍白 嘴唇发黑 中毒 被放干了血 甚至器官都没了 林铁柱想继续看 可蛋抬肃心 已经关闭了屏幕 这本就是比较内部的文件 林铁柱猜测 蛋抬肃心是很想抓住 盗药的人 才破例给在场的人看 诸位相信也看到了 这四位死者 我们在尸体上 都发现了 MG17的毒素 所以 蛋抬肃心面色 越发冰冷 严肃下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些都是盗药人 为了对MG17 进行最后的人体实验 而出现的受害者 而且 蛋抬肃心一巴掌 拍在了讲台上 巨大的回响 在教堂内部回荡 所有人呼吸沉重起来 盗药人气势荒野 是对龙医会的一种挑衅 蛋抬肃心 抬起一根手指 说道 官方将悬赏一个亿 希望诸位 一共捉拿盗药人 同时 优先考虑渠道合作 全场哗然 一个亿多不多 多 但是对于在场的人来说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后面那句话 优先考虑渠道合作 换句话说 谁拿下了盗药贼 谁就是龙医会以后 对外的代理人 会长这是铁了心 要挖出那个人啊 正常 盗药 杀了龙医会的人 公然祸害百姓 挑衅龙医会 甚至安全局 堂堂龙医会会长 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恐怕今天之后 整个地城都要变天了 这种悬赏收益 就算是我们 也抵挡不了这么大的诱惑 谁能成为龙医会渠道商 足以让整个家族 一飞冲天 但才肃心不再说其他话 从讲台转身 已经进了后台 众人明白 今天的会议 就这么简单粗暴地结束了 这就是龙医会会长 一贯雷厉风行的风格 其他人陆续离开 领铁柱拍了拍晴青的背 好了 结束了 晴青在领铁柱怀里 张开眼睛 偷偷看了眼外面 确定开始散场了 才坐直了 将几缕青丝捋到了耳后 晴青脸色还有些红云 领铁柱 我们走吧 领铁柱正准备起来 可忽然 一个女人缓缓走来 你好 请问是领铁柱林先生吗 第106章 郑国军暗勇 领铁柱打量了一下女人 身材颜值气质 都属于中上等 穿着标准的办公室女性装扮 黑色的西装 内衬白色西装 还打着领带 只是那领带的弯曲弧度 证明了女人的好身材 是 领铁柱点了点头 女子微笑道 会长想请领先生单独一件 领先生请 领带着领铁柱 会长 淡台塑星找领铁柱单独见面 领铁柱无奈一笑 这女人表面上刻刻气气 可传递淡台塑星命令的时候 却带着几分霸道 没有任何询问她意见的意思 而是直接让领铁柱 去找淡台塑星 我没空 领铁柱冰冷的开口 拉着秦青 正准备转身 啊 秦青愣了愣 低声道 你这家伙 龙一会会长的面子 你也不给 给 但是不给传话那个 领铁柱冷冷道 果然 女子顿时一脸的诧异 以往淡台塑星 召见其他人的时候 她也是这种态度 本来就不用 询问对方的意见 直接以淡台塑星的名义 让对方去即可 因为根本没有人赶不去 可现在 这小子居然走了 等等 女子当即追了上去 拦在领铁柱面前 压下原本脸上的高傲道 我还没自我介绍 你好 我叫江黎 龙一会会长助理 嗯 领铁柱不嫌不淡地 应了一声鼻音并没有任何情绪 以往这个身份一出 基本上任何人都要给几分面子 因为会长助理 代表了龙一会会长对外的代言人 可领铁柱的反应 江黎显然并不满意 但是没办法 淡台塑星的意思 是请领铁柱进去一见 这种小事她必须要做到 刚刚多有得罪 请问林先生有没有时间 我们会长想见你 这一次 江黎的态度 倒是刻刻气气起来 领铁柱瞥了眼琴青 我进去一趟 嗯 琴青点了点头 我在教堂外等你 行 渐轻轻拭去的离开 江黎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带路 领铁柱淡淡到 江黎走在前头 两人很快来到了教堂后台 这里 已经没有任何人 甚至在外面 来参加会议的人 也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只有周天策 在离开前留意了一下领铁柱 奇怪 他怎么进去后台了 周天策双眼微眯 那里 可是龙一会会长的休息之地 以领铁柱的身份 何德何能有资格进去 怎么了 白衣老者的声音传来 周天策回神道 没什么 王老 刚看到一个仇人 仇人 对 他叫领铁柱 现在别管什么领铁柱了 找找那个慕安国 别让他把我们的事抖出去了 你刚刚也看到了 白衣老者双眼微眯 瞟了眼讲台的方向 出去说 周天策收回看领铁柱的目光 二人离开了教堂 回到军用车上 周应龙看到大哥出来 立即道 哥 我刚刚看到领铁柱了 闭嘴 坐到那一辆去 周天策冷声说道 周应龙刚到嘴边的话 又咽了回去 满脸的憋屈 刚刚龙一会的人拿枪指着他 现在亲大哥 居然也这么冷淡 可周应龙不敢反驳 老老实实换了一辆车 周天策和白衣老者上车后 军用车的反窃厅装置启动 隔绝了车内外所有的声音 龙一会会长亲自来递程 可见 MG时期有多重要 抓紧时间和海神组织的人谈谈 白衣老者脸上露出一抹阴晕 那群人也是疯子 居然刚把实验体扔出来 公然挑衅龙一会 周天策微微一笑 能进海神组织的 哪一个不是疯子 那群人 都是法外狂徒 如果不是他们对实验有利用价值 王老 我实在 白衣老者 打断了周天策的话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一旦那个实验成功 未来我们郑国军 将会拥有无敌的神将 到时候 一切牺牲 都是值得的 你尽快和他们对接上 另外 我听说他们 还在找另一样东西 什么 白衣老者摇了摇头 具体我也不得而知 据说是他们原来 在地城的代理人死了 似乎还私藏了什么秘密 好像叫袁晋 袁晋 怎么 你认识 有过一面之缘而已 周天策收敛了心绪 袁晋 就是死在他手里的 可没想到 他居然是海神组织的人 而且 袁晋藏了什么秘密 居然让海神组织 大费周章 来地城寻找 他们的事 我们管不着 那几个地城家族 都谈好了 只剩一个木架 尽快拿下 想要在地城完成那件事 不但需要海神组织 和MG时期 还需要四大家族的配合 周天策的目光 也是隐狠下来 是 第107章 会长的私人邀请 教堂后台 林铁柱跟着江黎进来 看到了正在一张 办公桌前的淡台塑星 你先下去 是 会长 江黎关上了房门离开 淡台塑星严肃的脸上 这才露出了一点笑容 刚刚失态 让林先生见笑了 他说话的时候 故意用了那晚在酒吧的语气 所以林铁柱本能的 有种熟悉的感觉 不过 他时刻提醒自己 眼前的女人不是普通人 她是和军神同一级别的 龙医会会长 林铁柱在对面坐下 会长找我 还有什么事 不等淡台塑星说话 林铁柱的双眼 已经扫了一次他的未来 很快 林铁柱收回目光 脑子里多了大量的信息 原来如此 看到林铁柱那拘谨的模样 淡台塑星忍不住笑了一声 铁柱呀 我还是习惯你在酒吧那种感觉 这里没有外人 你不用这样 林铁柱尴尬一笑 心想着 大姐 你当然无所谓 可你这外面几百只枪在巡逻 我要是一个不小心得罪了你 下一秒就得被打成马蜂窝 这让林铁柱 怎么像酒吧那样放松 淡台姐要是想的吗 我们下次去酒吧聊 淡台塑星挑了挑眉 你这是约我 他急剧诱惑的目光看过来 让林铁柱整个男子气概 都起来了 是 听到林铁柱的回答 淡台塑星白了他一眼 没个正经 等欧红有时间了 我们三个再喝酒 不过现在 我有一件正事 需要麻烦你 林铁柱眨了眨眼 堂堂龙议会会长 手眼通天 有什么事 要我这种小人物帮 淡台塑星将一打照片 推到了林铁柱面前 这些 就是刚刚遇害者的照片 对 林铁柱看着手里的照片 之前会议上 他看的是屏幕上 较为模糊的版本 而他现在手里的 显然是原版 下手真狠 看得出什么线索吗 还没有 我仔细看看 林铁柱淡淡到 翻看着一张张照片 淡台塑星留意着他的表情 对林铁柱的反应很是满意 没有任何的害怕 反而异常冷静 这样的心境 淡台塑星阅人无数 在林铁柱这个年纪里 也难以找到第二个 他们的死亡位置 林铁柱皱起眉头 有地成地图吗 有 淡台塑星 很快抽了一张地图出来 林铁柱将四个死者的死亡地点 分别在地图上圈了起来 淡台塑星没有说话 而是饶有兴致的 看林铁柱操作 很快 林铁柱又将四个死亡地点连接 不对 林铁柱摇了摇头 看向淡台塑星 应该还有一个受害者 这句话 倒是让淡台塑星皱起眉头来 为什么这么说 林铁柱指着地图上的四个圈 说道 东方属木 西方属金 南方属火 北方属水 淡台塑星的目光落在了地图上 这四个人 死的方向正好对应四个正方位 看来会长已经看出来了 淡台塑星并没有故弄玄虚 而是投来一个欣赏的目光 不过我发现这一点 用了两个小时 而你 只用了两分钟 林铁柱耸了耸肩 我也是乱猜的 总不能说 是你在之前的未来一小时里问过我 结果我答不出 你才告诉我 所以我才能先发制人说出答案吧 淡台塑星轻轻一笑 过度的谦虚 可就是骄傲了 没有和林铁柱纠缠在这种小事上 淡台塑星继续到 所以你认为 盗要人是根据五行来杀人的 对 所以现在还缺一个 林铁柱指着四大方位中间的位置 第五位受害者 应该在这里 中央属土 第108章 淡台塑星的请求 中央属土 淡台塑星的目光 同样落在林铁柱所指的地方 你是说 这里还会有尸体 对 淡台塑星当即拿起了电话 播出后 很快 电话接通了 地城阳光道198号附近 最近有没有发现尸体 淡台塑星连打招呼都没有 直接就问到 电话那头 不知道说了什么 淡台塑星皱起眉头 知道了 挂掉电话 淡台塑星看向林铁柱 没有尸体 有没有可能 尸体还没出现 林铁柱思索着 或者说 对方还没杀人 有可能 淡台塑星 不排除林铁柱说的可能性 所以 我现在更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淡台塑星 神色缓和了一些 帮我找到刀药人 我可以答应林先生任何条件 林铁柱发现 淡台塑星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在桌子上的手 微微用力了一下 他很愤怒 这次的事情 确实是挑战了龙医会 甚至是公然的挑衅 身为龙医会会长 淡台塑星 或许也面临巨大的压力 任何条件 林铁柱目光 扫了眼淡台塑星 后者的表情 微妙地变化了一下 这小子在想什么呢 淡台塑星咳嗽了一声 可林铁柱丝毫不顾忌自己的目光 毕竟是你说 可以答应任何条件的 你管我想要什么 林铁柱心想着 也干咳了一声 行 我尽力试试 不过 我有一个问题 请说 龙医会神通广大 为什么需要我 这种小人物 淡台塑星 无奈叹了口气 也并没有隐瞒林铁柱的想法 如实道 因为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 林铁柱双眼微眯 你的意思是 龙医会内部出现了叛徒 淡台塑星 颇为欣赏林铁柱的反应 看来 我没有看错人 铁柱呀 你很聪明 淡台塑星 又是递了几张照片过来 这是MG17的失窃画面 如果不是内部人员坚守自盗的话 MG17不可能离开龙医会实验室 而且 淡台塑星语气顿了顿 林铁柱帮他补充道 而且 对方还杀了几个龙医会的人 为他们吃了一部分 MG17 手段倒是残忍 淡台塑星点点头 不错 偷药的人叫葛林 葛林 一个在龙医会超过十年工作的老员工了 淡台塑星失望地点头 但脸上显然还有几分纠结 会长觉得 不像是他做的 林铁柱试探地问了一句 即便他已经在未来知道了答案 不过正常的对话流程 还是要走的 淡台塑星如实道 葛林倒要离开的当晚 我们发现他的家人全部被杀了 而且 葛林的性格比较软弱 不像是会做这种事的人 淡台塑星的语气 多了几分神秘 我们怀疑 葛林被控制了 精神控制 精神控制 对 我们在监控里看到了葛林 但他似乎并没有想要 避开监控的想法 甚至我们在监控里 看到了这一幕 淡台塑星 特指了其中一张照片 林铁柱仔细一看 照片里显示的 是一个3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右手拿着一个保险箱 正看着监控镜头 而他的表情 让林铁柱很不舒服 他在笑 疯狂地笑 这也是我们的怀疑 葛林在实验室里 是个不苟言笑的实在人 家庭美满 我们想不到理由 为什么他会突然这么做 并且 他的家人是在他盗取 MG时期的同时死亡的 林铁柱摸着下巴 会不会是有人用他的家人来威胁他 不像 淡台塑星 当即否定了这个想法 因为他在笑 盗取MG时期这件事 给了他极大的快感 所以他笑了 如果是家人被绑架 他应该隐秘地逃离才对 而不是对着监控 故意大笑挑衅 说到挑衅 淡台塑星语气加重了起来 林铁柱笑道 就像抛尸案的做法一样 也是在挑衅龙一会 是 淡台塑星坚定地点头 两者都是在挑衅 至于是谁 我不得而知 所以林铁柱 龙一会内部 还有没有第二 第三个葛林 我暂时也无法确定 所以 我想买个保险 林铁柱当然明白他的意思 明面上 让龙一会和整个地城的权贵 一起找凶手 暗地里 让我也偷偷调查 淡台塑星点头 是 而且你会得到的好处 比任何人都多 全城也可以得到我的权利支持 包括一手信息 药物 甚至兵力 那就多谢会长看得起了 林铁柱拍了拍桌子 知道事情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站起身来 有需要我会通知你 如果会长有新的线索 也可以发给我 至于我的联络方式 林铁柱本来想留个电话 或者微信 但想了想 以龙一会会会长的本事 自己也不需要留了 他想要随手都能得到 林铁柱走到门口 还没开门 还有一个问题 林铁柱看向淡台塑星 刚刚会长打电话的人 是谁 第109章 穆天月的嫁妆 大厦安全局总局长 明白了 林铁柱离开房间 刚刚压制住的心跳 又顿时加快了不少 虽然以前苍狼给自己训练过心境 甚至林铁柱现在说谎的情况下 连测谎仪器都检测不出来 但是他的阅历 始终还是太浅了 安全局总局长 那可是司徒局长的顶头上司 按照之前秦清的分析 那是大厦六部之一 和隆一会会长 郑国军军神同等地位的人 看来这件事闹大了的话 地城都要翻天了 林铁柱寻思着 必须快点找到刀药的人 否则他敢肯定 淡台塑星说不定会动用安全局的关系 是武力把地城翻个底朝天 林铁柱看着手里的照片 可灵 他离开教堂 由江黎亲自送了出来 江黎第一次见到 有人可以和淡台塑星 单独聊这么久 这小子 看来在会长眼中 也是很特别的存在 林先生 慢走 林铁柱随意地点了点头 看到门口 秦清的车还在等候 林铁柱 你好久呀 看到林铁柱出来 秦清迎了上来 瞥了眼教堂里面戒备森严的样子 拉着林铁柱上了车 还没等车辆发动 秦清两个胳膊 压着林铁柱的大腿 双手倚着下巴 林铁柱 快告诉我 龙一会会长 找你干嘛了 你们是什么关系 你以前就认识他吗 你不会背着穆天月 跟龙一会会长有一腿吧 一连串的问题袭来 林铁柱老脸一抽 想什么呢 我是那种男人吗 难说 清清白了他一眼 不过也意识到 林铁柱似乎并不想提及 里面发生的事 他识趣的 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林铁柱 你接下来想去哪里 回公司一趟 拿点东西 很快 两人来到天地娱乐楼下 门口的保安 看到劳斯莱斯出现 当即两眼瞩目了过来 通常这种车 一定是顶级贵客来了 很快 上面下来了两个人 保安擦了擦眼睛 卧槽 董事长 董事长好 保安立刻上前 又看到 身后跟着一个绝美的年轻女人 林铁柱向保安礼貌性点头 我先上去了 林铁柱 我带你去建设龙一会 你不应该带我上去建设你的公司吗 本来想赶走清清 没想到这女人 一副不想走的样子 这里不是我的公司 我只是代表牧师集团 和无忧传媒 暂时代理董事长 林铁柱如石道 可秦清却是轻哼一声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什么意思 看林铁柱一脸猛逼的样子 秦清反而有些诧异了 你真不知道 直说 刚刚牧师集团发布了一个消息 我还以为你知道的 秦清勾了勾手指 后方车辆里 有个女助理跑了过来 递上来一个平板 上面显示的 是牧师集团的权益变更 主要有两个 一是牧安逸辞去牧师集团 董事长的席位 由牧安国接任 林铁柱双眼威眉 看来上次牧安国找自己说的话 没有夸张的成分 那家伙的手段 比起牧安逸和薛敏厉害 牧舒曼虽然比不过牧天月 但是拼爹这一块却赢了 不过林铁柱又想想 牧天月真正的父亲 连牧云山都没有资格知道 只是现在还找不到而已 找到了 肯定比牧安国强 但是公告还有第二条 牧云山将牧师集团持有的 百分之二十一天地娱乐股份 全部转给了林铁柱 我 林铁柱瞪大了眼 这个牧老爷子 也没跟自己说过这件事啊 你还真的不知道呀 扑刺 秦秦忍不住笑了一句 林铁柱 你这个笨蛋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林铁柱看向秦秦 牧云山这波操作 倒是真的让他看不懂了 嫁妆 秦秦轻哼一声 双手交叉在两颗大道理前 这是牧云山给牧天月的嫁妆 现在提早给你了 这个股份的市值 现在大概值四十多亿吧 这份嫁妆还算贵重 林铁柱沉默了下来 嫁妆 他联想起上次牧云山 拜托自己的事情 忽然觉得 肩膀上多了几份责任 对牧天月的责任 但是 这四十多亿的股份 是真香呀 林铁柱心里还是乐开了花 具体的情况 等回头去一趟牧师集团 问问牧天月再说 看到林铁柱沉默的样子 秦秦忽然玩心大起 问道 林铁柱 你不会不想取牧天月吧 第110章 天地娱乐十九楼 你不喜欢他 哦对了 秦秦淡淡一笑 你现在可是龙一会会长的红人 牧师集团这点东西 你还看不上 他有肘子顶了下林铁柱 林铁柱 你猜猜 如果我出嫁那天 我爸会给多少嫁妆 我怎么知道 林铁柱懒得理会这女人 总感觉她越来越奇怪 和自己说的话题 也时不时的往男女关系上面去 林铁柱静直进了天地娱乐 你等等我 秦秦也跟着 两人一起上了电梯 你竟然干什么 我去看看我的人 你忘了 那几个七品高手 我可是派过来给你训练了 林铁柱这才想起来 早知道不答应你了 周天策我一个人收拾足矣 切 口气还不小 周天策背后有郑国军的 秦秦拉着林铁柱的手 咱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 你可别想甩掉我 两人出了电梯 林铁柱停在了十九楼 电梯门刚打开 就听到了吵杂的声音 同时还伴随着一声哀嚎 死 林铁柱 你这里的人 怎么都凶神恶煞一样 秦秦呆呆地 看着面前的场景 木装 假人 擂台 十八般武艺 各种道具 琳琅满目 这里的场地 足有一个足球场大小 而几乎每个人 都在进行高强度的锻炼 秦秦看到了自己的人 正在和几个身上 穿着古物馆标志衣服的高手 在对打 你这些人也是七品 秦秦诧异地问道 林铁柱点头 他们都是古武术高手 只不过现在世道不太好 在外面教武功十几年了 升级都出现了问题 我把他们请到这里 当武术指导 他们好厉害 秦秦咽了咽口水 看着那几个人 凌空飞脚 游刃有余 甚至连他那几个七品的手下 都被打得节节败退 看来林铁柱让他们过来训练 不是开玩笑的 这些高手当武术指导 太浪费了 林铁柱 把他们让给我吧 林铁柱脸上一愣 好家伙 你这挖墙脚 也太明目张胆了 不让 秦秦白了他一眼 小气 但他心里却是对林铁柱 有了更多的认识 这家伙 培养这些人 武术指导 显然只是表面上的掩饰 这群高手 足以成为最强力的打手 林铁柱这家伙 底牌还挺多的 秦秦心想着 忽然觉得林铁柱说 单独对付周天策 不像是吹牛逼的了 你在这里等着 我上去一趟 林铁柱撇下秦青 来到了顶楼 从顶楼的董事长办公室里 林铁柱拿出了 袁静留下的平板 他有一个猜测 敢公开挑衅龙一会的人 不像是大厦官方的人 毕竟这次地城 龙一会 郑国军 安全局 三大官方的势力 都在插手 如果是这三方在鬼打鬼 那大厦内部 就太不像话了 林铁柱怀疑 挑衅的是外来势力 甚至不属于大厦的势力 比如 袁静背后的海神组织 在上次穷其玉玺失利之后 说不定海神组织 还有其他的目的 而海神组织 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属于国际的灰色势力 他们之前敢杀袁静安 插在穆天月身边的人 也就敢杀其他人 那些尸体 还有葛林 MG17 很可能和海神组织有关 还有一种可能性 郑国军 林铁柱 之前从穆云山那里等到的资料 加上穆天铃带回来的消息 郑国军 想在地城做一个实验 这件事 只有林铁柱和穆云山知道 郑国军与龙一会 这两个官方势力鬼打鬼 可能性太低了 先查查这个 林铁柱抓紧了平板 离开办公室 经过十九楼的时候 林铁柱打算带秦青离开 这种千金公主 留在十九楼练武区 万一出什么事 等下下都秦家来找他麻烦 事情就得麻烦了 十九楼 林铁柱瞥了眼泪台方向 上面 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趴在地上 正是肖伯 馆长呀 你下手轻便 肖伯躺在地上 蜷缩着身体 擂台下 秦青正在看戏一样 对着肖伯比喻了一声 你行不行啊 戏狗 听到女人的声音 肖伯艰难地抬起头 一看 秦青完美无暇的脸蛋 映入眼帘 他心头一紧 戏狗 你说我是戏狗 肖伯整个人谈了起来 他可以在陈浩南面前认怂 但是不能在女人面前认怂 尤其是这么漂亮的女人 馆长 继续来 陈浩南摸了摸后脑 心想这小子 怎么突然打得鸡血一样 两个再度打在一起 只不过 陈浩南是单手 他怕双手控制不好力道 把人打死 而肖伯 则是一边吼叫 一边出招 叫是为了壮胆 打得好 踢他 秦青继续叫喊着 林铁柱来到他旁边 好了 可以走了 可秦青显然还一犹未尽的样子 林铁柱 你这里怎么还有几个明星啊 他刚刚看到 除了肖伯 还有一个女教练 在带着三个女明星锻炼 那几个女明星 叫得跟杀猪一样 废话 我这里是娱乐公司 林铁柱拉着秦青进了电梯 我还没看完呢 不用看了 肖伯打不过陈馆长 秦青轻哼一声 我当然知道 我又不是傻子 那个陈馆长 一看就是七平以上的高手 一百个肖伯 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猜 是你让他训练肖伯的 这女人果然聪明 林铁柱点了点头 肖伯接下来会在我这里拍一部电影 不过开拍前 我需要把他变成一个强壮的男人 而不是小鲜肉 可秦青对这些不感兴趣 林铁柱 你和陈馆长比的话 谁更厉害 第111章 再回监狱 圆境的平板 林铁柱笑了笑 你猜 我猜是你 林铁柱没有回答他的话 出了电梯 正在想要不要自己打车走 你去哪里我送你 秦大小姐从下都专门来地城 没有正式的吗 有呀 不过在做正式之前 我需要先把这里的气液下去 秦青指了指自己的胸部 周天策欺人太甚 我们对付了他 我再去办正式 林铁柱的目光 落在了秦青手指的方向 你这胸挺大的 胸襟怎么这么小 你 秦青白了他一眼 拉着林铁柱上了车 我这不是心胸狭隘 你不懂 周天策上次坏的 是我秦家拍卖会的规矩 我不得不找他麻烦 否则以后 人人都以为可以像周天策一样 在拍卖会上 威胁我秦家 强强拍卖品了 林铁柱挑了挑眉 倒是没想到这一茬 看来这种大家族 所要顾忌的东西 比他想象的还多 所以你要去哪 快说 监狱 秦青一愣 监狱 对 去见个朋友 你如果身份不方便的话 还是我自己去吧 秦青投来好奇的目光 不会 我从小到大也没去过监狱 正好跟你见识见识 什么奇怪的想法 林铁柱无奈一笑 转眼 二人来到地城监狱 林铁柱提前和司徒局长 打过了招呼 迎接他们的 并不是司徒局长 而是许鱼 铁柱哥 许鱼一身制服装扮 那火辣的身材 在保守的制服之下 好像随时会呼之欲出一样 司徒局长临时有事 所以让我来陪你去探监 许鱼低声说道 见到林铁柱的时候 他酝酿了许久的心绪 还是乱了 是因为那四具尸体 林铁柱随口问了一句 许鱼一愣 虽然这种事情 属于安全局内部机密 他不方便说 但还是轻轻点了点头 表示默认了 连地城安全局局长 都亲自出动了 看来龙一会 这次确实是来真的 不抓到道要人 事不罢休 秦轻一边下车 一边分析道 他留意道 许鱼看林铁柱的眼神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他 这个女人对林铁柱有意思 这位 许鱼问道 林铁柱还没说话 秦轻就率先拉着 林铁柱的手臂 我是他的干妹妹 干妹妹 许鱼一愣 林铁柱则是干咳了一声 你不用管他 先带我去监狱 哦 好 许鱼回过神 在前面带路 可一路上 他虽然没有说话 但思绪一直在 情情说的那句话上 干妹妹 铁柱哥居然有干妹妹 这几天 在认识了林铁柱之后 许鱼也是听说了 不少关于林铁柱的信息 包括他是 牧师集团空降的副总裁 地城第一美人 牧天月传闻中的老公 这些消息 都在告诉许鱼一个事实 林铁柱有女人了 可没想到 除了牧天月 林铁柱身边 还有干妹妹 铁柱哥就在这里 许鱼停下脚步 林铁柱站在监狱门口 准备进去 你在这里等我 我也想进去 秦卿道 进不去 你没有局长特许 是不是 林铁柱向许鱼眨了眨眼 哦对 局长只说 让铁柱哥一个人进去 这位小姐 不好意思 许鱼也是马上反应过来 拦下了秦卿 秦卿白了林铁柱一眼 看来这位女警官很听你的话 林铁柱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干妹妹啊 一个都没有 你别再胡说了行不行 林铁柱懒得理会他 静止进了监狱 这次 他没空 和其他犯人叙旧 而是直接来到最深处 停在那最大的监牢外 林铁柱摸了摸怀里的平板 叶雕哥帮我一件事 第112章 平板里的惊天秘密 监牢内 叶雕还在把玩手里的核桃 看来林铁柱来了 脸上露出一道喜悦 可很快 又轻哼了一声 这小子 无视不登三宝殿 是碰到棘手的东西了 林铁柱顺手打开了监牢 走进去 看到赤鹰和苍狼 正在研究着什么 林铁柱没有过去打扰 走到叶雕面前 拿出了一个平板 叶雕哥 你看看这个东西 能不能解开 叶雕看都不看一眼平板 脸上更加不爽 你小子 是不是翅膀硬了 敢看不起我了 咳 林铁柱干咳了一声 我错了 这种小东西 你肯定能解的 我问了句废话 这还差不多 叶雕接过平板 打开一看 很快皱起了眉头 林铁柱察觉到不对劲 怎么了 这是海神组织的加密方法 这东西哪来的 捡来的 你小子 不老实了 看看 你先帮我看看 能不能解开 林铁柱挑了挑眉 故意说道 不会连您也解不开吧 那算了 我再去问问其他人 放屁 叶雕冷哼道 要是老子解不开 你去找遍大侠 也找不到第二个能解开的 你信不信 我相信 两人的对话 也是让赤鹰和苍狼二人 吸引了过来 看到来自海神组织的平板 两人相视一看 看来你小子 已经碰到海神组织的人了 遇到了一个 不过他死了 只留下了这个 林铁柱如实说道 现在海神组织的人都在找这个 我猜里面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可是我解不开 你当然解不开 你小子还没学到我的精髓 什么时候有空多回来 我把剩下的东西都交给你 叶雕拉着林铁柱坐下 看好了 嗯 林铁柱点了点头 看到叶雕 居然从自己的床底 拿出了一个电脑 这电脑的形状非常奇怪 只有一个屏幕 但是却有两个键盘 交叉打开 林铁柱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键盘 叶雕哥 你之前保留的东西 有点多啊 因为这东西 你得学好之前的知识 才能掌握 叶雕白了他一眼 这小子没学好走路 就想学飞了 很快 叶雕在两个键盘上 各自单手操作起来 林铁柱的目光 落在那些键盘符号上 惊讶地发现 键盘的符号 居然也不是正常的符号 应该说 左边那个是正常的键盘操作符号 但是右边的 却是另一套他看不懂的符号 这东西 应该是特指拿来解密的 林铁柱心想 五分钟后 在叶雕的一顿操作之下 平板应声解开 解锁之后 林铁柱第一时间拿过来检查 里面只有一个文件APP 林铁柱打开一看 赫然眼前一亮 因为上面的东西 太过让他震惊 圆镜偷偷帮海神组织 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实验室 就在地城 林铁柱呼吸急促起来 又看到上面写了两个地址 一个是地下实验室所在 另一个 则是圆镜私藏的宝贝 文件里面 还有圆镜这么多年来 为海神组织私下购买国宝的证据 大部分的国宝都交给了海神组织 但是 圆镜留下了最值钱的一个 十二生肖的龙手 这东西可是国宝 看着龙手的照片 林铁柱咽了咽口水 除了龙手 还有五百亿的现金 藏匿的地址 林铁柱瞪大了眼 阳光到198号 巧了 那不就是抛尸案最后一个图属性的地理位置吗 等等 还有一个加密文件 夜雕又提醒了一句 在平板文件里 又抓取出了一个隐藏的加密文件 弄这个平板的人 应该也是海神组织里的高手了 心思还挺多 夜雕笑了笑 将平板交给林铁柱 林铁柱一看 顿时瞪大了眼 那个地下实验室 居然还有一个引爆装置 和万能密码卡 都藏在阳光到198号 林铁柱嘴角一扬 这个圆镜 还真是够鸡贼的 帮海神组织做事 不但私藏了这么多钱 还留了一手玉石巨坟的东西 这个是 最后一份文件 林铁柱点开一看 赫然间眼前一亮 因为上面 是一份以Excel档案做成的名册 海神组织成员册 他的目光落在地城的关键信息上 居然看到地城所在 除了袁静自己之外 还有一个人 也是海神组织的走狗 旱灾基金会张青天 这小子林铁柱之前见过 在牧家的慈善晚宴上 那场晚宴 就是为了给旱灾基金会筹款而举办 而张青天 在排桌上的时候 就帮着周应龙说话 没想到还有他 倒是人不可貌相了 林铁柱收好了这些资料 叶雕哥 谢谢了 没事 现在快晚上了 你小子要不要留下来吃饭 叶雕脸上 显然温和了许多 刚刚是和林铁柱斗嘴 现在则是真的想留下林铁柱吃饭 赤鹰和苍狼两个人 也看了过来 海神组织的事情 要小心点 那东西背后牵扯的视力太大 一个不留意 很可能栽进去 苍狼提醒道 又缓了缓 要不要留下来吃饭 放心吧 苍狼哥 我不是还有你留给我的底牌吗 林铁柱手里一动 多了一道青铜令 好了 我先走了 牢狱饭吃着 怪不吉利的 你这小子 叶雕和苍狼老脸一抽 没等他们继续说 林铁柱已经离开了监狱 监狱大门外 轻轻打量着许鱼 小妹妹 你和林铁柱认识多久了 第113章 宝藏 许鱼一愣 才 才几天 你呢 几天啊 那时间怪短的 我和林铁柱认识十几年了 青梅竹马 秦青一本正经的说 听到这句话 许鱼的目光明显落幕了下来 秦青扑刺一笑 心想着 这个小丫头还挺单纯的 好玩 不过 林铁柱这个人比较花心 认识时间长也没用 他 早就把我们之间的感情 给忘到后脑勺去了 秦青又是说道 许鱼一脸不幸地看着他 铁柱哥不像是这样的人 怎么不像 秦青轻横道 你听说过穆天月和她的关系吗 许鱼点点头 听说穆小姐是铁柱哥的妻子 对 她和穆天月也才认识没几天 就把我这个青梅竹马给抛弃了 还让我对外说 只是她的干妹妹 就是不想穆天月生气 啊 铁柱哥是这样的人啊 秦青重重点头 那可不 所以啊 这样的渣男 你还是不要跟他有过多的交集了 免得他看上你 连你都不放过 说吧 秦青突然拍了下许鱼的屁股 你看你这么娇羞的样子 要是栽在林铁柱的手里 你就完了 会彻底沦陷的 啊 许鱼吓得叫了一声 脸色当即红了下来 可是 铁柱哥 怎么看都是好人啊 你 秦青俏丽的脸上一抽 这丫头 居然没被他唬住 好人脸上可不会写着好人 小丫头 你真的被他给骗了 可秦青越是说 林铁柱的不是 许鱼越是下意识地察言观色起来 调查员的本能开启 许鱼双眼变得聪明了不少 这位小姐 你在骗我 秦青一脸猛逼 可她的反应 却尽数被许鱼收入眼下 果然 你在骗我 我就知道 铁柱哥不是你说的那样 许鱼的脸上多了几分怒意 秦青小姐 虽然你是铁柱哥的青梅竹马 但是也不能这样诋毁她 我 秦青整个人都不好了 本来以为许鱼好骗 想忽悠一下她 让她对林铁柱知难而退 免得林铁柱 天天周围一堆女人围着 自己想找她玩都不方便 可没想到 这个许鱼也不笨呀 这时 监狱的门打开 林铁柱走了出来 看到两人在谈话 你们在聊什么 秦青身体一颤 没什么 我在夸你呢 是不是呀 小妹妹 许鱼白了她一眼 才不是 你再说铁柱哥坏话 你 秦青满脸的尴尬 转移话题到 林铁柱里面的事情办妥了吗 办妥了 我先去一个地方 你们慢慢聊 林铁柱瞥了秦青一眼 你自己回去 还有 再说我坏话 小心我把你吊起来抽 留下这句话 林铁柱快步离开了监狱 转眼就没影了 林铁柱 你等等 秦青想跟上去 可以他的身手根本跟不上 铁柱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 许鱼不由地担心起来 秦青也皱起眉头 这家伙 总是神神秘秘的 这次突然这么着急走 一定有更好玩的事 秦青姐 你知道铁柱哥去哪里了吗 我怎么会知道 你不是铁柱哥的青梅竹马干妹妹吗 许鱼一脸呆萌地问 我 秦青一时间无言以对 气冲冲地上了劳斯莱斯 小姐 去哪 刚刚林铁柱出来了 跟得上吗 司机连忙摇头 刚刚我就没看到有人出来 林总裁不是跟你一起进去的吗 秦青更加无语了 林铁柱居然还躲开了自己人的视线 显然是预防他跟踪 混蛋 十分钟后 阳光到198号 一座废弃的房子似乎已经许久没有人居住过了 这是一座中式院子 坐落的地段加上占地超过200平 价格也不菲 可现在院子大门紧闭上锁 里面更加是没人打理过一样 杂草丛生 就是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此时围墙上 跳进来一道人影 林铁柱悄然地落下 拍了拍鼻子 这里灰尘也太多了 不过 他相信这是袁静故意制造的假象 一个不起眼的破房子 没有人会进来 林铁柱拿出平板 找到了原境记载的藏宝位置 这里面还有精准的路线图 从后门跳上去二楼 正门不能走吗 林铁柱瞥了眼门口 双眼微眯 从口袋里取出一块镜片 透过镜片查看 居然看到了正门密密麻麻的红外线 原来如此 林铁柱明白过来 如果没有这个路线图 恐怕自己已经触动了这里的安保系统 他跳上二楼 顺着路线图进了房间门 在阁楼的一处暗阁内 林铁柱打开 找到了一个保险箱 按平板上显示的密码 林铁柱顺利打开了保险箱 这保险箱 足有半立方米大小 装下一个小台式电脑都足够 林铁柱眼前一亮 他看到了一个同志的龙手 就在保险箱内 几百年前 大厦遭遇各国侵略 曾经镇手下都的十二生肖青铜手 不翼而飞 几百年来 大厦官方在世界各地 找回了十一座生肖铜手 但唯独缺了 最象征大厦辉煌的龙手 原来 被原境藏在这里了 林铁柱将龙手搬了出来 看到龙手的嘴里 还放着几样东西 一张卡和一个晶片 第114张地下实验室 按平板的标记 晶片里就是五百亿的虚拟币代码 用特殊的手段 就能将这些虚拟币折现 而那张卡 是地下实验室的万能密码卡 林铁柱将密码卡和晶片 放入口袋里 看着巨大的龙手沉没了 呃 直接搬走 他正准备动手 可忽然院外传来声音 林铁柱当即将龙手放回原位 关上保险箱 跳出了房间 来到院子围墙上 林铁柱向外看去 只见此刻漆黑的阳光到街上 一辆车缓缓驶来 那辆车停在了不远处 似乎并不是冲着这个院子来了 林铁柱本以为是不相干的人 可这时 却见车上走下来两个人 静止去了后车厢 他们搬出来一个麻袋 麻袋解开后 掉出来的居然是一具尸体 林铁柱双眼微眯 第五具尸体 他们就是挑衅龙一会的人 对方抛尸之后 立刻上车离开 林铁柱跳出院子 靠近那具尸体查看 是一具女尸 五脏六腑被挖空 面色发黑 又是中了MG17的毒 林铁柱思索之际 突然背后发凉 一道剑光在他后方袭来 他躲开这一剑 漆黑的街道没了车灯 根本看不清对方 而显然 对方也没打算看清自己 因为第二剑已经来了 碰 林铁柱再度躲开一剑 林立的剑刃斩在街道石板上 发出一阵金玉之声 对方持剑攻来 林铁柱皱起眉头 发现对方的身法 至少是无凭无休 一个持剑的无凭无休 战斗力不亚于周天策 林铁柱认真起来 双手张开 苍龙气静呼啸而出 与对方的剑碰撞在一起 哄 两股力量在控制砸开一道火光 照亮了两个人的脸 对方居然戴着面罩 可看身形 林铁柱确定 她是一个女人 你是谁 林铁柱开口之后 对方却停了下来 调整着刚刚被苍龙气静震荡的气息 持剑女人挥剑 这次不是攻击 而是在地上 划出一道火光 火光再度照亮了林铁柱的脸 女人顿了顿 你怎么在这 林铁柱总觉得这声音有点熟悉 可一时半刻想不起来 人是你杀的 那女人又问 林铁柱听出 对方没有恶意 似乎也是跟自己一样 看来尸体凑上来的 人是我杀的话 你现在也已经死了 林铁柱冷声说道 女人哼了一声 刚刚我只用了七成功力 真的打起来 你未必是我的对手 林铁柱笑了 我只用了三成 你 女人还想反驳 可却见林铁柱 已经快步去追车了 站住 女人跟在身后 无品身法爆发 气静在脚下形成一道白红 以极快的速度奔跑 可她这次 即便出了全速 也被林铁柱越 抛离越远 这家伙 境界比我高 女人心中诧异 此时已经大汗淋漓 幸好林铁柱在前方停了下来 否则 她差点跟丢林铁柱了 人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闭嘴 林铁柱嘘了一声 他们面前 是郊外的一个别墅外 刚刚抛尸的车 就停在别墅门口 那女人也看到了车 识趣地闭上了嘴 学着林铁柱 跳上一棵树 林铁柱看了下地理位置 好家伙 这里不就是原禁给海神组织 建的那座地下实验室入口吗 别墅只是幌子 在别墅下 还有一座至少1000平的巨大实验室 就是他们偷走了 MG17 女人低声问道 林铁柱诧异地盯着她的面具 你怎么知道 MG17 我是龙一会的人 我怎么会不知道 龙一会的人 不认识 女人面具下的双眼 白了林铁柱一眼 这家伙 居然这么久 也没听出自己的声音 不过她现在看情况 至少确定 抛尸案跟林铁柱没什么关系 她也是来调查的 进去看看 女人本想潜入别墅 却被林铁柱一只手拦住 等等 等什么 林铁柱看向另一个方向 女人顺着目光看过去 发现有一辆车开了过来 一辆普通的老款车 可这种地方 可不是普通人可以来的 林铁柱躲在树上观察 看那老款车 停在别墅门口 里面马上有人出来迎接 而车上下来的人 让林铁柱双眼微眯下来 周天策 周天策 第115章 郑国军 两人几乎一口同声说出 林铁柱看了女人一眼 对方也看了过来 四目相对 都能感觉到对方的震惊 郑国军的人 怎么会来找抛尸道药的罪犯 先不要轻举妄动 林铁柱提醒到 继续观察 发现周天策进了别墅之后 没过几分钟 就匆匆地离开 静止地上了车 而她上车的时候 手在怀里拍了两下 林铁柱目光留意到这一动作 可以确定她怀里有东西 在她思索的时候 女人已经按耐不住 跟上了周天策的车 这会有点冲动呀 林铁柱皱起眉头 不过她的选择是对的 别墅在这里又不会跑 但是周天策 从别墅拿了东西去哪里 现在不跟的话 以后就查不到了 林铁柱也在暗处 快跑跟了上去 习武之人 身法和体力的优势 极为适合追车 很快 林铁柱追上了女人 女人脸上有些不愤 全速追赶 可却被林铁柱越抛越远 而周天策的车 也是比两人的速度都快 幸好 周天策的车进入了市区 遇到红绿灯不得不减速 林铁柱二人 可以暂时停下 恢复体力 足足半个小时的追赶 车辆终于停了下来 林铁柱抬头一看 居然是周家山庄 周天策下车后 静止进了家门 连守在门口的保镖 打招呼都没理会 林铁柱找了个 可以看到二楼的位置 身后的女人 这才呼吸急促地跟来 你怎么阴魂不散的 林铁柱淡淡道 听到这话 女人本就疲惫的神情 当即多了几分怒意 我指责在身 你才是多管闲事 林铁柱懒得理会她 目光落在周天策进的房间内 发现白衣老者正在等着她 又是她 林铁柱双眼微眯 可距离太远 听不清他们的对话 只能看到 周天策从怀里 拿了个手指大小的金属瓶 交给了白衣老者 那个就是MG17 女人下意识地开口 却见白衣老者 接过金属瓶的手一顿 当即目光 看向二人藏匿的位置 你这蠢货 林铁柱想喷死她的心都有了 只见白衣老者一手挥动 气静直接震散了面前的玻璃 一步踏出 向二人追劲来 周天策也是当即将金属瓶放回怀里 意识到有人闯入 跟着白衣老者跳了出来 周家保镖听到动静追上 林铁柱当即跳下了树 转头就跑 以她现在的状态 碰上白衣老者 跟送死有什么区别 可白衣老者的速度极快 身后还跟着一个 无品巅峰的周天策 躲开 什么 女人诧异地看着林铁柱 下一刻 一道气静 直接贯穿了她的肩膀 碰 鲜血直流 女人整个人摔在地上滚了起来 笨死了 林铁柱一把抓起女人 双手抬起 苍龙气静呼啸而出 白衣老者见状 轻疑了一声 你是郑国军哪个部门的人 漆黑之中 他看不清楚林铁柱的容貌 但是这苍龙气静 他不会认错 白衣老者随意意指 只利与苍龙气静碰撞在一起 碰 林铁柱顺势后退 本想带着女人离开 可周天策却是包围了过来 一前一后 形成死局 第116章 死里逃生 现在怎么办 女人眼里透着惊恐 捂住受伤的肩膀说道 他看了眼周天策和白衣老者 你对付他 他看了周天策方位一眼 白衣老者不认识他 所以看到自己容貌也无所谓 但是如果被周天策看到 自己就算能脱身 也会被郑国军追杀 好 女人从怀里取出一瓶药粉 快速撒在伤口上 那伤口 居然肉眼可见地愈合起来 林铁柱轻移了一声 这东西厉害啊 见女人持剑 对上周天策 林铁柱也盯着白衣老者 黑夜之中 那一袭白衣 如同索命的幽魂一样 正快速靠近 林铁柱双眼微眯 看到了对方的未来 三招 自己指出了三招 就被他拿下 林铁柱在快速地寻找破解之法 手中出现一把短刃 在白衣老者一直点出的瞬间 林铁柱跳上一棵树 并没有选择硬碰硬 而是 躲 他快速查看地形 同时一边双眼 开启预知 提前知道 白衣老者的下一步动作 一旦看到白衣老者打中自己 林铁柱便离开改变策略 不断试错 伸手倒是不错 白衣老者五指成爪 一道气静在掌中凝聚 赫然向着林铁柱所在的树上打来 碰 一声闷雷般的爆破声响起 树干断裂 却并没有看到 林铁柱的身影 白衣老者不屑一笑 凌空抬起另一只手 气静画墙 下一刻 一把飞刃暴射而来 却被气墙挡住 雕虫小剑 白衣老者随手一挥 飞刃倒射出去 暗处 林铁柱看到白衣老者射回飞刃 自己接下后 却被上面缠绕的气静所伤 最终被白衣老者追击过来 一掌暴毙 改变策略 林铁柱直接躲开飞刃 同时故意发出一声喊叫 白衣老者 以为打中了林铁柱 淡淡一笑 看来 你没上次那么好运了 他已经看出 对方就是上次被朱雀救走的慕安国 可惜这次 本座不会再给朱雀救你的机会 白衣老者 一掌轰开暗处的草堆 本来以为可以看到林铁柱受伤的模样 可却发现 草堆后 只有一件林铁柱的外套 嗯 白衣老者皱起眉头 当即看向了另一个方向 那里 周天策与持剑女人打成平手 可没想到 一道鬼魅的身影 却突然出现在周天策背后 正是林铁柱 声东击西 好小子 白衣老者爆发全速冲过来 可林铁柱的动作更快 一掌打在周天策的背后 四平 你是谁 周天策正准备转头 看林铁柱的容貌 可他的动作比林铁柱慢了几分 刚刚那一掌 甚至将他怀里的金属瓶打了出来 林铁柱身形极快 凌空接下金属瓶 又是跳到持剑女子身边 走 说吧 他一脚踢飞周天策 将其踢向了白衣老者 对方无奈 只能接下周天策 可下一刻 却见一道长剑 在夜空中划过 前方连续几棵大树 向他们倒下 混账 白衣老者一声怒吼 气静直接震碎了树干 落叶纷飞 漆黑一片 待他看清前方 林铁柱和持剑女子 早已经不知所踪 白你开外 林铁柱一手搂着女子 一手持剑快速跳跃 你也练过剑 女子骇然地看着林铁柱 刚刚那一剑斩断几棵树 并不是他干的 而是林铁柱抢过他手上的剑 随意挥出的一剑 只凭这一手 他就知道 林铁柱的剑倒不在他之下 你的伤口裂了 林铁柱瞟了他一眼 此时女子肩上 刚刚被药粉封死的伤口 已经再次流出了大量的血 剧痛传来 女子吃痛咬着牙 你带着我跑不远 你先走 林铁柱看了眼身后 回忆刚刚最后一次预知白衣老者 对方追进了白米之后 便不再追赶 现在算下来 自己已经安全了 他没有理会女子的话 而是顺势潜入了一个平民小区 林铁柱熟门熟路地 找到其中一间老房子 在房子后方的窗户下 林铁柱轻轻一扣 那窗户居然被撬开了 这窗户是坏的 你怎么知道 女人诧异地看着林铁柱 我以前住在这里 林铁柱将女人扔在了床上 环顾四周 似乎这里还没租出去 石头的老妈 不是说有新租客了吗 林铁柱心里嘀咕着 她打开灯 确定了这里确实没人 看着熟悉的环境 林铁柱没心思怀旧 看了眼手里的金属瓶 这是一个拇指大小的小瓶子 金属包裹在上下两端 中间部分有无菌玻璃制成 可以看到里面流淌着浅蓝色的液体 这东西就是MG17 是 我在实验室见过一次 床上传来女人微弱的声音 林铁柱看了过来 发现女人已经脱掉了面罩 露出一张清秀高冷的脸 第117章 在于石头 你是淡台塑星的那个助理 看林铁柱 还是对自己没印象一样 女人白了她一眼 江黎他捂着肩膀 那里血液已经染红了衣服 林铁柱 帮我通知龙医会 让他们来接我 江黎躺在床上 脸色越发苍白下来 大晚上 我去哪里通知 林铁柱看了眼窗外 夜色寂静下的小区 那些都是他以前的邻居 万一龙医会来了 把这些街坊邻居吓坏了可不好 我先给你看看伤口 林铁柱伸手抓住江黎的肩膀 却见对方握住他的手臂 不行 什么不行 江黎别过脸去 本来就白皙的脸上 现在因为失血过多 更加显得楚楚可怜起来 我不喜欢男人碰我 林铁柱挑了挑眉 没谈过恋爱 没必要 多的是男人追求我 江黎倔强地说了一句 这一点 林铁柱倒是相信的 这女人姿色不差 加上龙医会会长助理的身份 这个地位 不比地城四大家族董事长低了 让林铁柱更加觉得有趣的是 这女人的身手 居然不亚于周天策 刚刚和周天策打得有来有回 如果不是她身上有伤 恐怕周天策还不是她的对手 你放心 我没兴趣追你 所以你不用 把我当成那些男人 林铁柱淡淡说着 没等江黎说话 就去洗手 见接了一盆热水出来 热水盆里 还有一条漂浮的毛巾 脱了吧 林铁柱瞥了眼江黎的伤口 气境所伤 不马上把气境倒出来 你的伤口会一直流血不止 这你应该知道 江黎捂着自己的伤口 也知道现在的情况 那你不许看 这是她最后的绝强 可在林铁柱面前 这种多余的绝强屁又没有 不看我怎么给你止血 你个憨憨 她骂出来的同时 一把扯开江黎的衣服 露出一大片雪白的肌肤 那肌肤上有一个手指孔大小的伤口 宛若一朵血色玫瑰在雪地里绽放 林铁柱 你 江黎虚弱地挣扎着 可看到林铁柱专注清理伤口的模样 她的挣扎越来越小 最后彻底放弃了抵抗 任由林铁柱 把自己上半身看了光光 五分钟后 伤口清理完成 林铁柱一手摁了上来 江黎轻咬着下唇 此时的脸上已经多了几分血色 感受到林铁柱手心的温度 还有她的气静 正在入侵自己的身体 抵消白衣老者的指令 江黎不敢动她 但心跳却越来越快 又过了半个小时 林铁柱收回了手 从抽屉里找到一盒绷带 给江黎从肩膀沿着割支窝包扎了起来 熟练的动作 让江黎又羞愧又惊讶 你怎么连衣术都坏 加上刚刚林铁柱施展的剑法 她突然知道 为什么会长大人 之前会亲自召见她了 这家伙 还真有点本事 行了 躺着别动 林铁柱把江黎放下 刚说完话 门口传来了动静 大哥 你这么久没回来看我 石头都想你了 听说你去了牧师集团 还当了上门女婿 恐怕以后不会再回来看我这个小弟了 林铁柱老脸抽了一下 听得出声音的主人是谁 她打开门 看到一个180斤的小孩 蹲在门口哭 门忽然打开 小胖子冷了一下 抬起头一边喊道 谁 有小偷 可当他看清了来人 脸上的警惕 顿时变成了惊喜 老大 老大你回来了 石头擦了擦眼睛 确定自己没看错之后 往林铁柱身上扑了上来 紧紧地抱住林铁柱 石头巨大且柔软的肚子 在林铁柱身上顶了几下 卧槽 你是不是又胖了 林铁柱把他推开 打量了一番 你小子最近有没有练功 我走了之后 不会都在偷懒吧 没有 老大 我每天都按你的办法 每天一百个俯卧撑 一百个仰卧起坐 一百个上下蹲 十公里长跑 为了锻炼意志力 夏天不能开空调 每天都在坚持下去 说着 石头抬起手臂 展现了厚厚的脂肪层下 那微不可差的肌肉 老大你看 我的宫二头肌 林铁柱笑了笑 勾起手指道 来试试 石头也顿时来了兴致 他已经很久没和林铁柱练功了 老大 你可要小心了 我最近每顿饭都吃了十碗 说着 石头抡起拳头 被肥肉包裹的拳头 呈现圆球状 看似没有什么杀伤力 但出拳的瞬间 速度却快得惊人 甚至有一道破风声传出 林铁柱不敢大意 同样一拳打出 两个拳头碰撞在一起 骨头咔咔作响的声音传来 床上的江黎 以为是周天策的人找来了 神情慌张地下了床 亮亮呛呛靠过来一看 找来的居然是个小孩 再来 林铁柱感受到手骨的剧痛 马德 要不是自己踏入了四品 这一拳能 直接把他打残 这小子 不愧是天舞人 第118章 不用找了 其中一人你也认识 石头是林铁柱见过的 第一个天舞人 所谓的天舞人 就是得天独厚 天生的练武奇才 这样的人 苍狼曾经跟他解释过 几万人之中 才有可能诞生一个天舞人 而且 天舞人如果不练武 则很难被发掘天赋 所以 有些天才直接被耽误了 当林铁柱发现石头的资质后 便开始了解他的品性 发现石头父亲早王 和母亲相依为命 性格也跟他极为投缘 所以才决定教他武功 不来了不来了 好疼呀 石头摸着自己的拳头 肥嘟嘟的脸上 充满了委屈 老大 你比之前更强了 还骗我说 我是练武奇才 石头满脸崇拜的 看着林铁柱 老大你 才是练武奇才 林铁柱笑了 看外面大晚上的 算了 过几天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那里有人陪你练 真的 石头忽然忘记了疼痛 满心欢喜地拉着林铁柱 老大你知道吗 自从你走后 我都找不到人切磋 小区里那些小孩 根本接不住我一拳 林铁柱皱起眉头 你打他们了 麻蛋 这货一拳 现在至少无品巅峰的力道 会打死人的好不好 石头连忙摇头 没有 老大不是跟我说过 不能对普通人出手 算你还记得 林铁柱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时江里也担心地走出来 林铁柱 他是 我是我大哥的小弟 石头拍了拍胸口道 又惊讶地看着江里 不对啊 老大 上次来找你的那个美女大姐姐 跟这个姐姐不一样 老大 又坏女朋友了吗 石头一脸好奇地说道 江里脸色称怒了下来 谁是他女朋友 不过 他很快 又饶有兴致地问道 怎么 你大哥带过其他女人来过这里 林铁柱脸上尴尬 本来还想管你什么事 没想到 石头还认真地回答起来 他拿出手指 一个个弯曲 你在干什么 江里问道 叔叔我大哥带过几个女人回来啊 姐姐 你的手指也接我数 江里 林铁柱 好了 大晚上回去找石姐去 不要告诉她 我回来过 林铁柱将石头赶了出去 石头摸着脑袋 那老大 我下次去哪里找你啊 天地娱乐十九楼 就说林铁柱让你来的 好嘞 听到石头离开的脚步声 江里道 这么晚 他一个孩子 你不怕他出事 他家就在十米附近 林铁柱顿了顿 补充道 四平以下 没人打得过他 没事的 江里整个人 愣正在了原地 四平以下 没人打得过他 他是个孩子啊 静胡说 江里显然没有理会 林铁柱的话 林铁柱 我现在状态好点了 我想先回龙衣会 行 林铁柱点了点头 摸着口袋里的MG17 他也想知道 这东西有什么特别 两人离开了小区 与此同时 周家山庄 白衣老者 瞟了眼地上的残局 倒塌的树木 破碎的玻璃 还有负伤的周天策 他脸色阴沉下来 周天策下令道 查清楚监控了没有 我要看清 他们到底是谁 少爷 那两个贼 好像故意躲开了监控 只拍到了脚 没拍到脸 周天策 看着那四条腿的截图 废物 再去找 周天策 气急败坏 白衣老者淡淡道 不用找了 其中一人你也认识 王老 是谁 穆安国 穆安国 周天策咬牙切齿 又是他 穆家的人 天堂有路他不走 地狱无门自来头 他找死 那小子武功不错 而且诡计多端 我的出手多次被他看穿 才无法拿下他 白衣老者 捋了捋下巴的胡子 不过 他多次偷听我们说话 其心可诛 你派人去穆家找他麻烦 另外 想起被抢走的东西 白衣老者皱眉道 海神组织那边你再跑一趟 带点诚意过去 周天策也明白 白衣老者的意思 丢失的MG17 短时间内 恐怕无法从穆安国那里抢回来 但他们的实验迫在眉睫 只能先去海神组织能力 看看能不能再要一瓶回来 行 我这就去 周天策冷声抱拳 又拿出了电话 哥 什么事 电话里传来周英龙的声音 第119章 MG17 帮我去穆家 动一个人 什么人哥 穆家那群孙子 我早就想动他们了 穆安国 不过他有点本事 你多派点人动动刀子 周天策眼中 闪过一丝灵力 放心吧哥 我这次一定办好 另一边 林铁柱和江黎 再次来到了教堂 这里的戒备 依然森严 林铁柱 这次算是看出来了 这里应该成了 龙医会暂时的根据地了 江助理 门口的守卫看到江黎 撤去了特种兵 两人竞直来到了后台 我刚刚已经提前通知过会长了 江黎说道 敲响了房间的门 静 淡台肃心的声音传来 林铁柱二人走了进去 淡台肃心看到二人在一起 脸上一丝诧异闪过 江黎是他派去找第五具尸体的 而林铁柱 也应该在调查抛尸道要人 两个人一直回来 只有一种可能性 他们发现了什么 发现尸体了 江黎点了点头 我已经派人去带回来了 就在阳光道 淡台肃心的脸色肃默下来 铁柱 看来你说的没错 林铁柱耸了耸肩 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 他从怀里拿出MG时期 淡台肃心注视过来 你在哪里找到的 接过金属瓶 淡台肃心连忙问道 一个别墅 我怀疑是海神组织的人 他的话 即便是跟他一起发现别墅的江黎 也是一愣 你怎么确定 是海神组织的人 江黎不解 他们之前只是跟着抛尸人去了别墅 后来就看到了周天策 从始至终 都没有进入别墅调查过 猜的 林铁柱懒得解释 但淡台肃心却相信了他的话 你猜的不无道理 大厦境内 敢挑战龙一会的人 不多 但是海神组织 是国际罪犯 他们没什么不敢做的 MG时期 被盗走的分量 应该不止这些 淡台肃心 观察手里的金属瓶 很快皱起眉头来 浓度不对 他站起身 经过江黎身边的时候 皱了皱眉头 你受伤啊 江黎低着头 惭愧道 会长 我遇到了一个高手 他偷偷瞥了眼林铁柱 是他救了我 你先去医疗室 铁柱 你跟我去实验室 淡台肃心 雷厉风行地离开 看到两人离开 江黎神情多了几分落寞 想要跟上去 可肩膀上的痛楚 阻止了他 实验室外 淡台肃心 将MG时期 交给了里面的研究员 林铁柱 盯着面前的巨大玻璃窗 玻璃窗后 是一台台精密的仪器 和实验器材 还有至少三十名身穿白衣 戴着防护罩的人 在进行着他 看不懂的实验 会长在怀疑什么 林铁柱问道 淡台肃心的神色 依然凝重 我怀疑 MG时期 被改良过了 改良 对 你可知道 MG时期的意思 林铁柱扫了眼淡台肃心 已经遇见了对方 未来一小时会说的话 他内心震撼 压下心里的激动 没想到那东西这么厉害 May God 淡台肃心诧异地看着林铁柱 你怎么知道 猜的 这不是像缩写吗 你猜的真准 淡台肃心对林铁柱另眼相看到 你说的对 MG时期 是造神药剂第17号的意思 它本身具有很强的麻痹神经作用 可以让人变得不怕痛楚 所以 前面16号 都失败了 没错 都失败了 无一例外 淡台肃心叹了口气 科学实验总是伴随着失败 而MG时期 是最接近成功的成品 只不过 它还没进行人体实验 这个东西 不是我们对外宣传的治疗药 而是一种增强个人战斗力的药 淡台肃心诱导 简单来说 它是拿来打仗用的 话音刚落 实验室的大门开启 一个研究员将报告交给了淡台肃心 淡台肃心打开一看 脸色微变 灵铁柱虽然已经遇见了这一幕 不过还是主动问道 MG时期确定被改良了 淡台肃心点了点头 你这小子 年纪不大 但是直觉却每次都很准 他将手里的报告 交给了灵铁柱 灵铁柱打开一看 直接目光落在了结果上 置换能力提升了十倍 对 淡台肃心叹气道 MG时期的研发初衷 是在不伤及服用者体制的情况下 极大化服用者的短期战斗力 但显然 海神组织想的是另一个极端 灵铁柱和尚报告 补充道 他们只想极大化药力 让人变成最强的战士 淡台肃心看着实验室里 那新的MG时期 改良后会对神经元会有极大的损伤 但是战斗力和麻痹神经的能力 提升了许多 准确来说 你可以称这瓶药为MG-18 第120章 下一次他再爱手爱脚 我不能保证自己不伤他 MG-18 灵铁柱虽然已经预知了这一切 但真正听淡台肃心说的时候 他还是想到了另一件事 郑国军为什么要MG-18 一开始生产造神药剂的时候 是为了给军方增强战力 灵铁柱问道 淡台肃心 对灵铁柱的推理能力 颇为欣赏 是 但是军神并不满意造神药剂的效果 事实上 MG-16当时的成品 已经算极为成功了 淡台肃心回忆到 MG-16 能将战士的个人能力 包括抗击打 速度 力量 在短期内提升两成 不过军神希望的是 五成以上 他倒是也心不小 灵铁柱笑了笑 所以我拒绝了 淡台肃心又道 只是军神以镇国军失去三大兵王 急需增强士兵战力为由 向上面要求 明白了 所以才有了后面的MG-17 灵铁柱打断了他的话 后面的信息 不需要淡台肃心说了 因为 以自己现在的身份 也不方便知道 官方太多的事 免得惹祸上身 淡台肃心点头 MG-17能提升三成战斗力 且不会太伤几本体 那这 MG-18呢 按药效来看 至少十成战力 灵铁柱没有说话 但是脑海中 却在翻腾不停 更强的造神药剂 MG-18 镇国军多年来的秘密实验 海神组织的挑衅 这些东西 最终串联在一起 灵铁柱恍然大悟 终于清楚 一切来龙去脉了 我刚刚还没问 你这瓶药 也是海神组织 那栋别墅找到的 不是 那是哪里 灵铁柱的神色 严肃了下来 到时候 你问问你的人就知道了 对了 除了江里 还有多少人 在调查这件事 他的话带了几分冷意 让淡台肃心一愣 他忽然明白了点什么 铁柱 这件事关系了 龙医会的未来 所以我必须 多做些准备 淡台肃心语气一顿 还是如实说道 还有安全局的人 这次他们会全力配合我们 他看了眼门外 灵铁柱瞬间明白过来 那些特种兵 也都是安全局的人 是 这件事事关重大 会长啊 灵铁柱打断了他的话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就让我一个人调查 其余人配合我就好 灵铁柱略作无奈地 摊了摊手 今天我和江离 动过手了 淡台肃心皱起眉头 他没有伤到你吧 江离的身手 他是知道的 剑法 武术 都是当代大厦高手之中的佼佼者 加上行政能力 才能成为他的助理 所以 淡台肃心以为灵铁柱会被江离打伤 无妨 只是他误认为我是抛尸案凶手了 灵铁柱的眼眸中 闪过一道寒芒 下一次他再爱手爱脚 我不能保证自己不伤他了 说吧 灵铁柱走出实验室 淡台肃心跟了上去 心中多了几分思绪 灵铁柱的意思是 江离打不过他 虽然他也知道 灵铁柱的身手不错 可以轻松制服自己上次的保镖 但保镖和江离这种无凭无休之间的差距 宛若鸿沟 而且江离 还是剑法高手 他记得这次 江离离开之前 可是带走了佩剑的 权力战斗状态下的江离 即便是以战士云集著称的郑国军 除了军神和四大王将 也没几个人是他的对手 二人刚走出门口 灵铁柱就迎上了江离圣怒的目光 灵铁柱 你什么意思 灵铁柱瞥了眼他 没什么 只是希望会长别派人来爱手爱脚了 你 我什么时候爱手爱脚了 江离还不服可疑动目 伤口又开始撕裂的疼 他撕了一声 蛋台素心皱眉道 你没有去治疗室 会长 MG17事关重大 我还有一件事要向您汇报 什么事 江离看了眼灵铁柱 你跟会长说了周天策的事没有 留一点给你说 灵铁柱淡淡说道 这让江离更加生气了 你 他气得脸色苍白下来 可偏偏又无力反驳 因为灵铁柱说的没错 如果他全部和蛋台素心说完了 那他这个会长助理 这一趟的行程 就没什么可报告了 那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可灵铁柱现在明说了出来 反而让江离觉得同样丢人 周天策什么事 蛋台素心回想灵铁柱之前说的话 以他的智慧 当即猜到 MG17 是从周天策那里抢来的 是 江离点头 你是周天策打伤的 蛋台素心又道 江离否认 我的伤 是周天策身边的 一位高手所致 凭他周天策 还打不过我 这一点 江离还是有自信的 镇国军里 还有比周天策 更厉害的高手 第121章 江离的不服气 蛋台素心脑海中 瞬间浮现出 五个人的名字 军神显然不可能 如果是军神出手 恐怕江离和灵铁柱 都没有机会回来了 那就只有 四大王江了 你们遇到的人 穿什么衣服 江离顿了顿 白色素衣 那是白龙王 江王傲 听到蛋台素心的话 灵铁柱挑了挑眉 问道 王江是跟衣服分的 剑灵铁柱和江离 都投来不解的目光 蛋台素心点头道 四大王将 紫白金青 各自有不同的武功特点 白龙王将王傲 蛋台素心想了想 听说他的执法不错 少年时 师承少林 后来又在道观学艺了几年 集合辅到两家特长 江离回想起王傲的出手 点头道 他确实是以执法玉器伤的我 这件事 我会亲自找军神算账 蛋台素心 眼里闪过一抹怒意 整个人气场强烈了不守 可江离却是当即道 会长 现在龙一会首要任务 是解决 MG17失窃事件 我的伤没事 MG17 你们就是在周天策手里查到的 他郑国军脱不了干系 蛋台素心说完 林铁柱却是一笑 周天策是从海神组织 手里得到的 MG17 这句话 如平地惊雷般 饶是以蛋台素心的定力 也在此刻瞪大了眼 你说什么 大夏郑国军和龙一会 虽然偶有内斗 但他还从没上升到 和国际犯罪组织合作的想法上 可郑国军 居然先和海神组织勾结了 江离也是点头 附和林铁柱的话 会长 我可以证明 林铁柱挑眉道 具体郑国军和海神组织 是什么关系 还不好说 先不要打草惊蛇 他的眼中露出一抹 大有深意的笑容 更好玩的 或许还在后面 没等蛋台素心和江离说话 林铁柱便已经离开了教堂 看着他的背影 蛋台素心问道 这件事是不是还有其他线索 这个问题 把江离给问猛逼了 他知道的都已经说了 哪还有其他线索 可林铁柱刚刚故弄玄虚的样子 显然还有其他发现没说出来 会长 我去问问林铁柱 不必了 蛋台素心抬起手来 江离不敢妄动 你先下去疗伤 至于造神药剂的事 让林铁柱一个人去查 会长 他 不必说了 蛋台素心脸色冰冷下来 他有需要会联系你 到时候 你配合他即可 说吧 蛋台素心也是回了办公室 只剩江离一个 脸上还有些不服气的意味 蛋台素心的最后那句话 意思很明显 以后 没有林铁柱的召唤 他都不能再掺和这件事了 言下之意 连蛋台素心 也相信了林铁柱的话 认为自己爱手爱脚 混蛋林铁柱 我不会让你小看的 江离15岁 就以神童般的成绩 考入清北大学 18岁大学提前毕业 加入荣医会 同时被一位下山的老仙人看中 开始复修武术和剑法 四年时间 江离从龙一会一个外边职员 进入内部核心 得到蛋台素心器重 成为文武兼备的会长助理 以这个身份 江离走到哪里 不是被人巴结 可现在 他却被林铁柱 彻彻底底小看了 甚至连一向器重 他的蛋台素心 这次也不站在他这边了 他不服 江离深呼吸了一会儿 调节自己的情绪 先去了医疗室 与此同时 林铁柱离开教堂 路上还在不断沉思 如果造神药剂 改良版比原来药效更强 而郑国军 又在私下购买的话 那很可能 郑国军是想培养一批终极死士 而且 周天策作为军神的入室弟子 白龙王傲又是王将之一 他们同时出现在帝城 也显然是军神受益的 联想之前郑国军 在帝城做的计划 林铁柱猜测 这背后 还有一种更厉害的实验 而造神药剂只是辅助 君神 你可别拿帝城百姓的生命乱来 这时 林铁柱的电话响了 铁柱 明天我叔叔要召开董事会 电话里 木天月急迫的声音传来 开就开 管他的 林铁柱无所谓的到 现在牧师集团副总裁这个位置 对他并不重要 牧云山的意思很简单 给了他在天地娱乐全权负责的权利 为的就是让他另起炉灶 给木天月一个退路 一旦牧师集团倒了 还有天地娱乐 但我收到一个消息 他召开董事会的目的 是想将你替换下去 随便 嗯 替换我 马德 他敢 第12章 木天月守护林铁柱的决心 林铁柱整个人不好了 木安国这个老东西 自己不答应跟他同流合污 现在就公开要搞我 木天月扑呲一笑 林副总 你不是说你不在意吗 听到木天月在调侃自己 林铁柱也玩心大气 木总裁的笑声不错 可我更喜欢听你的叫声 电话那头 清零的女人笑声 顿时停了下来 变态 木天月没好气地说道 语气变得低沉下来 我本来是想找爷爷说这件事 但爷爷最近身体不好 一直躺在床上 所以 林铁柱顿时明白过来 这个木安国 是知道木云山病了 自己没有靠山 趁机想把他踢出公司 这货怕是忘了大罗科技的合同啊 木天月摇头道 他现在是董事长 可能会让你继续负责抗癌药 但是会消你的权利 叔叔之前在三国处理分公司的时候 就经常用这个手段 老狐狸 林铁柱笑了笑 算了 我有你的嫁妆 还在乎个副总裁的虚名干嘛 嫁妆 对啊 你爷爷不是把天地娱乐的股份都给我了 木天月翘脸一红 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 爷爷突然给林铁柱这么一大笔的财富 那是真真实实的四十亿市值 可毕竟是爷爷自己的主意 木天月也没有过问 现在林铁柱说成了嫁妆 这让木天月一时间不知所措 你胡说 哦 那你说 你爷爷干嘛莫名其妙给我东西 木天月一时间语色 主要是嫁妆这个解释也很合理 而且他想不出其他原因了 反正我还没答应嫁给你 木天月傲娇了一声 明天周一 你回公司的话 小心一点木安国 我会在董事会上里保你 行 驸马爷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踢出局 放心吧 什么驸马爷 不管你了 木天月挂了电话 一手按在自己起伏的胸口上 甚至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 以前距离太远他感觉不到 林铁柱 木天月打开床头的抽屉 里面是和林铁柱的三个月男友合约 这份合约的时间还没到 可爷爷居然已经安排嫁妆了 他甚至可以预见 自己和林铁柱的关系正在逐渐的加深 木天月群发了一封总裁邮件出去 通知的是牧师集团董事会所有大股东 里面的关键信息只有一句话 林铁柱若是被降权或辞退 他木天月卸任牧师集团行政总裁职位 林铁柱看了眼时间 现在还早光天化日的最适合偷东西了 想到这里林铁柱叫来了木天铃 一辆大卡车停在了林铁柱面前 卧槽这么大 木天铃从车上跳下来 姐夫你不是说你要搬的大东西吗 怎么样多大都能放了 指了指身后的重型卡车 木天铃得意的笑着 那憨批的样子差点没给林铁柱气死 算了上车吧 懒得和木天铃解释 林铁柱跳上了驾驶位 木天铃立刻跟了上去 这卡车的驾驶位太高了 木天铃爬上来都喘了半天 年纪轻轻还挺虚 林铁柱开车 又道 有空你去肖伯那里 练练 听到这句话 木天铃脸色当即苍白下来 别 姐夫 你放过我吧 我姐就我一个弟弟 同父异母罢了 林铁柱淡淡道 实际上是异父异母 一日为地 终身为地 木天铃义正言辞 姐夫 你也不想你和我姐结婚的时候 没了小舅子吧 他可是早就听说了 最近肖伯每天都处在想死的边缘 身上不是淤青 就是各种骨折 脱臼 虽然体格是强壮了不少 但受的苦 那都不是人类能承受的 尤其是他们这种养尊处优的人 没事做花花钱找找乐子就好了 受那种罪干什么 你不是喜欢武侠的东西 那里可都是武术高手 木天铃尴尬一笑 以前觉得当高手很容易 可现在 我没那么不自量力了 我这身子骨 就不是那种练武的材料 他叹了一口气 再加上 我父母最近身体不好 爷爷病了 姐夫 说起来 还要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不然我父母可能真的也倒了 木天铃眼眶湿润了下来 人总是在危难的时候 才想起自己的家人 木安逸和薛敏这两天 和他说了很多话 以前薛敏终日想的是 怎么把木家的权力 掌握在自己手中 可自从木天铃差点死了 他再不敢去妄想那些东西 想保护你父母 你更应该 让自己强大起来 林铁柱淡淡说着 卡车已经进了阳光道 大型车辆的出现 也引来了不少人的瞩目 林铁柱瞥了眼街道 本来不想这么张扬 不过仔细想想 越是张扬 越是显得问心无愧 也方便 他把龙手带走 木天铃沉思着林铁柱的话 还在犹豫 又想到了一件事 杰丰 自从爷爷病倒后 我爸也离开了公司 现在公司是二叔做主 你要小心点他 第123章 龙手失窃 木安国被废 怎么说 我二叔这个人 我总觉得他心机很深 加上他去桑果酒了 在那群小鬼子那里 学了一堆歪门邪术 我上次 听到他和我爸的谈话 木天铃 表情凝重了下来 二叔估计想联手其他人 把你踢出牧师集团 不过 我爸妈没同意 林铁柱虽然已经知道这件事 但还是有些无奈 我记得我没得罪过他 木天铃嘿嘿一笑 姐夫 你骗到了其他人 骗不了我 听说你和木舒曼 有过一段感情 没等林铁柱说话 木天铃继续道 木舒曼 我姐 从小一起长大 我清楚木舒曼的为人 这个堂姐 可不像我姐一样正直 她从小 想得到的东西 就会不择手段去抢 表面上木舒曼 对我和我姐都恭恭敬敬的 可她的性格我清楚得很 和我二叔一样 都是那种心底阴狠之人 林铁柱倒是没想到 木天铃会跟自己说这样的话 看来你不傻 她还以为木天铃以前在木家 除了吃喝玩乐 傻也不会了 木天铃绝匠道 姐夫 你可不能小看我 我只是 没有我姐在商业方面的天赋 但是在偷听消息方面 我有一手 真的 真的 上次在周家 我不就偷听到了郑国军的大秘密 只不过被发现了而已 不过那是意外 行 帮我一件事 姐夫您说 林铁柱笑了笑 将卡车停在阳光道198号门口 跳下车 林铁柱故意将卡车挡在背后 正好挡住了外面的视线 等一下出来和你说 在外面等着 姐夫 我跟你一起进去搬吧 没事 我一个人 林铁柱跳了进去 这一幕 让木天铃背后一凉 他看了眼不远处的大门口 又看了林铁柱跳进去的墙 卧槽 姐夫这 这是进去做贼吗 围墙内部 林铁柱熟练地上了二楼 来到圆镜藏龙手的地方 林铁柱打开保险箱 忽然察觉到 保险箱的重量比上次轻了一点 不对劲 一股危机赶从脚底涌上心头 林铁柱当即松开了保险箱 一个侧身迅速退后 在保险箱打开的瞬间 仿佛启动了机关 三发短剑砰的 一声射了出来 如果不是林铁柱提早避开 恐怕现在脑子已经被打穿了 有人来过了 林铁柱看了眼保险箱 里面只有一个铁块 用来假装龙手还在里面 只不过 对方没有把控好误差 让林铁柱有所警觉 到底是谁 林铁柱皱起眉头 圆镜的平板 不可能被人提前解开 而知道这里地址的人 也只有他和夜雕三人 不可能是夜雕出卖了他 是海神组织 林铁柱思索着 忽然发现 角落一道微不可查的红点 在闪烁 摄像头 林铁柱手中飞刃 瞬间暴射而出 摄像头应声碎成一地 他上前目光凝重地 看着地上的碎片 上一次 他确定 这里没有这东西 显然 刚刚自己进来的一幕 被人拍下来了 留下摄像头的人 也必定是抢走龙手的人 有点意思 林铁柱笑了笑 脸上多了几分兴奋的感觉 这种被人盯上的危机感 让他血液沸腾 他离开了这里 回到卡车上 穆天灵一愣 老大 你不是说搬东西吗 有人替我搬走了 啊 林铁柱写了一个地址 去帮我盯着这里 小心点 别被人发现了 穆天灵接过一看 上面是一处郊外的别墅地址 放心吧老大 有什么异样 我马上跟你汇报 林铁柱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两个人的电话同时响了 林铁柱接起电话 里面传来了穆书曼哭泣的声音 林铁柱 救救我爸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林铁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爸关我什么事 穆书曼依旧在抽气 我爸的腿被人打断了 他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 林铁柱 爷爷说你是神医 你快回来帮我看看 我以后再也不缠着你了 林铁柱 我求求你救救我爸 唐姐 之前是我和张力一起想害他的 我这就去自首 第124章 拿下周应龙 穆安国的腿 找自己麻烦的吗 卧槽 现在出事了 等下别人以为是我做的 林铁柱当场道 跟我没关系 不等穆书曼再说话 林铁柱已经挂了电话 旁边的穆天灵 也刚好讲完电话 表情凝重的看着林铁柱 姐夫 我爸打电话来 说二叔的两腿废了 硬生生拒断的 林铁柱神色凝重了下来 拒断的 穆氏集团董事长 光天化日 被人搞成残废 查到是什么人 周应龙 周应龙 虽然穆安国想搞自己 现在他被废了 也是死有余辜 但听到周应龙的名字 林铁柱还是有些不爽 这小子 上次还在教堂外面嘲讽自己 现在居然敢直接动穆家的人了 这次是穆安国 他可以不管 但是下次 说不定是穆云山 穆天灵 甚至穆天苑 先回穆家看看 林铁柱与穆天灵 在半路停下 将大卡车 换成了科尼赛克 自从上次穆天灵被追杀 兰博基尼撞烂了之后 他就换了一辆新车 林铁柱上了驾驶位 强劲的引擎 轰鸣声响起 轮胎在地上燃起烟雾 林铁柱离合松开 冲了出去 斯 剑峰 你开这么快 我怕 穆天灵咽着口水 下意识抓紧了扶手 这辆车的马力比之前大得多 正是因为穆天灵 被那辆军用车追上之后 心有余悸 这次特意选了一辆大马力的 可他还是没敢开太快 没想到 林铁柱居然直接全速了 数十辆车 直接到了穆室山庄附近 可这时 林铁柱却在路边看到了一群人 其中一人手里 拿着电锯 正在向另一个人汇报什么 而那人 让林铁柱踩下了刹车 周应龙 看到林铁柱和穆天灵下了车 周应龙也留意到他们 哦 真的是冤家路窄啊 周应龙笑了笑 知道林铁柱很能打 不过今天 他带了三十多个人 刚刚才把穆安国的两条腿锯断 现在根本不须林铁柱 在周应龙手指指挥下 他的人很快包围了林铁柱 姐夫 现在怎么办 你在车上等着 林铁柱淡淡到 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而是目光落在周应龙身边的电锯上 上面还沾着鲜血 旁边 有两条断了的腿 手断残忍 看来 你比你那个哥 有过之而无不及 林铁柱的话 让周应龙脸色阴沉了下来 他最讨厌的 就是别人拿他和他哥比较 凭你也配提我哥的名字 给我打 三十多人全部冲了上去 林铁柱摸了摸鼻子 别急 等一下我让周天策亲自来数你 正好心脏就这样一起算了 话音刚落 林铁柱凌空一脚 速度快的整个人像只剩下残影一般 砰的一声 最先冲上来的人 直接被打中胸口 整个人倒飞出去十几米 死 这一脚看待了所有人 只有木天龙大喊道 姐夫浩强 杀了他们 木天龙话音刚落 有几个人向他冲了过来 可还没走几步 就被一个扫堂腿全部弄翻 林铁柱默然地看着这些人 你们的对手是我 别搞错了 说吧 他勾了勾手指 一起上吧 我赶时间 话落 大战开始 电锯的声音响彻起来 还有几把长刀 林铁柱前面的人 纷纷亮出了自己的兵器 给我宰了他 谁砍下林铁柱一条腿 老子奖励一千万 周英龙咆哮道 手下听到这话 全部冲了上去 林铁柱笑了笑 从地上随意捡起一根竹子 来 一时间 刀光剑影 竹子夹杂着气劲 和一把把刀刃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居然发出了金玉之声 砰砰砰 林铁柱手里的竹子 仿佛神剑一样 打落七八把长刀 贯穿一个个高手 林铁柱没有下死手 而是费了他们的行动能力 陆续有人倒下 周英龙看到这一幕再度震惊 他知道 自己低估了林铁柱的战斗力 马德 周英龙拿出电话 哥 快来帮我 我在沐家山下 话音刚落 周英龙的电话 被一根竹子打落 林铁柱缓缓走来 周英龙吓了一跳 乍一看 才知道自己带来的所有人 居然此时全部被林铁柱放倒了 他像个恶魔一样 正在向自己靠近 周英龙当场双脚一软 跪在了地上 我 我错了 和刚刚嚣张的气焰比 现在的周英龙耸得像个孙子 沐天林跑下车 在林铁柱的事宜下 打通了许渝的电话 让他派安全局的人来 收拾残局 而林铁柱自己 则是手握竹子林空一扫 在周英龙双脚脚筋处 不偏不倚地挑断了他的两根脚筋 周英龙倒在地上痛苦地哀嚎 林铁柱目光冰冷 带他上木甲 是 姐夫 第125章 只有林铁柱能绊倒 看着地上哀嚎遍野 沐天林对林铁柱的崇拜 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本来十分棘手的一件事就这么轻松地被姐夫解决了 他如果有这样的身手 还怕什么周英龙周天策的 很快 两人带着周英龙到了木家山庄 此时的木家山庄 如同死了人一样 死记悲痛 一个担架 被放在木家大厅 七八个医生和护士 在旁边来回忙碌 可那些人都在摇头 担架上 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正面无血色地躺在那里 今天 他本来组织了木氏集团的几个大股东 让他们支持自己明天的决定 费了林铁柱副总裁的位置 因为木安国教过木舒曼 一个男人春风得意的时候 是不会正眼看他的 只有林铁柱落魄了 他才会回到木舒曼身边 可木安国没想到 自己刚准备离开木家 就遇到了周家的追击 周英龙不由分说地 派人把他打了一顿 还残忍地锯掉了他的双腿 木安国欲哭无泪 被自己的保镖送了回来 幸好周英龙没想着杀了他 否则现在 他恐怕已经死在山下了 爸 替我报仇 周家人 欺人太甚啊 木安国拉着木云山的手说道 哀求和痛苦的声音 让木云山原本就病重的脸上 更加惨白下来 他长叹了一口气 身边 是同样伤势刚好的 木安义和薛敏 周家 又是周家人 他们是不把我们木家放在眼里了 木安义和薛敏 先后骂道 木云山摇了摇头 自责地捶了两下胸口 是我无能啊 他看着木安国 你哥被打的时候 我就应该反击了 否则 他周家也不会以为 我们好欺负 木云山咳嗽了几声 怒火让他的病情更加加重 整个人已经站不稳了 木天月当即上来搀扶住他 爷爷 先坐下 木云山问医生 他的腿 还能接上吗 那医生摇摇头 除非马上送来两条腿 否则我们也没办法 伤口已经止血了 一旦开始愈合 接上也来不及了 而且 即便以后接上了 也无法正常行走 恐怕 要一辈子坐轮椅 木安国腾的青筋抱起 喊道 就算一辈子坐轮椅 我也要拿回我的腿 舒曼 爸 周应龙就在山下 我那两条腿 还在他那里 木舒曼哽咽的来到木云山身边 爷爷 你快派人去找周应龙 爷爷 我求求你了 木云山看向张管家 可有办法 可张管家却一脸为难 上次我们的人 在旧天灵少爷的时候 都受伤了 现在周应龙那里 听说有三十多号人 恐怕想拿回两条腿 没那么容易 那我自己去 木舒曼气愤到 正准备冲出去 却被木天月拦了下来 唐姐 你让开 你打得过周应龙吗 就算你打得过他 你打得过他三十多号人吗 木天月的话 让木舒曼哑口无言 他整个人摊在了地上 恐惧 无力 这两种感觉 充斥他的全身 木舒曼只能想到一个人 林铁柱 或许只有他 才有办法拿回他父亲的脚 可是林铁柱 已经拉黑了他 自己刚刚换了一个号码 打给林铁柱 他才肯接听 可根本没想过要帮他 唐姐 林铁柱不是很有本事吗 你能不能让他 帮帮我吧 木舒曼向着木天月祈求道 见木天月不为所动 木舒曼又道 唐姐 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 张力已经最有应得了 我知道 我也应该去自首 只要你让林铁柱帮我 我马上去自首 木天月脸上五味杂陈 他知道 木安国之前 还想要对付林铁柱 现在又凭什么 让林铁柱来救木安国 不行 周应龙有那么多人 我没有理由让林铁柱冒险 木舒曼哪管得了林铁柱的死活 现在最要紧的是救他爸的两腿 正当木天月拒绝的时候 木舒曼跪了下来 姐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对不起林铁柱 求求你 求求你帮我一次 木天月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时木家山庄外 转来一声刹车 林铁柱和木天龄走了进来 林铁柱抓着周应龙 木天龄则拿着一个血淋淋的袋子 看到地上残废了的木安国 林铁柱只是扫了眼 便走到木天月面前 没瞎坏吧 木天月摇了摇头 示意林铁柱看向木舒曼 此时的木舒曼 看到林铁柱回来 像看到救世主一样 连忙过来抱着林铁柱的腿 铁柱 救救我爸 他错了 他不应该开董事长罢处你 林铁柱脸上一抽 自己还没心事问罪 这货倒是自己招了 不过木安国现在这个下场 虽然让他很爽 但确实太惨了点 毕竟周应龙的动手 林铁柱猜测 是因为自己用了木安国的名义 坏了周天策几次好事 加上周应龙 本来就对木家有怨恨 才下手这么重 姐夫 给他们 听到林铁柱的话 木天龄立刻将血袋子 拿给了医生 打开一看 这是腿 第126章 杀上门来的周天策 不然呢 快点接上去 木天龙催促到 袋子里的正是木安国的两条腿 木安国很快被单独带去了无军房 那是木家之前专门建造出来的一个房间 方便随时动手术用的 看到手术开始 木舒曼悬着的心裁 平复了些许 果然 只有林铁柱出手 才能拿回他父亲的腿 林铁柱 谢谢你 木舒曼说完 这时才注意到 林铁柱抓了个人回来 周应龙 木舒曼气的面容扭曲 当场一个裤裆脚踢向周应龙 啪的一声 强烈的痛楚传来 周应龙蜷缩在地上 疼痛的哀吼 王八蛋 我哥不会放过 你们木家的 周应龙还在叫嚣 听到这话 木舒曼更加怒火中烧 想起父亲被剧断的腿 木舒曼让下人同样拿了个句子出来 见状 张管家也是吓了一跳 连忙上来阻止 木云山见到这一幕 看了眼灵铁柱 铁柱 这件事与你无关 是我木家和周家的恩怨 木云山知道 现在周应龙被抓回木家 那么周家的人很快就会找来 你带天悦先离开木家 剩下的事 我木云山会解决 木云山说完 病逝复发 忍不住咳嗽了几声 林铁柱无奈 这个时候 木天悦怎么可能跟自己走 何况 现在的木家 都是老弱妇孺 唯一有点能力的 也都被打伤打残了 等周天侧杀来 木家就是砧板上的肉 任由宰割 木舒曼 林铁柱转眼看向木舒曼 提醒了一句 你想清楚 以牙还牙的话 你将要面临什么 木舒曼点点头 这是自从分手以后 林铁柱第一次正眼看自己 没想到 是以这样的情况 木舒曼心里悲喜交加 我明白 我本来就应该和张力一样 在牢房里赎罪 今天 就顺便报仇了 林铁柱没有阻止他 挥了挥手 是以张管家退后 木舒曼没了阻拦 手里的电锯落下 以牙还牙 以腿还腿 电锯的声音 与周应龙的哀嚎 混杂在一起 鲜血飞剑 两条腿 硬生断裂 你们找死 木家人都该死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木舒曼双眼冰冷 扔掉手里的电锯 这是你欠我爸的东西 我拿回来是应该的 周应龙 记住了 我木家不是好欺负的 木舒曼已经做好了 进监狱的准备 张管家 麻烦我爸手术结束后 你跟他说 不用担心我 是 二小姐 张管家 木家也是对木舒曼今天的行为 颇为震撼 没想到 平常唯唯诺诺的木舒曼 这次居然这么引起 而他话音刚落 木家山庄外 突然警鸣大响 十几辆军用车 快速从山下冲上来 包围了木家山庄 带头的军用车上 走下来两个人 周天策 白衣老者王傲 得知周应龙被抓 周天策 马不停蹄地赶来 他的身后 还有他的父亲周前海 木家人 谢你们三分钟内 交出我地 全部出来跪地认错 周天策硬朗的声音 回荡开来 霸气而带着杀意 传到了木家山庄里的 所有人耳朵里 林铁柱挑了挑眉 知道好戏上场了 可木家人 却是此刻各个脸色 担忧到了极致 木云山举起手来 示意张管家过来搀扶 出去会一会周家那条真笼 木云山强忍着病痛 脸上涌出一道坚硬 在张管家的搀扶下 走了出去 木天月也立刻跟上 临走前拍了拍林铁柱的手 你先从后门离开 说吧 他也冲了出去 木天铃跟在后面 木书曼看着地上的周应龙 心情大快 来到林铁柱面前 林铁柱 以前是我错了 你对我木家有恩 快点离开 说着 他捡起地上的电锯 冲了出去 第127章 周天策 我的女人 也是你能碰的 林铁柱耸了耸肩 没想到这种危难时候 倒是看到了木家人坚韧的一面 只不过 林铁柱察觉到了外面 除了周天策到来 还有王哦 王将出现 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他拿起电话 通知了天地娱乐十九楼的所有人 又摸了摸怀里的青铜令 苍狼说过 遇到危险 就按下青铜令 不过林铁柱此前一直没机会 一会倒是可以试试 看看青铜令 到底有什么威力 林铁柱做完这些 也跟着出了门 此刻木家山庄外 剑拔弩张 木云山缓缓走出 面色凝重地看着来人 周千海 周家和我木家 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你现在这是什么意思 周千海越过周天策和王傲 冷哼了一声 笑话 木云山 你们木家人抓了我儿子周应龙 还不马上把他放出来 木云山爽朗一笑 好 你想看你儿子 张管家 把人带出来 是 老木董 很快周应龙被抬了出来 爸 个 报我报仇啊 看到他断了两条腿 周千海 周天策脸上 顿时爆发出无尽的怒火 周天策一脚跃起 瞬间踢飞了带周应龙出来的张管家 抱着周应龙回到军用车上 派军医过来 马上 是 将军 周天策将周应龙交给了自己人 双眼杀意凌然地看着木家众人 你们 好大的胆子 周千海也是老脸气的通红 木云山 我要你丢儿子赔命 哼 好一个周家 木云山怒目原争道 你周应龙派人断了我儿木安国两条腿 我现在砍他两条腿 天经地义 有什么问题 你木家的垃圾也配合我周家比 周天策率先说道 一步踏出 强横的气静 向着木家众人呼啸而来 在场的木家人 无疑不害然后怕 周天策像一尊杀神般 缓缓走来 每一步传出的巨像 都让木家人心惊胆战 木天灵颤抖着双脚 木安逸和薛敏 将他护在面前 儿子 快去找你姐夫 让他带你走 爸 我与木家共进退 蠢货 快走 木家今天 再见难逃了 可木天灵就是投铁 根本不愿意走 周应龙的腿 是我拒的 想报仇来找我 这时 木舒曼拿着电锯走了出来 站在所有人面前 木天月拉着他 唐姐 我一个坐视一人当 木天月却摇摇头 木家人共进退 说吧 他站在木舒曼身旁 迎面周天策 唐姐 木舒曼心里一阵酸楚 以前自己那样对木天月 可危难关头 站在他身边的 只有木天月一人 木舒曼忽然明白 为什么林铁助选了木天月 不选自己 他 确实比不过木天月 那你们就一起死 周天策一掌抬起 强横的气静 向着二人呼啸而来 碰 木天月和木舒曼 一同被撞飞 电锯掉落地上 被周天策一脚踩碎 该死 看着电锯上的鲜血 周天策俯视木舒曼 抬起手来 一巴掌落下 啪 一声响亮的巴掌声传来 木舒曼嘴角一血 死死盯着周天策 他先断我父亲的腿 我只是 给我爸报仇 你爸的贱命 也配合我弟比 周天策再度一脚抬起 直接将木舒曼 踢飞了数米 他正想打死木舒曼的时候 木天月挡在他面前 天月 莫安一喊道 木天灵已经冲了出去 别打我姐 可他怎么可能打得过周天策 还没碰到周天策 就被周天策 一拳打中腹部 五脏六腑剧烈的痛楚传来 木天灵跪在地上 口吐鲜血 垃圾周天策俯视木天灵 一脚抬起 正准备将他踩死 可忽然间 一道喷雾向他喷来 周天策双眼微眯 气静护体 震散了喷雾 木天月下的脸色苍白 可看周天策 被防狼喷雾挡住 他趁机连忙 拉走了木天灵 你的胆子倒是大 周天策五指成爪 向着木天月 肩膀抓来 他记得 这个女人就是 灵铁柱之前身边的人 抓了她 顺便用她让灵铁柱出来 姐快跑 木天灵喊道 可木天月害怕的 已经全身站立 根本来不及躲闪 周天策的手 瞬间靠近 眼看就要抓住 木天月的时候 突然间 一道气静破空而来 不偏不宜打钟周天策 碰 周天策吃痛 退后了几步 根本没抓住木天月 木家人在惊慌失措中 回过神 看到山庄里 缓缓走出的男人 灵铁柱 周天策 我的女人 也是你能碰的 第128章 决战周天策 灵铁柱 周天策双眼微眯 盯着出来的灵铁柱 这小子居然在这里 更加让他震惊的是 刚刚灵铁柱隔空 施展出来的气静 如同一道灵空气质 这一招 像是王傲的成名绝技啊 怎么灵铁柱也会 周天策当即看向王傲 此时 王傲的脸上 也露出了几分诧异 你何时偷学了我的无极之力 王傲的声音传来 却并未有其他动作 灵铁柱看出他 还是有所忌惮的 不知道他是忌惮上次的朱雀 还是忌惮 现在众目睽睽之下 若是他贸然对穆家人出手 回正国君不好交代 但只要王傲不出手 那就好办了 你这破武功 我见过一次就会了 何须透学 你 王傲双眼微眯 提醒周天策 可有把握解决他 有 周天策脸上透着杀意 第一次在穆家 他放过了灵铁柱 结果 对方在拍卖会上 爱手爱脚 又有勤勤撑腰 小子 这一次 没人保得住你了 周天策五指握拳 手下送上来一套铁制拳套 他的话 也让穆云山等人骇然 铁柱 这件事 是穆家和周家之争 与你无关 你带天悦天灵先走 穆云山开口喊道 生怕灵铁柱死在周天策的铁拳之下 穆安逸和薛敏 也是扶起穆天灵和穆天悦 准备上来劝灵铁柱 可灵铁柱抬起手来 没事 你们好好在那边待着 照顾好天悦 灵铁柱的话 让同样负伤的穆书曼 心里不适滋味 可他现在已经认命了 知道灵铁柱不再属于自己 而是穆天悦的男人 不需要多叫几个人 周天策默然笑道 本将军不介意 你以多打手 来多少 我杀多少 听着周天策狂傲的话 灵铁柱也是笑了 还是你叫人吧 叫四个 刚好给你抬棺材 周天策狂笑起来 双手的铁拳咔咔作响 很好 希望你能让我通牌打一场 两人剑拔弩张 周天策话音落下 直接朝着灵铁柱冲过来 他的双手握拳 同时出拳 强横的气径围绕在铁拳之上 那铁拳似乎是特制专门吸收气径之用 在气径与铁拳融合的瞬间 灵铁柱可以察觉到 周天策这一拳的威力 足足提升了两倍 砰 大地在这一拳之下 被打出一个窟窿 可灵铁柱却巧妙地躲开了这一击 他站稳身形淡然一笑 有这种铁拳 我感觉你郑国军 也不需要动什么造神药剂的心思了 灵铁柱的话 仿佛一旦激起千层浪 让周天策和王傲都心神一阵 王傲忽然意识到了一件事 这小子 模仿了他的无极指令 这小子还知道造神药剂的事 周天策 这个人才是偷走造神药剂之人 不会有错 王傲的话 让周天策脸色更加阴沉了下来 原来是你 他暴走般地冲向灵铁柱 一道铁拳再度落下 轰鸣之声破空而来 灵铁柱难以抵挡铁拳的威力 只能暂时避开锋芒 不断地闪躲间 灵铁柱判断 拥有铁拳的周天策 战斗力已经无比接近四平五休了 他不能硬碰硬 双眼变化 灵铁柱看到了周天策接下来的出拳角度 第一拳 第二拳 堪称完美 但是等灵铁柱躲开第七拳的时候 周天策露出了一个破绽 就是你了 灵铁柱身形瞬间消失 在周天策打偏的瞬间 出现在周天策的身后 什么 周天策恶然地转身 可迎接他的 是灵铁柱以更快速度踢来的一脚 碰 周天策整个面门被打中 砸落地面 众人本以为灵铁柱会被周天策压着打 可没想到 先倒下的人 居然是周天策 慕天灵强忍着伤势大喊 解副牛逼 慕天月和慕淑玛二女 双眼也是充满崇拜的 看着灵铁柱 只见灵铁柱落地的瞬间 没有给周天策喘息的机会 双手五指成爪 两道气静凝聚在掌心 以四品急速向着周天策攻来 周天策刚准备抬起铁拳反击 可他出手的角度 早被灵铁柱预知 太多破绽了 灵铁柱嘴角一扬 凌空一个跳跃 躲开周天策的铁拳抵挡 同时 双掌轰在周天策的双肩上 啪的一声 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 随之而来的是周天策吃痛的喊声 啊 灵铁柱 他艰难地爬起 可刚刚站稳身形 却见灵铁柱又是一脚踢来 速度之快 已经达到了四品的极致 碰 周天策再度吃满了这一脚 整个人倒飞出去 其余郑国军的人 除了王傲 此刻全部挡在了周天策面前 向灵铁柱出手 可灵铁柱已经杀红了眼 现在周天策中创 是费了他最好的机会 镇国军众人 不是省油的灯 连忙将灵铁柱包围起来 双拳难敌四手 数十人拳脚相加 灵铁柱打退几人 又很快被更多的人包围上来 铁柱 我们来了 谁敢动我们董事长 第129章 废了周天策 就在这时 陈浩南的声音传来 只见数十名健壮的高手 身穿古武馆的衣服 全部在电光火石间 加入了战局 砰砰砰 拳脚战斗的声音 络绎不绝 灵铁柱抽身来到周天策面前 周天策此时已经站不起来 在地上满脸恐惧地爬行 四品 你是四品 他不敢置信 灵铁柱的年纪比他小 凭什么能踏入四品 他周天策是军神的徒弟 从小到大 即周家和郑国军的资源 于一身才能达到五品巅峰 可灵铁柱 居然比他还强 你知道的太晚了 灵铁柱抬起手来 正准备动手之际 一道无极指力破空而来 灵铁柱反应极快 同样一指射出 自从被王傲打败两次后 灵铁柱就不断在脑海中 模拟对方的出手 这种模拟对手 复制对方招式的绝技 是苍狼的独门手段 现在已经全部被灵铁柱学会 只是毕竟他的功力比不过王傲 一指碰撞之下 灵铁柱的指力被王傲打散 他不断不飞身 躲开剩余的指力 也就在灵铁柱躲避的同时 王傲一袭白衣飞来 已经挡在了灵铁柱面前 刘你不得 这小子年纪轻轻踏入四品 本该是比周天策 还值得培养的天才 只可惜 他是朱雀的人 王傲很清楚 朱雀叛离郑国军 是因为什么 所以 灵铁柱这种未来不可估量的隐患 要尽快将他扼杀在摇篮里 指力快速袭来 灵铁柱正准备躲避之时 却见一把长剑凌空刺来 剑气挡下了王傲的指力 也同时将两人分开 一道女子的身影落在灵铁柱身边 赫然是江黎 而随他而来的 是数百名特种部队 王傲见到这阵仗 也是皱起了眉头 不敢再轻易出手 他见过江黎 知道对方背后站着的 是荣一会会长 这件事 是郑国军和灵铁柱的私事 与荣一会 恐怕没有干系 有没有干系 不是你说了算的 江黎冷声开口 腰间又是抽出第二把长剑 交给了灵铁柱 我想再看看你的剑道 江黎扫了眼地上的周天策 上次这小子站着自己受伤 把他打退 这口气江黎还没有咽下去 江黎实践向周天策走去 王傲冷哼一声 龙一会好大的架子 敢动我郑国军的人 王傲飞身一指点出 江黎早有准备一样 长剑挡在面前 正 剑身与指力碰撞 嗡鸣之声回荡八方 江黎也是趁机冲向王傲 为的是拖住王傲 给灵铁柱动手的机会 灵铁柱知道 以江黎的功力 拖不了王傲多久 他不再迟疑 长剑在地上 划出一道火光 冲向周天策 不要 灵铁柱 不要 你不是想杀了我吗 我现在让你杀 灵铁柱平静的声音传来 越是平静 落入周天策的耳朵里 越是觉得 像催命阎罗的声音 果然伴随灵铁柱话语而来的 还有一道剑光 在周天策右手劈下 鲜血飞剑 周天策想要躲闪 却根本躲闪不及 他根本没想到 灵铁柱的剑法 远在他的身手之上 灵铁 狠辣 锋利 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那把剑已经斩断了周天策的右臂 他捂住鲜血 快速后退 脸上充满了惊恐 早已经没有了往日 那周家真龙意气风发的模样 儿子 刺儿 周前海气急败坏地冲上来 混账东西 你敢动我儿子 他一声令下 身后跟着十几个周家的打手 攻向灵铁柱 灵铁柱眼神冰冷 既然出手了 那就必须让对方感到恐惧 恐惧到不敢再来惹你 这是苍狼教他的道理 灵铁柱手臂气静凝聚 附着在剑身之上 赤鹰的剑术 只有一招 而这一招 我练了十万次 灵铁柱低着头 将长剑入鞘 整个身躯下弯 同时听声便为 那群冲向自己的人方位 下一刻 长剑出鞘 一股气浪 以灵铁柱为中心 剑射八方 正式 把刀斩 搜 一剑之后 灵铁柱快速前行 锁过之处 一个个周家打手 应声倒下 周前海下的跪在地上 被经过的灵铁柱 一脚踢飞 他瞬间来到周天侧面前 看到周天侧 竟然跑回军用车里拿枪了 可就在他拿出枪 准备对准灵铁柱的时候 长剑率先斩下 周天侧手里的枪断成两截 同时被斩断的 还有他另一只手 周天侧哀嚎的声音 回荡在所有人耳朵里 将离与王傲分开 将离呼吸急促 神色凝重地盯着王傲 灵铁柱 你再慢一点 我就死了 将离抱怨道 第130章 八方之缘 灵铁柱笑了笑 可并没有放松警惕 因为王傲 已经向他冲过来 可与此同时 那群将离带来的特种兵 也在这一刻 将手里的重武器 锁定了王傲 这一变故 迫使王傲停了下来 正当他想说话的时候 远处 一辆急迟的劳斯莱斯幻影 停在了穆家山庄外 后方 更是跟着数十辆车 劳斯莱斯幻影上 秦卿急忙下了车 看到自己的人 加上古物馆的人 正和郑国军扭打在一起 秦卿脸色阴沉 得知郑国军来找穆家麻烦的时候 他就担心 零铁柱会卷入其中 马不停蹄地赶来 果然 看到了让他愤怒的一幕 郑国军 这里不是大厦边境 这里是地城 大厦的经济命脉之一 你们想干什么 秦卿冰冷的目光扫视全场 在他说话的同时 身后跟来的数百人 也是将在场所有人包围了起来 他静止来到零铁柱身旁 你没受伤吧 周天策呢 零铁柱让了一个身位 露出后面的周天策 此时的周天策 双手被砍 身上的铁拳 更是被零铁柱拆了下来 那狼狈的模样 让秦卿回想起 上次在拍卖会时 对方耀武扬威的时候 判若两人 你干的 零铁柱无奈地耸了耸肩 他先动了手 一句话 让本就虚弱的周天策 彻底昏死了过去 秦卿扑刺一笑 秦怪地看着零铁柱 不是说好一起对付周天策 你怎么一个人把他给解决了 只不过他的话里 更多的是崇拜 这家伙 真厉害啊 把军神的徒弟给废了 王将军 会长让你给军神带一句话 这时 江离走向王傲 隆一会将会在地城调查 造神药剂失窃之事 林铁柱是会长亲自任命的调查员 会长不希望郑国军 再来找林铁柱的麻烦 江离的话 让王傲原本就阴沉的脸上 更多了几分阴晕 军神的徒弟 在他眼皮子底下被废了 这时他保护施责 加上造神药剂被林铁柱截胡 这一趟地城之行 多了变数 而这个变数 就是林铁柱和龙一会 好 我将转告军神 但也请龙一会明白 周天策是军神徒弟 他的仇 郑国军一定会报 说吧 王傲抬起手来 带着周天策上了车 郑国军所有人 也都停下了动作 纷纷上车 周前海仰天长哭 苍天啊 我周家连废梁子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他被周家的人 也拉上了车 见到郑国军和周家的人 全部离开 秦卿和江离 也是同时抬手 秦家的兵马 龙一会的特种兵 也尽数撤离了牧师山庄 可地上的血迹 全依然存在 时刻提醒着牧云山 刚刚发生的惨剧 铁柱 快去看看铁柱 牧云山叮嘱到张管家点头 立刻跑过去找林铁柱 此战最为关键的 就是林铁柱 打败了周天策 否则牧云山不知道 牧家该怎么拦下 那无敌的周天策 老木董 林先生没事 张管家刚说完 可牧云山却是眼前一黑 昏死了过去 爷爷 爷爷 牧天月和牧书曼 同时跑了过来 围在牧云山身边 焦急地喊着 牧家的家庭医生 也是赶了过来 检查牧云山的情况 而另一边 牧家山庄下 几道急促的警车声 响彻而来 许鱼带着一大队人 来到了这里 看到林铁柱在这 许鱼脸一红 但很快恢复了严肃 周应龙的人 已经全部被抓获 拒断他双脚的人是谁 牧书曼还在担心牧云山 可听到这话 转身一看 忽然背后发凉 他站起身 主动走到许鱼面前 是我 请跟我们走一趟 许鱼冷冷地说着 身后两名女调查员 已经将牧书曼 抓上了警车 林铁柱觉得纳闷 周天策的事情 怎么没传出去 江黎在旁边 看出了林铁柱的心思 轻哼一声道 还有你不知道的事 你不想说 可以不说 林铁柱淡淡道 江黎切了一声 我就要说 难得我们的林大侦探 也有不知道的事 告诉你吧 郑国军也是法律的维护者 所以周天策不归安全局的人管 另外 江黎撇了严远去的那些军用车 王傲不会让周天策这件事传出去 那是在打他自己的脸 也是打了军神的脸 为什么 林铁柱不解 江黎白了他一眼 堂堂军神的徒弟 在有一位王将的护送下 居然被一个无名小卒给吹了双手 你猜郑国军的脸往哪放 林铁柱眉心眉肺的轻一道 无名小卒 在哪 我怎么没看到 第131章 沐云山病重 他左顾右盼的模样 让江黎一时间更是无力反驳 也懒得理会江黎 林铁柱和徐鱼对了一眼 后者知道沐天月也在 沐家这次恐怕遇上情况了 铁柱哥 我先走了 行 徐鱼没有多做打扰 带着沐书曼和安全局的人离开 至于沐安国 也是在这个时候 手术结束 他依然躺在床上无法动弹 甚至双腿都没有任何知觉 可对于现在的沐安国来说 这些已经不再重要了 舒曼 我的舒曼 沐安国在床上哭泣道 另一边 沐云山被放上了担架 送上急救车 沐家的设备 已经不足以抢救沐云山 很快 沐云山被送往了地城医院 沐天月担心的想跟上 可沐家出了这么多事情 他被沐安逸劝说 留在了沐家 沐安逸 薛敏 沐天玲 则去了医院陪同沐云山 看着满目创意的沐家 沐天月让人先将沐安国安顿好 沐天月 舒曼他 你一定要救救他 二叔 我会向安全局沟通的 谢谢 谢谢你了 沐天月离开沐安国房间 打开电话 手机里都是密密麻麻的询问短信 沐家的各大股东 知道周家气势汹汹 找上沐家 天月 沐家现在什么情况了 周家之前提过一个科研基金会的事 就我们沐氏集团没同意 我看他们是因为那件事来的 周家联合其他两大家族 都已经开始着手基金会的事了 总裁 我看不如答应他们算了 周家我们惹不起 沐总裁 还请劝董事长 答应科研基金会的事 他们都在害怕 询问沐家现在的情况 可沐天月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 真的来沐家看望 这些人 都只是在问关于公司的事 生怕沐家和周家的冲突 牵连了沐氏集团 沐天月揉着眉心 这时 一道身影站在他面前 在沐天月最需要依靠的时候 林铁柱一把 将其抱在怀里 铁柱 沐天月再没有了女强人的模样 此时像一个小女人一样 躺在林铁柱的怀里 周家针对沐家 有一个原因 他们突然打算 弄一个科研基金会 耗资巨大 需要动员地城四大家族 科研基金会 林铁柱 倒是没听说过这件事 对 是周天测回地城之后 动员自己势力 让周家和三大家族一起出力 具体是干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 爷爷一直反对这件事 现在四大家族和地城 七十家百亿企业 只有我们沐家还没答应 林铁柱双眼威眉 当即想到了之前郑国军的计划 果然 他猜得没错 在海神组织 那里购买改良版的MG时期 郑国军的目的 不只是造神药剂 说不定还有更大的阴谋 而周天测 只是郑国军先行地城的一颗棋子 如今这颗棋子被他拔出 可还有王傲 还有郑国军其他高手在暗处 依然可以推动这个计划 放心 一切由我 林铁柱安慰道 心里还是有些自责 毕竟沐安国的事 跟他也有点关系 周家找上门 一方面是因为郑国军的计划 恐怕想借此机会 打压沐家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自己以沐安国的名义 坏了他们几次好事 咳 这时 一声咳嗽 从背后传来 张管家和秦卿一同前来 看到林铁柱和沐天月抱在一起 秦卿脸上多了几分意味不明的笑容 沐总裁 林董事长 这个时候 还有兴趣谈情说爱呢 秦卿的话 让沐天月感觉到了一分敌意 他和林铁柱拉开距离 主动和秦卿握手 刚刚还没打招呼 你好 沐天月 秦卿也是收起了笑容 礼貌性的伸手 秦卿 张管家打断二人的对话 小姐 老沐总那里 医院打来电话 说他的情况很不好 听到这话 沐天月顿时翘脸色变 爷爷他怎么样 张管家摇了摇头 恐怕时间不多了 老沐总已经立下了遗嘱 将他所有的牧师集团股份 全部转入你的名下 以后小姐 就是沐家真正的掌权人 我不要那些 我要我的爷爷 沐天月脸上涌出泪水 正准备冲向医院时 却被秦卿拦住在 沐家老爷子的病 再好的医生 恐怕都回天乏术了 不过 还有一个人能救 第132章 秦卿的办法 秦卿的话 让沐天月重新燃起了希望 谁 秦卿看向林铁柱 地城有一座青云棺 棺主任德道长 会一种紫气疗法 当初我曾亲眼看到他施展 足以治好你爷爷 倒是 紫气疗法 林铁柱心想着 不会是骗局吧 秦小姐 那青云棺在哪 可沐天月显然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找到旧木云山的办法 即便是骗局 他也愿意一事 秦卿摇了摇头 你去了也没用 仁德棺主脾气古怪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这几年 他已经不再出山 也不再宜人 那你说来干什么 林铁柱忍不住喷了 秦卿白了他一眼 本小姐既然说出来 肯定有我的办法 仁德棺主欠过我爸人情 如果我去找的话 他或许能给我爸点面子 破例出手一次 听到这话 穆天月当即道 秦小姐如果能治好我爷爷 穆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代价就不必了 我还欠某人一个大人情 这次刚好还了 说话间 秦卿带着暧昧的口吻 看向林铁柱 你陪我上青云棺 为什么要我去 这还用问 青云棺位于青云山 上山的路危机四伏 我堂堂秦家大小见 要是上去遇到危险怎么办 当然要找个保镖 林铁柱皱了皱眉头 秦家这种庞然大物 还缺保镖吗 秦卿挑眉一笑 略微带着笑意 看着林铁柱 最好的保镖 不就在我面前 还有谁比林董事长能打的 别闹 我是个若姬啊 林铁柱想认怂 如果真有什么神医道士 秦卿自己上去不就行了 仁德关主给的 是他的面子 关我屁事 但是 秦卿显然不打算放过他 军神徒弟打遍天下无敌手 可却打不过林董事长 说着秦卿毫不掩饰 自己对林铁柱的崇拜眼神 又将双手放在身后 一副要生气的样子 怎么 你女朋友的爷爷病重 你连上山求医都不肯 这女人明知道自己和穆天月的关系 居然当着穆天月的面 要她一起上山 林铁柱瞥了眼穆天月 对方也在纠结 要不我带人陪你上去 穆天月开口道 可秦卿却是一笑 不行 清云关是世外清修之地 带一堆人上去的话 等下逼得仁德关主发火 直接一巴掌让我们打到回府了 到时候你爷爷就 秦卿故意提及了穆云山 这让穆天月脸色一变 又是有些后趴起来 行了 我和你去 什么时候出发 林铁柱看穆天月纠结的样子 这个时候 她还是要站出来的 毕竟穆家现在的情况 也有一部分 是因为她和周家的冲突 明天早上 现在天色晚了 不方便上山 秦卿说着 似乎又担心林铁柱改变主意 问道 穆小姐 不介意我在这里留宿一晚吧 穆天月摇摇头 示意让下人带秦卿去客房 等秦卿离开 穆天月拉着林铁柱 去了自己房间 这还是林铁柱 第一次来穆天月的房间 房间里的陈设很是温馨 和这种女总裁 平常冰冷的形象 反差很大 穆总裁还挺有少女心的 林铁柱调笑道 穆天月担心地拉着她的手 这个时候 穆天月满眼都是林铁柱 秦卿说的话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你不一定要为了我爷爷冒险 穆天月知道这么说 自己很不孝 但是对林铁柱 她更加希望对方能平安 放心吧 周天策我都废了 你要相信你的男人 林铁柱调侃道 穆天月别过脸 轻抿着小嘴 林铁柱 谢谢你 为穆家做的一切 自从林铁柱 加入穆氏集团 穆氏集团得到了 大罗科技的抗癌药合作 天地娱乐的控制权 势力可以说提升了一个档次 也是因为林铁柱给的底气 穆云山毅然拒绝了 周家的科研基金会合作 只是穆家始终还是太弱了 周家有周天策撑腰 周天策的背后更是郑国军 今天如果不是林铁柱在这里 恐怕他穆家会被周天策铲平 毕竟是我的女人 林铁柱笑了笑 你今天也累了 早点休息 正准备起身 林铁柱却被穆天月拉住了手 只见穆天月的眼神里 带着几分不安 今晚留下来陪我好吗 一句像蚊子一样小的话传来 却被林铁柱听得清清楚楚 他走去门口 降门反锁 第133章青云关 门外 秦秦本来已经去了客房 但他奇怪的是 林铁柱居然还在穆天月房间这一层 这家伙 明天就要和我上山了 今晚不会要陪穆天月吧 不行 秦秦轻哼一声 既然他都当着穆天月的面 抢走林铁柱了 出手了 秦秦就不会收手 以他下毒秦家的身份 也未必会输给穆天月 林铁柱哪去了 站在穆天月的门口 秦秦找不到两人 可很快 秦秦听到了门内传来的声音 他皱起眉头 好奇心驱使下 贴近了偷听 一分钟后 秦秦满脸通红 低着头 快步跑回了客房 直接钻进了被窝里 秦秦脸上的红韵 还没完全消散 他的脑子里 不断回想着 刚刚听到的声音 臭林铁柱 居然和穆天月 他们居然变态 一夜之后 当阳光再度洒落 林铁柱在穆天月的床上醒来 看着身旁躺着的绝美女总裁 林铁柱摸了下她的三千青丝 独自起床 换了一身衣服 刚出门 就看到秦秦怒气冲冲地走来 你也这么早 林铁柱有些诧异 看了眼时间 现在才早上七点 不早了 出发吧 秦秦冷冷地说着 没有等林铁柱回答 又转身下了楼 林铁柱看她静止去了车库 麻蛋 不会连早餐 也不让我吃吧 林铁柱随便从穆家仆人 准备的早餐那里 拿了个三明治 跟着秦秦上了车 你开车 林铁柱看到秦秦 坐在驾驶位上 不行吗 秦秦白了她一眼 任德观主不喜欢太多人 这次去的人越少越好 我的意思是 我来开吧 林铁柱淡淡道 这种千金大小姐 恐怕开车的精力都没多少 她是怕等下出车祸 把自己撞死了 秦秦听出了林铁柱的意思 冷哼一声道 放心 我的车技肯定比你好 倒是你脚都软了吧 等下上山别喊累 林铁柱一脸猛逼 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而且 秦秦今天的样子 还有点憔悴 放心吧 我飞上山都行 倒是你 林铁柱可疑的盯着秦秦 你这黑眼圈 昨晚夜没睡 睡 听到那些声音 我还怎么睡 不知道我没谈过恋爱吗 秦秦心里 把林铁柱骂了一顿 嘴上道 睡了 不像呀 要你管 林铁柱耸了耸肩 总觉得这个女人 今天脾气特别差 难道是亲起来了 她思考的时候 手机里突然多了一条信息 欧宁 林铁柱 我和我妈要去爬山 那个地方很神秘哦 你去不 林铁柱回了两个字 不去 就把手机关屏了 既然秦秦要开车 那她索性闭上眼睛休息起来 驾驶位上 秦秦看到这一幕 心情更不好了 在木天院那里风流快活 在我这里睡觉 她突然觉得自己 像是一个等待老公鬼 混回家的怨妇一样 很快 劳斯莱斯开入一个幽静的森林里 远离了市区 这里听不到任何城里的喧嚣 加上现在时间上早 森林里的白雾 还没有完全散去 整个眼前的环境 如同身在仙境一样 秦秦按记忆中的路线开车 可很快 却迷了路 不对啊 我记得是这里的 秦秦摸着脑袋 又绕了几圈 奇了怪了 她一脸猛逼地看着周围 即便开了大灯 可视野还是只有七八米左右 而且每条路 看着都差不多 都说让我来开了 林铁柱伸了身懒腰 大早上睡觉 真舒服 你开就能开出去 秦秦不服气 林铁柱懒得理她 前面右转 让你右转 秦秦满脸诧异 你认识路 不认识 但是你听我的就是了 秦秦一头雾水 按林铁柱的指引 右转 左转 左转 右转 很快 面前的路不一样了 开出去了 秦秦兴奋到 一踩油门 前面一座仿佛隐藏在云雾中的倒灌 正越发清晰的出现在他们面前 林铁柱 你怎么知道路线的 秦秦停下车 拉着林铁柱问道 早上的傲娇的模样 现在已经完全不见了 这女人果然还是得用实力 让她沉浮呀 林铁柱心想着 道 后面的林子 是跟五行八卦布局的 我猜测这个布局 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更换 所以 如果没有准确的路线图 只能靠推演 推演 你连五行八卦都会 秦秦满眼 崇拜的看着林铁柱 林铁柱呵呵一笑 回想当初在监狱里 夜雕让她一晚上时间 把这个紫薇豆树 都被送到脑子里 那一段苦逼的日子 现在回想起来 林铁柱都后怕 略懂 林铁柱看向上面的道观 这里的海拔 估计已经很高了 位于青云山顶 而面前 道观从云雾中 隐约露出上面的牌匾 赫然写着三个字 青云观 第134章 神秘人 带路吧 这里我没来过 林铁柱淡淡地 秦青回过神来 走在前面 跟我来 二人上了道观门口的时间 来到入口处 可一看门口 居然有人守着 守门的是两个 身穿道袍的男弟子 看到有人来了 相视一看 脸上都带着诧异 这两个 莫非就是师父 今日说的客人 另一道童摇了摇头 不对 师父说的是 有两名女施主前来 这分明是一男一女 那就是有人误闯了 两名道童 眼中生起敌意 上前拦住了林铁柱和秦青 清云关清静之地 闲杂人等请离开 走在前面的秦青 脚步一顿 上次他和他爸过来 还是小时候的事 当时是任德观主 亲自接见的 可没有 被道童拦路的经验 而且 这次林铁柱还在旁边 这家伙 平常就小看自己 秦青黑着脸 冷声说道 秦家秦青 带朋友来求见任德观主 你们进去通报一下就知道了 可道童听出了 秦青命令式的语气 更不想惯着他 观主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就是 快点离开 今天清云关有客人到 秦青轻哼一声 我们就是客人 一定是你们 观主算到了我来 快让开 两个道童扑呲一笑 我们师父说的客人 是两个女施主 你旁边这位 是女人吗 哈哈 慈雄都分不清 快点离开 否则我们不客气了 秦青听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岂有此理 让你们通报不通报 那你们看没有什么用 他正要硬闯 可其中一个道童 忽然面带怒意 手中浮尘挥出 夹杂着一缕气静 直接将秦青推了回来 秦青一时站不稳 贴到了林铁柱的怀里 可恶 林铁柱看着怀里生气的女人 忍不住调侃道 看来秦大小姐的面子 不好用呀 林铁柱 你还说风凉话 现在进不去了 怎么办 进不去 那就硬闯 林铁柱声音落下 眼看另一个道童 又是甩来浮沉 他五指成肘 瞬间接下 同时放开了秦青 退到一边 与此同时 清云关内 一座清静的房间 正有两个人在下棋 其中一人 满头白发 身穿紫袍 浮沉在旁 正手持白子 他的面前 有一面棋盘 上面此事已经布满了棋子 白子落下 紫袍人看向对面 此刻正有一位中年男子 见眉心目 手持黑子 抵挡白子的攻势 你这道人 说是在这里清修 可这棋力杀气腾腾 我看哪 你也别清修了 出山把我拗那个 狗贼杀了如何 中年男子款款而谈 紫袍人叹了口气 他命中自有劫难 却并不非我能左右 紫袍人白子落下 整个棋盘上 白棋已经占据所有优势 中年男子拍了拍桌子 不下了 二十年了 还是下不过你 紫袍人微微一笑 抚摸自己的白胡子 说凤凰不落无宝之地 你今天突然来找我 应该不是为了 和老道下棋这么简单吧 当然不是 谁有空跑到这穷乡僻壤 和你下棋 中年男子看向门口 听到了吗 紫袍人点了点头 门外正传来打斗声 距离应该再到关门口 外面那小子 来找你的 你要将先天无良宫 和紫气疗法传给他 中年男子直接说道 倒是紫袍人皱了皱眉 他难道是 不错 是大人的后人 紫袍人恍然大悟 又是叹了口气 时光荏苒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那孩子现在也长大了 你们是想 培养他坐上那个位子 中年男子站起身来 打开门 眺望数十米开外 到关门口 正在战斗的三人 他的目光落在灵铁柱身上 他继承了大人的天赋 有望改变当今的局势 我们这些老臣子 都相信他 中年男子说完 往另一个方向离开 指圣子袍人 大有深意的一笑 江山带有财人处 他同样站起身 出了房门 此时青云关山门口 林铁柱双掌齐出 镇飞两个道童 可他心里 还是被这两个道童的实力所惊讶 这两人 至少也是无凭无休 堂堂无凭无休 放到山下的城市里 哪个不是大家族的座上客 但在这青云关却只能当个守门道童 林铁柱 你好厉害 轻轻拍了拍手 挑眉看向那两个道童 怎么样 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可下一刻 只见两个道童凌空跃起 手中的浮沉快速挥动 把手位置突然脱落 抽出了一把利剑 师兄 对这人出剑 关主会不会骂我们 此二人嚣张至极 擅闯山门 先拿下他们 再带去给师父发落 好 二人手中长剑快速挥动 贼人 接招 天罡北斗剑气 第135章 仁德关主 剑气凌厉袭来 秦轻瞪大了眼 身上的长裙被吹动 一股危机感涌上心头 林铁柱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将秦轻拉去后方 他双手同时抬起 周身气静快速凝聚在双臂之上 气息暴涌的同时 一声龙吟自林铁柱体内 呼啸而出 气静如同实质般 在林铁柱身上漂浮 他的头上更是出现了一条白龙 林铁柱横臂握拳 双拳轰的向前 白龙呼啸而出 向着天罡北斗 剑气迎上 正是苍龙气静 气静与剑气凌空对碰 强横的战斗波动 让三人同时后退了几步 道同二人面带诧异 没想到这世俗之人 居然有这么强的战力 他们刚站稳身行 正准备再度出剑的时候 突然 前方两道气静指力破空而来 以极快的速度 率先击打在二人 持剑的虎口上 碰 碰 二人手腕刺痛 手里的剑更是硬生落地 可恶 诡计多端 两个道同捡起双剑 剑法更加凌厉 天罡北斗剑气第二时 秦秦在林铁柱身后 刚刚的动手 他已经被这两个道同的武功震惊了 人得关注的人 果然厉害 秦秦担心林铁柱被这两人所伤 眼珠子当即一转 大喊道 菲利亚 道同脸色一正 师兄 怎么办 妖女祸重 一起拿下 林铁柱无奈 刚刚他已经手下留情了 可这两人居然还想打 那就不客气了 正当三人再度出手时 下一刻 道关内走来一道人影 手中浮沉随意一扫 三人中间 赫然多了一道气墙 那气墙仿佛实物 落下的瞬间大地震动 三人同时退后 林铁柱皱起眉头 好强 他看向道关内 只见那里 一个白发紫袍老者 正缓缓走来 道同见到来人 连忙收剑跪下 参见师父 两个道同跪在地上 战战兢兢 早已经没了刚才嚣张的模样 惊扰贵客 我就是这样教你们代客之道的 紫袍人淡淡开口 看似没用力气 可声音却如雷般回荡八方 道同连忙磕头 徒儿知错 徒儿知错 下去杂访领伐 是师父 紫袍人看向林铁柱 可秦卿先是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主动上前 挡在林铁柱面前 秦家秦卿 见过仁德观主 仁德观主双目微皱 打量了一番秦卿 下都秦家 正是 十年未见 你父亲可好 秦轻松了一口气 至少这个仁德观主 不像刚刚那两个道童不讲道理 对方还记得自己 我爸很好 还时常提到观主 说要给清云观再捐些钱 仁德观主干咳了一声 出家人不说钱 说钱俗气 我们说元 你父亲 想捐多少元 林铁柱听到这话 脸上一抽 麻痹 这道家 怎么也学了佛家那一套 他扫了眼清云观周围的环境 确实 除了在这深山老林里 有几分室外境地的感觉外 里面的建筑 还是比较破旧的 而这仁德观主身上的紫袍 似乎也有些残破了 哎 一碗米南倒英雄汉 连道士都是例外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我这次来 是想请观主帮一个小忙 秦轻转移话题道 听闻道长有一套紫气疗法 可知百病 特来求教 仁德观主皱了皱眉 平道以立下规矩 不再救人 秦轻知道这件事 不过还是想试试 观主 能否看在我爹的面子上 破了一次 仁德观主的脸上 确实迟疑了一下 要救之人 是秦家的人 这倒不是 秦轻摇了摇头 看向灵铁柱 是我这位朋友的朋友 仁德观主目光落在灵铁柱身上 淡淡说出了三个字 请回吧 第136章 强大的人德观主 道长 秦轻还想争取 可仁德观主 却是看向灵铁柱 那是你想救之人 他缓缓开口 声音带着几分玄妙之感 仿佛让灵铁柱的眼前一亮 他所身在的 不再是青云观 而是另一处云端之上的仙境 而眼前的人德观主 此刻如同神明般 巨大无比的端坐在他面前 俯视而下 灵铁柱心神震撼 这种感觉 并非那些装神弄鬼的东西 而是境界差距 灵铁柱知道 这仁德观主之强 恐怕超越了之前的白龙王将王傲 甚至比苍狼还强 以至于 灵铁柱在他面前 听到他的问话 像是在听神明的话 威严 至高无上 不容说谎 灵铁柱压下心神 是 他只吐出一个字 因为说再多 灵铁柱担心自己的心神 被仁德观主干扰 此人 太强 为何想救 仁德观主再度问道 这声音 仿佛并非传入他的耳朵中 而是直接出现在灵铁柱的脑海里 灵铁柱一旁的琴倾 根本看不到仁德观主说话 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只是看到灵铁柱和仁德观主二人在对视 仅此而已 他对我有恩 我理当报恩 灵铁柱再度开口 仁德观主摇头道 世间忘恩负义之辈 多如蜀矣 欠了恩 未必要还 没有以怨报德 已经难得了 我若只愿意答应你一个要求 你是想让我传你神功 还是救人 灵铁柱皱起眉头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仁德观主突然让他做选择题 可灵铁柱还是直接开口道 救人 仁德观主叹了口气 又道 平道之神功 可助你打败心中所想之人 难道还不及 那报恩小事重要 这声音似乎在蛊惑灵铁柱 灵铁柱只是毅然摇头 声音坚定的道 毅然救人 先报恩 再报仇 可惜了 仁德观主笑了笑 浮沉一甩 灵铁柱眼前的画面顿时一变 再度出现在青云观前 他心神还在恍惚 仁德观主 却是率先开口 两位与平道有缘 近来住上一夜 明日平道救人 晴晴表情一愣 这仁德观主 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可没等他说话 仁德观主已经转身离去 只有两个小道童出来 迎接晴晴二人进去 施主客房在里面 晴晴不解 可还是拉着灵铁柱进了青云观 路上 灵铁柱观赏着青云观的一切 忽然经过一块巨大的石碑 灵铁柱的目光被石碑吸引 怎么了 晴晴问道 灵铁柱指着石碑之上 晴晴顺着看过去 发现石碑上 俨然有一道巨大的裂痕 这石碑 足有万斤重 高七米 而那裂痕的长度 也有四米 但最让晴晴不解的是 裂痕入石很深 切口整齐 不像是自然断裂的 灵铁柱 这不会是被人切断的吗 灵铁柱点了点头 应该是被人用剑砍断的 剑 怎么可能 情情不相信 用细小的剑 砍这么巨大的石碑 还能留下这么深的痕迹 那人的剑法 该有多强 灵铁柱没有回答 他确定 那就是剑人切出的口子 而且用剑制人的功力 远在他之上 难道是那老道人 灵铁柱心里嘀咕 瞥了眼 一路沉默不语的小道童 敢问道长一件事 小道童年纪不大 只有十五六岁左右 不像外面那两个守门道童 神情嚣张 而且 灵铁柱观察他们的气息 应该也只有七瓶左右 施主请说 灵铁柱笑了笑 道 任德关主 和白龙王江王傲 是什么关系 灵铁柱记得 之前淡台肃星说过 王傲师承服到双修 才有今天的境界 而灵铁柱刚刚也观察到 自己模仿王傲的无极指令时 那任德关主实际上已经到来 只是等到 他用出了无极指令之后 才出手阻止 以任德关主的实力 理论上根本不会在意 他用什么武功 但他偏偏在意了 灵铁柱猜测任德关主 是认出了王傲的无极指令 听到灵铁柱的问题 小道童懵懂的摇了摇头 施主说的 白龙王江王傲是谁 灵铁柱耸了耸肩 没什么 来到客房外 清云关的客房很小 而且似乎只有一间房 灵铁柱看到只有一间房 整个人脸色都不好了 小道童 还有房间吗 没了施主 这房间有两张床 施主与女施主 可以分床睡 施主说过 只要心中无杂念 行了行了 灵铁柱打断了他的话 客房我们认了 任德关主现在在哪 我们有事找他 来这里 最重要的是 得到治好沐云山的方法 灵铁柱没空 纠结在这些客房上 师父在招呼客人 嗯 客人应该来了 还有客人 灵铁柱倒是有些诧异 这破客房就一间 还搞那么多客人来干嘛 不会客人 也要留宿在这里吧 小道童摇摇头 应该不会 师父说 客人来上乡了便走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汽车的嗡鸣声 客人来了 师主 我先过去了 两个小道童 连忙跑去迎客 第137章 欧红也来了 灵铁柱和秦卿四目相对 都觉得有些惊讶 应该是提早有路线 才能上山的人 灵铁柱心想着 普通人恐怕 连那森林五行八卦镇都过不了 灵铁柱 过去看看是谁来了 秦卿好奇道 能让任德关主亲自招待的人 必然也是大人物 灵铁柱跟了上去 二人来到青云关迎客的地方 只见一身紫袍的人德关主 已经泡好了茶 而对面正从大门口 走来两个女人 看到他们的时候 灵铁柱挑了挑眉 欧红 欧宁 怎么是他们 认识 秦卿白了他一眼 怎么这家伙 什么女人都认识 无忧传媒的董事长 和他女儿 灵铁柱解释了一句 秦卿这才恍然大悟 灵铁柱之前 代表牧师集团收购天地娱乐的时候 就是和无忧传媒合作的 看来这个董事长 也是个厉害角色 居然能认识人德关主 轻轻说着 看到欧红已经坐在 仁德关主面前 双手合十 做着拱手的动作 道长 久违了 欧师主别来无恙 仁德关主说吧 示意欧红喝茶 两人坐了下来 欧红清明一口茶 直接说道 今日前来 我有两件事想做 一是祭拜王母 二是想为小女 求一个姻缘签 说到这话 旁边的欧宁轻哼一声 妈 我不要什么姻缘签 谁说 我要嫁人了 年纪大了 就应该嫁人 欧红瞥了他一眼 剩的你 天天游手好闲到处跑 欧宁反驳道 谁说我有手好闲了 我最近 在准备拍 天下第一 妈你不是知道吗 林铁柱 都找了一堆人在准备了 就是因为林铁柱 找了一堆人 可见他用心良苦 你天天去烦着人家 怎么行 我哪里有烦着他 那家伙每天都不在公司 谁知道又钻进 哪个女人窝里了 我烦得到他吗 我 胡说 林董事长雄涛伪略 公事为重 连龙一会会长 都看中他 怎么可能是你说的那种人 一旁偷听的林铁柱 老脸尴尬 也察觉到 情情鄙夷夷的目光 他干咳一声 走了出去 欧宁正准备反驳欧宏 忽然看到林铁柱出来 两只眼睛瞪得老大 林铁柱 你怎么在这 欧宏也是寻声看过来 见到林铁柱出现 诧异之余 站起身来握手 想不到在这里 能见到林董事长 林铁柱尴尬一笑 我也没想到 能见到欧董事长 说吧 他身子缩了缩又顶嘴道 林铁柱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林铁柱无奈地耸了耸肩 谁知道 你们是来这里 我们每年都会来一次 今天是我外婆的寄人 听到这话 林铁柱看向欧宏 欧董事长急哀顺便 欧宏轻轻点头 有道童跑过来 仁德关主示意欧宏 祭祀准备的东西 已经齐了 林董事长失陪一下 欧宏前去拜祭母亲 林铁柱倒是没想到 欧宏会把他王母的骨灰放在这里 这清云关不像是有这种业务的地方 加上仁德关主的实力 也不是普通的企业家能接触到的 即便欧宏是无忧传媒董事长 林铁柱心里疑惑 加上欧宏之前 也和淡台塑星关系不错 他总觉得 这个欧宏的身份 或许也跟袁静一样 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林铁柱 这位是 欧宏大有可疑的 盯着林铁柱身边的女人 秦秦感觉到了对方的敌意 抬了抬下巴 主动到 下都秦家 秦秦 秦家 欧宏心里更加诧异 好家伙 下都珠宝大鳄的独生女 秦秦这个名号 他听说过 可欧宏更为吃惊的是林铁柱 林董事长厉害啊 之前有地称第一美人穆天月 穆家把21%的天地娱乐股份都给了你 现在荒山野岭的 这位秦小姐 又和你干柴烈火 可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林铁柱本想解释 可秦秦却是绕着他的手臂贴了上来 没错 我和林铁柱 就是来这里约会的 秦秦的话 让欧宏不屑地比喻了一眼林铁柱 果然 这人是渣男 亏自己之前 还因为他的救命之恩 觉得这人还不错 欧宏懒得理会 急冲冲跑过去找欧红了 林铁柱甩开秦秦 看向仁德关主 秦秦信口胡说 扰乱清静之地 还请道长恕罪 任德关主颇为欣赏地点了点头 秦家人从小骄纵惯了 无妨 道是你 还坚持之前的选择吗 持前的选择 秦秦不知道 这两人在说什么 可林铁柱却是点头 坚持 任德关主笑了笑 很好 不过平道 想先知道 你是如何学会王傲的无极指令的 第138章 传授紫气疗法 林铁柱收回目光 已经预料到了 任德关主会问这个问题 王傲是郑国军白龙王将 之前郑国军来帝城 和我有过几次冲突 王傲对你出手了 是 任德关主冷哼一声 这个逆徒 以大欺小 既然对你出手 逆徒 林铁柱猜得果然没错 道长是王傲的师父 曾经罢了 任德关主 长叹一口气 当年平道有眼无珠 见他一心求道 晕倒在山门 才错看了他的品性 教了他两年本事 任德关主眼中露出追忆 后来知道此人心性暴力 一次与同门切磋中落入下风 竟然无意间暴露了他偷学的无极之力 他逃脱下山后 平道便决定不再收徒 亦不再出手救人 他摇了摇头 只是没想到 他下山之后 竟然加入了郑国军 还成了四大王将之一 任德关主看着林铁柱 现在他的武功 应当在三品 林铁柱点了点 任德关主脸上 这才舒缓了些许 以他的资质 本该早就踏入二品 只可惜他的心性弱点也影响了他的修为 林铁柱没有说话 毕竟这种三品 二品级别的东西 跟他这个四品距离还是太远了 任德关主再度向林铁柱招了招手 你过来伸手让我看看 林铁柱不解 可轻轻却是推了他一下 低声道 快去 说不定关主看上你 像叫王奥一样 教你 到时候你出山就能打败王奥了 任德关主在林铁柱脉搏上清点 很快 他脸上露出笑容 颇为欣赏地看着林铁柱 不错不错 根基扎实 年纪轻轻 便已经是四品巅峰修为 我那紫气疗法 你现在开始练 倒是刚刚好 紫气疗法 秦轻瞪大了明眸 凑到了林铁柱旁边 关主 你要教林铁柱紫气疗法 平道既然答应他救人 自己又不愿下山 唯有教会了他 让他自己去救人 任德关主 又是逗了秦轻一句 你若想学也可以 我学 秦轻也是来了兴趣 主要是他想和林铁柱一起练功 他也不知道 这个紫气疗法要练多久 总之只要一起练 两个人以后 多的是朝夕相对的机会 十五年 任德关主 淡淡吐出三个字 什么十五年 情轻不解 听任德关主笑道 在这山上待十五年 平道叫你起早贪黑练功 待你踏入四品 便可修炼我这紫气疗法了 可 我觉得我不太适合练功 还是算了吧 十五年 等练成了之后 自己也成了黄脸婆了 那时候武功再告 有什么用 任德关主不再理会情侵 林铁柱 你奶奶可好 道长认识我奶奶 林铁柱问道 心里更加诧异的是 这老道人知道自己的名字 可能是因为 刚刚听到欧红母女的对话 但他和自己第一次相见 为什么会知道自己奶奶 这显然 带出了一个信息 任德关主知道他的来历 曾经有过一面之缘 那是一位奇人 任德关主 丝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 脸上露出追忆 你奶奶可有提到过我 没有 林铁柱淡淡道 任德关主有些尴尬 罢了 你随我来 林铁柱跟在后面 心里更加纳闷 奇人 自己那个平平无奇 和蔼可亲的奶奶 居然在任德关主 这种厉害人物口中 被称之为奇人 他忽然记起 之前在药店的时候 自己按着奶奶给的药方抓药 那老中医也说 那药方了不得 奶奶难不成 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她不会是亿万富婆吧 林铁柱心想着 等地城的事情解决了 找机会回一趟山里 问问奶奶 情情没有跟来 林铁柱和任德关主 来到了一片空地上 空地中央 有一座顶炉 高约三米 直径两米五 颇为巨大 林铁柱站在顶炉前 只觉得自己十分渺小 而那顶炉奶 似乎许久没有点燃过东西 里面都有些秀迹了 道长 这是 林铁柱不知道 为什么任德关主 带他来看顶炉 此乃紫气丹炉 你觉得他可有特别之处 没有 林铁柱如石道 又担心自己错过什么玄机 双眼一闪 吸收了任德关主 一小时内的所有信息 可却发现 这老道人 居然回去打坐了一小时 他去打坐 那我干什么 说好的 教我紫气疗法呢 没有 既是有 你在这里看着这紫气丹炉 等你看出了玄妙 再来找我 第139章 欧宁的姻缘人 啊 林铁柱脸上一愣 却见任德关主已经离开了 他转眼盯着面前的顶炉 大是大 可秀气斑斑 说是什么紫气丹炉 实际上却更像一块废铁 施主 这是师父让我拿来的蒲团 身后 刚刚的小道童 拿过来一个黄色蒲团 放在林铁柱身后 林铁柱坐了下来 小道童 你说这紫气丹炉 有什么玄妙 小道童摇了摇头 凭道不知 师父从未让我研究过此物 林铁柱诧异 这东西放在这里 也有些岁月了 天天在你面前晃 你都没研究过 小道童满脸单纯的反问 一块废弃丹炉 有什么好研究的 好家伙 听到这句话 林铁柱整个人都不好 连青云关的人都知道 这玩意儿是个破烂 那个老道 居然让他在这里领悟 他领悟个空气啊 另一边 欧红已经拜祭完母亲 神色哀伤地走出来 转眼又去了正殿 青云关正殿 已经有道童拿来了主筒 欧红拉着欧宁 虔诚地跪拜下来 让欧宁求签 妈 我跟你说 林铁柱瞒着木天月 带女人上来倒灌 你说他们是不是想做坏事 你胡说什么 做坏事去酒店了 来到关做什么 你脑子能不能装点正常的东西 被欧红骂了一顿 欧宁想了想 也对哦 一定是那个情情故意耍我的 欧宁哼了一声 欧红倒是有些诧异 那女人是情家人 是啊 下都情家 有趣 欧红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又叮嘱欧宁 快点球签 这有什么好球的 欧宁抱怨了一句 随意甩了两下 掉下来一根签 当即被欧红剪去给了小道童 小道童翻阅古籍五分钟后 说道 这是上上千 女施主的姻缘人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欧宁根本不相信 切了一声 小道童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你不会说的是你吧 女施主折杀我了 小道是世外之人 不染成员 欧红看着上上千 这才松了一口气 近在眼前 看来你很快要给我找个女婿了 你快点想想 最近有没有和哪个男人 有近距离接触 欧宁满脸无奈 妈 我根本没谈过恋爱 哪来的男人 他刚说完 忽然脑海中闪过一道人影 最近 他好像就跟灵铁柱走得比较近 不可能 欧宁下意识说道 什么不可能 没什么 妈 我们去看看灵铁柱吧 打个招呼 天色也晚了 差不多可以回去了 欧红点了点头 两人走出来后 发现灵铁柱和仁德贯主 都不在原来的地方 在小道童的引导下 他们才看到 灵铁柱在一个顶炉前发呆 灵铁柱 欧宁刚想喊 却被欧红快速捂住了嘴 噓 林董市长在打坐 不要打扰他了 打坐 他不会要出家吧 欧宁心头一紧 如果是今天之前 灵铁柱出家 他说不定还会笑话一下对方 可现在 一回想起那个上上千说的 自己的姻缘近在眼前 那肯定就是灵铁柱 他出家了 那我岂不是要守活寡了 不行 妈 你不能让灵铁柱出家 你在胡说什么 欧红白了他一眼 目光落在灵铁柱的背影上 只见灵铁柱一动不动 又不像是在纯粹的打坐 他是在 看着那个炉 炉有什么好看的 欧宁不解 想了想 拉着欧红去找仁德贯主 妈 以往万一 帮我问问贯主 灵铁柱是不是要出家 你刚刚不是急着回去吗 现在不急了 灵铁柱的是重要 欧红有些压抑 自己的女儿 从来没有在意过任何男人 可偏偏这几天 时不时就提起灵铁柱 难道 欧红正准备去找仁德贯主 可忽然 天上雷鸣作响 转眼便下去了倾盆大雨 二女只好再去避雨 欧宁看着露天道场上的灵铁柱 还在一动不动 灵铁柱别看了 快过来躲雨 可灵铁柱 却像是没听到她的话一样 此时 她的双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丹炉 一动不动 没人知道 灵铁柱的意识 早已经不在这里 她所看到的不再是大雨之下的破九丹炉 而是一团紫气 第140章 紫气疗法 那紫气冉冉上升 一分为二 在灵铁柱眼前不断盘旋 逐渐形成了一张两仪太极图 灵铁柱恍然大悟 原来这东西真的内有乾坤 她继续观察 在那太极图之中 似乎有一道道玄妙的气息 在不断地演变 那气息形成一条条脉络 灵铁柱很快发现 那些脉络 竟然如同一个人形 人体脉络图 灵铁柱心神嗡名 看着那脉络图 上面陆续浮现出一粒粒金光 她一眼认出 那是人体穴位 这些穴道 是紫气疗法的行气穴位图 灵铁柱快速记忆 当初在监狱的时候 她就连夜被摸过大量的知识点 现在眼前这些东西并不难 外面 看灵铁柱连躲雨都不会了 欧宁让小道童拿来一把伞 她站在灵铁柱身旁 帮忙打伞 欧宁则去找了仁德观主 她不去躲雨 仁德观主听欧宁的描述 有些讶异 怎么说的灵铁柱 像是已经入定物道的状态 可是这根本不可能 想当初 她随自己的师父 修炼紫气疗法 单单第一步 入定窥探紫气单炉 都用了三个月时间 灵铁柱这才做了两个小时不到 怎么可能就入定了 观主 灵铁柱是不是想不开什么事 否则为什么在雨中打坐 欧宁问道 仁德观主 抚摸着自己的白胡子 随我去看看 可能她傻了 两人来到道场 却见紫气单炉前 已经没人了 而一旁的屋檐下 灵铁柱和欧宁 正对坐在那 仁德观主松了一口气 就说嘛 不可能这么快入定物道的 可她很快 又眼睛一凝 居然看到灵铁柱坐在那里 正在画着什么 上前一看 仁德观主当即倒吸了一口气 紫气型学徒 灵铁柱看到仁德观主道来 道长来得正好 我有点东西不理解 整个天池 还有这个慧阳 两个穴位都在比较敏感的部位 运气到这里的时候 容易扰乱心神 怎么才能稳定点 没等仁德观主回答 灵铁柱忽然眼前一亮 哦对 稍微控制 一下力道就行了 说完 灵铁柱继续埋头研究 这一幕 看待了仁德观主 这小子 真的只用了两个小时 就超过了自己当年三个月的成果 这紫气行学徒 他居然 还能背话出来 道长 你怎么了 欧宏在旁提醒了一句 仁德观主这才恢复了表情 没什么 只是觉得 此子天赋不错 有我当年一半的风采 说完 他拍了拍灵铁柱的肩膀 你先好好吸收此图 明日我再来教你新的 他正转身离开 却被灵铁柱叫住 观主 还是现在直接教我吧 这点东西 我已经滚瓜烂熟了 唯一让灵铁柱惊艳的 是这疗法 居然要从那破单炉上领悟 而不是直接放在武功秘籍里 至于内容 对灵铁柱来说 并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地方 啊 任德观主心里暗骂 本来还打算将灵铁柱 留在这里几个月 慢慢教导他 顺便和灵铁柱 培养一下感情 毕竟他知道 此子并非池中之物 有朝一日画龙飞升 他青云观 也能跟着鸡犬升天 可现在 灵铁柱一天就想把紫气疗法学会 那任德观主乃来的机会 和他培养感情 道长 赶紧的 在犹豫 天都黑了 灵铁柱催促道 任德观主老脸一抽 无奈只能坐在紫气行学图前 将紫气疗法 全部说了一次 给灵铁柱 两个小时后 雨渐渐停下 山上的晚风冰冷 天色也黑了 如何 你若记不住 明月频道再一句句教你 不用了 都记住了 任德观主整个人都不好了 试探问道 你有过而不忘的本事 灵铁柱随意的应付了一句 差不多吧 看过的和听过的 基本都能记住 其实在刚刚 他已经用外挂 把任德观主每一小时说的话 快速地记了下来 这些东西 除非他主动忘记 否则都会被烙印在他的脑海中 一旁的欧红母女 不知不觉 也在这里陪了灵铁柱全程 欧宁听的云里雾里 灵铁柱你真厉害 刚刚道长说了那么多话 你全记住了 记住了 不信你考考 我考不了 我自己都没记住 听到这话 任德观主倒是来了兴致 开始提问起灵铁柱 一个问题 十个问题 三十个问题 灵铁柱全部对答如流 最终 任德观主还是服了 平道肚子痛 先告辞了 任德观主一本正经的战旗 看向欧红 施主天色已晚 看来是要在青云关流速了 欧红从刚刚下大雨 就已经做了流速的准备 点头道 是的 叨扰观主请弟子 收拾一下客房了 不用收拾 方才铁柱来的时候 弟子已经收拾了 平道这青云关素来没客人 故而 只有一间客房 说吧 任德观主大有深意地 看了眼灵铁柱 明日开始传你先天无量宫 今晚你不可胡来 切记固守真元 保持精力 等任德观主拍拍屁股走人 欧红 才从愣神中醒来 只有一间客房 可这里足足有三个人 加上林铁柱之前带来的情亲 四个人 三女一男 今晚要挤在同一间房里 不是吧 林铁柱心里也纳闷 这青云关这么大 怎么就只有一间客房了 那任德观主怕 不是故意的 先去客房看看吧 里面说不定很大 林铁柱尴尬说道 走在最前 欧红跟了上去 最后面的欧宁 早已经脸红耳赤了 今天才说 林铁柱是他的有缘人 当晚居然就要 和林铁柱睡一起了 想到这里 欧宁心跳就怦怦作响 来到客房 里面已经亮了灯 林铁柱开门进来 看到客房的洗手间里 正好开了门 青青裹着浴巾出来 似乎刚刚洗完澡 肩膀的一大片雪白上 还有晶莹的露珠 看到林铁柱回来 青青轻哼了一眼 双手交叉盯着胸前 仿佛浴巾掉下来 舍得回来了 不在雨中淋雨了 林铁柱还以为他 一直在客房里 你刚刚也去到场了 去了 还看到有个女人帮你打伞 本来还想看你变成落汤鸡的 青青傲娇地说着 可林铁柱却是看到客房的桌子上 有两把雨伞 一把淋湿的 一把干的 第141章 客房里的故事 这女人估计是送伞失败 回来又生气了 真是嘴硬的女人 我也不想帮这家伙打伞 是我妈叫的 欧宁的声音传来 等欧宁走进客房 青青采脸色一愣 知道青青在想什么 欧宁耸了耸肩 别误会 我不是跟着林铁柱来的 只是外面天黑了 我和我妈怕开车下山不安全 只能在这里过夜了 说着 欧宁也进来了 秦小姐 尽量 秦秦当即白了林铁柱一眼 三个女人陪你过夜 林董事长艳福不浅呀 林铁柱懒得理会她 看了眼周围的环境 这客房并不大 而且还只有两张床 啊 这个床也不大 不可能挤得下三个人 所以 最多只能量 两分床睡 那就意味着 如果林铁柱要睡床的话 那就一定要 有个女人跟她一起 嗯 林铁柱想了想 决定自己率先爬上一张床 为什么 因为在不上床 按这些女人的尿性 她肯定会有人提议 让她打地铺 外面刚停雨 山上阴嗖嗖的 傻逼才打地铺 任德贯主让我保持精力 我先睡了 晚安 林铁柱盖上被子 转过去墙壁 这操作 看待了三个女人 他们也留意到 另一张床的尺寸 只能挤下两个人 那个 秦小姐是要跟林董事长 睡那张床吗 欧红问道 秦清当场脸红了 欧红和欧宁是母女 他们睡同一张床 比较合理一点 那就只剩自己 要和林铁柱挤一挤了 可她从小到大 都没谈过恋爱 现在居然要和林铁柱 睡在一起 而且旁边还有人看着 我不知道 秦清拿了睡衣 转身跑进了洗手间 换衣服 欧宁见秦清进去 心里不是滋味 妈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欧红不解 什么别的办法 欧宁指了 指令铁柱身边的空位 能不能别让秦清睡那里 欧红皱了皱眉 那怎么睡 另一张床只能睡两个人 难道你要和林董事长睡一起 我不要那么快 欧宁当即拒绝到 心跳 蹬蹬的跳 也不是不可以 反正都穿着衣服 总好过看着她 和其他女人睡觉 欧宁心里这么想着 却不敢说出来 你这丫头 怎么奇奇怪怪的 好了 快睡吧 欧红说着 上了另一张床 余光偷看了一眼 令铁柱的位置 看对方呼吸均匀 似乎已经睡了过去 欧宁正准备躺在欧红旁边 这时 门外的道童来敲门 女施主 官主担心 你们不够睡 让我拿了被褥过来 可以打地铺 欧宁接过厚厚的被褥 道童转身走了 关上房门 欧宁摸了下地面 这青云棺外面 虽然又开始下雨了 但是地面却十分干燥 她清理了一下 把被褥铺在地上 不为别的 就是不想秦卿和灵铁柱睡在一起 这被褥也只能睡一人 欧宁想了想 如果那个秦大小姐 不愿意睡地上 故意跑上去灵铁柱那里怎么办 她看了眼欧红旁边的位置 听到欧红睡着的声音 欧宁咬咬牙 决定自己睡地铺 这时 秦卿也换好睡衣走了出来 清爽的睡衣虽然宽松 但还是难以掩饰她傲然的身材 尤其是刚刚洗完澡 秦卿身上 还飘着淡淡的清香 你们不洗澡吗 秦卿随口问道 没带睡衣 我们本来就没打算在这里过夜 欧宁无奈说道 躺在了地铺上 嗯 看出秦卿的不解 欧宁主动说 你睡我妈那里 我睡地上 看不出来 你还挺能吃苦的 秦卿笑了笑 心里松了一口气 幸好不用跟灵铁柱挤在一起 不过 我为什么有点失落 见秦卿爬上欧红那张床 欧宁忍受着硬邦邦的地面 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至少自己的有缘人 还是守身如玉的 欧宁闭着眼 假装睡觉 确认了秦卿已经睡着了 总算放心了 很快 欧宁也睡了过去 一个小时后 房间里安静无比 四人都沉沉地睡着 灵铁柱在睡梦中 尝试运转紫气疗法 这是他第一次施展 只觉得全身极度放松 真气在108的紫气穴位中 不断游走 他的意识快速模糊了下来 只是迷迷糊糊间 感觉有人爬上自己的床 灵铁柱以为 是三女自己分配好了位置 只是有个人 要和自己挤在一起而已 他并没有醒来 紫气疗法 让他的意识逐渐薄弱 最终彻底消散 只剩下身体 还在任由真气温养 第二天 阳光洒落房间内 照亮了四人 灵铁柱起床 伸了伸懒腰 发现房间里 只剩下自己一人 他们起这么早的 灵铁柱下了床 忽然感觉到一阵腰酸 卧槽 怎么回事 昨天睡前 还练了一次紫气疗法 今天应该精神饱满的呀 灵铁柱诧意 摸了摸自己的腰 怎么一副和之前 慕天月大战过的样子 他走出房门 今天不像昨天阴霾阵雨 阳光明媚 吹散了晨雾 露出青云山 百年古叉的历史气韵 看到了三女 正在庭院吃着早餐 灵铁柱鸡肠碌碌 凑了过去 馒头 自磨豆浆 这里的伙食不错呀 灵铁柱刚坐下 立刻收到晴晴的白眼 最早睡的人 居然起得最晚 懒虫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晚起的 我抓鸟吃 灵铁柱淡淡回了一句 你一个男人吃什么鸟 欧红调侃道 二女听的脸一红 只有灵铁柱挑了挑眉 这种熟夫开起车来 还是厉害 欧董事长喜欢吃鸟 欧红这才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当即耳根泛红 我不喜欢 灵铁柱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还没说话 就看到仁德冠主来找 看到灵铁柱的第一眼 仁德冠主眼神就微变了 这小子 不是让他顾本守缘的吗 怎么昨晚还是乱来了 第142章 海神组织 来了 仁德冠主 扫了眼在场的三女 这么多人在一个房间 这小子居然也放得开 比他爸当年厉害多了 想了想 仁德冠主 回忆起自己悲催的人生 一把年纪 还是孤家寡人 不由地长叹了一口气 冠主这是怎么了 灵铁柱问道 仁德冠主心里妈妈披 脸上还是带着微笑 没什么 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开始吧 灵铁柱好奇 道长教我紫气疗法 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但是 为什么还要教我什么 先天无量功 仁德冠主瞥了他一眼 那你学不学 学 灵铁柱胡吃海塞了两个馒头 跟着仁德冠主走了 欧红和欧宁吃过早餐 也率先离开 只剩情情一人 百无聊赖地坐在石凳上 远远看着灵铁柱和仁德冠主 打坐练功 两个小时后 灵铁柱才微微起身 开始耍了起来 灵铁柱 你动得这么慢 打架怎么打得过人啊 晴晴看到灵铁柱慢吞吞的动作 问道 可仁德冠主 却是示意他 不要打扰灵铁柱 难道 那什么先天无量功 本来就是这么慢的 晴晴心想着 感觉到屁股太疼 又换了个姿势 继续等着 又过了三个小时 晴晴摸了摸肚子 又饿了 他起身 想去找个道童 问问什么时候能开饭 可突然 一个道童 急匆匆地跑来 怎么了 有人 有人闯山 晴晴皱起眉头 看了眼灵铁柱和仁德关注 见他们 还在全神贯注的练功 带我去看看 晴晴和道童来到山门 俯视下方 很快瞪大了眼 只见那之前困住自己的林子 此刻正被八辆推土机 强行破坏 山下还不断传来电锯的声音 一颗颗不知存在了多少年的古树 硬生倒下 你们的人呢 昨天 那几个很能打的 快去阻止他们 道童战战兢兢地说道 惠明 静心 雾能师兄他们 刚刚都下去了 可是 可是什么 道童硬着头皮 带晴晴去山门旁边 晴晴这时才看到 几个道童都坐在这里 他们的身上都有血迹 显然是受伤了 他们打不过下面的人 晴晴满脸诧异 不对啊 昨天这几个人 都能和林铁柱过过招 怎么可能对付不了 那几个开腿吐鸡的 雨施主 快去请贯注 强敌来袭 其中一人艰难的开口 晴晴记得 他就是昨天和林铁柱对建的守门道童 昨天他那一首天罡北斗剑气 威力那么大 可现在居然被人打吐血了 晴晴察觉到事情不妙 看向刚刚跑来通知的道童 你先上去拦人 别让他们上来 他看了眼山下的情况 推吐鸡正在往这边靠近 显然 这些人的目的是青云观 我 我是烧菜的 道童双脚发软 硬着头皮 捡起地上的剑 站在山门那里 颤颤巍巍 管 晴晴跑进来 却看到林铁柱和任德观主 在掌队长打坐 任德观主身上流淌着一股气静 正向林铁柱涌起 而林铁柱正表情凝重的闭着眼 晴晴到嘴边的话 又咽了下去 他知道 现在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练武之人的关键阶段 如果被打断的话 林铁柱和任德观主 估计都会走火入魔 晴晴清领小嘴 现在只能拖延时间了 他连忙打出几个电话 与此同时 地城一处巨大的山庄区 门口写着晴家山庄四个字 此时 数百个黑衣人正集体出动 山庄内的停机坪上 停着五架直升机 黑衣人陆续快速跳上直升机 去青云关 小姐求救 青云关山门 一把长剑一分为二 被一个金发碧眼的男人徒手折断 他显然不是大侠人 此刻 男人一脚踩下 面前 趴着的小道童 发出嘶吼 嘶吼过后 疼得当场昏厥了过去 被金发男人随意踢到了一边 他看到山门后打坐的那几人 抬了抬手指 身后冲上来的几十个忍者打扮 裹着头套的人 再度攻向了受伤的一众道童 混账 你们到底是谁 慧明捂着伤势 连连退后 有撤退不及的道童 被忍者留了下来 当即传来了惨痛的喊声 声音回荡山门 秦卿急跑而来 看到了来者不善 女施主 官主呢 官主再和林铁柱练功 现在不能中断 慧明眼中透着绝望 金发男人拍了拍手 忍者全部回到他后方 严阵以待 地上 趴着一堆重伤的道童 金发男人的目光落在秦卿身上 我听说大侠人把这里称为清修之地 怎么还藏了女人 他吃笑一声 大侠的神功 留在这种垃圾地方 太浪费了 交出来 你们可以少挨点打 秦卿皱着眉头 你到底是谁 你还没有资格知道 我是谁 金发男人不屑一笑 带着一群人静止走来 盛气凌人的样子 让秦卿心头一紧 现在不能让他们进去 他看向一旁的慧明 可慧明还没出手 只见一把长刀飞来 慧明抬剑抵挡 那长刀被飞身上来的忍者 凌空接住斩下 金玉之声和火光散开 慧明手里的剑 直接被砍断 整个人也中了忍者一脚 被踢飞五米开外 大下的剑 不如我们的刀 慧明听到这句话 从地上爬起 嘴里还在流着鲜血 是我鸡不如人 不是大下的剑不行 他不服输 双手抬起 做出战斗的姿态 可忍者全是冷冷一笑 身形忽然原地消失 再度出现时 已经在慧明右侧 慧明瞳孔放大 根本捕捉 不到对方的动作 正准备抵挡的时候 动作还是慢了 他的肋骨 被忍者踢中 咔 骨头断裂的声音传来 慧明再度飞了出去 别打了 秦秦大声喝止 我是下都秦家的人 这里 秦家饱了 忍者的动作一顿 秦秦还以为秦家的名号 让他们所有忌惮了 可一道更为猖狂的声音 却是传来 金发男人仰天大笑 秦家的财力 连我们海神组织 一根毛都比不过 你以为 我需要给你面子 秦秦心神嗡名 只因为那四个字 海神组织 他们 是海神组织的人 第143章 海神组织七大天王 海神组织居然出现在青云关 秦秦愣神之际 被金发男人 一把抓住头发掉了起来 姿色不错 可惜我不喜欢女人 你们几个 进去看看 还有没有人 秦秦眼看他们要进去找灵铁柱 挣扎之际 一口咬在金发男人手臂上 啊 该死 话音落 金发男人一脚踢在他的腹部 秦秦当场咳出血来 不许 进去 秦秦痴痛地躺在地上 还想去抓金发男人的脚阻止他 可金发男人直接踩在他的手上 留着你的命 可以去秦家捞一笔 金发男人说完 又看到冲上来的慧明 向手下示意 嗨 其中一个人者点头 掏出一瓶药水 阴森森地笑了笑 拿下慧明 强行将药水灌入他的嘴中 嘿嘿 感受一下神的力量吧 慧明被灌下药水后 眼睛失去了光芒 宛如行尸走肉 金发男人口中 呢喃着咒语一样 瞬间慧明浑身大震 全身力量暴涨 原本漆黑的双眼 顿时变得心红 如野兽般 发出一阵惊天怒吼 同时 道观内 灵铁柱二人 也猛地从传宫状态醒来 感受到力量大幅提升 体内磅礴之力 宛若神龙翻僵 更是从四品 近巅峰升到三品 灵铁柱望着任德观主 眼色诧异 观主 您这是为何 他不理解 为什么任德观 主要直接给他传宫 任德观主略显虚弱 毕竟传宫 就是强他弱己的行为 当年 我欠你父亲一个人情 灵铁柱双眸一颤 我那个死鬼老爸 还没来得及多问 突然 一声巨响传来 大门碎裂 晴晴的身影道飞进来 重重摔在地上 口吐鲜血 门外 竟然慧明双手五指成肘 如怪物般跳了进来 呲牙咧嘴地冲向晴晴 慧明 休得放肆 任德观主 见状喊道 却见慧明一点反应都没有 正如野兽盯着猎物一样 死死扑向晴晴 任德观主察觉异样 身形挪移 挡在慧明面前 浮尘扫过 气境席卷去 可慧明却破开了气境 再度攻来 嗯 任德观主心中诧异 此时的慧明 无论速度还是力量 都比以往强的太多 他背后 一群人正 气势如虹地跟来 任德观主察觉来者不善 铁柱 先救人 任德观主一马当先 再度出手攻击慧明 灵铁柱迅速挡在晴晴面前 只见家人吐血连连 气息孱弱 当即使用紫气疗法 对着晴晴的胸膛按下去 门外 金发男人缓缓走来 饶有兴致地看着两人 原来真正的高手在这里 任德观主 本王路易斯 来拿先天无良功和紫气疗法 交出来 我还能放你一马 否则 整个道观鸡犬不宁 任德观主 一直点在慧明眉心 才让暴走的慧明昏死过去 他转头盯着路易斯 双眼微眯 海神组织的人 观主好眼力 任德观主皱起眉头 海神组织作恶多端 近年来一直在盗取大厦的文物宝藏 和武术典籍 就不怕大厦官方一怒之下 灰冰镇压而等吗 路易斯放声狂笑 海神组织不拒任何国家政府 大厦官方算什么 他的声音又低了几度 大有深意地说道 何况 如果没有官方的引导 你以为我们会找到这里吗 任德观主听闻后 又惊又怒 官方出了叛徒 路易斯见任德观主不愿配合 顿时挥手 数十名忍者围攻而上 任德观主身影左右闪烁 避开那密密麻麻的暗器 以及那些诡异的人数 两方人马瞬间交手几时回合 忍者们出手虽然很辣 甚至不断地从多角度偷袭 可任德观主周身一道真气环绕 形成刀枪不入的防御 正是先天无量攻 忍者们无法攻破 反而被真气阵的节节败退 路易斯大怒道 用那个 嗨 数十名忍者手中 同时出现一个金属瓶 集体打开吞浮下去 任德观主疑惑之际 眨眼间 察觉到这些人的气势在暴涨 杀 杀 杀气生疼 忍者冲向任德 速度之快 力气之强 超过了之前几倍 这么猛 任德观主皱起眉头 一掌打在其中一个忍者身上 这忍者被这一掌打得胸膛凹陷 可脸上却没有丝毫痛楚变化 手中短刀疯狂地劈下 任德观主快速退后 没有痛感 你们方才吞的是什么样 他瞟了眼地上的慧明 似乎这孩子刚才的情况也有所类似 可这群忍者 根本没有理会任德观主的话 疯狂攻来 任德观主来不及思索 陷入熬战 一旁的路易斯很满意 随后扭头望向林铁柱 以为他也是这里的小道士 林铁柱以紫气疗法 给秦卿压制了伤势 已无大碍 将秦卿安置好后 林铁柱看向战况 臭道士 你师父不识台诀 你可知道 先天无量功和紫气疗法在何处 在我这里 有本事你就来拿 林铁柱指了指脑袋 正好他体内的磅礴之力 无处泄放 准备狠狠地教训一下 这个海神组织的砸碎 当时他和任德观主 正在传攻的关键时刻 但也不代表他对外面一无所知 秦秦为了保护他 以弱小的身躯挡在前方 为此身受重伤昏倒 林铁柱指尖晃动 率先出手 攻击路易斯 三 三品 路易斯瞪大了眼 这小子 跟外面那些道童的战力不一样 他知道自己判断错误 眼看林铁柱化为一道残影弓来 当即转身连退 想跑 太晚了 林铁柱对着路易斯看去 双眼微变 预知对方的未来一小时 包括接下来的所有动作和阴招 路易斯见速度比不上林铁柱 假装逃跑之余 突然回头射出一把飞镖 去死 可林铁柱早有准备的躲开 不可能 路易斯右手 又是从袖子里 射出一只速度更快的按键 可见鬼的是 又被林铁柱预判躲过 你 知道我的招式 路易斯话音刚落 一道强横气劲呼啸而过 直接打在他胸口上 碰 被林铁柱强大的力量震飞 路易斯口中不停地吐血 林铁柱身影闪烁如鬼魅般 大手张开 五指掐在路易斯的脖子上 一个羊杂碎 居然也能练到四品 不过你武功不怎么样 手段倒是挺多的 不想死的话 马上让你的人停下 路易斯艰难得夜夜口水 呼吸变得困难急促 目入恐惧 他丝毫不怀疑 林铁柱真的会杀了他 快 快住手 哗啦啦 数十名忍者如红朝般退后 机械地站着 路易斯这才留意到 林铁柱身上的衣着 你不是青云官的人 他眼珠子一转 听说大下国的人都贪财亡义 而海神组织的人 最不缺就是钱 既然你不是青云官的人 还请放开我 也不要插手此事 我愿意给你一亿 可他不知道 林铁柱虽然穷了二十年 喜欢钱 却不喜欢脏钱 一亿 老子清明节烧给你 说话间 林铁柱又加大力量 掐得路易斯两眼法 白快要窒息了 路易斯慌了 我是海神组织七大天王之一 你若敢杀我 你就死定了 啊 林铁柱见他还敢威胁 当即又是 平平几拳打过去 路易斯双手抱着头 脸部又紫又红 不成人样了 呜呜呜呜 别 别打了 林铁柱抱揍路易斯一顿后 浑身变得舒畅不少 也放开了他 路易斯如同死狗一样 趴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 好一会才恢复点力气 该死 他从未听说过 大厦有如此年轻的三品高手 你到底是谁 记住了 我是郑国军白龙王将 王奥 第144章 既然出来装逼 那怎么都要留下点东西 记住了 我是郑国军白龙王将 王奥 郑国军 路易斯震惊地看着林铁柱 郑国军的人 刚向我买了药剂 你居然敢打我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大厦国的人 言而无信 果然当不了朋友 林铁柱看着他一副 做死的样子 知道打得还不够狠 否则 路易斯不应该只是跟王奥绝交 而是应该和王奥水火不容 这才是他林铁柱 想看到的结果 于是 路易斯又被林铁柱打了一顿 这次打得更狠 林铁柱招招夹杂 先天无量弓的威力 手臂被黑白蒸气环绕 打出的全境威力惊人 咔嚓 路易斯的肋骨断了 王奥 住手 我是郑国军的盟友 路易斯害怕了 跪在地上求饶 又急忙让忍者们停止行动 可很快 砰砰砰 数十名忍者 似乎因为刚刚的药效已过 身上煞气大减 林铁柱看到忍者出现虚弱状态 当即提醒道 关主 趁他病 任德关主点头 晚着浮沉 赫然出现黑白二气 正是先天无量弓 林铁柱也双手抬起 双掌气静化为一黑一白 二人前后夹击 先天无量真气 如同风暴 横扫全场 轰轰轰 宛如秋风扫落叶 全部忍者口吐鲜血 被震得倒在地上哀嚎 走 路易斯见大势已去 趁着林铁柱出手 哪敢逗留 当即撒腿就跑 既然出来装逼 那怎么都要留下点东西 林铁柱双指抬起 对准路易斯的肩膀 先天无量真气 快速凝聚在指尖 无极指力 与先天无量弓融合 嗖的一声 林铁柱指尖 仿佛射出一道器件 不偏不倚 贯穿了路易斯的右臂 What the fuck 该死 该死 路易斯的右肩 出现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 血流不止 整条右臂在空中断裂 他来不及捡 知道再慢下去 命都没了 他当即从口袋 扔出一个小型气弹 爆裂之后烟雾滚滚之中 只剩下一句嘶吼 郑国军 王奥 断臂之仇 我海神组织记下了 林铁柱收回目光 嘴角一扬 很好 这下效果对了 正当路易斯的人撤离 这时 秦家的人才终于赶到 几架直升机 在上空盘旋停留 扔下来绳索 一群人伸手矫健的 顺着绳索落下道观 少主 黑旗军护卫来迟 秦卿是下都秦家家主秦太的独女 掌上明珠 而他们正是秦太培养出来 随时听候秦卿拆遣的一支特种兵 包括救援医疗队和格斗护卫队 这些人见到秦卿好像受伤了 脸色当即苍白下来 我没事 秦卿现在也懒得计较这些人的效率 他的伤势 被林铁柱的子气疗法治疗后 暂时无碍了 让医疗分队去治疗外面那几位道长 秦卿见青云观众人都受了伤 当即安排人治疗 另一边 林铁柱借了黑旗军医疗分队一个无菌样本瓶 走到昏睡的惠明面前 俯身抽出一点血液样本 他猜测 刚刚惠明和忍者服下的 就是MG17 这些血液多少还残留着药剂成分 拿回去给龙医会的人检查 也许能查到什么 林铁柱收起瓶子 关主 青云观以后可能再起风波 要不要随我们一起走 他看了眼周围的人预知未来一小时 虽然未来一小时 青云观是安全的 没有人再来打扰 但是以后他保证不了了 他是真心希望关主离开 换一个安全的地方居住 毕竟传授功法和传功 两者也算是师徒关系 而且 海神组织找上门 虽然是为了抢先天无量功和紫气疗法 但是 林铁柱看得出来 路易斯带了MG17和这批人上来 也有试试MG17威力的企图 用功力深厚的人德关主 来是这群造神战士的战斗力 才能体现MG17的强大 任德关主知道林铁柱的好意 可还是轻抚着白胡子 笑道 有因必有果 平道种下善因 相信亦能得善果 平道习惯了山中清修的日子 一切随缘吧 铁柱的好意 平道感谢 话已至此 林铁柱也是无奈 那关主 多保重 林铁柱也不强求 带着秦清 在黑骑军护卫下离开 站在青云关口 林铁柱停下脚步 关主 我一定会手刃逆途王傲 为青云关清理门户 声音随林铁柱远去 任德关主 看着林铁柱渐行渐远的背影 眼中露出息迹与欣慰 难难自语 青出于蓝胜于蓝 没想到 这孩子比他父亲当年的女人 更多更艳丽 天赋也更强 回想林铁柱两小时餐 通顶炉中的紫气疗法 又快速掌握了先天无量宫 任德关主轻叹一声 人比人 气死人 不过好在 他会是自己最优秀的弟子 第145章 旧木云山 半小时后 青云山 山脚下 青青趁机双手 紧抱林铁柱 两个大道理 夹着他的手 左右摇摆 铁柱 要不我让人留守 若是青云关有什么风吹草动 也好第一时间汇报 你觉得呢 林铁柱笑了笑 青小姐欣喜如法 如此多谢了 原来你这家伙 也会夸人 青青白了他一眼 林铁柱又随口问了一句 对了 昨天晚上和我同床的人是谁 青青一愣 想什么呢 昨天慧明拿了个被褥过来 欧宁睡在地上 我和欧红挤在了另一张床上 他双手插着柳腰 我们三个在别人眼里 可都是万中无一的大美女 还想我们和你同床 你这家伙 想得美 林铁柱眨了眨眼 看青青的样子 总觉得对方眼神闪烁 不过 他也懒得继续问 只是奇怪了 明明昨天 有人爬上他的床 房间里就那三个女人 总会是其中一个 一个多小时后 青青随黑气军前往治疗 林铁柱则独自来到 沐云山所在的医院 穆家的人 纷纷守在头号 VIP病房号门口 个个都哭丧着脸 林铁柱刚从电梯出来 穆天月急忙跑过去 问道 你没事吧 听到穆天月第一时间 先关心自己 林铁柱心里溢满 我没事 穆天月松了一口气 看到林铁柱 是孤身一人回来的 青云关的人德关主 那位会紫气疗法的高人 似乎并没有出山 他的心沉了下来 爷爷他 不用担心 我会救他 啊 穆天月一愣 任德关主都没来 没人施展紫气疗法 怎么救爷爷 只见林铁柱迈步走进病房 此时此刻的穆云山 虚弱地躺在床上 心跳已检测 心跳的波动很弱 显然快要油镜灯枯了 旁边的是医院院长 和各大专家医生 各个都摇头叹息 穆总 老穆董不行了 你们准备后事吧 穆总 节哀顺便 那些医生纷纷说道 吓得穆家 所有人都快哭了 爷爷 爸 穆天铃和穆安逸哭喊着 穆天月更是两眼通红 伸手摇着穆云山 苍老干枯的手 爷爷 他想要喊醒爷爷 林铁柱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事的 我来试试 只见他 走到穆云山的旁边 伸手把脉 准备动手救人 听到林铁柱的话 再看看 他一副救人的举动 顿时那些医生皱起眉头 这位先生 穆董事长心力交瘁 心脏功能 已经只剩常人的百分之一 你这是想做什么 救人 林铁柱淡淡道 你们先出去 我需要安静的环境 嗯 在场的专家 无一步心中吃笑 你小子年纪轻轻 口气如此嚣张 你是哪家医院的医生 有没有资历 林铁柱瞥了他一眼 一定要有资历才能救人 那不然呢 你们有资历 那你们治好穆老爷子了吗 你 有专家指着林铁柱 你想要救人 万一出了什么事 你担当得起吗 我们医院 恐怕都会被你牵连 穆总 这个小子一看就是江湖骗子 你可要小心点啊 穆天月从悲伤醒来 只缓缓吐出四个字 我相信他 什么 穆总 你可不能拿老穆董的命开玩笑 我们这些专家 都已经确诊他的情况了 穆总 这里是地称最好的医院 如果我们都治不好老穆董 他一个毛孩子 又能怎么样 可穆天月却抬起手 示意他们闭嘴 又强势地说道 爷爷出问题 我们自己负责 他又看项穆安逸 薛敏 穆天林 爸 薛姨 天林 你们呢 三人的印象中 灵铁柱是无所不能的 我们也相信 穆安逸站了出来 主动说完 薛敏和穆天林 也跟着点了头 这一幕顿时气诈了那些医生 愚昧 愚昧啊 穆总 万一老穆董有什么事 我们可不管的 言下之意就是 灵铁柱要救人可以 但如果穆云山因此隔屁了 不是他们医院的问题了 院长和一众专家纷纷退后 冷笑着准备看戏 灵铁柱见终于安静下来 摒弃宁神 运转紫气疗法 煞时间 只见他的双手上紫气生疼 贴在穆云山的额头上 变魔术的 我听说一些游方道士 就是学这种歪门邪道 来骗人的 医生专家们 低声窃窃私语 脸上露出鄙夷 就算等下穆云山死了 也是穆家人有眼无珠 不相信他们 相信一个江湖骗子 很快 只听穆云山疼的喊出了声 人却是还没有醒来 口中还吐出黑色的血液 黏黏的又腥又臭 脸色更加苍白了 穆总你看 我就说 这个小子是骗子 老穆董都被他折腾的吐血了 你们能不能安静 一向平和的穆天月 也是忍不住想骂人了 一声令下 外面的女秘书和穆天林进来 一起把人轰了出去 现在他的爷爷生死未卜 而他 只相信零铁柱一人 哎 穆家人不相信科学 相信封建迷信 这下老穆董惨了 一辈子最后的时光 居然还要被折腾 医生们摇头 心想 等一会 穆天月一定会跪求他们救人 到时候 再狠狠地羞辱这个高贵霸道的女人 房间内 林铁柱一直在专心救人 手掌贴在穆云山的身上 片刻后 紫气缠绕着他的全身 紫气沿着穆云山的108个穴位游走 将他体内的病毒污垢等一一排出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味 穆天月瞪大眼睛地望着这一切 太神奇了 这就是秦清之前说的 清云关的紫气疗法吗 可是 穆天月惊讶 好像林铁柱去清云关才一天 居然就学会了这种疗法 第146章 穆舒曼的下场 十分钟后 只见穆云山的面上 渐渐地恢复了血色 又过一会 呼吸变得均匀流畅 林铁柱停止运工 重新把脉 很快点了点头 你爷爷没有大碍了 让他休息一下 就会醒来了 穆安逸急忙走过去 拉着几个专家再次检查 瞳孔 很正常的瞳色 没有偏移 心率也正常 这 专家猛逼了 重复了几次 结果还是一样 这怎么可能 你们不行 不代表我这孙女婿不行 都让开 铁柱呀 这时 穆云山终于醒了过来 他觉得自己这次 病入膏肓必死的了 可没想到 刚刚恍惚之间 看到林铁柱给自己治疗 硬生生 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爸 是铁柱把你治好了 对啊 爷爷 你看看我们都在这里 可不是地狱哦 穆家人围着穆云山 一场危机总算过去了 穆云山拉着林铁柱的手 我的好孙婿啊 这次多亏你 要不然 老头子 我真的去见阎王爷了 当初老头子 我就知道铁柱不凡 果然你没有让我失望 等我身体好了后 你们两个准备结婚怎么样 穆天月翘脸一红 爷爷 你胡说什么 没等穆云山说话 旁边的医生不服气 插嘴道 穆董啊 还是先检查一下 说不定 明知是回光返照 放屁 穆云山的声音响亮了起来 我自己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 一群佣衣 以后别向我穆家 再捐钱给你们 滚出去 赶走那群人 穆云山没有理会其他人 一直夸着林铁柱能力不凡 各方面他都很满意 天月啊 你再不和铁柱结婚 这么优秀的男人要是跑了 可有你哭的时候 看穆天月完美的脸上浮现红玉 林铁柱也笑道 放心吧老太爷 天月他 绑我绑得很紧的 这时 林铁柱的手机突然响起了 来电显示是许鱼 他连忙走到一边安静的地方 接听电话 铁柱哥 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 穆书曼和周应龙的刑事案 见出结果了 他们都已经被关进牢房 周应龙判刑十年 穆书曼未复报仇情有可原 判了三年 所以我打电话和你交代一下 周家的人 没干涉周应龙 这倒没有 司徒局长也觉得奇怪 周家这次平静的异常 还让我们依法处理 林铁柱挑了挑眉 看来周家又在憋着什么坏了 行 那你依法处理就行 一小时后 林铁柱离开医院 回家的路上 林铁柱想到 这次在青云关 遇到海神组织 这群人野心勃勃 连人得关主的功法也敢抢 还有上次 圆镜花 110亿镜胎的穷奇玉玺 以及那不知去向的 十二生肖龙手 被神秘人截胡 怕是与海神组织也有关系 想到家中的穷奇玺玺 林铁柱不放心 火速赶回去 清风小区 林铁柱刚回到家门口 想要开门 却被几辆豪华的商务汽车 和超跑堵住了 这些车每一辆 都要几千万以上 车牌也不是地成的 而是下都的 无疑 这又是一个大家族 林铁柱本来不想多事 避开车子掏出钥匙 准备开门 站住 嗯 听到贺声 林铁柱转身望去 一辆劳斯莱斯车牌 维京A88888的车子 保镖缓缓地打开车门 一对雪白的大长腿 踩着高跟鞋走了下来 一个身穿名贵风衣 身材高条火辣的女人 举手投足间 透着一股高贵气质 她的后面 走下两个浓妆打扮的女子 姿色在普通人之中 算得上美女 但是 在那高贵女人一对笔下 就想得相形见绌了 这个就是林铁柱呀 不会吧 朝夕 你未婚夫看过去 只是个上班族 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也不知道为什么 云叔叔从小 给你定了这个婚事 听到两个闺蜜的话 云昭熙的脸上 露出几分不悦和无奈 她也很想知道 老爸是不是疯了 突然在20岁生日那天 和她说 自己有个未婚夫 根据老爸给的资料 她才找了过来 在一个月前 云昭熙已经调查过林铁柱了 没有背景 没有人脉 还刚从监狱放出来 这样不学无数的人 怎么能当她的未婚夫 所以 云昭熙这次来地城的目的 只有一个 退婚 林铁柱停下脚步 你们是谁 拦着我干嘛 云昭熙看了眼 手上的照片对比一下 再次确认身份后 将手中的照片 随手扔在地上 冷漠道 你就是林铁柱 是又怎么样 是就对了 第147章 林铁柱的未婚妻 云昭熙 云昭熙打量着林铁柱 那一身不知名的衣服 以及她住的地方 心里叹了口气 她可以确定 自己这辈子 都不会愿意嫁给眼前这个男人 因为 她配不上自己 这个婚 她退定了 我来自下都七大王族的云家 云昭熙 想来你也没机会接触云家 云昭熙不待她发言 我时间有限 就长话短说了 我是来退婚的 她勾了勾手指 后面的跟班递上来一张纸 云昭熙指着纸上的字 林铁柱就看到了婚约两个字 可林铁柱还没看清 云昭熙哗啦一声 将手中的婚约撕成碎片 你也看到这些车了 这只是 我出门的代步车 我每个月的零花钱 至少一千万 够你奋斗几辈子 云昭熙一脸高傲 我不知道 我爸为什么答应和你们家订婚 但是 我想告诉你 我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明白吗 退婚 两个世界的人 林铁柱猛逼了 这云昭熙莫名其妙地堵住她 就是一顿自夸自己的绅士 然后将她贬得一无是处 还有那个什么婚约 她压根就不知道 云昭熙看林铁柱一句话不说 一直在打量自己 她更加觉得自己很惨 居然摊上这种人 虽然她的美貌 足以媲美那些女明星 但林铁柱的反应也实在太猥琐了 连在她面前正常说话都做不到 这样的男人 怎么配得上她云昭熙 三天后 你跟我去下读云家 和我父亲说明 说是你配不上我 才主动解除婚约 知道吗 云昭熙招招手 命人拿来一张支票 签上名字 随后扔在地上 诺 一百万你捡起来 这可是你们这些人 打工一辈子的收入 就当是你同意 解除婚约的回报了 说完 云昭熙转身上了车 身后的两个闺蜜临走前 还鄙夷的看了眼林铁柱 长得其实挺帅的 只是可惜出身不行 有什么用 当鸭子还差不多 当昭熙的老公 她差得远了 我们潮熙姐这么多年 就没看上过任何男人 走了 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消失 林铁柱无语了 那什么云昭熙 她也不认识啊 神经病 林铁柱懒得再理会 转身开门回家了 一进来 她就闻到了饭菜香 沈明玉裹着围裙 也挡不住她凹凸有致的身材 正端着几道饭菜出来 小家伙 你昨晚跑哪过夜了 看着这玉姐 化身小厨娘的迷人妖精 身前的一大片 雪白在灯光下更加刺眼 林铁柱干咳了一声 去了青云关 青云关 你去拜神呀 算是吧 林铁柱坐了下来 神姐的饭菜真香呀 说着 也不用和沈明玉客气 拿起筷子扒拉了几口 沈明玉扑呲一笑 你这小鬼 是在山上饿坏了吧 多吃点 忽然想到什么事 沈明玉拍了拍手 从桌上拿出一封信 诺 你的信 我的 林铁柱接过 乍一看 是奶奶写的信 上次他把新地址寄回去给奶奶 估计奶奶 是知道他住这里 又想他了 林铁柱感慨着 拆开信封 可一分钟后 他顿时觉得头皮发麻 原来在林铁柱小时候 他那个便宜老爸 就给他安排了七段婚约 说是等林铁柱二十岁 再让奶奶告诉他 其中一个未婚妻的名字 就是刚才门外的云家大小姐 云朝夕 麻蛋 什么破婚约 娶那种缘 老子得倒霉几辈子 林铁柱心想 可信里的下句 奶奶说他快要死了 奶奶 吓得林铁柱 从椅子上跳起来 结果往下看去 铁柱 如果你不希望奶奶死 就快点从七人中挑选一个结婚 给奶奶生个增孙 那样 奶奶还能坚持个十年八年 林铁柱擦擦额头上的冷汗 深感无语 奶奶这个老顽童 居然拿生死虎吓他 更让林铁柱猛圈的是 他竟然真的多了七个未婚妻 信上面有名字和电话 一想到刚刚的云朝夕 说话鼻孔对天的样子 像极了高傲的天鹅 仿佛在他眼中 所有的男人都是癞蛤蟆 神经病 林铁柱忍不住吐槽一声 自己的老爸 不但不负责任 找的儿媳妇也不靠谱 估计那剩下的六个未婚妻 也是一群神经病的货色 林铁柱随手扔下信封 感觉还是眼前的美女房东好 小家伙 你怎么了 林铁柱看着信一惊一乍的 沈明玉好奇问道 没什么 我奶奶喜欢恶作剧 听到奶奶两个字 沈明玉脸上 闪过一道意味深长的笑容 也好久没见 那位前辈了 林铁柱转移话题道 沈姐 我不在的这两天 你在家过得怎么样 沈明玉单手以着脸 没有你在我当然过得不好呀 第148章 穷奇遇喜开启 这么暧昧的话 让林铁柱干咳了一声 如果说穆天月是女神 那这个沈明玉 就是要人命的女妖精 沈明玉浅然一笑 对了小家伙 明晚我有个朋友过生日 你要不要陪姐姐去 沈明玉加了一块肉 放在林铁柱碗里 忽然问道 生日 你朋友我又不认识 还是你自己去吧 哎呀 姐姐一个人去的话 万一路上被人飞离怎么办 沈明玉装作一副 楚楚可怜的模样 拉住林铁柱的手 你陪陪我吗 本来这种极品玉姐 平常的一举一动 已经够诱人了 现在还露出哀求林铁柱 一脸害怕的样子 你也不想 我大晚上孤身一人 遇上个标形大汉的 把我拉进草丛里 把我双手双脚都绑起来 然后拖我的 够了够了 听着沈明玉的描述 林铁柱感觉自己的男子气概 都快站起来了 我去就是了 不过 要是现场有什么灌酒的 我不当挡箭牌 林铁柱提前声明 也是怕沈明玉 和当初的沐天月一样 让她假装男朋友 当然不是挡箭牌 明晚七点见 沈明玉奸计得逞 顺手搭在了林铁柱的肩膀上 还好有你这个小家伙 姐姐我明晚才敢出门 说着 沈明玉的手 故意游走在林铁柱的身上 可忽然 沈明玉笑容凝固 她的手 不只是普通的触碰林铁柱 而是在偷偷检查她的身体 结果 好家伙 这小子刚见面的时候才无品 这半个月不到 居然突破到三品了 这种境界提升的速度 堪称妖念 林铁柱的父亲就是妖念 而这小子 修炼天赋 恐怕比她爸还变态 神姐怎么了 没什么 好了 姐姐我要去睡觉了 沈明玉扭腰返回她的房间 留下一道美丽的歉影 林铁柱这才回过神来 卧槽 这些碗筷你不收拾啊 十分钟后 林铁柱处理干净桌子 回到房间 连忙从床底 拿出穷奇玉玺 幸好还在 不过海神组织 恐怕做梦 也想不到 这东西会落在我手里 到底有什么作用 去买她 林铁柱研究着穷奇玉玺 按原进这种商人的性格 肯花一百亿来买 那就说明 穷奇玉玺的价值 远远超过一百亿 可林铁柱在上面按来按去 根本没看到什么机关 试试用真气 林铁柱突发奇想 正好自己突破三瓶以来 身体一直处于真气饱和的状态 他拿着穷奇玉玺 双手真气凝聚 缓缓注入里面 五分钟后 还是没用吗 林铁柱叹了口气 正准备放弃的时候 忽然 眼前出现了一道神奇的景象 那是一座古老的王朝 所有的建筑风格 林铁柱 都不曾在现存的历史典籍里见过 这是哪个朝代的 林铁柱看不出来 而画面流转 林铁柱的视野变化 他看到了一张巨大的椅子 青铜椅 上面刻着凶兽 穷奇 而已位于千万人之上 俯视苍生 仿佛 那是一张帝王的椅子 青铜椅扶手上 林铁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 穷奇玉玺 只见一个身穿黑龙地袍之人 缓缓从下方走上来 拿起穷奇玉玺 雄魂而霸道的声音喊出 朕以亡印力士 必将带领逆罗王朝走向辉煌 下方看不到尽头的铁甲军队 同时跪下 朕必高呼 吴皇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画面就此消失 林铁柱心神嗡名 看着手里的玉玺 这是那位王者传承下来的 他呼吸急促 下一刻 忽然发现穷奇玉玺上 一粒粒湛蓝色的光点浮现而起 这是什么 林铁柱瞳孔放大 察觉到那些光点 似乎并不会伤害自己 才凝神观察 只见他们缓慢地向自己左臂而来 而他的左臂上 那隐藏的六芒星突然 竟然也在此刻自行亮了起来 一红一蓝 两道流光交缠在一起 顷刻间 林铁柱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那充盈的丹田 此时竟然感到了饥渴 似乎 他的容量被突然扩大 还可以吸收更多的真气 林铁柱神色兴奋地 看着穷奇玉玺得出一个结论 这东西 能帮我练功 他拍了拍大腿 回想当初五品入四品的那晚 就是刚得到穷奇玉玺的时候 好家伙 林铁柱再度尝试 以真气灌入穷奇玉玺 这次 他虽然没有看到那些景象 但是玉玺上 反馈出来的湛蓝光点越来越多 这些光点与六芒星一起 围绕在他的身体周围 在不断地淬炼他的内力 这修炼速度 至少是以前的十倍 第149章 天下第一 开拍 女导演来了 林铁柱心跳激动 任何一个舞者 发现了这么惊天的秘密 都会忍不住尖叫起来 林铁柱现在的反应 已经算他定力够强了 一小时后 林铁柱大汗淋漓地停下了修炼 他能感到 丹田已经再度充盈了下来 而自己的功力 虽然还在三品 但比之前又强了一成 如果每天这么练下去的话 过几天 他就能把白龙王将王傲 摁在地上摩擦 不过现在 修炼意图 欲速则不达 林铁柱正准备好好睡一觉 临睡前 林铁柱藏好穷奇玉玺 手机叮当一声 收到信息 他打开一看 是秦曼哥有事情汇报 说是找到拍摄 天下第一的导演 秦曼哥本来是 牧师集团财务总监 不过林铁柱最近太忙 叫他帮忙 打理天地娱乐的事情 也不知道肖伯他们训练的怎么样 是该回去看看了 第二天早上 天地娱乐19楼 林铁柱通过玻璃看到里面的场景 肖伯和杨青几人都练得不错 一些基本的武打招式 有模有样 马步也是相当扎实 秦曼哥也看见他 当即拉着一个美女 快步走了过来 介绍道 林董 这位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导演 李清英 曾经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相信有他在 我们的电影一定会大卖 李道 你好 林铁柱打量着李清英 这个女人也就三十出头 身材极好 下身穿着素身牛仔裤和皮靴 干练之余 把两条大长腿 修饰得极好 上身是白色衬衫 领口处被傲人的身材撑起 露出一点点雪白 李清英整个人看过去极为高了 似乎他虽然有完美的外貌条件 但却排斥任何男人一样 是个和穆天月一样 气质的冰山美人 对于林铁柱 主动伸手打招呼 李清英并没有回应 握手什么的 就不必了 见李清英对林铁柱也这么冷淡 秦曼哥有些尴尬 刚想介绍林铁柱的身份 谁知李清英却是淡淡拒绝了 林董我已经听说过了 另外 我这个人比较直来直去 有句话要说在前面 李清英冷漠地看着林铁柱 在他眼里 林铁柱和他只是合作关系 没有上下级之分 他有本事把天下第一拍好 所以天地娱乐才请他来 但是 像这种年轻的有钱人 他见得太多了 李清英的身材样貌本来就好 加上这几年事业上的成就 身边不乏追求者 其中就有十几个想用钱砸他 买他出业的男人 所以 李清英对这些男人十分反感 而他看到林铁柱之前 就已经听说过了林铁柱 空降的牧师集团副总裁 借助牧家强大的财力 成了天地娱乐的董事长 牧师集团继承人牧天月 无忧传媒董事长欧红 都跟他有不简单的关系 总之 林铁柱的圈子 在他看来 就是乱 说吧 林铁柱淡淡道 李清英收敛其眼中的厌恶 我只想单纯地拍好每一个作品 所以希望不必要的东西 可以避免 比如呢 我不应酬 不接受追求 不经营演员人设 第三个 林铁柱倒是理解 一个优秀的导演 用作品说话 不需要一人凹人设稿饭圈文化 最后还瓢进橘子里 第一个 他也觉得没啥问题 毕竟他自己也不喜欢应酬 但是 不接受追求是什么鬼 我林铁柱什么时候说过 要追求你了 林铁柱摸摸鼻子 想起上次那个什么云朝夕 怎么今天又遇到一个朴姓女 不过李清英确实是 最近炙手可热的新进导演 秦曼哥估计也是花了不少功夫 才请来的 他也懒得计较太多 你说的要求没问题 答应了 切 虽然林铁柱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但李清英却不以为然 心里冷冷一笑 这些男人 一开始的时候 总是喜欢假装正经 欲情故纵 这种伎俩 李清英见过太多了 好了 没什么事我就去忙了 李清英挥挥手 在他看来 林铁柱就是故意在自己面前 装正人君子 总有一天会露线的 所以 他还是决定对林铁柱保持距离 看着李清英的背影 秦曼哥轻轻咳了一声 解释道 林董 不好意思 我没想到他 第150章 李清英眼里的林铁柱 没事 有实力的人自然有个性 林铁柱懒得和李清英计较 而是关心天下第一 能否拍好大麦 毕竟欧红 可是将公司全权交给他打理的 总不能辜负人家的一番心意和信任 看林铁柱并没有生气 秦曼哥笑道 正好李导 要准备给几位主演示戏 一起去看看 行 秦曼哥一边走 一边和林铁柱 汇报这些日子公司的大小事 此时 19楼空出了一个大平台 天下第一 班底的人都集中在那 李清英手里拿着剧本和演员名单 一个个分配过去 所有人都以他为中心配合 林铁柱挑了挑眉 看着女人虽然说话怪怪的 但是控场能力还不错 所有人都井然有序 不愧是大夏当前炙手可热的心境导演 肖伯 杨青 你们是男女主演 今天这场戏 在整体剧情里很重要 是男女主在受到反派打压后 开始刻苦练功 要表现出男女主此时的任性 所以 练功的过程 一定要具备力量感 李清英一边解释 一边指挥场务 搬了道具上来 那是一个人形木桩 旁边还有道具栏 里面是各种刀剑 当然都是道具 林铁柱看着肖伯在李清英拧导下 拿着一把飞刀 朝着木桩置过去 飞刀勉强钉在木桩上面 没有掉落 虽然肖伯使尽吃奶的力气了 但还是没有做到入木三分 李清英摇了摇头 显然效果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想 杨青拎着一把道具刀 拼命地砍木桩 浑身汗流加倍 却只是砍了一道浅痕 其他的两位女艺人 也在排另一场戏 张子叶和邱依依 已经泪趴在地 林铁柱收回视线 听秦曼歌汇报 大罗科研和牧师集团 合作研究抗癌药的进度 萧伯 我说过多少次了 你要用力制飞刀 要看出力量感 而不是直接甩出去 还有杨青 你挥刀的时候 抓紧刀柄用点力 不然刀刃摇来摇去的 马上就穿帮了 张子叶 你们两个速度爬起来 继续对练 李清英大声呵斥萧伯 还拿起飞刀 在木桩旁边比划 苦逼的萧伯 也是硬着头继续制 没办法 这段时间他 虽然跟着陈浩南在刻苦锻炼 但是以前的根基 还是太差了 何况 李清英是出了名的严苛 号称片场女暴君 也只有最严苛的要求 才能给观众呈现最好的作品 李清英逐一指导 奈何萧伯 他们的表现 他都不是很满意 萧伯 你是主角 马上就要试镜开打了 你能不能再体现出点力量感 现在的观众品位都高了 他们不喜欢小鲜肉 是 李党 李清英讲的口水都干了 拿着汽水 咕噜咕噜地喝着 无奈的时候 他居然看到不远处的灵铁柱 正在和秦曼哥讨论什么 两人有说有笑 交头接耳 这两人显然是在打情骂靠 李清英的脸色更加不悦 这种渣男 果然靠不住 身为穆家的准坠婿 却背着穆天月 和其他女人勾勾搭搭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真的是 李清英摇摇头 懒得理会资本圈的乱象 继续指点消博他们训练 中场休息时间 所有人都停了下来 互相讨论天下第一的剧情 秦曼哥的助理 买了一百杯星巴克咖啡回来 董事长请大家喝咖啡了 快来拿 助理喘着粗气叫喊 刚刚就是灵铁柱 让秦曼哥派他去的 很多累死累活的人 见到有饮料都围了上来 也是看到了走来的灵铁柱 和秦曼哥 大家辛苦了 灵铁柱淡淡笑道 谢谢董事长 客气啊 放松一下 别那么紧张 好好拍 灵铁柱随口说着 他风轻云淡的样子 也让众人从紧绷的状态下 放松了一些 可这一幕落在李轻英眼里 更加让他不爽了 李一导怎么不喝 这时 李轻英走过来 漫不经心地问道 咖啡就不用了 林董 你刚刚一直在旁观 对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你是导演 你做主就行 来 你们几个也过来喝 谢谢董事长 试镜场的员工 有说有笑起来 看着灵铁柱 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李轻英不由地担心起来 秦曼哥还说这部电影 天地娱乐将用心去做 所以李轻英才答应过来的 毕竟他从不拍蓝片 可没想到 天地娱乐的老板 居然这么无所谓的样子 这让他心里很不爽 那林董觉得 萧伯和杨青 他们几个的打气怎么样 李轻英故意试探灵铁柱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想拍好这部电影 如果不是的话 李轻英会立刻拍屁股走人 一般般 不过比以前好多了 起码动作规范点了 果然李轻英一脸失望 林董的要求也太低了 这样的演员 拍出来的效果 票房不会好